海岸旁 陈寻辈对他们踏空而去 没有多说一句话 大黑牛双眼湿神地喷着鼻息 四腿都在发软 他还要照顾三妹 心中也只是隐隐有些绝望猜测 只要陈寻没告诉他 那一切就是没事 一切都没事 他们的功德可有很多 介于一定没事 小赤眼眶依旧在发颤 双爪扶着贺姐 狮子面孔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 他依旧一言不发 不相信心中那个恐怖猜测 无垠海域中 一处礁石之上 陈寻盘坐骑上 双手搭在膝盖 浑身都在微颤 他似乎背对着海域 好像从哪个方向看去 都无法看见他的面孔 一个五蕴中的令牌 悬浮于空中 两张崭新的地气 也在此刻悬浮 还有太多 太多美好的事物 小介于本座的家乡 一道微颤的声音 被海浪声渐渐掩去 谁啊 他们就是一群化神修饰 没有得罪谁吧 也没有能力得罪吧 能把小介于瞬间抹去 谁谁啊 陈寻低沉的话语 在空中回荡 他的身子都在变得勾搂 鹿 不应该开吗 是我做错了吗 他渐渐陷入安静 此时海风都已消失 静谧地只能听见 灰红星雨 从夜空划过的声音 陈寻缓缓抬头 这些燃烧的星雨碎片 他似乎看见了 所熟悉的一切 那座小山村 那座盘宁巨城 玉竹山脉 天断大平原 他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想起了 很久很久以前的 一幕幕场景 老妞 咱们长生 总会经历这些事情 或许无数年后 钱国也会被入侵 这个世界 又不是围着我们的转的 咱们也不是什么救世主 往昔的场景 历历在目 大黑牛甚至还怕 孙老的粉肿被刨 被自己狠狠拍了一下惊醒 让他不要乱想 但 天意弄人 静意语 成衬 浪花打在陈寻的身上 夹杂着海风 他并未用法力抵挡 浑身都被禁湿 狼狈不堪 陈寻脸庞外 全是浪花揉碎的 晶莹水滴 在星云的映照下 夜夜生辉 轰隆隆 此事周围海域 正在发生惊天一变 恐怖的雷狐 噼里啪啦地划过四方 伴随着一阵惊雷声 海在呼啸 风在怒吼 汹涌的巨浪 在朝着四方咆哮 陈寻勾搂着身子 微微低头 恐怖无边的气息 悄然从体内散发 周围元气在泯灭 灵气在阵鸣 巨浪在颤抖 一缕缕死气 漠然间从礁石之上的身影中散发 一条条浓郁到了极点的黑线 遍布它体表各处 似在游走 方圆千里的海浪 突然变得不再汹涌 而是充满了一股死寂的沉闷 与远方的海域格格不入 海中生灵眼中露出决然恐惧 疯狂游动 逃离这方 它们虽未有灵质 但趋利避害 是每一个生灵应有的本能 它们只知 不逃 绝对会死 海面雷光乍现 虚空之中突然间乍响一道雷鸣 轰隆隆的声音传荡四方 带着决然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礁石之上 那道身影的 墨发在渐渐变成银色 雷光游走于银发之中 呼 狂风起 此时 它竖发了数千年的发迹 缓缓飘落 好似一片云彩 遇到了风暴一般 一头银发在风中凌乱披散 甚至连它的白衣 都在渐渐转变成黑衣 只不过黑白之间 似乎正在交替 又像是在坐着挣扎 天地间的五行之气 滚滚而来 甚至能听到空间的崩裂声 刹那间 周围海域电闪雷鸣 下起滂沱大雨 炼须修士 已可勾动天地意向 拥有莫大法能 陈寻依旧盘坐于礁石之上 衣美飘飘 寂静无声 任由风吹雨打 低着的头也从未抬起过 灰红星云 依旧从云雾之上滑过 发出浩大的破空声 星云碎片 也变得越来越多 浓郁无比的死气 缓缓从沉寻体内流出 身躯的黑线 也变得越来越多 甚至已经开始覆盖他的瞳孔 他浑身充斥着死气与木气 但是他的脸庞 似乎没有痛苦 也没有任何情绪 他感觉自己的心态 从未有过如此平静 或许比绝望更无力的是 并不是撕心裂肺 又或者是后悔莫及 而是一望无际的平静 长生 一道镇定的声音 从他口中吐出 他嘴角挂起了一丝 沧桑自嘲的微笑 哪怕与小界域相隔千山万水 但不过短短百年 就好似已是沧海桑田 物是人非 他们 他们像是化作了漫天星云 从他头顶划过 化为了漫天美景 被大势修仙者所欣赏 所品味 他还想和老牛以后 回到那座小山坡去养老 回到盘宁城去打铁 每月去给孙老山修器杂草 每年有空 回到五蕴宗教导教导弟子 再吓唬吓唬那群大妖 最后没事 去故人墓前叙叙旧 再带着小赤与小鹤 游历天段大平原 明明才过去短短百年 怎么一切都好像已被毁掉 让他措手不及 甚至没有任何征兆 他现在如同介于修饰一般 一股恐惧与无力感 深深弥漫心底 遍体生寒 好像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一切景象已超越了时间的界限 从空间的界限 就这么直接出现在他眼前 这样强烈的冲击感 让陈寻的道心近乎死寂 他低着头 颤抖艰难的抬手 朝着漫天星云无力的一抓 却什么也没抓到 那星云厌尾 就像是从他指缝间不经意流走 此时 死气仿若黑炎 包裹住了陈寻整个身子 星云的耀眼光芒 已经彻底消失 他再也看不见 也再也不想见 一朵白芒药室的无根精气花 缓缓从他体内迸发而出 却在转换成 如同黑玉一般的虚幻花朵 陈寻的生机在疯狂流逝 三柄死气开山斧 从原神中顿出 垂落茫茫无边的死气 他们似乎要寂灭自己的创造者 甚至连生生不息的 天地五行之气都在溃散 无法经受住死气的侵蚀 礁石之上 无人知道 陈寻到底在发生 如何恐怖的惊变 无人能感知到 他心中的滔天怒火 与潜藏在心底的无边戾气 这个大事的仙道掌权者 也无法预料到 一位长生者的家乡 被毁灭的后果 他们从未在意 从未惧怕 依旧俯瞰云云众生 陈寻缓缓抬头 面沉似水 视角像在无限拉长 不知看向何方 而他雷光充斥的双眸中 正在射出一阵阵寒光 彻骨森寒 仿若要冻结万物 将一切归须 翁虚空中 煞时间传来一阵恐怖的波动 陈寻背后的虚空之上 一双冷漠无情的五行仙童 似在缓缓睁开 俯瞰海域 诸位 本座小介于陈寻 你们不会白死 也不会被岁月遗忘 陈寻的话音 如万古寒冰 银发狂舞 神色冷漠的 已不似生灵 那些人 本座会一个一个查清 哪怕他们是天尊 真仙 先王 乃至先帝 本座也会把他们拉下九天 定请他们生仙赴死 为我介于 殉葬 话音一落 轰隆隆 轰隆隆 天地间刹那间电闪雷鸣 无尽死气在虚空之中飘荡 陈寻的身躯的死光与死线 骤然凝聚 疯狂朝陈寻眉心狂涌 此时 他的眉心正在凝聚一个 骇人的黑白色玄奥法文 仿若天地的禁忌法则降临 生之急 长生 死之急 长生 而此话一出 天地共振动 海面掀起怒海狂澜 宛若滔天海啸 将至 将陈寻吞没其中 与此同时 无尽遥远处 太乙大世界 太望大世界 太华大世界 太蓝大世界等等 皆有真正的天地大能睁眼 妄想无边虚空 眉心皆是一动 混沌仙灵榜震动 乃天大不祥之兆 契机无法推演 不是生灵大捷 难道是 不可知 不可测 归属各方大世界种族 事出必有因 找到根源 无将大世界 我会去见那位 嗯 受到淡然的声音 穿梭各方 又归于沉寂 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毫不惊慌 一日 太阳出声 光芒万丈 海岸旁 大黑牛他们待了一夜 灰红星云 已彻底消失在 太乙大世界的刚风中 小赫满眼悲怅 贴着大黑牛的头 低难道 二哥 摩大哥 大哥不会有事吧 小赫的脸颊还挂着泪痕 他已感觉到 小介鱼本源的消逝 他体内的那一部分 如同无根扶贫 感应太过强烈 甚至他已经猜到 小介鱼或许已被毁灭 但是他不敢告诉二哥与四弟 因为他们眼中还带着蹊迹 某某大黑牛轻轻摇头 陈寻应该是去调查什么事了 他不想让三妹担心 但是他的眼底 却藏着深深的不安 陈寻这一次的情绪太过怪异 这么多年来 他从未从陈寻身上 体会到这种感觉 说不明 道不清 平静得已经不像是他认识的陈寻 甚至当时都让他产生了一丝惧怕感 贺姐 没事的 小赤 笑得比哭还难看 但是也不想让贺姐难过 应该没事的 此话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在说什么 到底是寻哥没事 还是小介鱼没事 还是天断大平原没事 小赤脸旁泛着苍白 也在露出虚弱的微笑 他们都在互相慰藉 担忧彼此 但他们心中最为牵挂的人 还是那一夜未归的大哥 海风轻轻吹拂 天边忽然出现一道身影 大黑牛他们目光一凝 朝着远方呼唤 是大哥 猫猫 大哥 寻哥 他们眼中充满担忧 大哥为何一夜未归 他脑后的树发 竟染上了几缕银丝 在朝阳下异常耀眼 而他那白衣 竟有些染黑 不再让人感觉那样平和 而是让人有一种敬畏与害怕 不过眨眼间 那道身影如同瞬移一般 直接出现在他们眼前 大黑牛双眼死死地盯着陈寻 大口大口地喷着鼻息 陈寻 怎么了 猫 他愁出不前 很想去蹭蹭陈寻 却第一次把脚停在空中 由于到底要不要上前 摸摸 呵呵 老牛 陈寻终于开口了 带着温和的微笑 一夜未归 倒是让你们担忧了 本作无妨 大黑牛如履薄冰地走上前来 小心翼翼地蹭了他一脚一下 他抬头看着陈寻 牛尾不再摇动 眼中充满着各种疑惑 害怕 恐惧与仇恨 小介于无事 陈寻看向大黑牛 小鹤 小赤 淡然开口 哪怕真的出事 我们也无能为力 活了这么多岁月 经历再多意外 也是平常 更何况修仙者 谁又没有悲惨的过往与记忆 就连小赤诞生之初 也遭遇横祸 我们并不特殊 也没有生灵特殊 但是 不活了吗 咱们才刚来这大事 日子不过了 寻歌 小赤双眸一颤 怎么突然提到自己的过往 小丢 北名红尸 寻歌 小赤棕毛倒数 话语被陈寻直接打断 低吼道 您说 天断大平原 莫要再心心念念 有机会 本座自会带你回去 陈寻面色平静 俯视蹲坐的小赤 昨夜星雨一事 我已问过云京 大事的天地异象罢了 和我们介于无关 寻歌 真的吗 小赤眼中略微有些激动 那些猜测 果然不切实际 当然 天断大平原本座都还未有力 陈寻冷哼一声 还拿出了一本小册子 就算大力爆发修仙者大战 天断大平原被毁 本座的莫大法力 区区天断 还不能恢复 吼吼 小赤高声长吼 寻歌说的有道理 小赤捏着自己的裙脚 满脸悲漆 深深凝望着陈寻的眉心 那淡淡的黑白法文 让他心中惧怕 大哥 南宫贺灵 小介玉一事与你无关 你又认识谁 谁又认识你 大哥 一副哭丧的样子 你才多大 经历了多少事 该去看书就去看书 别在本座面前 弄得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 陈寻满脸严厉 开始呵斥其小赫 就算是介玉毁灭 那也牵扯不到你身上 明白吗 就算是介玉毁灭 此话一出 大黑牛与小赤心中都是一咎 不敢插话 陈寻好像有些变了 但是又具体看不出来 到底哪变了 小赫低着头 被大哥呵斥地不敢抬头 自己确实不认识小介玉的人 但自己的悲伤 也并不是源于他们 而是本源的毁灭 他嘴角露出一丝难看又努力的微笑 不想让大哥看见他这副模样 他也一定不想看见自己这副模样 小赤刚刚有些激动的内心 也被一盆冷水浇灭 下意识站在赫姐旁边 大黑牛轻轻拱了拱陈寻 没人比他更懂陈寻 小介玉一定是出事了 小赫你回去看说 小赤 垃圾回收场乃大事 你也回去准备吧 陈寻目光看向垃圾岛 一手父辈 昨夜之事和介玉无关 也和你们无关 别影响自己心态和我们的日子 好 大哥 是 寻个 小赫与小赤重重点头 都不想让陈寻为他们担忧 赶紧踏空而去 各思其直 他们心中也不再多想 也不敢多想 海岸旁 海浪依旧在起伏 背后依旧是如山如海的垃圾 这一刻 却变得寂静不少 只剩下了陈寻与大黑牛 猫大黑牛拿出了茶桶 嘴里叼着给陈寻送去 猫猫陈寻微微一笑 亲手接过 坐在了椅子上 静静地用吸管喝了起来 他的茶杯空了 忽然 大黑牛双眼带着冰冷与凌厉 身上的毛发 都在不知不觉间生长而出 凌压骤然而至 西门黑牛 此刻 一道冰冷的声音镇压而来 就连天地五行之气都为之一致 大黑牛如临冰窖 眼中不解地看向陈寻 戒狱并未毁灭 小鹤掌握部分本源 陈寻淡然开口 已放下茶桶 以后 那里定可以恢复 莫要被仇恨蒙蔽双眼 猫 大黑牛声音有些怒意 他心中已经压抑许久 猫猫 能刹那间毁灭戒狱之人 我们难道能够对抗 陈寻摇头微笑 眼中似乎毫不在意 不论其他 就论这蒙目大海域 你西门黑牛 就算能只手遮天又如何 杀了所有修仙者 杀完又杀玄微天的人 你镇压得完吗 你修仙就是为了如此 他在发出低沉的微笑 又说出了一番惊为天人的话 介于毁灭 又与我们合肝 不就像本座当初 在铁江铺碾死的 那群蚂蚁一样吗 他们皆为天道的一部分 众生皆平等 那些人也终有寿命大限之日 咱们长生 这些事过了万年 数万年后 我们依旧长存于世 你再回首 就会发现 这种事 不过只是我们经历的一小部分罢了 贯穿不了我们的人生 走上复仇之路 那是天命之子干的 与我们长生者合观 他们的一生 可能就因为复仇走到终点 就算大仇得报 他们寿命还剩几何 而我们就算大仇得报 那路还不是得一路走下去 你想想以后 是不是这件事 就变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陈寻目光深邃 看向大海 我们现在还有三妹 四弟 还有垃圾回收场的一众人 莫要让他们陷入险境 莫要被仇恨冲昏头脑 他眼中带着无比轻松 看着愣神的大黑牛 又笑了起来 可别钻牛脚尖啊 西门黑牛 还好我们提前离开 当为之庆幸 大黑牛双眼更圆 面孔挣扎得厉害 尤其是陈寻 这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让他心中更绝难受 功德不还在吗 猫猫 大黑牛手忙脚乱 已经起身 提到功德不 他眼中瞬间变得郑重 猫 这可是轮回转世的重要一环 陈寻郑重其是的解释 小介于的是已经过去 就算杀了那些凶手 也于事无补 当即功德 让他们轮回转世到大势 而这样的事 才是重中之重 我们现在当应在大势好好发展 才有机会将他们一一寻回 报仇的格局太小 难道你想让他们降生大势之后 再重复一次前生无力的过往吗 他温柔地摸着大黑牛的头 手里还拿着功德布 我们好好过日子 重新在大势开始 才有机会庇佑他们 猫猫 大黑牛双眼冒出金光 一鱼点醒梦中牛 他狠狠拱着陈寻 猫猫 老妞 这算啥呀 活了这么久 哪来这么多仇恨 当把握当下和未来啊 陈寻大鹤一声 相当振奋 我们垃圾回收场 必会开遍三千大势 庇佑转世的小介于众人 功德之事 绝不可忘记 西门黑牛 猫猫此事 本做就托付于你 乐风师兄都已转世 其他人想必不会太远 猫猫大黑牛站起身子 仰天长笑 连心中的悲伤与仇恨 都被一扫而空 明白当下最重要的为何是 那些人说不定都被我们直接熬死 谁去管他们啊 哈哈 陈寻大笑 拍着大黑牛 老牛 咱们被仇恨冲昏头脑 才是中了那些人的大忌 只顾过去 咱们还秀个屁的先 猫猫大黑牛的牛掌 放在陈寻肩上 炽热的鼻息 不断喷在后者脸上 快去研究分解阵法 多大点事 陈寻白手一笑 不用担心本做 你的脑子 岂能跟大哥比 先到漫长 我们好好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猫 大黑牛重重点头 陈寻乃绝世大聪明 听他的准没错 他又信了 不再自己胡思乱想 去吧 我还要听诸位前辈讲道 陈寻笑了笑 把功德部交还给大黑牛 有空我们去城中玩玩 领保先隔二层 可有不少好东西 大黑牛深深看了一眼陈寻 后者的眉宇间 除了轻松 没有任何一样情绪 他心中大舒了一口气 他随即退后几步 也踏空离去 必须要把分解阵法研究出来 他们的垃圾回收场 可是这些小介于 生灵转世后的庇佑之地 必须要做大做强 无人敢欺 带到大黑牛走后 陈寻满脸轻松的模样 已经渐渐退去 变得平静深邃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只是拿出了一本 崭新的小册子 写着一些 谁也看不懂的东西 呼 一阵狂风刮来 陈寻身前 瞬间牵到身影 清离 清婉站在最前方 身后全是他们的族人 而这群人 是他们岛屿养魂七灵的 最强一千人 全是原因期修为 见过常主 砰的一声 上千人同时半顾而下 一口同声 这位前辈之能 清离已告诉他们 更重要的是 他们看到了清离与清婉身上的变化 仙奴地位卑微 实力更是低微 原因期在大势毫不起眼 别的势力养他们都嫌好资源 忠诚之人更是不缺 他们似乎已毫无价值 但清离与清婉的那些话 让他们心中燃起了希望 甚至能够脱离仙奴身份 重立种族 无需多脸 陈寻抬手 眼中古井无波 你们先跟着清离 清婉做事 垃圾倒的规矩很简单 若你们做得好 族人全带来也无妨 多谢常主 众人眼中带着喜色与敬畏 这些规矩 他们来时就已被告知 太过轻松 清离与清婉微微抬头 看向常主的神情 结实一阵 怎么感觉 常主的气质 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带着别样的淡漠 似乎没有从前那样平易近人 尤其是他的衣色与眉心间的黑白法文 总让他们内心充斥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恐惧 去吧 收集一下其他四座垃圾岛的消息 那里的资源可不要浪费 是 众人起身 清离与清婉 已经明白陈寻意思 要将所有垃圾岛 掌控在垃圾回收场之下 话音一落 所有人恭敬离开 不敢再打扰陈寻 后者似乎也不想多言 海浪一浪接一浪地打来 海风呼嚎的声音宛如雷崩 声势相当浩大 陈寻靠在椅上 二指抚着脸颊 双眼出神 静静地在这里听海 似乎风浪越大 越能让心中宁静 此时此刻 浪声 警务 垃圾 方圆极里 好像什么都消失了 仿若天地间 就只剩下那道孤独看海的身影 他的气息 却是愈发冰冷深邃 远空 清离 清婉身躯一颤 大惊失色地缓缓转头 看向海岸边 那道静坐的身影 上千族人 也是面色微微难看 漠然间 自己为何感觉心中像是空了一块 一种被死亡笼罩的阴影 爬上心头 轻轻离 先走 清离狠狠咽下一口唾沫 并不是 针对我们 无需担忧 清婉有些失魂落魄的点头 就连神情都变得有些恍惚 百年来 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常主静 如此可怕与陌生 他们不敢多停留 快速消失在这里 垃圾岛依旧热火朝天 如今已开始收购废弃符路 他们的临时收入 再增添一大笔 但今日 垃圾回收场内 小赤有些沉默 顾黎盛跟随在后面 小心翼翼地 帮着分门别类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宋恒今日也没去带人淘宝 而是陪在小赤身边 狗哥 顾黎盛这小子不老实啊 数百万年 好了 胖子 别在这拱火 小赤匡匡地 把大荒乌神经的废料堆积一处 冷声开口 寻歌已准备好大量化神 破镜丹药 多做点有用的事 宋恒听到寻歌这个名讳后 神情有些惊悚 狮子狗 他还敢打去几句 但是这位他是碰都不敢碰 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 顾黎盛也是低头不语 真不敢在这位面前去装 不出所料 一定会被打死 但是他们心中都带着些疑惑 怎么感觉狗哥今天有些转性了 冷冰冰的 都不再猥琐 宋恒转了转小眼 猥琐嘻嘻地笑道 狗哥 是否有人得罪于你 小道 我怎么也给他准备一座仙道大幕 喝道吧 你能对付 啊 宋恒的小眼都在瞪大 浑身一颤 狗哥 小道 方才被心魔入侵 竟胡言乱语 祖先在上 因果不加身 加你们 他话落 连忙做起法事 口中念念有词 河道之上的强者 岂可随意谈论 顾黎盛冷冷一笑 哐的一声 把废料扔在地上 狗哥 区区河道 还需用你出手 待本公子千万不降 但他话还未说完 一道强盛的气势 已将他锁定 让他的话语戛然而止 胖子 群殴他 受不了了 小赤嘀吼一声 他心中早想发泄 身躯都在开始暴涨 打 狗哥 没问题 荒山大幕 预备好 宋恒手持一炷香 发出兴奋奸笑 黎盛那 是否要去仙慕一探 你自己的 啊 顾黎盛眼眶暴涨 满眼不敢置信 一只遮天锯爪拍来 他发出惨叫 啊 一座垃圾回收场的惊天惨叫 传荡而出 周围的淘宝人眉头狂跳 就连莫福羊都转身摇头 心中赞叹 打得好 顾黎盛此子嘴里就没一句实话 当初竟还想框骗于他 一个时辰后 小赤大叔一口气 不知为何 心中再也没有这么奇闷 也终于明白 当初寻哥和牛哥 为何这么喜欢殴打自己 当真是过瘾啊 宋恒站着一旁哈哈大笑 猖狂无比 终于报了昨夜镇压之仇 顾黎盛无力地躺倒在地面上 甚至还时不时抽出两下 被殴打的全身血脉都不通畅 恐有走火入魔之威 宋恒也哼着小曲 从他身旁走过 一个不小心放了个屁 臭气熏天 顾黎盛被熏得双眼一翻 直接昏死 这臭屁 就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赤浑身舒畅 不由想起了贺姐 他回来之时 一句话都没多说 也没有回茅草屋 而是去了花田 他眼中露出一抹忧色 昨晚情况最不好的 可是他 垃圾倒鼓林外 这是一片被大黑牛阵法包裹的天地 而这里就是小赫种植的花田 各种林花种植在里面 五彩缤纷 放眼望去 像织不完的 织棉那么绵延 像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 像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 如同一片五颜六色的海洋 非常艳丽 此田的布局 是大黑牛所做 因为曾经陈循带他种植过花田 有许多经验 清风拂过 一股沁香扑鼻而来 甚至还有小鸟灵蝶停在旗上 渐渐地 在花丛中露出了一道娇小身影 他坐在花丛中 轻轻抱着双腿 眼中依旧带着悲戏 小赫小嘴微张 低声难语 大哥 他不信 大哥真的像没事一样 那可是他的故乡 大哥给他讲的故事 全是从那儿来 尤其是他那每次带笑的温和模样 眼中寄托了太多美好 自己现在能帮到他的还太少 他一定会努力看书 再也不贪玩 哪怕让大哥多高兴一份也好 一枚千机灵 硬旋立空中 都天万界灵庄 小赫小嘴依旧在低南 双眼带着异样的成熟 肯定潜藏着很多秘密吧 倒要去多了解了解 他淡静的眼睛里 恍如有着海洋般深不见底的感情 大哥无论想做什么 他都会无条件支持 无条件信任 他难攻贺灵 绝不会做拖后腿 或者劝导他人的人 因为他曾看过不少先世 不少大能修仙者就是因为身旁的人劝解或者出卖 才导致要做的大事最后功亏一篑 一笑大方 轻者痛 愁者快 小赫的双眸渐渐产生异变 虚空之中 一颗巨大的树影将其守护 天雨之下 万草皆臣 万花皆福 他肩膀上一只会受小龟 正在发出刺耳的微小奸笑 眼中满是憎恶 犹如当初戒狱战场中的真正会兽一般 他当初强行降生 和那些惠兽完全不一样 似乎还未彻底觉醒 然而 小戒狱的毁灭 似乎牵动了什么 曾经的惠兽 增恶戒狱生灵 而惠兽可是从戒狱本源诞生 他的增恶来源于戒狱的封闭 就像是小戒狱本源 对大事本源的增恶 然而惠兽诞生之时 似乎像是无头苍蝇 他们灭杀一切生灵 污秽大地山川 污秽生灵寿命 他们似乎没找到自己根本性增恶的东西 又因为戒狱路开 大事本源冲击 小戒狱的本源增恶 也随着路开消失 会受被本源自毁 他们这就像是彻底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会受盗死 也没找到自己真正的仇人 永远怀着错误的仇恨永迹 但如今这一切都变了 因为鹤林五行阴阳术诞生 阴差阳错下 在介于通道吸收封闭处的本源 又庇佑出了一只会受降生大事 这只会受小龟 又随着介于毁灭终于觉醒 他似乎真正找到了目标 找到了真正自己增恶的仇人 便是所有拥有大事契机的修仙者 三千大事的所有本源 此事不及 大哥还未做出计划 小赫冷冰冰地说着 他能感觉到会受小龟的觉醒 甚至后者都已把他当作主人 你的展授秘术 千万不要暴露人前 你还太弱小 理智一点 会受小龟轻轻点头 双眼的增悟悄然隐去 又变成了那副慵懒的模样 小赫脸庞冰冷 大哥曾说过 会受可吸收黑色山月地脉阴寒之气修炼 也可斩杀生灵修炼 他储物界里 还有很多二哥做的石头 本来是给四弟修炼神石用的 但大事已不缺少增长神石的灵丹妙药 这些石头都已交给他 用来喂养此会受 而原来他一直在沉睡 似乎还未彻底成形 无法吸收 但现在时机已到 小赫的瞳孔已经转化成一瞳 深深地看着自己肩膀上的灰兽小龟 他神色静谧 背后的虚空威名 树影在渐渐凝食 繁茂的枝叶的虚空中摇曳 却又潜藏着一股莫大恐怖 小赫心中似乎已经下定某个决定 古灵之中 一处上百道阵法叠加的大恐怖之地 这里有传颂阵 有幻阵 有迷雾大阵 有杀阵 还有攻击神石的灭神石等等 大黑牛重重地喷着鼻息 地面上是一个八角阵法 天地的灵气正在滚滚而来 他浑身沐浴着五行神光 正在按照阵图布置聚灵阵法 地面满是不断破碎的下品灵石 某某大黑牛坐在地上 双眼满是认真 他不停地挥动牛掌 地面时常传来暴动声 灵石的粉末飘散在半空中 按照阵图布阵太过简单 聚灵阵法只是他的参考 他要重新布置出聚五行之气的大阵 再一步步把分解之力运用到阵法中 某某大黑牛重重喷出一口鼻息 竟开始盘坐余地 大师的五行之气太过磅礴 运用到阵法之中似乎完全不可控 还得叠加阵法 摆到阵法不行 那就叠加千道 万道他眼中带着一抹狠色 一张张阵图被摆在地面 他已经用神念学习了太多阵法 现在就差运用到实际 还有等离尘导的阵法材料到来 某 大黑牛面色带着一股绝境 天地元气 天地精气皆可运用到阵法之道中 他现在也想听听那些阵法前辈讲道 不过听陈寻说 这种阵道 单道之类的传道石 比普通的传道石还要更昂贵 不过 只要按照现在的垃圾回收场势头 他们绝不会缺零食 这可是整个玄威天的垃圾资源 他西门大黑牛 还真不信这个闲 碰 碰 碰 大黑牛眼带前程祭拜上天 保佑他们能找到轮回转世的所有人 保佑大哥道心多一些未见 陈寻所说的那些话 另一层意思 他很明白 也很懂 自己绝不会被仇恨冲昏头脑 能跟着陈寻就好 大哥好好的才是最重要的 自己绝不能不听他的话 让他再伤心一次 猫猫 大黑牛以开谈做法 双眼威和 对着上天参拜 望仙神诸佛保佑 随后 他又开始认真地鼓刀起阵法 震动声不断 但都已被阵法掩盖 外界也看不到 这里到底发生了何事 何况 古陵离海岸可太远 距离差不多是前国距离北京那么远 也无人敢来打扰 海岸旁 陈寻的灵须传音法盘传来动静 他抬手将此物旋力身前 神识契机是云金 前辈 云金 何事 阵法材料已被齐 而且您上次所说的 关于方便交易之物 还要您前来领保先隔一趟 需要确认身份 好 我现在启程 陈寻平静点头 百年来 他可听说过不少奇物 就算连通整个南鱼大陆的信息传递之物 都有 但是门槛却相当高 至少也得是炼虚七才有资格拥有 因为只有炼虚七的元神 才可承受虚空元气波动 引动元气降临一个庞大恢弘的真正修仙文明 用通俗的话来说 这个大世界真的不能乱说话 因为这些修仙者真能顺着天地元气来斩杀你 除非你不是生灵 就算是化神七修士 也只能引动元气 无法用元神降临 也无法催动这些法器 必须要能掌控 陈寻起身 瞬间消失在海岸旁 踏入前往黎晨岛的传送阵 黎晨岛 灵宝先隔 三层 三层就像是一片新的天地 外面列扬普照 这里 却是一片夜空 甚至还有月华洒下 一位面容轻瘦的老者微微带笑 他侧脸在幽冷的月色下 显得更加冷硬 双手轻轻附在背后 无形位移凌厉地从身上散发出来 而这位老者 名叫于望仙 人族 炼须中期 是云金的上层 此时云金恭敬地跟随在后面 一言不发 目不斜视 像是和站在他们面前的陈寻不熟 老夫于望仙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于望仙拱手 声音有些沙哑 道友想必是刚入炼虚不久 看来也是失诚名门 呵呵 陈寻 陈寻皮笑若不笑 也是拱手回应 名门谈不上 不起眼的小宗门罢了 于望仙恍然 看来这位道友 不是很想透露自己的宗门 但在这个大事 其实透露一下宗门 也大有好处 林宝仙格 就有不少其他宗门的长老 或者弟子任职 说不定就能遇见自己宗门的熟人 也更好说话 但这位陈寻道友如此作态 他也不好再追问 陈寻友 云京说 你预购买南鱼大陆的九天幻梦新书 是 这一套法器下来 可要七百万中品零食 新书与原神直接契合 犹如本命法宝 他说到此处一顿 微微待笑 若是道友家底不丰厚 也可考虑一下 于道友 七百万中品零食 陈寻眼眶微睁 心中暗骂你他娘咋 不去抢啊 云京也是暗暗扎舌 其实还有其他类似法器 但是没想到 这位前辈直接挑的最贵的 此物在领保仙阁 销量都不是太好 因为这种东西都是 直接对接宗门 或者其他势力的长老等等 单人来购买的少之又少 不错 于望先面带礼貌微笑 又补充道 若是 好 可以 陈寻重重点头 眼中带着一抹深沉 还望于道友给我讲解一下此物 或者有什么忌讳 陈道友大气 于望先面色微变 他千吉林印度没如此多的零食 言语都温和了几分 快随我来 他从储物界中拿出一道金色令牌 一道法力打出 面前瞬间出现一个房间 他们也随之进入 陈寻一眼就看见了桌上的九天幻梦新书 它是一张类似阵图的东西 还未被炼化 上面星光密布 又像是包含了一片星空 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简单 陈寻还是第一次看见如此奇异的东西 目光都不由地被吸入进去 于望先深深看了云莖一眼 眼中带有赞赏 真是带来了一个大呼 后者也眼带恭敬的一笑 像在说这是晚辈应该做的 但云莖心中暗道 我迟早坐上你这个位置 真是个好宝贝 陈寻副手赞叹 林宝仙阁享誉四方 此物的质量 我并不会怀疑 陈寻有好眼光 此物可是难于大陆的仙阁送来 才知在蒙木大海域 可是一个都找不到 炼制相当困难 于望先心情大好 连话都多了起来 而且此物还必须经过九天先蒙的查验 不可单独炼制 也是保障了诸位道友的隐私与安全 嗯 陈寻看向于望先 他还会回答刚才自己的问题 陈道友 请坐 于望先伸手一笑 眼中却带有些羡慕 很是舍不得买这东西 我这就跟你讲述 好 陈寻点头 与他一同落座 云莖站在一旁侦查 却是眉头微醋 前辈的感觉好像跟以前有些不一样 于望先已经拿出仙阁灵印 微微拱手 陈道友 倒是忘记了 陈寻神色一顿 竟然忘记先给灵石 诸事侵扰 还望于道友莫怪 陈道友客气了 理解 于望先摆手 毫不在意 两个千姬灵印的契机瞬间交汇 陈寻也开始用神识确认 此刻甚至还有一股莫名力量扫尸周身 但不过是瞬间 就已隐去 他的灵印里面 也瞬间消失七百万中品灵石 于望先眼中带有满意 收起先隔千姬灵印 此时房间微微一震 九天幻梦新书周围的静置 也瞬间消失 随时可以取走 七百万中品的灵石生意 也瞬间做成 云金暗暗一探 这桩生意已和他毫无关系 仙阁内依然有类似贡献值的考察 修为越高 圈子越广 那做的生意自然越大 任职也自然越高 相辅相成 陈道友 九天幻梦新书 用原神直接祭练便可 里面有各种新书格 可随意加入 于望先开始介绍起来 虽然没买过 但也知晓法能 一般都是用法号加入其中 难于大陆卧虎藏龙 最大忌讳是 千万不要在里面乱说话 他说到此处 神色变得有些郑重 你可在新书内 求购各种消息 或者修仙资源 但最好不要去 与那些人共探秘境 一旦进入连练虚境 都要共探的秘境 那里元气与大事的元气 就已彻底切断 连九天先蒙都管不到 不少道友可都是在那陨落 甚至监察者 都很难查到头绪 新书内可能还有不少 不怀好意的人在其中 甚至连星空大道都可能有 道友也要注意隐藏身份 新书若是不损坏 可保留上万年 但无法继承给子弟 道友也千万注意 于望先现在如同换了一个人 带着一股子相当专业的感觉 而且 里面还有不少和道真君 大成尊者在其内 他们有些脾气怪异 喜欢扮猪吃虎 道友也要多留一个心眼 毕竟炼虚气在新书内 只是刚刚跨过门槛 一切以性命为重 于望先深深一叹 就像是他好像拥有过一样 把陈寻虎得一愣一愣地 嘴唇威张 就连云金也是愣神 真是大掌见识 以后自己也这么说 多谢于道友解惑 陈寻真的信了 起身拱手 于道友所说之言 陈寻谨记 呵 陈道友 可否交换一下 灵虚传音法盘的契机 于望先白虚飘飘 满脸和善 我等同为恋虚之境 倒应该多往来 若你需要买什么东西 也方便一些 麻烦一个华神小辈 可能会多耽误一些无谓的时间 此话一出 云金神色微微难看 此话虽然难听 但也确实如此 华神修饰 哪知恋虚前辈的真正需求 陈寻目光微宁 这是光明正大的翘客户 但是若是不交换 说不定云金会有些麻烦 他心思一转 嘴角微微带笑 当然 请 话落 他们皆是拿出灵虚传音法盘 还虚语尾移了一番 说以后常联系 黎晨岛的论道大会也是不少 练虚圈子可是大得很 陈寻也是拱手回应 当然 当然 随后快步离开 前往他的乘风山庄 待陈寻大呼走后 虞望仙的面色 也是变得平静下来 他侧头看向云金 淡淡问道 这位陈寻道友 可有师诚 可有势力归属 晚辈不知 他只是我在第一层遇见的前辈 不敢多打听 嗯 此事做得不错 虞望仙沉引了一番 去领一瓶预清玄丹吧 这是你应得的 云金似乎大喜过望 弯腰拱手 多谢于真人 虞望仙心情不错 还叫倒了几句才离开 独留云金一人在房间 三层不是他应该来的地方 他大喜恭敬的目光 也渐渐掩去 平静地朝二层走去 垃圾倒 陈寻已经回到海岸旁 静静地坐在这里 双眼时常出神 他现在很喜欢坐在垃圾堆旁听海 倒是对垃圾回收场的事 不再那么热衷 九天幻梦兴书 陈寻从储物界中拿出这犹如正图一般的法器 先祭练一番吧 他一道元神从体内遁出 瞬间没入新书中 陈寻神色一惊 这次的变化比千机另应还要特殊 不只是神石的契机 甚至连元神都被彻底牵引在内 此时周围空间五行神光乍现 不少垃圾被吹拂得漫天飞舞 臭气熏天 神魂彻底被牵引其内 元神只是一个影子 陈寻微微皱眉 这如何隐藏身份到底是如何炼制的 终归是见识浅薄 他微微合眼 全身心彻底投入到九天幻梦新书中 此时 天地模糊 混沌不清 犹如那一次进入心魔幻境中 周围漫天星斗 他像是站立于虚空之中 迷茫地看向四方 而这些星斗仿若活物 有大有小 全是迷离的光斑 陈寻的眼眶 倒映出一幅如梦如幻的星空画卷 到处都是闪烁的光玉 却是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声音 也没有任何生灵 他下意识笼罩上了汉匪套装 瞬间气质大变 一股冷冽专业的气息扑面而来 那于道友说过 不可随意暴露身份 他娘的 我穿越了 陈寻低骂了一声 眼中相当茫然 手中甚至已经握住开山腹 七百万中品零食 就这样 他眼中闪过一丝肉痛之色 难道自己还要在这片茫茫星空 到处找人不成 虽然好像是元神降临此方 但是也无法带来东西 根本交易不了 翁突然 周围星斗四在排列组合 一股天地的磅礴的气息 瞬间扫视而来 陈寻面色微变 不敢抵抗 低调做人 他的元神 此时充斥着各种鲜光 陈寻感觉像是被看了个通透 但这股意志 又并非是从生灵中发出 像是他们当时降临在大事的那一刻 给他心中以强烈震撼 一炷香后 这股扫视才彻底消失 像是确认了他的身份 此时 一股浩大的天鹰 从四面八方传来 把陈寻的元神 冲击得嗡嗡的 修仙者陈寻 人族 古灵二时 魂灵二时 修为 炼虚前期 恭贺道友于今日 正式进入浩瀚太乙大事修仙界 九天幻梦新书 将给道友提供一切之便利 仙道漫长 当助道友一臂之力 问道成仙 探查道道友为黄杰九天幻梦新书 只开放南于大陆仙道区域 若需更高的仙道体验 请道友购买更高的品阶法器 道友可在新书内 自行定制身份 面容 法号 完成后 元神顿入星斗 便可开启星格 引入暗处的星格 不可直接加入 此时陈寻脚下 头顶 周围 全是漫天霞光 如同在庆贺一般 甚至还有各种奇异法文 铭刻在星空之中 相当梦幻 陈寻心中不断震动 甚至有些头皮发麻 亏一般见全报 九天先蒙的强大 已经超乎他的想象极限 这样的东西都能弄出来 各种消息更是瞬间涌来 他站在原地沉吟许久 此时 他的面前已经呈现一片璀璨光幕 元气波动异常距离 与他的元神正在共鸣 上面有许多空白 要用元神去鸣刻 如同自己 在星书内的身份一般 与外界已经完全隔阂开 怪不得那于道友如此言说 星书真当是不得了 陈寻微微眯眼 相当冷烈 那看来在这里查一些消息 也容易许多 他随即目光又看向光幕中 开始摆弄起来 里面可以定制自己的全身面容 例如摆造型之类的 也可只有一个头像 渐渐地 陈寻心中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选择用头像交流 免得暴露太多 他又不是什么大宗门的宗主 长老 还望星书的诸位道友 给度视老人一个面子 莫要不识好歹 法号 陈寻面露难色 混了这么多岁月 还真没什么法号 垃圾真人 近海魔匪 普世散人 他心中想了一大串法号 进入星书 自然有自己的目的 而且还很多 度视老人吧 陈寻低难一声 反差越大 越猜不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何况自己 可是有五个原神 五个身份进入 他心中已经开始 发散起一些思维 但是现在先看看情况再说 身份多不一定在这里好用 陈寻二指并立胸前 随便选了一个 不大不小的星斗 化为流光而去 望一道浩大的门户声 轰然展开 五颜六色的光芒甚至已经淹没了他的双瞳 昆吾星格 各种炸裂般的信息忽然浮现在他的原神之中 他能看见无数原神的对外信息 这个星格少说也有上万人 而且 修为最低 也是脸虚气 陈寻瞠目结舌 目光依旧处于强烈震撼之中 他像是直接加入了一片新的天地 而不是像刚才那样站在外面 悬门仙宗欢迎道友加入昆吾星格 吴宗乃南鱼大陆排名序列前一千只仙宗 传承已快跨过十万年大关 实力雄厚无比 弟子遍布大陆四方 更有独家功法传承 乃是恋须道友的不二之选 飞仙门欢迎道友加入昆吾星格 吴门精通元气仙道 更是广开仙门 欢迎各方道友前来论道 宗门天地元气坐标如下 不过刹那间 十道欢迎恭贺声直入脑海 陈寻瞬间对这十大势力就有了印象 而这种消息 似乎不能随意发出 必须要在星格内有一定的底蕴与实力 也就是自动宣传 卧槽 陈寻有些头云眼花 那种冲击感太快强烈 他到现在还未完全回过未来 此时星格内消息满天飞 若无恋须元神 你甚至都无法看清消息传递的速度 里面完全是个说个的 皆在一念之间 恋须 宏广真人 哼哼 来了个新道友 咦 度视老人 恋须 消致真人 嗯 这是何造型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几人注意 皆是开始探查起陈寻的信息 面色微变 就一个光秃秃的头像 没有任何视力归属介绍 怎么叠 星空大道混进来了呀 恋须 秀纯真人 我看你们还是少说点无用的废话 别人法号一看 就是性情平和之人 秀纯 我在昆吴心阁内 已待了上千年 阅人无数 你确实是个仙道大才 本座喜欢结交大才 这样论道才会有共同语言 恋须 宏广真人传来消息 不如交换一下 灵须传音法盘的契机 当然 请你拒绝一下 恋须 消致真人 宏广 你也是个仙道大才 我也对你很感兴趣 这样吧 我没传音法盘 你同意一下 煞时 就没有人再注意陈寻 开始各自聊了起来 相当火热 而这些法文字符 不再是冰冷的文字 因为原神感知缘故 甚至能感觉到 他们的语气与神态 就犹如一个鲜活的人物 在你面前说话 他娘的 人才啊 陈寻心中暗暗赞叹一句 在心格内一言不发 就看着这些消息 犹如大河一般流动 而这里面的消息 也很九天仙音阵盘 完全不一样 九天仙音阵盘 一般是传导的区域大事件 而这里 更像是各种更加实际的交流 秘境 灵药 丹药 天才地宝的消息皆有 最主要的 还是每一期间 那就是数万条消息 而这些练须修士 皆是能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消息 各自开始谈论 丝毫不被其他消息所影响 诸位道友 星空战船一月后 从南鱼大陆出发 前往蛮荒介域 时间已经确定 哼 我们可是 等这一日多时 那里矿卖众多 我们领保仙格 已经准备出动大量修士 但那里荒售可是不少 我望月仙格 已经给诸位道友 准备大量灵丹 只为诸位前路顺遂 欢迎前来采购 一条爆炸性的消息 在星格内引爆 甚至还多了不少 求购宝物的消息 联动相当巨大 基本有所需 就会有人单独联系 可以物易物 也可用临时交易 但一般 都必须要在现实之中约定地点 黄杰新书的法能 可不是太多 陈寻感觉有些唇干舌燥 感觉自己像个刚来大事的土著 里面那些宝物 他连名字和效用都没听说过 他开始探查起阁主的一些对外信息 此时 一道金光扑射而来 那是一位站在山巅的青袍男子 他副手远眺 轻声一叹 而且这种画面再不断循环 让人敬畏心不经大起 再大叹一声 装得好 而他的头衔 更是一大串 玄门仙宗当代第十八长老 练本洞 洞主 修为何道七 若是他在星格传递消息 估计这一大串的头衔 都能把自己名字给淹了 让人想不住一动难 这种名头 一般去到其他型格 不少修士都要尽他三分 效果相当之好 不像一般修士 只有个光秃秃的修为 话语分量也弱了不少 就如同那位度士老人一般 无人关注 不过 拥有玄阶心疏的修士 也能加入普通心格 你永远无法得知 和你交流的修士 到底是不是大能 又或者到底是不是同种族之人 陈寻静密地坐在星空中 已经开始拿出小册子 记录一些消息 这种性格对于新书来说 不过是沧海一宿 当一步步来 半日后 陈寻终于有些按捺不住 开始小心翼翼地 用元神传递出一道消息 炼虚 度士老人 诸位道友 有需要卖垃圾的吗 废弃的材料 废弃的服录皆可 我长期大量收购 炼虚 敬前真人 道友 听说蒙木大海域 有几座垃圾岛 想必你不会失望 炼虚 欲语散人 道友好兴致 听说仙城也有不少地方堆积废料 看来雾鸣 才是度士道友的首选 哈哈 只有寥寥几个消息回应 陈寻面色平静 丝毫没有尴尬 头石温路罢了 少不了一块肉 看来这浩瀚新书内 也得弄点身份 免得以为 本座真是来和你们闹着玩的 陈寻双目微宁 不过新书内 倒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这些人大部分身居势力高位 嗯 先把蒙目大海域的垃圾生意全包揽了 不过 实力也是重中之重 清理的种族值得培养 还有那些仙奴 也是起家的根本 他在小册子 已经开始写出一个个计划 有了新书后 眼界再一次被放宽 他倒是 对那些不可随意加入的心格有些好奇 随后他原神开始顿出新书 自己现在太过渺小 待在这里 也无济于事 天地模糊 耀眼的光芒射来 海风与海浪 一阵阵冲击而来 陈寻猛然睁眼 失神了一会 心中已下定决心 狗在垃圾场 除非必要 哪里也不去 当稳步提升实力 这个大事的秘密太多 绝不能像在小介域那样 肆无忌惮地乱跑 他心中已然有了目标 问 一道微小的震动声传来 陈寻的神识已立马赶之道 落霜 前辈 何事 您所需要的非度丹灵药已准备好 可随时派人前来取出 好 其余两样东西呢 一年后 千万中品零食的生意 晚辈亲自送往垃圾岛 各种关节已经打通 无需劳烦前辈 好 陈寻平静点头 随即切断神时 目光又开始深邃地看向大海 他现在的心绪实在无法平定 还需要一些时间抚平 彻底把那一幕封存在心底 只要自己的家人 在侧 他永远会保持理智 此时两本功法 从储物界飞出 水灵诀四层 水灵诀五层 此树有伤天河 甚至修炼到四层与五层 都受不过千年 自己拥有万物晶圆 其实不想修此树 他一直对寿命都保持着敬畏 但现在 经过那晚的一变 自己心中的一些原则性规则 已被打破 他现在要开始重新修炼此树 不知水灵诀与万物晶圆相结合 到底会产生哪样的效果 陈寻轻声一叹 呼吸都变得均匀起来 鱼胸 多险 他神识沉浸其中 开始缓缓感悟起来 海风阵阵 似乎都变得有韵律起来 跟随着陈寻的呼吸起伏 一股不可名状的气息 渐渐从他体内散发 一日 垃圾回收场的边缘处 茅草屋 大小姐 已经统计完好 如今这座垃圾岛 去处离开的人 一共十万余人 已经趋于稳定 莫浮阳恭敬地站在一侧 禀告垃圾岛的消息 他们大多都已准备留在垃圾岛 不离开 至少有待百年的打算 加入垃圾回收场的人 大概的两万人 小鹤手中拿着小册子 在不断记录 神色相当认真 福伯 百年来 我们已整合好整个垃圾岛 按照如今淘宝人的效率 他说到此处欲言又止 就算不逃废弃福禄 就搜寻大荒乌神经 一人 一年至少也能找寻到十斤的量 十万人 可想而知 没错 大小剑 莫福阳深吸了一口气 内心也在不断震动 我们如今 每一年 可进账中品零食 上亿左右 而如此算下来 付给那些淘宝人的中品零食 每一年也不会超过三千万 嗯 这只是一座垃圾岛的 而且十万人 在这座垃圾岛 也不过是杯水车星 小鹤眼中依旧透着冷静 他缓缓看向莫福阳 福伯 炼须之路大哥 已再为你们准备 那将耗费大量修仙资源 不要被眼前一时的利益蒙蔽双眼 是 大小剑 莫福阳郑重拱手 感觉大小剑似乎有些变了性子 变得有些成熟 也不再贪玩 反而每日 都开始规划起 垃圾回收场的未来 他也不敢多问 不过垃圾回收场的淘宝人 大多都是武器下零根 消耗的资源确实是海量 他甚至都有些不敢想象 虽然看似一年赚很多中品零食 但是花起来 也绝对是个惊天无底洞 但若是加入垃圾回收场的众人 皆能晋升练须期 那可能会惊觉整个蒙木大海域 变成大海域中真正的滔天大势力 到了那时候 河道真军都不敢随意对他们动手 一旦动手 那牵扯不知会有多广大 垃圾回收场 也将正式占到所有势力的眼前 当然 只是为了去收垃圾 并不是要去针对谁 从微墨中崛起的人 更之隐忍 大家可不是只活了几十岁月的凡人 福伯 你先去忙吧 小赫冷冰冰地说道 目光已放在小册子上 让青丸姐过来一趟 那四座垃圾岛我已经有些计划 莫浮阳退后几步 眼中带着浓烈恭敬拜别 是 大小剑 小赫轻轻点头 一张地图已经摆在桌上 这里是五座垃圾岛的具体位置 相隔还挺远 虽然垃圾回收得众多 但是二哥也显得更加忙碌 不过还好 他有多余的元神 只是拿他元神在分解这些垃圾 但元神出体 也不知道会不会对二哥的修炼产生影响 他现在几乎见不到二哥的身影 只知道他一直在研究阵法 在古林外不出 唉 小赫轻声一叹 眉宇间染上些忧愁 大哥也终日在海岸边哭作 不知道到底在酝酿什么 不过 四弟他倒是很放心 有两位朋友一直在他身边 甚至时不时都会开解他 让他在场里面 笑容也多了些 没那么枯燥 时光也在不断飞逝 花田花开花落 天雨云卷云书 这就是岁月已是一年而过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透彻 两轮耗日射出屡屡阳光 洒在无边广阔的海面 洒在一艘大船之上 他行驶在海面中 转顺千里 发出浩大的破浪声 似乎船身的阵法 已牵动海面 比玉空还快 而此船 正是洛霜的宝船 船上站着上百人 他们目光灵力 法器环绕在旁 这些人是洛霜家族的死士 不是望月仙阁的人 此番大生意 洛霜做足了诚意 也是第一次正式接触垃圾岛 所以 哪怕不远万里 也要亲自前来 而不是从传送镇传送 那处山庄 是前辈的私人地方 可不是他的 就这种细节 让陈寻心中很是满意 也派了许多人 在海岸边迎接 洛霜站在宝船最前方 周围大浪滔天 却丝毫不能冲击到船身 此时 他眼眶中 已经映出一座岛屿的轮廓 那里浊气冲天 很是明显 洛霜面色平静 眼中闪过些诧异 没想到那位前辈 还真是住在这里 宝船已在大海上露出身影 小鹤脸上微微带笑 一袭黑裙在海岸边异常显眼 他身旁站着墨幅羊羽小赤 远远朝着那方看去 神色沉静 而他们身后站着上千人 宋恒穿着道服 嘴角挂着尖笑 手中的寻宝罗盘 不断闪烁微光 顾离圣环抱双臂 头颅微微昂起 嘴角挂着一缕冷笑 直视远方的大船 他们神态各异 体态各异 一看就相当奇葩 简直是乌合之众的典范 洛霜目光一宁 并未看见那位前辈的身影 那上千人的眼神中 反倒给了他一些错觉 总觉得有些人的眼神 怎么那么不怀好意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若真是发生意外 他也自然会有后手 千万中品临时的修仙资源 牵扯的可不是仅仅只是他一人 哄 一声浩大巨响 宝船渐渐靠近 上百道蓝衣人踏空而来 一字排开 立于海面之上 气息相当冷烈 直逼海岸边的上千人 正是一看就相当不凡 哟 一来就在大小姐和本道爷面前摆架子啊 啊 猖狂 本公子倒是想会会他们 宋恒和顾黎盛冷笑一声 开始阴阳怪气起来 不过他们倒是很自觉的传音 没有真说出口 望月仙格 洛霜 见过诸位 洛霜踏然而下 只是看向那个带笑的小女孩 不知道有如何称呼 南宫贺灵 陈寻是我大哥 小赫声音空灵 脸庞带着人畜无害的笑容 原来是南宫小姐 落双眼中带上了几分郑重 拱手道 此前我与前辈曾有约定 前来送一些东西 好 请随我来 小赫摆动黑裙 补充了一句 这件事我来处理 大哥都已告诉我 敢问陈前辈 去城中散心 所以恰好错过时间 好 南宫小姐 请 洛霜点头 不再多问 看了自己家的那些人一眼 后者点头 只有三人跟随 其余人站在海岸边 没有冒进 宋恒与顾立胜 倒是还未离开 他们率领五百修士 与这些人遥遥相对 最主要的是 他们时不时发出一些奸笑 看得洛霜的人狠狠皱眉 不敢发作 众人都在海岸边 大眼对小眼起来 路上 小赫与洛霜倒是闲聊起来 都是一些关于陈寻的消息 就连小赫都不知道 大哥到底去做什么了 只是让他主导这次交易 洛霜已彻底放下心来 刚才灵须传音法盘 已和前辈联系 是他早到了 这次交易倒是变得简单起来 一手交货 一手交钱 其余的事便是联络感情 洛霜倒是想看看 垃圾岛的格局 这关系着以后的合作 而小赫也相当会说话 一切只讲半分 剩下的靠他猜测 他们说着说着 都开始不由猜测起 陈寻到底去城中做什么 此前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黎晨岛 魂园仙城 天仙楼 此楼有百丈之高 占地更是广阔 此楼老板大有来历 其真异寿都可在这里吃到 可谓是 只要有零食 蒙木大海域的八脉蛟龙都能吃到 但此话一出 天仙楼曾被八脉蛟龙包围过 哪怕是监察者来了 也只敢当何事了 反正此事不了了之 此楼倒也没真出现过八脉蛟龙 但是这个戏言却也流传开来 反正最后 这里的老板也是没出事 天仙楼的内部相当高雅 到处都是精致的雕花 玲珑古致 造价不凡 里面还有淡淡的仙音缭绕 让人心神宁静 就连侍从也是金丹七 甚至还有元阴七的修饰 就这种格调一下来 那消费自然也很高 这里的座位皆是阵法密布 而且相隔相当之远 不受打扰 雅间都数字不清 但是中央却是带着阵法的高台 一片黑夜 朦胧中四囊括浩月 周围甚至还有花鸟树林 此时 几位男子正在树下吹笛 清风带起衣媚飘飞 搭配成一幅绝美花卷 而他们身前 月下一群仙子正在轻舞 水袖甩江开来 似有无数花瓣飘荡凌空而下 飘摇叶叶 一半一半 牵着一缕缕沉香 陈寻坐在高阁的窗边 桌上摆着一壶鲜酿 独自一人饮酒 只是这杯中之酒 倒没有养生茶那般温热 有些寒冷 冷得周围仿若只剩下一片空白 他已在最角落处 细细品味这杯有些凉意的酒 眼中的深邃与故事 已炼焰成酒杯里的道道波纹 搁浅在这醉意朦胧的天仙楼 陈寻目光渐渐看向中央 看向那五姿优雅的仙子们 双眸始终古井无波 这酒的味道倒是不错 陈寻看着杯中之酒 一饮而尽 低难道 一杯倒是十枚下品临时下度 就是不知能否解释旅仇绪 他一杯一杯地饮下度 眼中毫无醉意 来人 前辈 不知天仙楼最贵的酒是什么 陈寻目光还在看向那些五姿翩翩的仙子们 来一壶 侍从双眼一亮 弓声道 前辈 当属天仙酿 一万中品临时一壶 有疏通气血 活落经脉之效 就算对化神 好 陈寻平静点头 拿上来吧 是 前辈 侍从声音变得更加恭敬 立马下去准备 没过一会儿 三位侍女共同拖着一个浴盘 恭敬送上前来 侍从满脸产笑 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陈寻的神情 前辈 天仙楼的仙子可是一绝 您这身份 亦可单独召见几位仙子为您独舞 他其实已观察陈寻良久 看来是第一次来 对高抬的仙子似乎很感兴趣 这样的机会自然不可错过 五位仙子 多少零食 前辈 一个时称 十万中品零食 侍从安安咽下一口唾沫 真敢想啊 五位 哪是一般修士选得起的 不知您 来 陈寻毫不磨迹 从储物界拿出黄街千姬令印 确认便可 不愧是前辈 前辈好大的手笔 前辈性质高雅 当得如此 几位侍女口中也想起惊呼 暗中羡慕 但是自己不论是气质还是修为 都无法入得仙子之称 侍从暗暗记住了陈寻的模样 真是来了一个大呼 他随即大呼一声 快去给前辈准备 莫要耽误时间 三位侍女阴阴失礼 这位前辈在他们心中的形象 已经开始跋升无数倍 这就是临时大呼带来的冲击感 没过多久 五位身形苗条的女子出现 她们穿着白沙般的烟螺绸缎长裙 甚至还带着薄纱面巾 有一股若即若离的飘渺质感 他们皆是人足 双眸精亮 同时失礼 见过前辈 五人声音婉转 清脆好听 就连发型也是各有特色 陈寻眼中带着满一点头 很是舒适 此时周围侍从都多了几位 这一桌当要庇护后 大呼修士 有时花灵时享受的就是个体验 不能让一些阿猫阿狗前来打扰 他们失礼后 湘风震震 已经开始舞动身姿 带着一股典雅 偏若惊鸿 宛如游龙 陈寻周围 已有三位侍女 为她亲自斟酒 她身心放松 开始饮酒欣赏起来 只是眼底一直犯着沉寂 似乎并不是她来此的真正目的 这里的阵仗 也引起远处一些修士注意 暗骂狗大呼 修仙之人 竟如此享受 与修仙的意义 简直背道而驰 不过他们倒是若有若无的眼光瞟动 白嫖也是相当不错的 陈寻面色一直带着平静 除了欣赏之意 再无其他 这一壶天仙酿 倒是让她感受到了点点醉意 有些迷恋上这种感觉 一个时辰后 一切归于平静 陈寻起身离去 被十几位侍从开路护送 这种大户前辈 绝不会只来一次 天仙楼外 陈寻走在广阔大道上 身上微微沾染上了些酒气 并未用法力清除 周围各族生灵并行 身边纵然热闹 但她却觉得有些吵闹 陈寻眉头微醋 封闭双耳 不再有声音传入 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下来 她穿风踏沉 与大道上的生灵格格不入 低头沉默波澜不惊 匆匆如过客 路上的一袭白衣 像行走在文字里的一页页故事 染透了葱脆的思念 漫过大海域记忆的潮岸 荡漾成午后一道寂寞的风景 她浑浑噩噩地走着走着 就到了浑原仙城传送殿 她瞬间传送离开 往空岛 黎晨仙殿而去 黎晨仙殿 威严浩瀚 浮漂于黎晨岛之上 俯瞰整个岛屿 而这里有监察殿坐镇 还有黎晨岛的管辖者势力坐镇 甚至还有九天先盟的分盟 是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岛屿 若无视者 进行 陈寻走入某座大殿中 几道灵力的目光扫来 很是不客气 也直接不给面子 道友所来何事 买地产 哼 不知道有 可有玄阶灵力 若无 无资格踏入 也无资格染指离城岛地产 原来如此 打扰了 陈寻一个机灵 浑身酒气挥发 在下这就离开 下次再来 一定会做好准备 大殿一时间陷入沉默 他们目送着像是逃离一般的陈寻 心中很是无语 再怎么说 也是个恋须修士 怎么做事如此莽撞 若不是他有如此修为傍身 当要留下好好盘问一番 尤其是他走前说的那番话 还下次再来 他们心中嗤之以鼻 真当玄阶千基灵印是荒草吗 随意就能拥有 因为就连他们都没有 陈寻回到垃圾岛后 他一踏出荒山中的传送阵后 就看见旁边蹲坐的小鹤 手里捧着一束花 大哥 你回来了 小鹤眼中带着喜悦 连忙上前 大哥我给你采的花 如果你累了 就看看它 它的本体是鹤林五行阴阳树 对植物相当亲和 他每次伤心时 看到这些花草树木 内心就会多一些未解 自己根本不敢在大哥面前 提小介玉的事 那晚的陌生感 曾让二哥都感到害怕 陈寻深深看了一眼这束花 亲手接过 随口一问 你二哥呢 二哥在布置阵法呢 说是材料还不够 已经让云金再采购一匹 小鹤双眼亮晶晶的 他一直在观察大哥神情 大哥 洛霜已经和我们完成交易 这是储物件 他说完 拿出一枚戒指 交到陈寻手中 里面全是炼须七所用的天才地宝 不过小鹤眼中似乎带着一抹微不可查的失望 大哥好像对这些花并无感觉 嗯 好 陈寻并未查看 而是看起小鹤的身高来 轻声道 三妹 长高了吗 小鹤连忙上去两步 贴着陈寻的衣袍 抬头笑嘻嘻的 煞是可爱 头放平 陈寻开始摆弄起小鹤的头 别在你大哥面前玩小心子 大哥 我长高了 长高个屁 陈寻呵斥一声 又在身上画了一道杠 快回去看书 大哥这些日子比较忙 就不一直在你旁边督促了 小鹤秀动穷鼻 总感觉大哥身上有些酒味 他可是从来不喝酒 但他脸上 依旧挂着清澈单纯的笑容 与世无争 好像也并不在意大哥喝不喝酒 小鹤随后向远处跑去 黑群在风中飘摇 还一边大喊 大哥 我回去看书了 陈寻轻舒了一口气 三妹还是单纯一点好 至少过得快乐 不用那么累 然而 小鹤彻底消失在陈寻视野范围后 脸上却变了一副模样 他眼底闪过一抹冰冷犀利 也不再杂杂乎乎 自顾自地回到茅草屋中 长发飘飘 相当宁静 垃圾倒鼓林外 大黑牛的阵法中 到处充斥着浓郁的五行之气 神光乍现 气息相当骇人 他双耳微动 连忙转身看去 是陈寻 某某大黑牛放下一切 直接向着陈寻跑去 还蹭了蹭他 某 老牛 咋样 陈寻和若春风 轻轻抚着大黑牛的头 我欲练丹 我们这次服用的丹药 将会是拥有丹纹的丹药 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眼中微微带上些诧异 陈寻除了破镜丹药 可是从来不服用有丹纹的 他说怕有危险 我们如今的肉身 已经可以看过这药小冲击 绝不会暴体而亡 陈寻双眼炯炯有神 气质脱俗 只要我们能近身河道 那便能在蒙目大海域站稳脚跟 大黑牛拱了下陈寻 眼中带着坚定 绝不会怀疑陈寻的想法 五行分解阵法如何 不着急的 陈寻看着这一地狼藉 神色有些不悦 老牛 欲速则不达 我心中并未想着去报仇 放平心态 大黑牛轻摸一声 摇动牛尾 头都低下几分 他心中确实有些急切 你记住 恢复小介于原貌 与找到轮回转世的人 才是重中之重 陈寻狠狠拍了一下大黑牛 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别本末倒置了 杀了那些人 也于事无补 猫大黑牛喷出一口长长的鼻息 双眼都在散发睿智的光芒 大哥说的有道理 他们又不是不能回来 他突然围着陈寻跑了一圈 嗅动鼻子 陈寻偷偷跑去喝酒了 但是现在看陈寻的状态 又明显比前一年好得多 像是已经真正放下仇恨 完全看不出 有什么异样的地方 大黑牛与陈寻站在对立方 相互凝视 阵法内的时间 似乎都陷入停滞 猫 大黑牛眼中疑惑 事实久未罢了 修仙数千年 还未尝过 陈寻倾咳一声 一手腹背 莫要胡乱猜测 猫大黑牛蹲坐在一旁 依旧怀着审视的目光 牛眼上下打亮陈寻 阵法进度如何 陈寻画风一转 不想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说到这个 大黑牛有些激动 立马起身 给陈寻介绍起来 喝酒一试 也被他抛诸脑后 如今 据天地五行之气的阵法 已布置完成 甚至他们自己 都能拿来修炼 不过 他需要购买一些 能够承载五行之力的宝物 价值不菲 非普通阵法材料能比 而且还要买一些传到流饮时 没事 老妞 我们家现在有钱 陈寻如今相当阔气 临时就如同流水一般花出去 你要买什么告诉三妹 她来处理 大黑牛重重点头 只是目光还在小心观察着陈寻 这些事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陈寻面色风轻云淡 我先回海岸闭关 有事直接来那找我 你大哥无事 无需担心 大黑牛摸摸地应道 四体还扬起几缕沉沙 他一定会安安稳稳地研究阵法 绝不急躁 陈寻眼中带着一丝腥味 化成光芒离开 但当他离开后 大黑牛却望着他离开的方向 久久助力 陈寻可是从来不喝酒 那可是 他授业恩师的嘱咐 摸大黑牛双眸一颤 陈寻可是一个相当有原则与底线的人 没有人比自己更懂他 而如今 似乎随着这杯中之酒 他悄无声息地 把自己的原则与底线打破了 大哥怎么可能无事 大黑牛发出一道低声的哀鸣 眼中在压抑着 如同火山爆发般的愤怒 他喷出的鼻息 越来越炽热 越来越粗重 海岸旁 陈寻已坐在椅上 背靠垃圾山 甚至多的都快要将他吞没 不知为何 他现在已经习惯性地 在这里出神良久 彻底放空 什么也不多想 就远远地遥望海面 他已习惯这样平复心绪 终归是要自己先走出来 再图将来 老牛 小鹤 小赤 陈寻看着天边的梦幻云彩 喃喃自语 修仙当是自由 无拘无束 不必再留有那么多遗憾 仇恨对你们来说 太过沉重了些 半个时辰后 陈寻渐渐回过神来 他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瓶洛阳清仙浆 用神石打开瓶口 往里一看 里面全是如同露珠一般的青涩液 他们聚而不宁 相当神异 甚至还能微微引动天地元气 陈寻手指一点 一滴落阳清 先将瞬间没入口中 煞时间 一丝丝奇妙地感悟 从原神中顿声 就像是看一幅画的感觉 原来他能观其形 现在却能直接通其意 但这种感觉 不过再一刻就消失 陈寻浑身沐浴着海风 还在细细品味 五行之气缓缓汇聚而来 开始在体内外吞吐 真是奇物 陈寻言语中带有惊叹 又看向护天白蜜叶 在试试这个的效用 涂抹至双瞳 他轻轻打开瓶口 里面闪烁着白色的星光 似在虚空中流动 相当虚浮飘渺 陈寻目光一宁 取出两滴没入眼中 他浑身一震 当初突破炼虚境时 那种感觉又回来了 大海 云雾 海岸 还有虚空中充斥的天地元气 他渐渐都能看清 一条条脉络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 整个世界似乎都变换了一种画面 变得简单 透明 直指本质 阴阳 五行 互为俯成 五行 闭合阴阳 陈寻喃喃自语 浑身的气质变得超然深邃 一袍无风自动 小鹤 鹤林五行阴阳术 万物晶圆 他双眸闪烁着微光 甚至都有渐渐转变成一同的趋势 五行先到最不完善之地 还缺阴阳 又是一刻的时间 陈寻双目恢复清明 竟能借助此夜 恢复当初不可控的状态 当真是宝物 水灵觉得修炼他 这一年暂时搁浅 心中暂时无法平定心绪 进展缓慢 自己似乎已经无法恢复到当初那种没心没肺 心态乐观向上 哪怕别人看他像得傻子那般 他也会一笑了之 岁月之力还真是奇特 陈寻又安静下来 微微低着头 眉心的黑白发纹 跳动异常剧烈 墨发已经有在渐渐转变成银发的迹象 猫猫 大哥 大哥我给你采的花 谢谢 寻哥 小弟能寿终正寝就好 你们去啊 我去哪 三道声音突然没入脑海 陈寻猛然抬头 眼中滔天暴虐之色一傻而逝 不过他眉心的法文变得暗淡 双鬓也只剩下几缕银发 陈寻双眼似有云雾一般 朦朦胧胧 显得深不可测 神秘 锐利 他又把所有心事埋藏于心底 渐渐打开一个传道时 起身一拜 见过前辈 此时 他已置身于另一片天地 一位老者坐于山巅讲道 山河大川与之相赫 掌控的天地元气之力不知有多深厚 陈寻彻底化身修仙界人人增悟的狗大护 洛阳青仙江 护天白蜜叶双管齐下 这两个时辰的讲道一定不能浪费 而他的花费 短短两个时辰 加上传道时的价格 一次修炼 差不多花费五十万中品零食 要是每天来一次 都不说别人 就他自己一年在修仙上花费的资源 就差不多一亿八千万中品零食 这样的支出 现在连垃圾回收场都供不起他 天骄都不可能这样修炼 而他现在还未发现事情的严重性 陈寻静静在坐在海岸边闭关修炼 不问世事 日升月落 云清风淡时 海浪轻浮海岸 那是春夏秋冬的波纹 转眼间已是五十年而过 这五十一年来 陈寻和大黑牛也把长生点 夹在了万物晶圆和法力上 海岸边那道静坐的身影已经消失 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椅子 与背后如山如海的垃圾 这些年 垃圾回收场大转零食 不知零食为何物 反正就是疯狂买修仙资源 今日 清晨 垃圾厂的海岸上 已经停靠十几艘上百丈的宝船 这些都是 往来几座垃圾岛开路的宝船 由仰魂七零一族全权负责 如今三万族人 已经全部登上垃圾岛 为陈寻效力 他们现在除了为其死 已无其他想法 陈寻的丹火 已经完全一变 甚至能够驱除丹药的杂质与单独 这些加入垃圾回收场的众人 全部服用这些丹药修炼 甚至清黎 清婉 宋恒 顾离圣他们等等 以全体晋升原因后期 气势一个比一个强盛 已经开始占据第二座垃圾岛 冲突自然还是有一些 但当那些刺头 被上万人围住后 后者只是轻蔑一笑 你们人多 圣之不武 不过却是跪着说的 第二座垃圾岛毫无意外地 被垃圾回收场占据 甚至已开设垃圾回收场 只不过 里面全是传送镇 小赤依旧在原来的垃圾场内 整理垃圾 绝不乱跑 他们究竟赚了多少零食 只有小贺知道 不过黎晨岛内 云晶雨落双的地位 倒是越来越高 甚至连带他们那些道友们的地位 也水涨船高 全部坐上这艘大船 一切都在往相当大体量的方向发展 当五座垃圾岛 都掌控在手中之时 整个玄威天的垃圾界都将颤抖 口号便是 我们并不是针对某个势力的垃圾 而是猛目大海域在座的各大势力 都是垃圾 垃圾岛 九品林脉下的洞府中 莫浮阳双目郑重 不再富有那番敦厚的模样 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此时 洞府外 一道阴影笼罩而来 在浩日的照射下相当刺眼 只能看到其轮廓 前辈 莫浮阳深吸一口气 他已做好准备晚辈炼体小城 已可尝试 洞府外的阴影渐渐露出原貌 正是面色淡漠平静的陈巡 老莫 把这一枚太威子仙果服下 事关重大 不可外传 陈巡伸出手 一枚仙气环绕的果子出现在手中 甚至还有仙光影转 一枚 增寿两千年 嗡 莫浮阳浑身一颤 竟没能控制住自身的气势 整个洞府都是一阵 增寿两千年 哪怕是增寿五百年 再蒙目大海域都可引起一方大战 绝对的天地宝药 前辈 莫浮阳承受不起 莫浮阳深深一败 甚至还倒退了一步 眼中除了震惊 再无其他 这样的宝药可以给大小姐 她如此资质 完全就是暴殿天物 自己的寿命也不值一提 无妨 此物 本座并不缺少 陈巡深深看了一眼莫浮阳 话语冷漠 你且服下 不要忘记本座当初对你说的话 莫浮阳缓缓抬头 看着这位当初让人如沐春风的前辈 如今却是像换了一人 心中不知为何有些难受 她并不敢多问 只感觉似乎像是 发生了什么大事 也很想追随她的脚步 为她排忧解难 莫浮阳想到此处 目光一鸣 是 前辈 她恭敬地上前接过 在陈巡眼前一口服下 眼中丝毫没有犹豫 哪怕是读果她也心甘情愿 然而莫浮阳服下后 周身竟浮现一股玄傲的法文 甚至还有仙光垂落 便随着她体内的异变 她眼中大惊失色 连忙盘坐吸收太微子鲜果的药力 神色中都带有些痛苦 这药力 向在冲击她体内的神魂 强行让她的神魂变得更加强大 从而寿命增加 陈巡一手父辈 耐心等待 没有打扰 半日后 莫浮阳轰然睁眼 就连气势都强盛了几分 她连忙起身 多谢前辈再造之恩 她在原因期 带练体大成后 你来找我 朝元吃饱果 不会缺少 陈巡轻轻点头 解释了一句 慈国我与其他炼体灵药对比过 蒙木大海域的灵药 比不上她 是 莫浮阳低头拱手 自然能感觉到 但不知为何 她感觉慈国有些奇怪 自己身体 好像对灵气的掌控弱了许多 反而有时若有若无的 能触碰到天地最为飘渺的五行之气 陈巡眸光深邃 她给的果子自然 不再是原来的朝元赤宝果 而是经过五行水灵诀一变的 五行朝元赤宝术 她确实在拿莫浮阳试验五行仙道 先从躯体开始改造 最后再触碰 那层天道众生禁忌 断经脉 凝聚天地五行灵根 不过躯体的效果明显比 直接断经脉好得多 五行玄弓 也起了莫大作用 循序渐进 力求把风险降到最小 老莫 这些日子辛苦了 陈巡拍了开她肩膀 若是能成 你的仙道之路会走得更远 另一层意思 若是不能成 先道路断 莫浮阳自然能听出那另一层意思 但她眼中依然带着坚定 无怨无悔 这些年来 她活得很精彩 够了 陈巡正欲离去 突然洞府外传来一道焦急的喊声 大哥 大哥 小赫 怎么了 陈巡转身 看向洞府外 言语言厉 欲试莫及 女孩子如此作态 成何体统 大哥 没灵石了 都被你花光了 小赫在洞府跳脚大喊 黑色裙摆都飞舞起来 啊 啥 大哥 咱们家没灵石了 卧槽 陈巡大惊 如一道迅猛狂风 轰然冲出去 他站在小赫身前 大吼一声 三昧 灵石呢 小赫双手一摊 委屈巴巴 被大哥 你买修仙 资源花光了 入不敷出 陈巡站在风中凌乱 一口一口地唾沫咽下 满眼不敢置信 大哥 小赫抓着陈巡一脚 眼巴巴地望着他 几十亿的中品零食 都被你花光了 他又重复了一句 此话重重地垂进陈巡心里 让他额头渐渐流下一滴冷汗 陈巡没有回应 双眼略微出神 自己怎么变成这样 曾经自己与老牛赚一枚下品零食 可是花了整整七年 那些为了一些零食奋斗终生的修仙者 那些放下尊严 在大师垃圾厂淘宝的那些修仙者 陈巡一时沉默 微微醋眉 三妹在背后 一直为垃圾厂的规划操劳 老牛一直在古林外的镇法研究五行分解镇 小赤一直在垃圾回收厂 日日不休地整理分类垃圾 浑身红色的棕毛 时常都染上些黑色 陈巡轻生一叹 已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把零食不当零食了 他五十年来 从来不经打细算 就是挥霍 家业到现在都被他败光 小赫双眼微亮 大师的方法可是二哥教他的 二哥说过 如今能最大刺激大哥的方法 就是告诉他临时没了 而且绝不会产生什么负面效果 大哥这些年的变化 他们谁没有看在眼里 全是在细节之处换了一个人 要知道 大哥从前可是那样乐观快乐的一人 面对大哥的变化 他们已经把仇恨深埋心底 绝不能刺激到大哥 现在只想他慢慢恢复原来的样子 仇恨对他们来说 远远没有大哥重要 哪怕真的不去报仇 没心没肺地过一生也好 他们也只想看到 大哥在温和地笑一次 五十年了 大哥的嘴角 好像在胃挂上笑容 只剩下那副深邃平静的面孔 三妹 我知道了 陈寻眼中带着一抹歉意 轻轻按着他的脑袋 大哥会好好计划的 话音未落 陈寻以副手走向远方 不经意间 就在身上画了一条杠 只是眉头有些暗簇 怎么还是没长高 大哥 你少喝些酒呀 三妹 我只喝养生茶 远方传来一道淡然的声音 陈寻抬手清白 上面还拿着养生茶杯 此乃凝湿嘱托 陈寻莫敢忘 小鹤看向那道背影 突然笑了 眉眼弯弯 周围的花草 静香摇曳 传来如同春风一般的和煦 此时 一枚玄阶千机令印旋立他身前 呈现黑青色 充满一股厚重感 甚至连天地灵气 都在往灵印中汇聚 相当神异 此印一出 不说在黎晨岛横着走 那也绝对无人敢得罪 此印的象征意义 可不仅仅只是零食 他第一次骗了大哥 他们家怎么可能破产 他又怎么可能让大哥 随意挥霍零食 哪怕到现在 大哥的千机灵印 都还是黄阶的 陈寻漫无目的地 走在荒凉的垃圾岛上 神色有些沉重 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 他拿出一本 有些老旧的小册子 上面写了很多 他和老牛的消费 甚至连大黑牛 一笔笔的阵法材料 记录都在内 这小册子 本来是他用来虎大黑牛的 让他看看 这一路走来 花费了多少零食 再想象一下 那副听后 惊声跳脚的 大黑牛的傻愣模样 陈寻就忍不住大笑 再来一句 老牛 不跟着大哥 谁养得起你西门阵法牛 但现在 在那件大事发生后 这个小册子 已很久没有记录 甚至都忘记了 用法力运养 他现在也再也笑不出来 花青风阵阵 小册子被风一夜夜吹过 似乎随着这道风 无数往昔的记忆 也渐渐浮现脑海 风吹到哪夜 他看哪夜 陈寻目光略微失神 身躯渐渐变得挺拔 温热的养生茶入口 还是那股熟悉的感觉 他渐渐抬头 遥看广阔无垠的天雨 神色依旧带着沉静 充满霞光的云雾 柔和似绪 清云如眷 千姿百态 变幻无常 宛如人生 捉摸不透 陈寻重新开始下笔 补充这些年的空白 西门黑牛 镇法材料 百万中品零食 一笔 重新焕发生机 变得如同崭新的一般 这些年来 陈寻辉或者这些天才地宝 感悟一步步加深 他对天地元气的掌控力度 越来越强 这便是炼虚前期的入门 例如 若是刚入炼虚之时 他可呼风 那现在 对天地元气的掌控 那便是呼大风 狂风 他现在的星陨树 连自己都不知道 会有多恐怖 到时候 还要找个地方炼炼才成 不过境界的提升 也不在感悟上 灵气才是根本 而他是五行之气 但先提升感悟 总归是瓶颈会少一些 相辅相成 天地灵气可不能强行入体 感悟不到一走火入魔 而那些大事天骄 能肆无忌惮地卡寿命增进根基 也有这一层的原因在内 他们不缺少强者的感悟 与自身感悟 境界提升 可水到渠成 这也是普通修士比拟不了的地方 哪去抢这么多灵石 他们每一次机缘 可都是九死一生得来 大部分修士 还死在路上 半日后 陈寻消失在此处 他悄然来到古灵的地面下 这里全是种植的灵药 而且还是用水灵蕴 灌溉一变的五行灵药 这些灵药 全是非度丹的材料 天地五行之气虽然磅礴 但若是有丹药加成 自然可以修炼更快 跟上感悟 而这些灵药 经过万物晶圆的培育 完全和小介玉的 生长情况不一样 大事的本源 与天地五行之气 太过汹涌 哪怕是同样的千年灵药 那药力也不知道 差了几个档次 也怪不得太威紫仙术 会有此一变 本来 非度丹的药力 用一到三千年的灵药即可 但陈寻和大黑牛 已经把他们培育的 超过五千年 远超极限 碰 一座炼丹炉重重 扑在地面 地阶下品炼丹炉 北寒酌银炉 此炉已被它彻底修复 冰蓝色的炉身流光银转 充满着一股寒气 甚至还在缓缓吸收天地五行之气 这个原本材质 我在黎晨岛都未见过 契合五行之气的宝物太少 不过在新书内听到的消息 倒是挺多 陈寻微微眯眼 此炉传承久远 已可确定 是小介于五系灵根修士所用 倒是遇见了一个好宝贝 他已经不打算再换炉子 日后遇见那些宝材 当让他的品阶一直提升 一直陪着自己 陈寻盘坐余地 药田内被一股五行法力所笼罩 各株五行灵药都在发出威名 他神色渐渐静谧 两道元神从体内顿出 呈三角之势 将丹炉紧紧围住 陈寻喝了一口养生茶 心绪似乎在 这些年后终于有些平定 一改前态 及时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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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声音同时开口 二指并立胸前 周围漠然间出现一座座香炉 轻烟缭绕 陈寻目光一宁 郑重开口 本座今日开炉炼丹 还望上天后土保佑 给本座一个面子 三道浩大的声音同时出现 带着前所未有的虔诚与敬畏 翁北寒灼炎炉螺旋升天 五道远孔 喷发出浓烈纯净的丹火 一株株灵药 从药田内瞬间飞来 没入丹炉 三道身影心神合一 执法芬芳 五行之气刹那间 化为一片火海 整个炉身都被五行之火覆盖 但却丝毫没有伤到其身 炉音之声传荡整个地底 陈寻他们长指交集 速度越来越快 轻松无比 此时 天地元气滚滚汇聚而来 它不仅要用丹火炼丹 还要用元气进入齐丹 化为最为纯粹的天地本源之气 何为本源 那是组成天地的根本 每一座古月 山川 海域 皆是本源的一部分 从而诞生依稀可见的元气 组成一条条天地脉络 它们汇聚成一个个界域 或者大世界 从而诞生本源 反补天地元气 生生不息 而天地五行之气 依旧是它们转化的界质 或许真正的寂灭 并不是毁灭元气 也不是断气本源 而是断绝五行之气 切断一切天地联系 与界质转化关系 泯灭元气 陈巡曾对着那些海浪做过 虽然差那间死寂 但没过多久 又恢复原状 被本源所反补 又开始组成海浪 但若是断气五行 那可是如同分解一般 彻底消散 无法恢复 连本源都没有办法 当初的界域毁灭 不过是灭元法炮 对于小界域来说 太过强大 它吞噬元气的速度 超出小界域能反补的极限 最后造成那毁灭一击 才是轰碎小界域的根本原因 若是断灭元法炮吞 想要是某方大世界的元气 可能天地颤动都不带颤动的 灭元法炮 在面对大世界 太过渺小无力 你吞噬的速度 绝对比不上大势本源 反补天地元气的速度 就是个天大笑话 而且 当陈巡真拥有滔天莫大法力后 天地独流的效果 想必也会真正激发 那时候 本源不再是本源 元气也不再是元气 将被它彻底斩断一切联系 整个大世界的至暗时代 也将到来 元气无法反补本源 本源也无法反补元气 如同空中阁楼 一戳就倒 这些感悟 全是从买来的传道士而来 它也暂时能理解到这个地步 有些超越境界极限的理解 不是能靠自己枯作想出来的 必须要真正到达那个境界后 才能完全感悟到奇异 陈巡也没什么毁灭世界的想法 他只想找到凶手 仅此而已 嗡 此时丹炉色转为子 元气与五行之气 在无声无息间交缠 但是里面的灵药 似乎承受不住 化为一滩肺炎 陈巡双眉一颤 在大师第一次炼丹竟然失败 他眼中出现一抹 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神色 肉痛 他还是第一次用元气加持炼丹 开始拿出小册子记录心得 一如当年习惯 一个时辰后 弟弟传来振奋的低吼 即时已到 本座开炉炼丹 还望上天后图保佑 给本座一个面子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无声无息间 就是三月 陈巡一手父辈 眉宇深处 从地底走出 拍了拍身上的丹徽 像是一切都没有发生 也确实好像一切也没有发生 他来时空空如也 走失出了一本小册子的感悟 再未留下其他 没错 丹药全废 无以成功 可恶啊 陈巡看了看周围 四下无人 神色扭曲 终于发出一声低吼 看来是时辰不对 大势的及时 与当初不一样 所料不错 应该是 充犯了上天后土的忌讳 他自顾自地走着 来到一片他当初 和老牛悄悄栽种的 贺灵树林中 只不过五十多年未动 这里的贺灵树 长势大好 轰隆隆 一道银色辅光斩过 几颗贺灵树 阴声倒地 又是轰的一声 倒地的贺灵树 被开山腹大卸八块 陈巡狠狠输了一口气 双手腹背 潇洒离去 就是身上缠的三柄开山腹 在阳光下有些谎言 黎晨岛 天仙楼 陈巡又一次来到这里 这些年来 已经来过许多次 外面的侍从看见他后 浑身都是恭敬 就连尺头都在散发 一股尊敬的意味 超级狗大户前辈又来了 拜见前辈 位置已为您备好 几位侍从 瞬间从天仙楼冲出 全是原因修士 正是浩大 天仙楼内 还有化神修士亲自迎接 他满脸带笑 见过前辈 您一来 这天仙楼真是棚壁生辉 若月仙子还经常念叨您 几位侍从 也是恭敬地 在一旁满脸堆笑 五十年来 在天仙楼 花费近五百万中品零食 这谁顶得住 他们就拆问这位前辈 还差不差家丁 自己可以马上跳槽 原因修士 怎么也能护卫一方 但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也不敢去探查 这种是太犯忌讳 也不合规矩 恋须修士 哪是能轻易得罪的 今日前来 不是来喝酒的 陈寻手中还拿着茶杯 看向四方 也不是来欣赏仙子五姿 五百万中品零食 想必天仙楼 已经能看到我的诚意 他如今像换了一副面孔 眼神中满是平静 再也无当初那种享乐之感 此话一出 气氛瞬间凝滞 化神修士 脸色微变 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侍从们堆笑的脸 也一瞬间变得僵硬 像是凝固在了脸上 陈寻凝眉 轻车熟路地向楼上走去 进入一个相当淡雅的房间 也并无事从前来 他欣赏着周围的山水 甚至还有奇花一鸟 很是耐心 只是时不时喝一口养生茶 在味喝酒 半日后 外面突然传来一股强大的威势 甚至境界还在陈寻之上 后者眉宇依旧淡然 不为外物所动 房间外撕开一道金光口子 一味穿着暗子锦袍 头戴黑玉关的青年男子 从中走出 他漠然地眉邪飞入病 宛若刀才 瞳孔占忧深邃却淡漠 凉薄 蕴含着男眼的冷力 射人心魄 男子唇色极淡 仿若冰川雕琢而成 他嘴角渐渐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 让人呼吸为之一致 一脚踏出之时 墨发飘扬肩厚 姿态张扬轻狂 他走的每一步都让周围侍从 感觉身后是万丈红尘 人影绰绰 却又感觉天地冷静 而这位男子 便是天仙楼 楼主 蒙目大海域 洞悬道院的道子 难遇大陆 混沌仙灵榜上的人族天骄 墨叶寒 陈寻淡然的目光 渐渐变得郑重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甚至体翘的血液 都在微微沸腾 被那位男子的气势 牵动而起 他心中不由为之一震 能让自己感觉到压迫感的时候 还是在当初自己练气七时 面对金丹长老 在下墨叶寒 倒有所来何事 一道冷漠冰冷的声音传荡而来 男子站在远处 恍惚间如同一只强大骨兽毅力 只见他淡淡开口 三句话 还望道友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此话一出 整个房间内的天地为之一镜 甚至连空气中的尘埃 都为之一致 碰 他眉头微微一皱 空气漠然一震 陈寻灵力的气势从体内散发 天地的元气又开始缓缓流动 真是个吊毛啊 如此盛气凌人 他还以为是个民事里的前辈 如此作态 倒是有点像当初 住机七见过的围巡那般 天骄 但大势天骄 又非小介遇的小宗门天骄能比 方才那番感觉 还真给了他不少压力 陈寻双目微宁 几缕五行之气一散 压迫感瞬间消失 就是不知道 这位能不能破他的房 末夜寒眼中 带上些许兴趣 恋须前期修饰 竟然能抗住他几分气势 陈寻淡定的目光看向他 并未动怒 他只觉此人好大的脾气 也不敢随意探查他到底 是什么修为 但肯定比自己高 在下陈寻 陈寻瞳孔幽暗 话语不咸不淡 难道这就是天仙楼的待客之道 他怎么说 也在这里消费了五百万中品零食 现在惊动成一副自己欠他的样子 荒谬 末夜寒微微仰头 看向侧后方的一众人 你们先下去 是 楼主 众人领命退下 站在房间外 此时房间内只剩下他们 末夜寒冷笑一声 道友莫不是以为 在这里花费五百万中品零食 就有资格见到我 末楼主好大的口气 陈寻缓缓与末夜寒四目相对 话语变得有些微冷 若是如此态度 倒是陈某高看天仙楼了 说吧 陈寻转头离去 目光带着无趣与失望 他可不是来与这种小孩子玩的 天骄那套把戏 在他身上玩不同 哈哈 末夜寒大笑 笑得难以令人捉摸 他的笑声渐小 霸道的目光看向陈寻 我让你走了吗 陈寻脚步一顿 眼神已经变得越来越阴沉 浑身的气势已经在渐渐开始攀升 呼 突然 空气中乍响起一道刺耳的暴鸣 阁下若是能接下我一掌 你走 末夜寒眸光如刀 气血骤然沸腾 他已化为一道残影 此时 残影席卷四面八方 像是飓风肆虐般 周围所有的草木 巨石等 全部化成积粉 悍然向陈寻出掌 陈寻一脚重重踏下 震动地面 甚至都还未回头 体翘骤然流转 不过是一掌抬起 已然不动 碰 两掌不过是肉身的碰撞 却让整个房间 发出剧烈震动 要知道 天仙楼的房间 可非普通材质能比 全是炼气宝材 一股巨大的积粉烟尘弥漫四方 末夜寒心中一震 依然还站立在原地 似乎方才 那道残影并不是他 烟尘中渐渐露出一道白衣身影 他的手骨晶莹剔透 毫发无损地接下了那一掌 甚至没有倒退半步 不过刹那间 一切又恢复原状 陈寻心中已记住他的模样与契机 陈道友好强大的肉身 末夜寒的神色变得郑重起来 一改前态 是我失礼 刚才那一掌 自己的感觉绝不会错 不像是打在一个人族身上 却仿若是打在那些太古凶兽之上 此人绝对大有来历 除了当年去蛮荒天时 他已经很久 没有过这种奇怪的感觉 炼虚前期 怎么可能能修炼出 如此强大的肉身之力 要知道 能入混沌仙灵榜的天骄 那肉身都已是打磨到境界的极限 而且它可是炼虚后期 肉身可不能无限制地提升 那关系着神魂的强大 只有提升神魂之力 那肉身的极限才能随之加强 不然只能暴体而亡 而神魂之力 亦有自身资质的境界极限 便是天骄之间的最大区别 也是普通修士 永远也跨不过去的鸿沟 因为有些东西别人生下来便有 而没有的 那后天也别想着逆天改命 一如某两个先天就拥有长身体的人 别人羡慕不来 也修炼不成 此人有些不对劲 墨叶寒眼中的高傲之色渐渐掩去 心中的震惊越来越甚 那惊鸿一瞥的手骨 难道是修炼了什么炼体仙术 陈寻 南于大陆的万族天骄榜上 也并无此人名字 乃来的仙道怪物 墨叶寒仅凭一击便已分析出相当多的信息 看似嚣张跋扈 但他心思比谁都缜密 不然天仙楼也早已被他败光 墨楼主 可以走了 陈寻冷哼一声 他可不是天骄 也不需要明白他们的交流方式 他只知道 做生意和气生财 刚才出手那一掌 只差老牛九分 他差一点就被震退一分 而且 这墨叶寒也并未用出权力 可见这大势天骄 是有多强悍 他现在的防御加成 可是远超现在肉身的二百七十倍 当初自己还真是有点拖打 要真来那么多天骄强者围攻 他也只能远顿逃窜 毕竟 别人也不是花花架子 那也是 靠着海量修仙资源崛起的 陈道游且慢 墨叶寒抬手指住 郑玉离去的陈寻 拱手道 不过是切磋一下 我愿自饮三杯赔罪 他话落抬手 拿出一个酒葫芦 开始喝起酒来 眼中 对陈寻的实力很感兴趣 墨叶寒心中震惊过后 便是兴奋 身为天骄 没有比遇见对手更高兴的事 不怕你强 就怕你太弱 怕你弱到 连与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他喝着喝着 竟然开始爽朗大笑起来 黑玉冠的飘带都在随风飘舞 如墨如画的黑眸 似有琉璃般的光芒闪烁 陈寻与他摇摇相对 自知实力是对话的敲门砖 但却是不喜这副态度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 他的脚步也随之停留 陈寻淡然道 关于蒙木大海域的生灵精血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价格 末叶寒文言 心中一动 放下酒葫芦 眼中的兴趣之色更甚 若是中品零食的生意 我可能没什么兴趣 他打量着陈寻 后者太过沉稳淡然 有些看不出门道 也完全不像个天骄 反而气质与普通修饰有些相似 此人他来时已调查过 城外有一处山庄 没有任何事例 五十年内 挥霍五百万中品零食 似乎只为见他一面 而这种人 要么是吃饱了撑的 要么就是要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自然要先提示震慑一番 若是普通人 他也不想浪费时间 陈寻一手父辈 依旧风轻云淡 尚品零食的生意 不知墨楼主能否吃得下 陈寻道友 请 末叶寒微微一笑 陈生道 自然是吃得下 尚品零食 就算联合到真君 想必也不会拒绝 尚品零食和中品零食大不相同 在三千大世界 尚品零食与中品零食的兑换比例 可不是一比一百 而是一比一万 但也从来没出现过 谁用尚品零食 去兑换中品零食的情况 因为中品零食 只有纯净的灵气 而尚品零食 不仅拥有更磅礴精纯的灵气 还拥有一丝精纯的灵脉元气之力 它不可被捕捉 因为有灵气的混杂 相当特殊 灵气是先到根本 而这样的元气是从灵石中诞生 对河道真君的修炼大有弊益 因为它们已开始触碰到一丝大道规则 尚品零食对炼虚期也更为重要 甚至还有破镜石之称 若是炼虚期就开始用尚品零食修炼 那河道之路可谓畅通无阻 更易感悟灵气先到 尚品零食铺路 大道都在你脚下 你就是当之无愧的大道之子 大士滔天狗大虎 无数修士匍匐在你脚下 没过多久 他们坐在游灵仙仙秀时 打磨而成的桌椅上 此一时价格相当昂贵 有宁神静气之效 此时相当温润 百里透着青色 似有灵气在里游动 陈寻并未喝酒 只是一手握着养生茶 他平静异常 莫道友 听说天仙楼的来历的很大 甚至连八卖蛟龙都能买到 末夜寒道酒的手一顿 眉头微挑 不错 陈寻有不妨直说 我不喜欢绕弯子 蒙木大海域 各族原因生灵的精血至少五滴 陈寻语不惊人死不休 此话从他口中说出 似乎只是一件小事 不知天仙楼是否有这个实力 道友莫不是要修炼什么邪术 末夜寒眉头越粗越紧 深深看了一眼陈寻 缓缓开口 若是如此 我劝道友 还是死了这条心 你承担不起后果 当然不是 陈寻目光如电 话语斩钉截铁 莫楼主 陈谋也不喜欢浪费时间 哼 有趣 末夜寒拿起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陈道友的财力呢 这可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 但天仙楼绝对有能力完成 陈寻闻言后 并未回应 只是拿出两样物品 不过相当细碎 归原子神经 子府清灵夜 末夜寒见识广播 一下就认出了他们 眼中还伴随着浓烈惊讶 陈道友 此物 他欲言又止 陈寻起来 并未有惊喜 反而神色中 似乎带着挣扎 陈寻并不着急 而是静静地看着他 自己既然敢拿出此物 那就是以做好一切准备与说辞 这两样东西 他在新书内打听过 是相当容易引起 争端的天才地宝 他们异常珍贵 功不应求 连九天仙蒙都常年收购 这两样东西 只能在玄威天的通天塔得到 但玄威通天塔 可不是大师万祖所造 而是极尽天地造化而成 天骄逐鹿之地 其余天狱皆是如此 每一座天狱都有属于自己的 亘古天地秘境 其内浩瀚无垠 不能被人为掌控 也无能力掌控 不可追溯的先驶中 并不是天狱内自动降临天地秘境 而是有天地秘境的地方 才被规划成一片天狱 来历相当神秘久远 陈道友 末夜寒言语带上几分愁愁 此物 我天仙楼不好出手 我背后的家族 也更不好出手 需要划清界限 这样的宝物他 虽然垂涎 但是一旦经他之手 那便会牵扯到他的一切背后关系 牵移发而动全身 身为天骄 虽然在外风光无比 但在内 受的照拂 也远超常人 他不想 给他们带来麻烦 尚品临时的来历解释太过简单 若自己牵机令硬后 无人敢查 他并不想碰此物 风险太大 末楼主 我明白你的忌惮 陈寻轻轻点头 很是善解人意 此物我来处理 我们之间只会有临时交易 那便再好不过 末夜寒嘴角勾起一抹 意味莫名的弧度 这些灵兽自行烹煮 哈哈 墨叶涵爽朗大笑 像是听到了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 陈道友好兴致 但此事若是能成 天仙楼日后不再收取你任何零食 可随意前来 嗯 陈寻平静应了一声 已经起身 那墨楼主 陈某就不多留了 墨叶涵也随之起身 突然眼中战意汹涌 陈道友 若有时间 还往前来洞悬道院切磋一番 再下定扫踏相迎 比起做生意 还是这样的对手 让他更感兴趣 他绝不相信 这位是岌岌无名之辈 很可能连南域大陆的混沌 先灵榜的天骄榜 都放不下他 陈寻对斗法并无多大兴趣 只是深深凝视了他一眼 礼貌开口 下次一定 墨叶涵神色一尬 这是拒绝吗 他随即拿出灵须传音法盘 但是这个法盘 明显和陈寻他们的不一样 话锋一转 整个南域大陆 都可用传音法盘联络我 说吧 他将一缕神石契机 打入虚空凝聚 随后直接离开 骨子里都带着一股傲气 陈寻眸光中 透露出一抹深沉 天仙楼的背景 他并无能力查到 但至少也不是 邪修汇聚之地 还是受监察者管辖的 上品临时的诱惑 只要是有眼光的修饰 那就绝不会拒绝 能达到楼主这种程度的人 一顿宝和顿顿宝 想必他还是能分得清 陈寻随即不再多想 直接将这缕契机 储存进自己的传音法盘中 随即消失在天仙楼内 带陈寻走后 天仙楼的露天处 墨叶寒正在目视他离开 身旁还站了一位 双眉修长的紫衣长裙女子 楼主 这位可信吗 女子面色清冷 眼中带着略微恭敬 她可能与雾明有些关系 楼主不宜牵扯过身 雾明 这位似乎是收垃圾的 女子郑重其事地回应 仙城边缘有一块无主之地 被她命名为垃圾回收场 这是刚查到的消息 收垃圾的 墨叶寒一时雨夜 神色有些难看 亏自己 方才还以为 她是什么绝世添娇 但她微醋的眉头 却又舒展开来 眼中又带上些兴趣 墨叶寒微微转头 看向那位女子下令道 告诉海族 动手时流一些精血 我有用 暂时还用不到罗彦堂的力量 是 楼主 女子淡淡一笑 看来这位在您的心中 地位颇高 不该问的别问 墨叶寒凛厉的眼神 如同刀瓜一般 让女子静若寒蝉 连忙闭嘴 此时 浩大的狂风突起 墨叶寒踏空而起 黑玉冠相当显眼 她冷漠地俯瞰露台 我先回洞玄道院 没事莫再饶我 是 楼主 女子低头失礼 心中的压力异常之大 这样的人 简直是不尽人情般的存在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大道上 陈寻愁眉不展 又微微抬头 看向远空浮动的岛屿 她想在每一个超级岛屿上 买一处弱大地产 然而这些年 自己似乎有些失了痣 忘记计量自己的钱财 不对啊 陈寻低头喃喃自语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两座垃圾倒在手 零食怎么可能花费如此之快 她拿出小册子 开始写写画画起来 开始算计自己花费的每一笔零食 此时周围的各族声音 她再也不觉吵闹 甚至还时不时去观察 眼别人的种族样貌 大感有趣 不好 突然间 陈寻大惊失色 恍然大悟 如梦初醒 毛色顿开 暴跳如雷的嘀吼一声 那小妮子在框片本座 咻 大道上一阵光影闪烁 陈寻转顺千万里 朝着乘风山庄的传送阵儿去 垃圾倒海岸上 大黑牛 小鹤 小赤站在最前方 正对陈寻 背对海风 三道身影的毛发 都被吹得烈烈作响 只不过 他们的目光都有些躲闪 时不时看看垃圾堆 又看看进过来的海水 陈寻双眼带着睿智 靠在座椅上看向小鹤 低沉到南宫鹤灵 大哥 小鹤惊叫一声 又满脸堆笑 双颊烟红 比花还艳丽 这帐本 怎么有些不对啊 陈寻双眼微眯 看向大黑牛与小赤 你们知道吗 猫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摇动牛尾 表示他知道 寻哥 小赤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的表情 有些疑惑 发生啥事了 大哥 我说 小鹤急了 甚至都捏着黑裙开始跳脚 低声细语 大哥 是我说谎了 哄 他们身后突然大浪滔天 卷起数十丈高 相当恐怖 吓得小赤浑身一抖 南宫鹤灵 过来 陈寻怒斥一声 一掌打在一卧上 双手抱头 小鹤呜呜的双手开始抱头 但是他的双手并不是放在后面 而是一直做着爱心那种抱头 食指点在头顶 猫猫 大黑牛惊声一叫 连忙跑到陈寻旁边 拱了他一下 这件事是他出谋划策 和三妹完全没有关系 陈寻没有管大黑牛 而是看向小鹤 神色严厉 南宫鹤灵 最近有看书吗 大哥 我每天都有看的 然后打理花田半个时辰 小鹤声音软软糯糯 又带着一股空灵雨委屈 我知道错了 我不想大哥你乱花零食嘛 他双手抱头的样子 着实把陈寻看笑了 厚着嘴角不知不觉 微微扬起 寻哥 小赤的鬃毛都在舒展 他竟然下意识大吼了一声 寻哥刚才竟然笑了 三妹 每日把看书感悟给大哥检查 这些年太忙 倒是疏于对你的管教 陈寻轻声一叹 严厉中带上了几分大哥的关爱 这些书中知识也不一定对 你精力太少 感悟还得大哥来对你纠正 小鹤委屈的眼神 突然变得惊喜 双手都被他放下 也跑到陈寻身旁 双手挽着他的手臂 大哥 真的吗 五十年来 大哥都没有看过他的感悟了 但是他还依旧每日都在写 也保存得很好 陈寻冷哼一声 三妹 莫要得意忘形 诶骗大哥之事 罚你今日不许打理花田 看书一日 啊 小鹤摇晃着脑袋 竟然给陈寻撒起娇来 大哥 我就打理一下下嘛 看看也行呀 两日不许打理花田 陈寻轻轻撇过小鹤 根本不吃这一套 大哥 我这就回去看书 我知错了 小鹤身形一阵 惊喊一声 就怕大哥说到三日 呜呜 他的脸上带着失落 又带着一股雀跃 蹦蹦跳跳的往远方飞去 他一边还拿出小册子 开始检查自己这些年写的感悟 海岸旁 就剩下陈寻 大黑牛 小赤 陈寻起身 往前走去 目光都变得温和平静下来 小赤 寻哥 小赤一爪子搭在陈寻手臂上 双眼死死地盯着他 他能活到现在 就是懂得隐忍与放下 哪怕当初的灭族大祸 他都没有任何报仇的想法 但是现在只要寻哥一声令下 他北名红尸 绝对会成为他的一大战力 爆发出他的最强实力 他们都不想看到陈寻如此样子 哪怕让他念头通达也好 杀再多人也无悔 乃至他还未想完 就被陈寻一把抱起 夹在夜下 大黑牛摸摸地走上前来 蹭着陈寻 也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一旁 三道身影 遥看无垠大海 一如当初 他们刚来到西海那一刻 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样子 小赤 这些年辛苦了 陈寻轻声开口 眸光幽远 似乎又带着叹息 这些年是我这乡太深 倒是忽略了你们 小赤抬头看向陈寻 嘿嘿一笑 寻哥 没事的 小弟我也收了几个小弟 不累 不管失去再多 不是还有你们吗 陈寻看了看一旁的大黑牛 又看了一眼小赤 我们先过好当下 再图将来 不能够再浑浑噩噩 猫猫 大黑牛狠狠地喷着鼻息 大哥这次 像是真释怀了许多 寻哥 对啊 我们就该往前看 咱们的垃圾回收场 可是一片大好之势 小赤闻言 四爪都开始颤动起来 激动不已 嘴里瞬间开瓢 带到贺姐 找到回去的路 我们在回天断大 他娘的 还在想 小赤话还未说完 陈寻突然大怒 顺手就把他的后颈提起来 大吼道 老牛 扁他 猫猫 啊 寻哥 阿牛哥 小赤在空中螺旋翻转 一些染黑的棕毛 都被打得纷飞 又被海风向远处 暴打一炷香后 小赤砰的一声 仰头掉落在地上 四肢僵硬抽搐 似乎就要命不久已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黑牛扬了羊牛蹄 牛角相当威武 体态都充满着一种 灵兽的爆炸性力量 突然 一团阴影笼罩而来 两道幽光 从那团阴影中的双眸射出 猫 大黑牛四体一软 浑身一紧 汗毛倒数 猫 老牛 那团笼罩而来的阴影 缓缓开口 带着一股森寒气息 临时之势 你是谋划的吧 大黑牛双眸都在颤动 在陈寻面前 根本藏不住视 也只有自己才知道 他的弱点 呵呵 陈寻嘴角挂上 一抹冷冽的微笑 胆子大了呀 敢合伙 匡骗本作 西门黑牛 死 话音一落 终极大招 力拔山西气盖式 拿捏大黑牛 猫大黑牛浑身瘫软 四体升天 不断挣扎 猫猫羞 陈寻猛然发力 向着远方的海面狠狠一抛 大黑牛在空中 划出一条优美的抛物线 轰然落入海里 此时 只能看见两只牛角 在海面上沉浮 越飘越远 陈寻猖狂大笑 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小赤健壮 双眼一翻 舌头一伸 立马自主昏死 他什么也没看见 垃圾回收场中 小赤已经归来 但是活力满满 搬的垃圾 脸旁都在黑黑黑地低笑 很是猥琐 顾黎胜一双狭长的眼眶 看向小赤 时而垂眸下关 他也正在整理垃圾 他看向今天 似乎有些来劲的小赤 下意识喊了一声 狗哥 咋了 小赤高吼一声 在整理地面的浮路 旁边的传送阵 还时不时传送来一大片垃圾 全是宝贝 那宋胖子 最近有些嚣张 似乎是受到厂主之令 已经不逃这些东西 顾黎胜冷哼一声 浓密的双眉都在围醋 本公子去找他 他竟然都说没空 说不来垃圾回收场了 什么 仅有此事 小赤大怒 从远处掠来 那胖子真这么说 狗哥 没错 那宋胖子真是好胆 带了上千人 似乎有些分不清地位 顾黎胜重重点头 空旷的厂里面 全是他们回荡的声音 狗哥 这些年 你对他放得太宽 他的气势已经在开始渐渐生腾 这胖子在后山 可是给他准备了一座大幕 光天化日之下 岂有此理 他顾黎胜风华正茂 英姿飒爽 风度翩翩 年轻有为 什么时候连幕都需要提前准备了 小赤双眼转动 从他的狮子投储物界中 拿出一大堆流影石 猥琐一笑 黎胜 咱们去盯着他 顺便应他一手 顾黎胜双眼一亮 这流影石 可是那送胖子的心魔 此昭绝妙 他们相视一眼 意味莫名 一切尽在不言中 垃圾场里 宋恒依旧穿着一身黄色道服 一手腹背 一手拿着寻宝罗盘 杂杂呼呼站在最高处指挥 风头无两 他这几年 已被场主亲自任命 负责碎灵印的开发 只有他才能感知到 那些碎灵印里面 是否有残存的宝物 此事相当重要 甚至已经不需要经过 垃圾回收场之手 而且 此事场主还给了自己 一个天大许诺 他是很相信自己种族气韵的 跟着常主准没错 他也再不需要 与那狮子狗打交道 这几十年来 后者似乎也沉寂不守 没有再在背后盯着自己 忽然 什么情况 宋恒挺着个大肚子惊呼 他道袍无风自动 寻宝罗盘的一根指针 刹那间指向身后 他转动的小眼 带着些锐利 身后有贼人 难道是那狮子狗又来了 宋恒猛然转身 然而只是如山的垃圾 和偶尔经过的淘宝人 什么异状也没有 他嘟囔了两声 几缕着风吹过 他只觉身后脊梁鼓有些发凉 胖子 受死 突然 宋恒头顶传来一声 兴奋的尖笑声 那是一道艳光 染红了上空 啊 宋恒目自欲猎 浑身涌动出法力 就要一掌抵挡而去 宋胖子 看奶妈 此时 他的右方又掠来一道黑影 是挂着冷冽微笑的顾离圣 身后竟旋立着一柄 似用元气 凝聚的虚空长剑 宋恒疯狂摆头 始料不及 这绝对是有预谋的偷袭 他目入惊骇 难道这沉寂的几十年 是让他彻底放下心中警惕不成 道爷 无命休矣 宋恒已被小吃压制地动弹不得 眼中依然带着不屈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找一件向他展来 就连五官都变得扭曲不已 轰隆隆 垃圾山爆发出一阵剧烈的响动 无数垃圾冲上半空 宋恒凄惨大叫 被深深打入垃圾坑中 他的黄色道袍 还有脸上全是污浊之物 只见他 还在凄惨大叫 天杀的呀 天杀的呀 顾离圣双目一宁 等待多年 终于找到报仇之机 趁他病 要他命 他向垃圾坑中俯冲 转瞬间站在宋恒面前 神态傲气凌然 顺带一挥一袍 似乎潇洒无比 顾离圣冷若冰霜的脸上 煞世间变成剧烈兴奋的模样 宋胖子 当日之耻 本公子定当加倍奉还 顾离圣 你敢在倒野我头上撒眼 宋恒眼眶暴涨 瞳孔中都带上了一丝恐惧 五官猙獰的几成一团 嘴里还在发出凄厉无比的惨叫 似乎已经猜到他想要做什么 哈哈 顾离圣大笑 脸上满是嚣张的神态 已经找好位置 是 一道轰天屁响 响彻垃圾坑 啊 还便随着宋恒气急败坏的高吼声 又刹那间戛然而止 看来是被熏晕了过去 小赤此时 站在垃圾坑上 一脸猥琐的低笑 爪子上还握着流影时 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流影 这胖子一辈子的名声 算是毁在他们手上了 真是大快人心 这里周围的上千人 皆是目光看向远方 已经停下了手中的活 嘴里还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今日的天气不错 是个出海猎杀海兽的好日子 呵呵 说得有道理 不过还是在垃圾场安全一些 众人聊着聊着 就不知为何笑出了声 狮哥已经出马 道爷还是自求多福吧 他们可不敢管 半个时辰后 宋恒醒来 狮魂落魄 出大事了 那狮子狗 绝已经用过流影时 可恶啊 可恶至极 宋恒坐在垃圾坑里 气急败坏的大吼 满脸哭丧 又转念一想 不行 还得先收拾顾黎盛那小子 狮子狗本道爷碰不得 他想着想着 又低笑了起来 这狮子狗 终于想着来找道爷他了 这几十年没有他 倒是无趣得很 道爷 道爷 上方的垃圾坑上 来了一些淘宝人 在呼喊他 哼 本道爷无事 宋恒连忙起身 拿起他的寻宝罗盘 还拍了拍道符 一脸震惊 先做好长主交代的事 此大辱 道爷我自有后手 是 众人大吼回应 听到长主后 神情都变得振奋 随后 这里又开始忙碌起来 垃圾倒堆积的碎灵印 何止数千上万年 现在已不只是 玄维天的整个垃圾资源 在供养他们 而是曾经累积的 无数年垃圾 在供养着垃圾倒的 十多万修士 但众人都还未想到 如此之远 也看不见如此之远 活在当下 才是淘宝人的修仙信条 海岸旁 清离 清婉正恭敬地 站在陈寻眼前 他们气质 如同换了一人 锋芒毕露 他们与刚遇见 陈寻他们时 判若两人 眼中再无卑微 唯有打字心里的尊敬 清离 清婉 长主 两人低头拱手 动作整齐滑衣 甚至空气中的灵气 都随着这一栋产生颤鸣 相当奇异 陈寻面色温和 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养魂气灵一族 本作这些年 倒是了解到一些消息 两人的头又低下一分 并未回应 这些年来 他们两人也服用过 朝元赤宝果 但不是莫浮阳那样 一变的果子 是在大势土壤 重新种植而成 效用相当恐怖 他们种族天赋 似乎都在被此果激发 养魂气灵族 顾名思义 蕴养神魂 让灵气也为之吞声引气 陈寻眼中蒙上一层迷雾 相当神秘 大势种植的朝元赤宝果 相当契合天地精气 不过极限不再是三万年 而是八万年成果 但大黑牛却认为 此果若不是靠 他们的万物晶圆 绝对无法成形 当初种植此树时 他的小册子 可是一直在记录观察 他认为这必须要靠着 顶尖的九华风魔源强者 亲自用体内精华培育 此树并不是需要靠灵气生长的特殊宝药 朝元赤宝树的诞生 可是九华风魔源的半生灵药 他们暂时还未在蒙目大海域 听说有九华风魔源一族 不过那炼体效用 却是异常恐怖 最大的作用便是 反补神魂 提升自身炼体的极限 陈寻气质深邃不可捉摸 就连海风都不敢靠近 他微微一笑 你之一族的仙道禁忌之门 已被本座打开 行走在外 恐有大祸降临 他这些年 在新书的心格内到处偷听 偶尔有修士提到过这一族 说是若能觉醒种族天赋 倒是一个蕴养神魂的宝物 还有一些修士在求够此族之人 反正此族已沦为仙奴 他们也想养地看看 方便大家吗 此话一出 周围的空气突然充满一股肃杀之感 他们这一族确实有些秘密在身上 也是因此而被战争摧毁 但故乡已经毁灭 仇恨也早已湮灭 清离 清晚缓缓抬头 那有些扁平的双瞳竟竟变得树立起来 充满一股诡异之感 尤其是周围灵气 似乎在发出痛苦的悲鸣 但这又与灵压完全不同 灵压针对灵气 产生一股极度压抑之感 可让对手体内的灵力流动速度 陷入迟滞 斗法之时 自然弱上三分 而他们的气灵 却是让灵气产生一股撕裂 哪怕是面对灵压也宜然无惧 可撕碎灵压 但陈寻与大黑牛的五行威压 那可非灵压能比 也非气灵能比 那是直接驱散一切 威压天地之气 清离目光郑重 突然半跪而下 常主 我们绝不离开垃圾岛 我们这一脉 命是您的 清晚也同样半跪而下 常主 无足沦为仙奴之时 已无任何野心 也更知天外有天 陈寻白手 面色带着温和 他只是摇头一笑 拿出了一些小册子 这些你们可以看看 万事低调而行 总不会错 啊 清离 清晚面色惊恶 他们还以为 常主要问原油等等 却没想到 只是给他们一些小册子 在这垃圾岛 稳步提升实力 你们那些族人 自可一一找回 陈寻与众心长地说道 目光已看向海面 你们一族所经历过的事 本作也有经历 多看看小册子 去吧 清离 清晚相视一眼 已经双手接过 把此视若珍宝 他们不经意间 看了常主一眼 他的气质温和无比 一如当年遇见他时 再无那股冰冷深邃的 若疾若离之感 两人随之告退 不敢多打扰陈寻 他们还要去大小姐那里一趟 现在他们一族 已经完全成为了 垃圾岛的秩序管理者 其余垃圾岛的开拓者 大小姐说过 只要五座垃圾岛在手 他们将会迎来 火山喷发般的发展 不过一切都要循序渐进 实力才是第一位 嗯 得重新开始做一些计划 不能再急躁 陈寻重新拿出一本 崭新的小册子 低头开始写写画画 那件事 只要本座不死 终会迎来终结之时 今日阳光灿烂 海风轻柔 吹动着那袭白衣 他眉心间的黑白法文 漠然间暗淡了几分 一日 两轮好日出生 海风轻轻 掏声悠悠 还岸旁摆起两座香炉 陈寻在垃圾堆中打坐 紫气东来 他神色相当静密 这些年来 倒是不曾打坐 忘记吸收天地馈赠 真是大不尽之举 周围青烟鸟鸟 陈寻吐纳均匀 面向无垠大海 一个时辰后 陈寻只觉浑身神清气爽 吐出一口浓浓的浊气 他又开始修炼水灵诀 一道道薄雾水气 环绕周身 五行之气 缓缓汇聚而来 此时 这方天地 似乎都变得宁静 天雨的霞光云彩淡淡飘过 浪潮带着一抹温柔 像是凌空开放的一簇白花 垃圾场中 数万淘宝人四处飞掠 正在努力淘宝 废弃材料 废弃俘虏样样都来 他们用神识检查了又检查 甚至还有记录之物 宋恒依旧站在垃圾山最高处 拿着寻宝罗盘到处呼喝 一众人也是惊喜地回应着 道爷大意 小赤与顾黎盛 也是忙碌不已 随着另一座垃圾岛的加入 他们需要整理的垃圾 也是越来越多 但只是消耗些法力与体力 脏一些对于他们来说 不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顾离圣牛皮轰轰吹牛的样子 倒是把小赤豆的直乐 笑声不断在场内回荡 他们甚至还时不时讨论一下 怎么去偷袭那胖子 后者现在聪明不少 警惕心大起 这几十年的懈怠 都被昨日他们那一击抹去 莫福阳依旧站在垃圾回收场外 手中还拿着一个小册子 记录来来往往的淘宝人材料数量 他身旁还旋立着一个灵须传音法盘 原因修饰的神识何等强大 做这种事 完全可以一心多用 又不是参悟术法 清晚带着一万族人 留在这座垃圾岛 开始探索四方 画出完整的垃圾岛地图 尤其是那座岛上的九品灵脉 他们已经开始划分区域 淘宝人自然不可能日日夜夜不休地捡垃圾 他们也是为了修炼 这些区域就是给他们留的 清离带着两万族人 已经登上另一座垃圾岛 还有一些族人开始用神识烙印小册子的内容 开始分发给每个族人 莫福阳也时常传送过去 管理四方 秩序与规则是底线 若是产生混乱 那大家也都别想着赚零食 那里的淘宝人热情不已 对陈寻感恩戴德 经常有人传送过来 加入垃圾回收场 不想再离开 小赫静静地 坐在垃圾回收场外 角落的茅草屋里 周围叠加的大镇环绕 至少叠加了上百道 里面还有通往黎晨岛的传送阵 随时可离开 安全性绝对没有问题 他一页页地翻着书 都开始了解寝蒙木大海域的现实 一边还写着感悟 看得相当慢 小赫旁边有玄街灵须 传音法盘玄力 与云金与洛霜联络最多 云金已经开始在整个黎晨岛进行布局 隐藏的势力相当之大 但五十年大荒乌神经的量 在如此庞大的黎晨岛 也是沧海一宿 能起点眼 但不多 洛霜也已开始在飘云岛做出布局 炼雪凌元沙 只要出现在市场 马上就有人拿下 分散进各大仙城 徐徐图之 他们现在与陈寻都联络见少 大部分都是经过小赫之手 两人也根本不敢小看这个小女娃 后者心思之缜密 比那位前辈有有过之 小赫肩膀上的灰兽小龟 已经开始修炼 但他似乎没有什么修炼瓶颈 只要能吸收阴寒之气 他修为便可增强 只是时间与资源问题 最重要的是 他无需什么天地人心感悟 相当奇葩 会的术法也只有一招 斩兽 桌上还摆有一个账本 他只是轻轻撇过 这些年来 随着第二座垃圾岛的加入 他们每年也是大赚零食 甚至达到了两亿中品零食之多 但是大哥的修炼 需要大量修仙资源 每年光他那里 至少就是八千万中品零食的投入 根本没人养得起 而且 二哥的正法研究 也是消耗零食的大户 材料几乎都是报废 他每年至少也要消耗千万中品零食 还有垃圾回收场 那么多人要养 前面四十年 差不多都是收支平衡 就后面另一座垃圾岛加入后 才开始真正赚零食 现在他的玄阶千基零印里 还有差不多八亿中品零食 玄阶千基零印 可出动和道真君为其护道 小鹤嘴里突然发出一道清零的声音 微微一笑 这玄阶千基零印倒是还有传音法盘之效 真是奇特 倒是对这都天万界灵庄越来越好奇了 他眉如墨画 娇小的身旁似有烟霞青龙 似非尘世中人 气质超凡 突然 小鹤双眉一喧 气质大摔 嘴中惊呼 哎呀 看这些仙屎又走神了 他仿若看到了一道高大伟岸的身影 在天语之上 远远地严厉凝视他 南宫鹤灵 好好看书 小鹤吐了吐舌头 悄悄看向周围 赶紧把头埋进书海里 心无旁骛 垃圾倒最后方的古林外 大黑牛四角着地 某某的点头 正在观看阵道前辈的传道时 一脸憨厚认真 他动都不动一下 还真以为是前辈在他面前讲道 简直身临其境 某某大黑牛双眼瞪得向同龄 以天地元气为阵眼 以灵气为辅 奠定阵机 不再是靠着灵气沟通天地 这些阵法前辈皆认为 灵气乃万物之本 是真正进行生命层次跃迁的本质 也就是境界的提升 但这与阵法无关 灵气沟通的是人的灵根 与天地的交汇 而元气才是真正天地的脉络组成 若要成阵 当借天地大事 而不是人事 大黑牛激动得不断喷出鼻息 但是四角根本不敢晃动 怕惊扰到前辈 这种正道想法 简直与他不谋而合 不愧是和道真君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阵法之道 终于有前辈引领入门 不再是靠着自己胡乱摸索 再以此为创新 从此走上自己独一无二的阵法大道 大哥说得真没错 他们从前都是看先贤书籍感悟 但是第一次面对真正的先贤时 这种感觉和看书仓物的感觉 完全不一样 他以前对正道的理解太过落后 甚至已经是大势所摒弃的阵法之道 不如炼虚 无法掌控元气威能 炼虚之下 你甚至都不能说自己会阵法 只能去学习一些阵道基础 到了炼虚境后 才算是阵法入门 阵道博大精深 浩瀚如海 他要学习的还太多太多 整个垃圾岛都在陷入一股巨大的忙碌 与别样的宁静之中 每个修士各行其事 根本不被外务所打扰 也没有什么纷乱爆发 岁月就从每一位修士手中缓缓流逝 哪怕是 身在大势地位最为低贱的垃圾场中 也觉无物无垢 清新而自然 晨昏滚滚水东流 筋骨悠悠日息坠 光阴飞逝 永无休止 休先 岁月如洪流奔腾 昼夜不停 海域很大 岁月还长 不知不觉间已是五百年岁月而过 垃圾岛中 一位未化神强者 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 但他们无一例外 全是垃圾回收场的人 这个大事 只要有灵石 就可买到一切 甚至还有先宗的长老 出来收灵石讲道 只要不涉及到自身宗门的绝密传承功法 一切好说 而蒙目大海域的功法 也是多如繁星 总有一款适合你 这些修先者 绝不必走自真 相当开明 每年更是有无数功法问世 根本修炼不完 法术就更别说 各族的法术都有 杀人 保命 神石等等 皆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买不到 相当恐怖 而能让此大事文明 如此璀璨的最大原因便是 天地元气的磅礴 灵气更是不绝 哪怕是到了现在 无数灵脉 无数天才地宝 都在不断涌出 根本探索不完 都不说远了 就蒙目大海域 时不时还能听到 哪里出土一座储量 今天的中品灵石矿脉 哪里又发现了一座无主之斗 全是蒙须碧宝树 更别提整个南鱼大陆 光是大荒 都足以让人探索的头皮发麻 大批量的金石矿脉 在天都拍卖 引起数不胜数的势力疯强 而玄威通天塔 也是整个玄威天的焦点所在 大势天骄云集 风云际会 甚至有远古先国的天骄 远到前来 天穷霞光不绝 波澜壮阔 议论声都已传到新书区域 但大多数超级势力 都是前往蛮荒天 那里 属于是三不管地带 争斗相当血腥 号称太乙大师天骄的真正坟场 万族逐鹿之地 不过那里修仙资源 却异常丰厚 属于走路 都能采到万年宝药 而这些采到的灵药 绝非是某人采摘的那种 没人要的烂大街灵草 能在那里站稳脚跟的超级势力 那都是拥有 与无数蛮荒古兽大战的辉煌战绩 天骄还是在自家天狱玩吧 这里 你们还玩不转 这里是老一辈的争斗之地 就算是九天仙盟就是来了 在这里说话 都不敢太大声 只有无疆大世界的 最强万族之一的势力 才能真正震慑住 这些超级势力 不过那里也很忙 管不到这里 九天仙盟 在无疆大世界 也是弟弟般的存在 就连太乙大世界的 百座仙古禁地 他们也不敢强行得罪 一座仙古禁地独成势力 传承更古久远 他们属于地位同等 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百座仙古禁地 一旦联合起来 那九天仙盟 也只得去喊大哥来帮忙 不过九天仙盟 对于普通修仙者的震慑来说 是相当恐怖的存在 无人敢挑衅其威严 也算是对弱者 最大的一道保护屏障 比如玄威天的 某座垃圾岛厂主 就对九天仙盟很是认同 没有这种存在 垃圾岛早被强者 给予了千八百回 再来一句 强者就是道理 陈寻厂长 我大势强者 你 大势弱者 把零食拿来 垃圾岛上 比起外界的波澜壮阔 这里显得 就相当平静 全是猥琐发育的修仙者 根本不参与外界的争斗 五座垃圾岛 近归垃圾回收场 如此赚零食的买卖 对于修炼到原因期的淘宝人来说 这个道理太过简单 自然是加入 如此庞大的体量 云金与洛霜压力骤增 但是也终于遇见了通天大纪元 地位一步步提升 他们甚至都开始向上面贿赂零食 人脉亨通 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成为仙格内最为年轻的管事之一 其中的凶险 自然也被他们化险为夷 在黎晨岛做事 只要不触犯铁则 那便一切都好说 甚至都与监察室攀上了一些关系 这也是 对他们能力的极大考验 不过索性陈寻 看人还不错 这两人倒是没有让他失望 最主要的还是 他们做的生意光明正大 又没有触及到其他大势力的利益 这才是安稳的根本 垃圾场中 清晨雾铭船500年来 已经来过几次 一共带来了4万多淘宝人 来这里的修饰 还是相当之少 都很是落魄 雾铭的垃圾船 在天鱼府看整个垃圾岛 根本就不管你什么垃圾 回收场不回收场 哪怕你把这个岛屿弄出个花来 或者又是弄沉 他们也只会换一座岛屿倾倒垃圾 带着骨子里的先天傲气 但他们也绝不会断绝这些淘宝人的生路 还是相当有人性 总会兼顾到一些大事的底层修饰 今日 海岸旁 夜色渐深 夜幕沉溺在无边的浩瀚星河下 海面上渐渐倒映出两道身影 他们似是依偎在一起 一道身影拿着茶杯 另一道身影抱着茶桶 老牛 喝茶 夜风呜呜地刮来 沉寻淡淡一笑 眼眶中倒映出无垠的星河 他一袭白衣 似乎没有改变 也再无黑色环绕 就是这身前多了几十条长杠 似乎破坏了这幅袖着墨色山水的美感 显得有些怪异 猫大黑牛抱着茶桶 坐在垃圾堆里 身躯比沉寻魁梧许多 嘴里似乎带着憨笑 他就喜欢跟着沉寻的感觉 这五百年来 他们已经将仇恨深埋心底 绝口不提 似乎已经完全忘记 老牛 你看看这数百年 你花了多少零食 沉寻哈哈大笑 开始拿出小册子 没有大哥在 哪个势力经得起你如此挥霍 猫 大黑牛的牛蹄搭在沉寻肩膀上 额头冷汗微貌 神色惊恐 他不喜欢算术 但是这一笔笔的零食加起来 绝对是他想象不到的数字 但是他的牛眼一转 也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个小册子 悬浮在他们眼前 那是沉寻买资源的花费 三妹敲敲给他的 啊 西门黑牛 沉寻猛然大怒 手也搭在他的后背上 老牛 你这就有些不地道了 他竟然又开始讲起道理来 哪只大黑牛眼中带着一抹淡淡的嘲讽 但他又渐渐被沉寻的道理说动 嘲讽的眼神便为了坚定不移的信任 他又信了 一人一牛 开始勾肩搭背地哈哈大笑起来 手里还拿着一个臭气熏天的垃圾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笑什么 反正很是快乐 聊着聊着 沉寻突然一顿 神色变得郑重起来 老牛 动旋道院 我找到些关系 过些年 该把小鹤送去读书了 猫 大黑牛眼中带着疑惑 沉寻啥时候 在动旋道院有关系的 哎 老牛 大哥的关系遍布黎晨岛 莫要胡乱猜测 猫 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认真地点了点头 眼中没有丝毫怀疑 然后过些天 我把老莫这件事解决 我们就一起去买那个黎晨岛最大的地产 大哥我可是 心心念念了多年 沉寻说到此处 神色变得振奋起来 老牛 那地方自带灵脉 受整个黎晨岛保护 是咱们投资之重啊 猫大黑牛也变得激动起来 赶紧从储物界 拿出他们的过碗瓢盆 还有沉寻与西门黑牛之家的牌匾 沉寻心中一震 看着这些老物件 心中顿时流过说不清 到不明的暖流 他神色带着追忆 缓缓开口 老牛 咱们为了保住这些东西 还蹲了大牢来着 沉寻说着说着 竟然大笑了起来 狠狠捶了大黑牛一下 后者也是重重拍向沉寻后背 一切静在不言中 垃圾倒再怎么说 也是无主之地 总归是不安稳之地 沉寻面色异常温和 目光还在看着他们的过碗瓢盆 我们也该继续向前走 开始本作的大投资计划 猫猫 大黑牛双眼瞪得溜圆 狠狠蹭了一下沉寻的脸 反正听说那出地产都无人买得起 价格一降再降 还是无人问津 有零食的大势力不需要那种地 没零食的买不起 连看的资格都没有 正好打造成他们第一次最为安全的家 大哥说过 每个超级岛屿都要买一处地产 四海皆为家 四海皆有家 若是遇见轮回转世的故人 让他们待在那里 也总比待在垃圾场好 有一个安全的落脚之地 这五百年来 大黑牛已经彻底研究出五行分解大阵 用天地元气稳固阵法 对抗五行之气 叠加360座元气大阵 里面的阵法相当复杂 陈寻曾观察过 只是说了一句 不错 随后 他便匆匆离开 神色甚至都带上些慌张 他娘的 看不懂啊 元气都能叠加成阵的 只是分解的速度 却是比他们慢了几倍 不过他们人只有一个 阵法可是无限 而此阵的阵眼 包括陈寻都没猜到 不是大黑牛的五行阵旗 也不是什么天才地宝 而是他分裂的 一道五行元神 阵眼 藏在垃圾倒地底 五行阵旗只是伪阵眼 天地五行之气不绝 那他的这道元神 便不会消散 可以一直提供五行分解之力 分化到每一座阵法之中 现在垃圾回收场的效率 不知比当初高了多少倍 垃圾放到阵法中 便可自动开始分解 但是控制还是有些不稳定 比如很容易把提炼出的材料 一同分解 大黑牛依旧还在研究中 也可能和自己的实力 有一定关系 老牛 陈寻正想说话 开始说说这些年的修炼感悟 远方就传来两道呼喊 大哥 寻哥 小贺气在小赤身上 在空中划过一道璀璨流光 向着海岸奔来 他们眼中都是带着喜悦 气质与当初判若两人 陈寻与大黑牛也是转头一笑 如此美妙夜色 当与家人共赏 小贺已换上一身白裙 清秀绝俗 头顶还带着染着光运的黑色花簪 终于长高了不少 从前都是十岁女娃那样 到现在 终于有那么十二三岁的模样 五官也跟着长开 已经出落得越发秀美 他白色衣裙 在黑夜下显得色彩柔和 相当衬身 脑后露出一头乌云般的秀发 小赤的修为 更是突飞猛进 在朝元赤宝果的炼体下 与陈寻给他的丹药相辅相成 他已经踏入化神后期 在空中迈着步子 威风凛凛 那股在空中若有若无的 深沉低吼声 还真有一股万兽之王的感觉 小赤的气血之力 相当澎湃雄厚 虽然比不上他们的天洁脆体之身 但也比普通灵兽强大太多 毕竟没有灵兽 能把八万年的朝元赤宝果吃着玩 包括九华风魔园一族 自己都不行 培育不出 而清理他们在两百年前 三万族人暗自全部觉醒天赋 但朝元赤宝果 似乎对他们炼体作用不大 而是直指本质 酝养他们的神魂 不过他们一族神魂的强大 却不是反馈在炼体上 而是在气灵之法 属于那种保命性很弱 但是斗法却异常强大的一族 养魂气灵一族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便是 可自身凝聚养魂液 提升他人神魂之力的上限 以此反补炼体之力 炼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哪怕是天骄 也只是根基之一 可养魂的天才地宝 也很是昂贵 但总归能找到 若是花在养魂气灵一族的培养上 你最后反而会觉得自己得不偿失 培养他们的资源 不如自己去买运养神魂之物 没人拥有像陈巡与大黑牛那样的万物晶圆 可直接培育无数宝药 养魂液反而对灵兽的作用相当之大 他们主炼体 以此为最重要的根基 不像那些大势添交 全面发展 修炼各种奇术 小赤也因此捡了大便宜 神魂之力再不断强大 朝着自身境界的极限而去 他开始突破自己种族的天然智骨 日益强大 大黑牛也曾服用过 没啥用 他和大哥的神魂似乎已经定型 但又似乎没有上限 根本无需养魂液 壮大提升自身极限 他们有天节翠体之力 还有无根精气花 还有防御力加成 早已超出境界极限 此物对于他们来说 如同鸡肋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无根精气花 离成形还差得远 需要岁月的沉淀 但这些种族的特性 倒是把陈巡看得直乐 什么会瘦 什么沐浴魔杀族等等 一个比一个奇葩 这么一看 人族似乎并不强大 然而 陈巡曾买过一个万族排名榜单 人族竟然是最强万族之一 而且还是排名前十的 超然大种族 就算是在无疆大世界 也没有其他生灵 敢随意欺辱人族弱者 又或者拿种族来说是 人族超级势力 在各个大世界盘根错节 而三千大世界 也度过种族混战的 大沙伐时代 也没有其他种族的掉毛感 对着人族生灵来一句 人族啊 这么了 灭了 敢和混沌先灵榜上的 最强万族 搞种族对立 那是对自己生命和仙道的 最大不尊重 顺着天地元气来杀你 都算是最轻的 而最有意思的是 无疆大世界 还真有一个人族的 超然仙谷世家 姬 陈巡在新书探查时 也只能寥寥听到这么几句 却是让他心中 掀起滔天波澜 陈巡心中也不由出现西记 若是姬坤是什么大能 转世到小界域就大好 至少还能见到他一面 但是 按照现在了解的信息来看 只有强者沉睡 或者夺舍的情况 什么转世 什么轮回 在这三千大世界 真的不存在 哪怕是那个宋恒 也绝不是什么转世之身 陈巡也暗自把他严加拷打过一番 他说这是自己的种族天赋 还真是一代一味 一族气韵家于一身 一代代祖宗 葬于仙木之中 归于一体 至于他是从哪降生的 他自己都有些不清楚 相当奇葩 不过他却告诉陈巡 他能肯定不是祖宗转世 他自己就是自己 被杀会死 寿命到了也会作化 没有多余传承记忆 但宋恒他们这一族 却是喜欢追随 有潜力的强者 就像是刻在骨子里那般 好像就靠不了自己 很是神秘 用他的话来说 哎 常主 那些祖宗所欲非人啊 若小到我所料不错 他们应该是中道崩粗 宋恒说完 还哈哈大笑起来 竟然开始嘲讽起 他的祖宗们 自己这一代 绝不会看走眼 跟的人准没错 他可是把自己一族的气韵 全部加于一身 根本不给下一代留着 相当下贱 他死后 哪管洪水滔天 祖宗就是拿来薅的 道爷就是要活得明白 陈寻听了这些话后 眼中也是带着些黯然 这个世界 果然并无轮回存在 相似的人太多太多 他们也终归 不再是他们 陈寻自己也不知道 仙道的终点到底在哪里 最后是否能做到 仙人所不能做之事 他听了宋恒这些话后 心中道很是平静 走到现在 结果已对他不再重要 先到漫长 心中总是要有点面向 不然也太过无趣 此时 海水倒映出一片光辉 星河漫漫 小赤蹲坐在陈寻左边 大黑牛趴在陈寻右边 小赫坐在陈寻和大黑牛中央 毕竟大黑牛站的地比较广 陈寻看向小赫 微笑道 三妹 大哥 我准备去买一个离城岛的地产 需要很多零食 小赫抱着双脚 笑盈盈地看着陈寻 好啊 大哥 一转眼 都长这么大了 陈寻的言语中 似乎带了些沧桑 他目光渐渐转向海面 你也是时候 该出去见见世面了 读万卷书 也该行万里路 大哥 小赫脸色猛然一变 呼吸都变得不均匀起来 我们不分开的 是啊 寻哥 小赤也是一惊 难道寻哥 要让赫姐去大师历练不成 那多危险 某某大黑牛 顺手一拍小赫的头 让他安心 不是要去很远的地方 小赫眼中带着焦急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只是看着大哥与二哥 三妹 想哪去了 就是去那洞玄道院 见见世面 垃圾回收场 交给我们来就行 陈寻看着小赫这样子 笑出了声 手还搭在大黑牛背上 就在蒙目大海域 随时都可见面 你还小 有些事情总要去经历 才能真正有所悟 寻哥 洞玄道院那不是什么天娇去的吗 小赤跑到他们前方 眼中很是紧张 赫姐单独过去 岂不是会被欺负 是啊 大哥 我不会斗法 去不了的 小赫重重点头 蹲坐在陈寻身前 眼中满是委屈 他真的不想去 洞玄道院 蒙目大海域何人不知 那是九天仙音阵盘的常客 里面强者如云 天骄如雨 和他们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们不必担忧 大哥我在那里给三妹找了后台 陈寻摆手 眼中出现一抹严厉 解释道 三妹 大哥 我并不是要你去道院 与那些天骄争风 那大哥 那里有许多老前辈 你在道院修行 总比在垃圾回收场 独自看书感悟好 陈寻目光变得渐渐深邃起来 话语很是深沉 这里的事 你不必再参与 多去交交同辈的好友 也可 此话一出 小赤的面色 也变得沉静下来 当初他们就商量过此事 不过寻哥既然说 在那里有后台 那就肯定有他的考量 贺姐在那里 应该不会有什么性命安慰 我知道了 大哥 小赫情绪有些低落 打心里不敢忤逆大哥的安排 嗯 陈寻眉头一挑 三妹 我们每年都会来道院看你 别弄得像是分离似的 我们家的规矩 又和那些势力不一样 把人丢在那里就不管了 大哥 我会听话的 小赫抿着下唇 头都低了几分 自己根本就没交过朋友 也没见过什么前辈 不知该如何相处 猫大黑牛的头伸了过来 蹭着小赫的脸 后者也渐渐露出笑容 二哥最护着他 此事从长计议 还不是现在 只是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 陈寻倾咳一声 面色温和了几分 一切都有大哥安排 放宽心 有些精力是人生必不可少的 不然总归会有些缺憾 某某大黑牛在一旁重重点头 比如 他们当初就去了宗门 虽然现在对加入宗门之事 心中已无多大起伏 但是他们当时可是快乐得很 如果三妹跳过了这一环 他们都会觉得未知遗憾 随着岁月的侵蚀 那可就没当初的心态了 嗯 小赫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搭在大哥腿上 笑着抬头看她 呵呵 陈寻笑着拍了拍她肩膀 三妹一直以来很是懂事 不需要她操太多心 小赤突然转了转眼睛 五动双爪插话道 寻哥 我也跟着贺姐去啊 就说是她的半生灵兽 你去个屁啊 陈寻双眼一睁 直接把她后颈提起来 进去那可是要测试魂灵的 哪能随便混进去的灵兽 小赤眼中带有大大的疑惑 寻哥 那贺姐 买法器测试过了 画形魂灵与本体无关 测不出来 我打听过 三妹在洞玄道院 算是个资质平庸的人 纯关系护进去 陈寻把小赤往空中一抛 美好气地瞥了她一眼 小赤 你进去 小赫那还能好好修炼 碰 嘿嘿 小赤猥琐之色一闪而逝 稳稳落地 一边双掌挠头 要多老实 有多老实 寻哥 小弟知道了 咱们还要在外面 好好撞打垃圾回收场 给三妹也弄个超级背景不是 陈寻吃笑一声 抓着一坨黑状物往大海扔去 然后在那洞玄道院旁边 再买几个大地产 三妹在里面自然无忧 小赫听到这些话 除了感动再无其他 大哥虽然对他很严厉 但是这个世上 绝对再也找不出 比他对自己更好的人 这样的好 完全不掺杂任何其他 也没有任何目的 就是这个世上 最为简单纯粹的感情 亲情 寻哥 说得真好 小赤突然激动起来 我们现在可是真的发财了 古作垃圾倒啊 大黑牛也在一旁附和起来 很是认同 大哥乃爵士大聪明 捡垃圾都能发财 陈寻看着他们的样子 只是淡淡地冷哼一声 眼中除了你们大哥 还得是你们大哥之感 再无其他 他又突然看向小赫 话锋一转 三妹 祭出本体 是 大哥 小赫连问都没问 直接点头答应 温化音一落 星河下的海面 突然产生一股震动 大浪滔天 此时无数仙光 开始从四面八方汇聚 大黑牛目光一宁 话题为掌 只见他一掌挥出 一轮金光阵盘涌现 浩瀚的元气滚滚而来 如一道道金光门户降临天地 威压之身 此时 方圆千里的空间 进阶被封锁 就连元气也漠然消失 全被锁在阵法之中 小赫此时唇干舌燥 有一股莫名的恐惧感 他只觉身体内 像是有什么东西 被抽离了一样 牛哥的阵法造诣又提升了 小赫双脚缓缓腾空 一条条茂密的黑白之夜 从他体内涌出 充满不可名状的玄傲之感 此时海面之上的虚空 缓缓出现 一道遮天蔽日的虚影 宛若吸引无数光辉的璀璨昊月 从天外漠然降临 海面的五行之气 在缓缓被抽空 整个虚空都是一阵 一颗壮阔无比的四百万年 鹤林五行阴阳术 出现在天地之内 小赫此时的气息神圣高贵 站在半空之中 一眉飘飘 哪怕与本体相隔甚远 但又像是只有一步之遥 将这道身影包裹守护 他眼中的黑白一同流转 周围的空气 都充满着一股浓烈的肃杀之感 海面时而汹涌 时而平静 而这样的威势 比陈巡与大黑牛的五行威压 为之更甚 灵气早已在他出现的那一刻 刹那间消失 不是驱散 也不是灵压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直接消失 又像是把灵气逆转成了五行之气 如今这方天地的五行之气 可是汹涌如潮 浓度比刚才还强了几倍 陈巡与大黑牛猛然起身 眼中闪过惊骇之色 他们体内的五行灵根 都已被牵动 像是触摸到了本源一般 小赫的一同中 充满着一股淡漠之感 仿佛没有再属于生灵般的感情 他缓缓开口 声音似在各方回荡 大哥 二哥 这些年 我修为也没有落下 小赤张大嘴巴 他们现在如同来到了一片新的空间 而这便是赫姐最为恐怖的法术 术界威灵 陈巡双目雷光闪动 拿出了一枚玉剑 他手中法力凝聚其中 轻声道 三妹 把自身契机烙印进去 小赫双手掐绝 执法相当之玄傲怪异 并以之相处 他黑发轻舞 一缕透明的契机地 向着玉剑击射而去 此时 本体发出一声浩大的嗡鸣 扎根于虚空之中 此时海面上 也开始凝聚出破解舟的船身 大黑牛双目一凝 开始挥动正旗 隔绝此方天地 三妹的神意不能被外人所知 而且他的本体 他们也将自己带上 把他的画形肢体隔绝出来 以免被盗阅那些强者探查到什么 此时海面 半空 五行阵法越来越多 甚至已出现一道道巨大的阵盘 大黑牛正在彻底斩断 小赫与赫林五行阴阳术的联系 此处乃是他们培育而出 切断阵法 他已准备多年 只要破解舟还存在 那他的本体便不会受到伤害 因为画形的缘故 三妹常年行走在外 若是真的遇见了什么不可控的情况 切断本体联系 也是对他的一种保命手段 免得受人觊觎 小赫黑白一同 闪露出一抹痛苦之色 不断咬牙坚持 他也在随之配合 只有五行之力 才可强行切断 大海的狂澜愈加汹涌 狂风骤起 虚空的颤鸣声越来越耗大 但是切断联系 并不是真的就断绝了本体关系 他随时可唤醒本体 这样的切断 如同让本体彻底沉睡 不再能被外人探查 这些年来 二哥已准备许久 他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也自知自己的特殊 大哥的性格他太了解 相当谨慎之人 绝不会让自己人无端陷入险境 哪怕是一点风险都不能有 小赫浑身沐浴在浓郁的黑白鲜光之中 那棵遮天蔽日的大树疯狂摇曳 每一片叶子都在散发出难以名状的悬傲 陈寻的双眸也在渐渐一变 他深深地看着海面上的那棵虚空大树 五行灵根相当悸动 一刨开始无风自动 此时他手中的预检 缓缓显露出一道信息 无灵根 陈寻看后眉头一皱 这样的情况果然还是发生了 三妹根本就没有灵根 修为全是从本体的反驳而来 他如今才堪堪修炼到化神中期 比自己和大黑牛修炼的还慢 完全就是靠时间熬 没有任何天才地宝对他有作用 甚至他当初的化形修为 还是吸收了介遇本源和大势 封闭介遇的那一丝残留本源 如果所料不错 他的修为要么用自己和老牛的万物晶圆 慢慢酝养 要么就靠吸食本源 强大自身 若是没有他们 三妹要么本体生机流逝 缓缓灭亡 要么吞噬虚无之地的无数小介遇本源 壮大自身 再站到所有修仙者的对立面 吞噬大势本源 这种情况 简直比毒瘤还毒瘤 只有长生者才能镇得住 也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奇妙 半个时辰之后 小鹤的身躯都虚弱了几分 但是面孔却带着一股倔强 大哥 我自行凝聚伟灵根 陈寻眉头微醋 只是轻轻点头 他的身份必须要变得合理 这是必经之路 痛苦只是一时 话音一落 小鹤本体的五行之气大盛 一条条枝叶向着他涌来 他缓缓合上双眼 整个身躯在半空中 若隐若现 大黑牛的镇旗 已坐落在破戒舟之上 眼中带上了前所未有的认真 破戒舟才是三妹真正的根 但最为奇怪的是 如此恢弘巨大的本体 却没有丝毫元气流露 他就像是无根扶贫 仿若是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灵 唯有用五行之力 才可触碰感知 而且 其中的阴阳之力 让他心中也很是恼火 用五行之力 有时也抓不到他们之间的联系 要不是 靠着原神酝氧破戒舟的关系 他的阵法手段 现在还不足以切断他们的关系 远远不够 此时 一个个黑白之夜 涌入小鹤体内 他的体内深处正在诞生尾灵根 但是这种灵根 对于他来说根本无用 完全就是天大的障眼法 不过这种尾灵根 似乎也不可控 五行本体 只能让他诞生出五系灵根 也并不能做到 像大哥他们那样的五行灵根 就在他体内产生异变之时 陈寻的五行双瞳 默然展开 此瞳就像是 曝散在天雨的一双 冷漠无情的巨大双瞳 俯视着海面上的 鹤林五行阴阳术 小吃不知不觉中 浑身已经紧绷 地面都已被他抓出几个大坑 他死死地紧闭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如此惊天异象 他不敢想象 若是被外人看见 将会掀起何等恐怖的谈论 寻哥 真的有权力出手过吗 小吃心中不断产生矩阵 如同现在这大海波涛一般 到底是什么实力啊 他当初以为 寻哥在介于战场 已经爆发过权力 但是后面想来 亿万会兽 好像都对他没产生过什么伤害 他的目的就是想开路罢了 现在想来 自己心中倒是还真想看看 寻哥认真与人斗法一次 不知那些同辈卡寿命的大势添交 能否让他暴露出真正实力 寻哥 牛哥 贺姐小赤 光看着这副今天场面 唯有长叹 不过好在 现在自己也不弱 那血脉中的传承 嘿嘿 他想着想着 竟然笑出了声 也在无当初那股黯然之感 觉得自己会拖他们后退 不过 他还是习惯地藏那么几百手 自己若是能活到那场绝世大战之日 当好好经验寻哥他们一番 艳光赤骨是一族 可从来不弱呀 小赤想到此处 目光渐渐变得有些凌厉 那骨猥琐与胆小 也在刹那间消失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做事 也不再昏死过去 时间也随之一点一滴过去 一日清晨 天亮了 垃圾倒荒山上的苍白天雨 渐渐白晕起来 小赫已盘坐在地 正是闭关 周围都已被阵法封锁 就连海水都清不过来 陈勋他们都已离开 独留小赫一人在哪 小赤回了垃圾回收场 大黑牛也已回到 古林外的研究阵法之地 陈勋独自坐在 另一片海岸旁 吊起鱼来 只是他的目光 时不时看看 盘坐在阵法之内的小赫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这五百年来 他的五行单纹飞度单 已经炼制而出 不过修为还得讲究 循序渐进 才突破炼序中期不久 但是修仙资源冲突下 修为似乎也只是 成了时间问题 没有太多困难 炼序中期 他只觉对元气掌控的程度 又强了不少 那种对自己法术 微能的引动与加成 与炼须前期 已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是在于炼丹的程度上 这大式炼丹的手法 也和原来完全不一样 讲究蕴含天地之气炼丹 灵药只是炼丹的一部分 但不再是所有 这种过程相当奇妙 炼丹似乎也成了一种 感悟天地的修行 但现在承担之后 他还是会用五行之力 分解几颗丹药 让它们回归天地 也算是自己领受上天后土的一番馈赠 一切形式 无愧于心便可 陈寻现在 已开始走上炼虚七的真正五行仙道 若是能突破到炼虚后七 那就关系着最为重要的河道 他现在的五行仙道还未完善 还缺少阴阳之力 必须要在炼虚七完善 要不然 一旦突破河道 有些东西也不能够再弥补 这也是大式天骄卡寿命的最关键原因 一般到了河道 那些天骄都不再卡寿命 修为正式开始突飞猛进 远超铜镜之修士 河道可谓是斗法战力差距最大的境界 强的人能一掌 把铜镜之人直接拍得魂飞魄散 尤其是那些卡寿命的天骄 他们元神酝养的本命法器之强大 死物一出 那便是一股决然的压迫杆来 河道之境 也算是大式天骄 真正展露锋芒的第一步 无数河道修士都被压得黯然无光 也是后者相当憋屈的一个境界 普通修士 那只有去打打低境修士 他们几乎都不敢随意出手 因为在这一境界 你永远也无法预知到 你的对手到底有多离谱 玄威通天塔 海岸旁 沉巡喃喃自语 目光幽远 那里面有些天地感悟他要去取一下 这塔可不属于任何势力 乃是天地馈赠 他突然歪嘴一笑 那里面可是万族天骄争锋 自己和老牛肯定也是要去的 只过去 可不适合他们斗法切磋去的 嗯 希望大家讲点道理 沉巡钓着鱼 突兀的那黑色头套就套上了 哎哟 有鱼 海面一阵起伏 一条大鱼在海岸十里之外 被强行抓住 他神色大害 这钓鱼老不讲道理啊 没鱼儿啊 沉巡哈哈大笑 一道法力 直接把他从海里炸了出来 然后这大鱼又掉落在海面 连忙跑路 他心情大好 浑身竟然出现一道道死气环绕 沉巡手指轻点 这些浓郁死气凝聚在手心 已可随意操控 不再靠着自己的本命法器 死气一出 沉巡的相当压抑 充斥着一股难言的绝望死气 然而 沉巡体内冒出一道道青白色的水光 竟然大刻死气 把他们死死压制 不让其扩散四方 而这 便是他修炼到的水灵诀第五层 沉巡眉心的黑白法文微微闪烁 体内的生机 在修炼水灵诀到第五层后 也不再消失 没有再时常出现的星空暴虐之感 水灵诀五层 有点意思 沉巡呵呵一笑 只见他 拿出一株清晨草 就那么种植在垃圾堆中 他手指缠绕起一道青白色 如同溪流一样的水体 把他们打入清晨草中 此时 一便突起 整株清晨草开始摇曳起来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拔高 不过沉巡的生机 也在开始流逝 他的双眼 也在渐渐变得深邃 此草的年份 在水灵诀五层的运养下 并未增长年份 而就像是运养神魂那般 让人的炼体极限 为之拔生 此觉却是让灵药的极限 清晨草的根莖在慢慢强壮 突破原有的极限 当初小介义中 三层水灵诀 便可以让一些灵药 不再被所需的特殊环境所束缚 能移植到要原生长 而四层水灵诀 也不是外界所传的那样 可以像万物晶圆那般增长年份 它真正的作用 是能让这些脆弱珍稀的灵药得以保存 长时间保持生机不灭 不再是离土变腐朽 若是再配合上水灵诀五层 结合灵药本来的外观 这些灵药 还真是像增长了年份一般 也是极加分支强大 和被毁灭的真正原因 但是明显 这个功法折兽 完全就像是可以吸食体内精气的功法 用于万物生长 到与万物晶圆 有一曲同工之妙 陈寻曾仔细观察过 这样的折兽 并不是像灰兽 斩兽那种感觉 就仅仅是因为功法 生机是从那外的流逝 不是外界原因造成 也并没有所谓的 有伤天和 天地不容 要降下什么天结摧毁 但最为奇怪的是 这个大事 似乎并不推崇水灵爵 他们一般只售卖到水灵爵三层 四层 五层若要购买 还需要记录再测 六层没有地方买 说是早已被摧毁 会遭遇莫大不祥 修仙者不要去碰这等禁忌 反而这倒让陈寻心中更为好奇 尤其是基师兄那本古集 不会真跟着水灵爵有些关系吧 陈寻看着地上的清晨草 双眼略微诗神 第五层水灵爵的施展 代表着可培育灵药的极限年份将会增长 药力也将更为之强大 当初贺灵术的极限 可是十万年 就诞生出死气这种怪异之物 若是用此诀培育贺灵术 那极限也绝不再是十万年 也因为如此 似乎恰好可以把那死气压制住 让它继续生长 陈寻想到这里 感觉像是抓住了什么 眉头微凝 沉吟下来 不过他这种情况 可没有任何参考 那肉眼可见的清晨草根莖生长 那可是经过整整270倍法力加成的法术 这500年来 他的加点以五项全满 都已是270点 已经开始朝着核道期的预制加点 我去 这要是培育一株特殊的太威子先竖出来 陈寻眼眶微睁 这水灵诀简直和万物晶圆绝配 那效果如果给自己人 每人都至少增收万年以上 他说到此处 都不由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自己都没活到万年 完全有些不敢想象 这就相当于你 只要能修炼到金丹七 那你就将拥有核道真君的万年寿命 这是头猪也能修炼上去啊 他娘的 小赤 你告诉本道祖 你怎么死 陈寻目光有些兴奋 竟低吼了出来 那水灵诀后面的功法也必须收集 说不定太威子仙果的增兽将更加恐怖 他连忙拿出小册子 开始写起自己的未来计划 和道当为重中之重 五行仙道的完善 一直是他心中的执念 尤其是昨晚看到小赫本体模样 那体内五行灵根的悸动 让他找到了一些方向 不过随着他写着写着 目光却渐渐冰冷起来 随着在新书内的鬼混 他已经知道 许多超级大宗门 都会购买那些新发现的矿脉小介语 一旦挖空 那都是直接毁灭 这样的手法与毁灭小介语何其相似 也打听到什么绝对强者 根本不可能出手毁灭介语 这样的是从未发生 他们也从来不多管小介语之事 都是任其自生自灭 小介语的人前来大事 也从来没人阻止过 陈寻听到这个消息后 倒是很认同 当初小介语封闭之前 那些修炼到炼虚的强者 可是随便进出 也没听说大事强者降临 呵 本座河道之时 那绝对有资格探查到一些消息 陈寻冷哼一声 已经在新书内搭上一些关系 若是蒙木大海域的哪个宗门出手 老子定让你们天天桑中长鸣 不过他心中还隐隐有些猜测 或许不是大事强者出手 那天断大勾合的三眼生灵 才是最大嫌疑人 陈寻查看混沌仙灵榜的万族榜单 也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在 看看有没有这个三眼种族 但是什么信息都没有 这也是大黑牛对陈寻的说法 让陈寻默要再自责 或许原因根本就不是外部 那三眼生灵一看 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们若是不开路 没人走得掉 全部都会被扼杀在小界域中 甚至这其中 还有百年的缓冲时间 不知多少人都已到蒙木大海域 这些话 才是真正地打开了陈寻的心结 肯定这百年来 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来到大事 很可能柳寒 石巫军 吉昭 还有武运宗的众人 他们都来了 自己和老牛留下那么多东西 够发展了 半日后 陈寻已经闭合上小册子 上面写的计划密密麻麻 步步为营 没人知道他这五百年 做了多少准备 他远远地看了一眼海面 缓缓拿出灵须传音法盘 法盘也快速转动起来 一会 里面传来一道敦厚的声音 前辈 老墨 我已做好准备 就算失败 也保你性命无忧 前辈 我已准备好 无需担忧晚辈 好 老地方见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郑重起身 刹那间化为流光消失 此事关乎他的万年大忌 若能踏出第一步 他的仙道之路 还能更进一大步 将是颠覆性 莫浮阳洞府中 他此时正在入定 气血之力 在疯狂沸腾 全身甚至都有些泛红 他的洞府相当简陋 没有灵兽室 没有炼丹室等等 唯有一座小型巨灵阵法 还是牛前辈亲自来布置的 莫浮阳的眉宇淡淡起伏 心中也不由有些忐忑 天下自然没有白吃的午餐 但他相信 来之笃定 前辈绝不会害他 他很相信大小剑 后者也给他说了许多 让自己宽慰的话 心态也在渐渐放平 莫浮阳这几百年来 卡在原音后期 而且还有清离 清晚亲自为他酝养神魂 再配合五行朝元赤宝果 自己的炼体境界 已可算淘宝人中的最强 但是他一直知道 吃那个果子有着后遗症 自己现在对灵气的感知 越来越低 莫浮阳的修为 也不是强行卡在原音后期 而是真的已经晋升不了 忽然 一阵微风吹来 洞府前出现一袭白衣 宛若山水末化降临人间 让人如沐春风 莫浮阳双目微睁 恭敬起身拱手 前辈 这次前辈的感觉 和上次完全不一样 就像是又回到了当初见面之时 那个让人感觉温润如玉的男子 陈寻微微一笑 轻轻抬手 老莫 放宽心 此来只为传授你另一条仙道 是 莫浮阳依旧还穿着那身蓝袍 模样虽然沉稳了许多 但依旧是那副老实敦厚的模样 似乎岁月没在他脸上 留下太多痕迹 他缓缓抬头 与陈寻四目相对 嘴角突然露出一丝笑容 释然了许多 五百年已经足够改变一人的心态 性格 陈寻也是 深深看了一眼莫浮阳 笑道 老莫 坐 莫浮阳这次再也没有愁躁 只是静静地盘坐 目光从未躲闪 不知怎么的 看到前辈这副眼底深藏沧桑的模样 他突然有些感慨起来 一转眼都追随了前辈这么多年 从一位无人问津的淘宝人到现在 哪怕是化神修士 见了他 也要恭敬地叫一声莫管事 这辈子 当真是过得精彩 这位前辈 不愧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倒是让自己见到了许多别样的风采 尤其是大小间 他打心底尊敬 陈寻也盘坐在他前方 没有任何气势显露 只见他口中吐出一句 老莫 你的故乡在哪 难于大路 吞心仙城 莫福阳眼中带上些笑意 话语不急不缓 父亲与母亲乃是精丹修士 生下我不久后便已作画 想来 吞心仙城一定很美吧 陈寻温和的话语 扑散在洞府的每一处 他二指已病立胸前 可还有什么遗憾在那没有完成 不瞒前辈 吞心仙城外有一棵天堡古树 我的父母葬在那里 莫福阳闷哼一声 浑身的灵气在缓缓一散 他神色有些难看 却依旧挂着笑容 而是我曾与几位兄长 在那里埋了一些祈愿花 不知他们如今是否已经成长 话落 三道元神从陈寻体内遁出 四道身影坐落四方 而方位中心便是莫福阳 他们同时二指病立 体内的五行熔炉缓缓缓凝现 这可是 他当初断到的最重要一环 可熔断经脉 开辟人翘 并不是莫名其妙的强行断经脉 陈寻眸光变得有些深邃 微笑道 应该是成长了 我也曾放飞过祈愿灯 莫福阳神色痛苦渐深 笑容渐深 前辈这样的大法力者 已可改变他人命运 定能心想事成 他眼中带着美好祝愿 哪怕自己身世有些凄苦 倒也希望身边人能过得好一些 老莫 祈愿灯太过虚浮 如云若雾 看得见 摸不着 一旦放飞 那可就彻底消失 陈寻摇头 眼中意味莫名 也带着一丝释然的微笑 祈愿花身埋地下 有迹可寻 今后 我们当一起回吞心仙城看看 难道前辈 年轻之时 总会有无力的时候 老莫你不一样 至少还能有点念想 陈寻的笑容 变得有些略微沧桑 最后补充了一句 可不要留有遗憾 莫福阳听后 心中五味杂陈 甚至连脸上的痛苦之色 都减少了几分 前辈似乎是一位 很有故事的人 与那些一心修仙的强者 有些不一样 初见前辈时 他那副窘迫的模样 似乎还真不是大事修仙者 翁洞府中的灵气 已经全部一散 充斥着浓郁的天地五行之气 甚至四个熔炉虚影 缓缓从他们头顶浮现 发出一声浩大的翁鸣 莫福阳嘴角一出鲜血 不知不觉间 就又回想起了 在吞心仙城的日子 莫福阳 今后你就跟着我们 莫福阳 我弄到一本功法 快快快 一起修炼 莫福阳 有先宗收徒啊 打砸我们也去啊 一道道而时的英荣笑貌 出现在自己记忆中 自己已无佳人 活下来永远互在自己身前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大家以各奔东西 作画的作画 失联的失联 只剩自己孤身一人 哪怕是来捡垃圾 他还是想一直修炼 若是能突破到化神 不知能不能再寻到那么几人 寥寥过往 今生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对于普通修仙者来说 什么天骄斗法争锋 什么探索仙道秘境 什么追求无上仙道 这其实对他们来说 都很遥远 如此方便的九天 先阴阵盘和消息传递速度 让普通修士都明白自己几斤几两 没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有限的生命里 过好修仙者的一生 才最为重要 这才是他们的修仙意义所在 是 莫浮阳喷出一大口鲜血 体内的灵气在被熔炼断烧 甚至修为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降低 这种情况比走火入魔还可怕 但是他眼中依然没有恐惧 没有反抗 只是默默地承受 自己体内的经脉在一根根断裂 先到之机再毁灭 老默 陈寻平静开口 他的神石已经覆盖住他全身 体内的每一处变化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前辈 无需担忧 我信您 陈寻话还未说完 就直接被莫浮阳打断 后者眼中带着决然的坚定 炼体功法已经开始运转 他还能承受得住 不至于经脉断裂而死 这也是炼体的一大好处 哪怕是受了致命伤 身体也能抗住几分 而不是直接祭免 陈寻重重点头 莫浮阳体内已经开始游走五行之气 不过他的生机 却在随着境界跌落而减少 但他曾让莫浮阳服下过一枚太微子鲜果 就是不知沦落到成凡人后 这个增兽效果是否还存在 这也是最大风险之一 还有一个风险 就是经脉断裂而死 身体扛不住五行之气的侵蚀 不过莫浮阳的体质 已经经过五行朝元赤宝果的改造 风险已经降到最低 陈寻眉心间的黑白法纹开始流转 一双冷漠的双瞳默然出现 莫浮阳只觉心中一紧 一股大恐怖降临在心头 他正在观察莫浮阳体内的生机流逝情况 没有人比他更懂那种生机流逝的感觉 也是此行最为重要的一个手段 一旦生机大量开始流逝 那就表示 太微子鲜果对断道后的凡人之躯 根本无用 必须要立即停止 莫浮阳可不是要跌落几个小境界 而是要从头开始 连练气器都不如 但如果没有原因境界打底 他也根本无法 练体到如此境界 这一切都是 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如果陈寻直接找一个 刚入仙道的五系夏品灵根拥有者 那结果必然是死亡 练气器的体质 绝对扛不住断道之痛 境界未到 练体亦有极限 生命层次便已决定练体上线 环环相扣 此时洞府内外异乡大起 大黑牛站在一座山巅喷出鼻息 灰掌布阵 煞时间掩盖住所有异象 免得引起垃圾倒混乱 洞府内 一朵白茫茫的无根精气花 已经恢复原状 在莫浮阳顶部垂落 也不再是那黑玉般的诡异颜色 陈寻一指划过掌心 一道蓬勃的鲜血 洒出 朝着无根精气花而去 此血带着惊人的律动声 生机蓬勃的令人震惊 宛若活物 前辈 无妨 宁神静气 我为你加持身躯 陈寻双眸 带着冷漠凌厉 气质大变 老莫 开始断倒 是 莫浮阳五官变得猙獰扭曲 体内的原因彻底消散 他浑身的每一处毛孔 都在渗出鲜血 不过在无根精气花的加持下 他的痛苦减少了太多 陈寻正在消耗体内的精气 金丹后期 金丹前期 筑基后期 炼气期 莫浮阳的气息 变得越来越违靡 就连睁眼都变得有些困难 他的衣袍和地面 全是鲜血 但是生机并未断绝 太微子鲜果 依旧有用 他依旧在咬牙坚持 现在法力与灵气一切不存 唯有用意志 若是现在晕过去 那前辈的一番心血 可就功亏一篑 他也不懂得什么大道理 只知前辈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让他在前路看到了希望 也从未压迫过自己 那自己这条命 便是他的 好 莫浮阳发出沙哑的低吼声 眼眶已布满血丝 头顶上的无根精气花 就像是在吊着他最后一口气 老莫 运转五行炼气绝 四道身影同时开口 浩瀚的五行之气 如海浪一般汹涌 是 前辈莫浮阳沙哑回应 开始运转五行炼气绝 也再无法感知到灵气 此时 他的身躯一道道 如同气流一般的东西 在环绕游走 神色也终于好看了几分 不再那样痛苦难受 陈寻胸口微微起伏 看向上方的无根精气花 脸色有些泛白 不过眼中却是带着一抹腥味 此法 他已推演过无数次 老莫经历的凶险 绝对比他们小得多 当初可没人为他们互道 甚至讲解 但也因此达不到他们那种程度 那一路摸索而来的成长 五行金丹 五行原因不可复制 他人也并无系统防御护航 莫浮阳的五系灵根并未断绝 陈寻也并不敢让他自断灵根 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 要不是他们有防御加成在身 无人可抵抗 这已不是风险 而是必死之局 他现在也无法做到能护住他人断灵根的程度 经脉已是他最大的极限 陈寻的神识 依旧还停留在莫浮阳体内 不敢大意 此时 随着五行炼气绝的运转 莫浮阳体内的灵根 沾染上许多五行之气 开始融合交缠 不再被灵气所排斥 莫浮阳体内可以流动的灵气经脉 已经全然锻炼 彻底失去与灵根的联系 还随着境界的跌落 灵根甚至引动天地灵气的机会都已断绝 陈寻的眼谈一望无际 如同深渊一般凝视和眼修炼的莫浮阳 他首一台 一本由天地五行之气书写的功法出现在掌心 陈寻眉心间的黑白法文流光大胜 犹如一道锁链般将莫浮阳的灵根套住 莫浮阳仿若置身一片无底深渊之中 他只感觉自己在不断掉落下沉 而没有终点 这种绝望空心感弥漫周身 让人遍体生寒 他仿佛看见了一双冷漠无情的双瞳 正在上方俯视他 久久地凝视他地面上 陈寻二指与眉心相碰 生死之气环绕进自己的五行灵根 传到只是他的目的之一 而他的真正目的是 借助莫浮阳体内的衍生变化 让他再触摸到五行本质一次 让五行灵根再进一筹 既然大势灵根连超越天灵根的都有 那本道祖为何不敢 让自己的五行灵根再进一步 陈寻末发飞扬 眼中竟闪烁过一丝疯狂之色 这一步总要踏过去 这才是我修行仙道的乐趣 轰隆隆 此时洞府内外元气浩荡 大地不断在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浩荡不绝 相当压抑恐怖 闪电之上 大黑牛目光炯炯 大哥一直以来都对五行仙道 相当疯狂与执着 当初断道之时就可见一斑 看似不焦不燥的表面下 大哥内心深藏的疯狂 远超他想象 甚至比自己对阵道的追求还要执着 只是一般人感觉不到 猫大黑牛对着山下的洞府长笑 牛尾甩动的速度 不知不觉间变快了几分 洞府内 里面已完全被精气与五行之气充斥 根本看不清具体情况 陈寻眼中闪过兴奋 他终于再一次看见成型的过程 如今的修为境界 已经能做到许多当初所不能做到的事 莫浮阳的五系灵根正在产生异变 像是被一道道五行法纹缠绕盘旋 他体内的五行灵根也开始震动起来 正在模拟这场变化 周围的五行之气再一次发生惊变 疯狂凝聚在陈寻体内 又被他狠狠用元气压缩 刹那间化为一条条气弱油丝般的五行法纹 果然 元气与五行之气充满着某种联系 唯有修五行之人才能参悟 陈寻激动的浑身一颤 口鼻吐纳出五行之气 又突然变得懊恼 那五行字体 我竟没想到 哎 随即 他又把其他想法压下 连忙观察莫浮阳的灵根 这种变化 就如同在观察一个生命诞生之初 充满壮阔与神秘 陈寻体内的五行法纹 必须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压缩 才能产生一丝缠绕进五行灵根中 如同天地脉络一般 绝不是杂乱无章 他眼谈已经深邃得不可捉摸 只是嘴角扬起一抹诡异微笑 莫浮阳的五行变化 还远远不够 不够他完善灵根 不够他完善五行灵根脉络 天地生灵无尽 种族无尽 若能传到四方 那将代表着自己的五行灵根 将可以无限制地提升 摸索到灵根成形本质 超越一切先到规则 直到自己生死才能结束 大到无尽 先到无尽 五行亦不见 陈寻吐那声变得有些粗重 双目宛若俱火 一个弥天大计划 已经开始在心中酝酿 三日之后 莫浮阳缓缓睁眼 体内一个小窍穴 在经脉断裂处复苏 天地五行之气 不再从旁掠过 而是开始冲入他的体内 他如今炼气一层 却是双目战战有神 哪怕地面全是他的鲜血 他眉目间依然充满淡然 只是莫浮阳看见身前那道身影后 淡然的目光 渐渐转变成了浓烈尊敬 前辈 他不知为何 突然感觉像是与前辈有了别样的联系 那种冥冥之中的感觉 让他对陈寻更为尊重 他们乃是真正的另一条先到一脉 陈寻一手父辈 带着淡笑的脸庞舒展平和 像在散发丝丝缕缕的天雨光辉 五行仙道一脉 莫浮阳 见过五行道祖 碰 忽然 莫浮阳双膝跪地 身躯匍匐 敦厚的面庞充满虔诚与笃定 这样的大礼 一般是入宗拜祖时才可实行 但这一次 可是道祖亲自传道 陈寻眉头一挑 眼中略微闪过惊讶 如此作态 定是那个小妮子 给老莫说了什么 但他陈寻道祖 岂可能被这些奉承话 乱了心神 陈寻微微仰头 四十五度 仰望着坑坑洼洼的洞府顶部 浑身气质变得深不可测 只见他悄然歪嘴 依旧淡然地开口 老莫 眼光不错 本道祖作下定 有你一席之位 莫浮阳听后 心中未知振奋 恭声道 多谢道祖赏识 不必多礼 先按照功法修炼 我会时常前来教导于你 陈寻微微一笑 转身向着洞府外走去 他在走出洞口的一瞬间 白衣突然翻飞起来 一道神光瞬间爆发 刹那间消失在原地 待到光芒散去 已经没有任何踪迹 唯有莫浮阳还在洞府中 双眼发直地望着空空荡荡的洞府 心中充满敬畏 感慨万千 前辈一向神秘 但哪怕洞府门前散去的光芒 也让他现在感觉到 一股强大的气息 充满神秘和不可名状的力量 让人无法抗拒 莫浮阳微微吐出一口浊气 心中也不由得为之向往 又望尘莫及 原来这片天地的仙道 真的不止一条 他站在洞府中 静静地思索着 刚才所见到的一切 他知道洞府前那道神光 那股强大的气息 都与五行仙道有关 将天地万物的属性 相互制约的关系 归结为五行相生 相克的规律 通过修炼五行仙道 修行者可以感悟自然规律 雾透五行相生相克之理 莫浮阳翻看着手中的五行恋气诀 口中喃喃自语 从而掌握世间万物的运行之道 进而达到突破凡尘 踏入仙道的目的 这些都是前辈所悟的智力 但是他明显没有经过这一环感悟 而是被前辈强行所传道 他感受着体内的翘穴 周围哪怕已被灵气所充斥 那自己也在无法自行吸收 就连灵时中的灵力也不行 莫浮阳体内的五系灵根 明显被一股五行法文所包裹 对灵气有着天然压制 他在心中思索着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随即洞府中彻底安静下来 莫浮阳正式开始修炼五行仙道 此时陈寻盘坐于一座荒山之巅 双手放在膝盖 他面容平和 没有丝毫怒气或冷漠 仿佛一切都无法让他动摇 他一头黑色长发飘逸自然 长长的鬓角垂落在他脸颊 增添了一份柔和与温润 山巅之上的清风吹拂着他的长发 吹动着他的白色长袍 发出沙沙的响声 阳光透过云层照耀在他身上 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更加的神秘与出尘 仿若与周围的世界融为一体 呈现出一种静谧的气息 只是陈寻的目光 一直在注视着海岸边的一道身影 透露出一丝期待与担忧 三昧如今还未有苏醒迹象 虽然无法看清他的容貌 但也能感觉到他精神上的变化 就是不知切断本体 到底会有什么反噬发生 时间在这种宁静的境界中流逝 直到太阳渐渐落山 陈寻才缓缓地一开视线 静静地看着夕阳的余晖 内心充满着宁静与安宁 夜幕降临 星辉漫天 一棵巨大树影 坐落在破解洲之上 而此时海岸突然出现异响 周围数千里大地都在开始震战 垃圾山被震动地四处滚落各种会晤 海浪翻滚 黑白树干和树叶 开始散发出一种莫名气息 在海风中轻轻摇曳 发出微弱的鸣声 小赫身上的气息 也在此刻急速攀升 一股股强大的灵气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让整个海岸线 都被笼罩在一片亮光之中 随着他的闭关达成 天地之间也随之变化 一道道奇异的法文 从本体积射而来 漂浮在小赫周围 随后一条条流光一彩的 法文在他身上绽放 如同一道道美丽的画卷 小赫的身影若隐若现 宛如一缕青烟 在夜幕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他面容清秀 双目明亮 五官精致 肌肤白皙 宛如仙女下凡一般 此时他身上的气息 也变得异常浓郁 充满了几分神秘和玄妙之感 最终 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从小赫身上爆发而出 将整片海岸 都笼罩在了奇幻的光芒之中 这股力量源源不断 越来越强 直到一颗巨大的树影 在虚空浮现 发出一声震天的颤鸣 小赫的身影 也彻底从树冠之中浮现出 如同一朵盛开的白莲 透着神秘而又圣洁的光芒 如同天上浩远 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一股与身聚来的玄妙力量 而这一切都从本体而来 这是本体对切断联系的最大保护 此时维武系灵根已经成功凝聚 而就在这时 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突然自海面上升起 映照着整片天地 光芒越来越明亮 最终形成一道巨大的光柱 直冲云霄 随着光柱的冉冉升起 一道道神秘的法纹 浮现在其周围 释放着强大的气息 而这道光柱的源头 则是小赫本体所在的破解周上 突然 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 从小赫体内涌出 他的眉头微皱 整个人似乎也在承受着什么巨大的压力 但很快 这股压力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大的气息 周围的海浪 被这股气息震荡 气息如同狂风暴雨 越来越浓烈 直冲高天 让人有种窒息之感 它们如同一条条巨龙 翻腾着惊涛海浪 而那些原本在海上遨游的海兽鱼虾 也根本不敢靠近这里 像是受到了莫大威胁 就在这时 那棵巨树的树干 突然发出轰鸣声 然后一股极其浓郁的气息 从树干中喷涌而出 笼罩了数千里海岸 附近的淘宝者们 全都感觉到了 这股强大的气息 其中有些人 甚至因为承受不了 它的压迫感 瑟瑟发抖 而在这些人群中 一道道光芒闪烁 一个个人影从中走出 这些人影 一个个身姿挺拔 气质非凡 显然都是淘宝人中的佼佼者 而这些人影的最前面 则是一位身穿黑袍的男子 他目光犀利 身上散发出一股 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这位男子正是顾黎盛 此时的他的境界 已达到另外一个层次 气势相当强盛 化身前妻 他望向长空 那里雾蒙蒙一片 只能感觉到异象的恢弘恐怖 却是不知具体到底发生了何事 如果所料不错 应该是那几位前辈 黎盛啊 突然他耳旁 响起一道刺耳的干笑声 顾黎盛神色微变 这是那宋胖子的声音 宋恒的体态 在一众淘宝人里 格外引人注目 他看起来很开心地笑着 一副轻松自得的样子 他手里紧紧握着一个寻宝罗盘 仿佛这个罗盘 是他的命根子一般 宋恒自顾自走到顾黎盛面前 神神秘秘地说道 道爷我发现了一处宝地 去不去一探 宋恒说完后 还看了看海岸上空 眼中兴趣不是很大 这肯定是那几位前辈弄出的动静 这对于修仙者来说 很是正常 这五百年来 他也已突破化神 当时造成的动静 还把狗哥都吓了一大跳 顾黎盛不以为然 目光依旧还停留在上空 他只是冷笑一声 道爷 你说的话 本公子不是太姓 谁知道那宝地是不是什么大幕 好家伙 不上套 宋恒的小眼 溜溜地转了几下 似在仔细思考 但实际上 他只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只见宋恒 神色变得认真起来 沉深开口 黎盛 你就算不相信道爷我 还能不相信寻宝罗盘不成 顾黎盛撇过他的罗盘 也遇到 道爷 要不你的寻宝罗盘 还是扔了吧 不然怎么指的方向总是不对呢 宋恒听后 有些气急败坏 这些年 他们确实在垃圾岛探险过 不过这里实在没什么宝物 指的东西 全部都是废品法器 尤其是狗哥 当初他们三个 还刨空了一座小山 但是却只挖出了一个陈年老物件 灵兽骸骨 气得他们当场把这具骸骨 错骨扬灰 但这些事 只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只为让他习惯于自己的寻宝罗盘 他道爷势必要把这顾黎盛 骗到目中 再狠狠羞辱一番 保当年放屁之大辱 顾黎盛注意到 心想 宋胖子 狗哥不在 想因本公子 你还差得远 黎盛 我们兄弟之情苍天可见 你竟如此 宋恒神情羞愤 一手指着顾黎盛 悲惨高呼 祖宗在上 儿孙竟如此 不被亲兄弟所信任 顾黎盛听后大怒 他什么时候成他祖宗的儿孙了 他目光一鸣 怒声道 宋胖子 你在占本公子便宜不成 宋恒黑黑一笑 连连退后数十步 黎盛那 今夜倒也还有事 先回荒山打坐 老师可去那里寻我 我寻个屁 顾黎盛猛然转身大吼 好像很看重自己的身世 而且 这宋胖子的荒山 绝不是好地方 他面色又突然一致 看向宋恒的目光 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嘴角还似笑非笑 嗯 宋恒眉头微皱 这小子什么意思 宋胖子 狗哥的留影诗 天杀的 顾黎盛话还未说完 宋恒突然暴怒起来 两只小眼睛瞪得滚圆 额头上青睛抱起 声音尖利刺耳 哈哈 顾黎盛大笑 就是这种感觉 畅快 宋恒狼被跑路 嘴里骂骂咧咧的 甚至身上还在掉落一些 莫名其妙的黑灼之物 这一幕 看得周围的淘宝人 云里雾里 但不敢多管 又开始 欣赏其远方海岸的异象 半个时辰后 小鹤缓缓睁开双眼 眼中 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他伸出一只玉手 轻轻地挥动 一股无形的气流 在空中凝聚而成 化为一枚晶莹剔透的青色长剑 悬浮在他的手中 这枚长剑上 刻有一颗树影 周围缠绕着细腻的树藤与枝叶 栩栩如生 看上去古朴而神秘 鹤林五行阴阳剑 小鹤轻轻一挥 长剑顿时化为无数光点 向四周散去 化为漫天细雨 在这漫天的细雨之中 周围原本灰暗的垃圾堆 顿时生机盎然 荒草丛生的山岭之间 出现了一朵朵虚幻奇异 而绝美的花朵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芬芳 黑夜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整个垃圾场 都像是被洗涤过一般 小鹤微微一笑 手中的长剑消失不见 他悄然闭上双眼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正在享受着天地间的清新和宁静 陈循在远处观望 神色肃穆 他能感觉到 南宫鹤林身上那股气息 在不断地升华 像是真正已成为一位独立个体 不再与本体相连 他微微一笑 身影在风中飘荡 身上散发出一股无尽的五行之气 瞬间出现在海岸之上 小鹤双目一睁 很是惊喜 大哥 话音一落 小鹤的气势也在渐渐衰落 海岸旁的鹤林 五行阴阳术 彻底隐没于虚空之中 只有破解舟 还停靠在海面上 他浑身都在散发一股淡淡灵气 怎么看都是一位正常的修宪者 不过他的衣裙带着飘带 在夜幕下很是清新 带着一股清和万物的气息 陈寻缓缓走上前来 脸上带着欣慰之色 你的天赋本就不凡 只是需要一点引导便可 看来切断本体联系 并未对你造成多大伤害 小鹤眉眼间全是笑意 抓着陈寻的袖口 大哥 我没事的 而且本体还给我 凝练了一件护道法宝 陈寻看向夜空 眸光深邃 笑道 嗯 三妹一起走走 好啊 大哥 小鹤双眼一亮 大哥难得今日不关心他的修为 又或者让他去看书 他们缓步在海岸边走了起来 小鹤身心难得地放松 他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和大哥相处如此轻松 甚至心里都不再那么惧怕 夜幕下 修仙界的星空 显得格外清冷与宁静 星河在天幕上流淌 像是一条宏大的袋子 将整个天穷分成了两半 陈寻找了一个空地坐下 小鹤也坐在他旁边 两人就这么仰望着这无垠的星空 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 他们的神魂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 静静地欣赏着 这壮丽而又神秘的星空 享受着他所带来的宁静与平和 感受着这个大事的恢弘与无尽 似乎一切的尘世烦恼 都已经在星空中消散 两人不约而同地深吸了一口气 正在体会着 这片星空中所蕴含的神秘与玄妙 大哥 小鹤突然低头轻声唤了一声 眼中带着一丝迷离 这个大事可太奇妙了 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 他当初诞生灵智之时 就只知道自己是一棵树 不敢对外界抱有任何幻想 也很羡慕 生灵能够自由自在 不被一切所限制 但是他在看了这么多书 而后又经历过一些事后 倒是发现自己想错了 这些感悟他并没写进小册子中 想亲口告知大哥 怎么了 三妹 陈寻轻声开口 似乎怕太大声 而打扰到了这份宁静 小鹤的小脸上挂上点点忧愁 这个世界 我们修仙者可以驾驭灵气 飞天遁地 穿越空间 甚至能够操控天地之力 却始终无法避免一些事情的发生 陈寻微微一笑 静静地听着小鹤的话 小鹤的眉头也越粗越深 海风阵阵刮来 扬起了他几缕青丝 大哥 我看了很多书 但是好像一切都无法改变 也无法预知 有时候我也很痛苦 他不是觉得看书痛苦 而是觉得 书看多了 反而会有些迷茫 失去了意义所在 三妹 这个世界本就如此 充满七情六欲 既然你以化形 不要太去在意书中结果 大哥让你看书 也从来不是 要你从中悟出什么结论 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挫折 而这些挫折 往往会让我们失去自信 迷失方向 可是当我抬头看着这片星空 看着这些繁星在星空中闪烁 就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从而放下内心的纠结和烦恼 陈寻语重心长地说道 轻轻拍了拍小鹤的背 安慰道 先到之路 本就充满不确定性 不要在意结果 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此话一出 陈寻不知是在安慰自己 还是在安慰有些迷茫的小鹤 他深邃黑暗的眸光中 透露出的星星点点 像是散落在无边无际的星河之中 似乎无穷无尽 小鹤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柔的微笑 与藏在眼底的成熟 他靠在陈寻身边 伸出小手 轻轻地拂过夜空中的星光 感受着这片静谜 仿佛在心灵上得到了一份解脱 小鹤突然狡黠一笑 那大哥 今后是不是就不用看书了 狗屁 必须看 陈寻挺直身子 浑身气质大便 一副严厉模样 南宫鹤灵 少在你大哥面前玩心眼 小鹤呜的一声 不敢再说话 他最怕大哥这副模样 简直是对他的天然压制 比修为都管用 没安静多久 小鹤又往陈寻身旁靠了靠 一条飘带落在陈寻身上 他像是鼓足了勇气问道 大哥 我如果去道院了 你还会培养 不会 陈寻斩钉截铁地打断了 他小鹤抿着下唇 头又低下一分 他看似很特殊 但是对于大哥和二哥的特殊能力来说 其实自己也并不是特殊的那一个 也是当初化形之时 自己最为担心 最怕被抛弃的一个原因 这些年来 大哥对他太过严厉 还经历了那件大事 他都不敢和大哥单独相处 也更不敢询问 但是现在听到这句话后 他心中充满温暖 笑意渐浓 头笑什么呢 陈寻一个暴力打向他 小鹤啊的一声惊叫 我没笑什么吗 还没笑 那你现在在笑什么 陈寻吃笑一声 开始斗起小鹤来 小妮子 还跟老莫通过气 道祖都敢随意叫出来 啊 小鹤双手无嘴 眼中的笑意 却怎么也藏不住 娇小的身躯都站了起来 和陈寻坐着差不多高 但比原来高了不少 他双手 挽着陈寻手臂 轻轻摇晃起来 大哥 你本来就是道祖呀 福伯可是真心话 哼 陈寻眼中带着不屑 跟他玩这套 你还嫩了点 道祖 小鹤伸着脑袋 甜甜一喊 小孩子 一边去 陈寻摆手 转过了头去 依旧不屑一顾 道祖大哥 小鹤又跑到另外一旁 笑盈盈地看着他 陈寻的嘴角 已经在止不住的上扬 轻咳了一声 又转过了身子去 不想看到他那副傻笑样子 道祖 小鹤双眼一转 突然大喊 他娘的 何事 陈寻大声回应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算了 今晚饶过你一回 兮兮 还暗旁响起一阵 纯净而明亮的笑声 如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透过云层洒向大地 带着无尽的生机和活力 陈寻也是心情大好 解决了两件大事 自家妹妹也是懂事得很 如今都知道讨他开心了 也从来不刁蛮任性 他心中不由地有些自豪起来 论教导后辈 还得是他来 西门黑牛绝对不行 一个时辰后 欢声笑语渐渐消失 小鹤突然拿出玄阶千机灵印说道 大哥 我们明日去黎晨岛买地产吗 不急 你先统筹一下垃圾回收场 老莫 可能要修炼一段时间 说到此处 陈寻的神色也认真起来 我们过几日再去 那处地产没人买 大哥有消息来源 小鹤倾笑 不动声色地 收起千机灵印 大哥 似乎对地产很有执念 经常说一些什么投资的奇怪话语 陈寻似乎想到了什么 朝着远方一喊 老牛 摸一声浩大的牛叫声 瞬间响彻在远空 一团身形高大威猛的黑状之物 像融入了黑夜 又像一道流光划过天雨 令人不禁感到一股威压 虽然他体格庞大 但动作却异常灵活 在空中及时 可以轻松越过山川河流 朝着陈寻与小鹤奔去 西门黑牛来演 他其实已在远处蹲点许久 等的就是陈寻吼那么一嗓子 陈寻脸上泛着笑意 今夜与三妹谈得已够多 有些事还得经历过后才懂 说是说不明白的 大黑牛轻微地在空中摸了一声 提下发力 轻盈地降落在海面上 二哥 小鹤笑盈盈地喊着 摸摸大黑牛跑到小鹤身前 轻轻蹭着他 他的双眼总是带着一股憨厚 让人感觉与之相处 异常简单轻松 他现在虽然也已晋升到恋虚中期 但是浑身都没有散发出那种威势 也没有陈寻那股淡然的气势 反而一直都是那种乡下老牛的模样 唯有情绪激动时 或者布阵的时候 才有那么点灵兽的模样 三妹 你先回去 我和你二哥待待 好 小鹤很是听话 心中也知道他们的感情 不敢随意打扰 只是轻轻地挥了一下手 往茅草屋的方向飞去 陈寻看着小鹤的背影 消失在视野中 才转向大黑牛 微笑着说 老牛 我已成功传授老末五行仙道 快来看看 猫 大黑牛眼中疑惑 不知道陈寻让他看啥 二人来到海岸边 只见无边的海水 在月光下波光零零 仿佛银色的海面 延伸到了天边 远处的星空中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 无数颗璀璨的星辰 宛如一张浩瀚无垠的星海 令人无限遐想 陈寻和大黑牛 静静地坐在海岸边 低头翻看小册子 里面是一处五行灵灯的提升脉络 一时之间 寂静的海岸上 只有波涛声和呼吸声 只是似乎还能听到一些节节节的怪笑声 瞬间破坏这个如此美好的气氛 陈寻和大黑牛嘴里都带着怪笑 时不时四目相对 毫无对外的强者风范 大黑牛还伸出一只牛蹄搭在陈寻肩膀上 这幅场面 别提有多怪异 但在他们眼中 却是再普通不过 一起历经了无数风雨 百是同生共死的亲兄弟 哪怕是这个恢弘大事 也绝没有生灵能理解他们那份感情 彼此之间 永远存在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感和放松感 时间不知不觉流淌而去 夜已深 他们也不再探讨 小厕子已经被收入储物界中 陈寻拿出两把鹤灵树坐的椅子 手里还拿着鱼杆 高呼一声 老牛 钓鱼布 猫 大黑牛咧嘴一笑 他从来都不会钓鱼 都是和小吃一起捕鱼 陈寻面色无奈 已经看出大黑牛心中想法 他静止向海边走去 在海边挑了的宽敞位置坐下 开始摆弄调整起乌尔鱼杆来 他也不知为何 这些年来 他总是喜欢不用鱼耳钓鱼 或许是享受着这种白嫖 带来的极致畅快感 有些时候吊起来一堆垃圾 他也会觉得大转特转 可能这就是男人的快乐吧 陈寻在心中暗叹一声 目光还若有若无地朝着大黑牛瞟去 似乎带着一丝嘲讽之感 猫 大黑牛双眼猛睁 陈寻这眼神啥意思 老牛 莫要多想 大哥只是想要给你露一手 陈寻目光煞时间直视前方 眉头促起一分 这西门黑牛 脑子似乎已经快要追上他三分了 可恶啊 猫大黑牛甩动牛尾 静静地走上前来 蹲坐在陈寻身旁 双眼一眨不眨地 看着那里海岸树里遥远的鱼钩 他小心翼翼地喷着鼻息 眼中全是睿智的光芒 想见识一下大哥的白嫖钓鱼法 他刚才又醒了 一人一牛 就那么安静地等待大鱼上钩 而且持续了相当之久 直到天边泛起一丝鱼堵白 陈寻依旧还在保持原有的姿势 大黑牛双眼有些猛 没货啊 他小心翼翼地 抬头看了一眼陈寻 后者神色依旧淡定 像是老僧入定 又像是充满着绝对自信 就那么一言不发 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随即不管陈寻 他开始 拿出三十六座香炉 摆出祭天小镇 吸收天地馈赠 现在正是紫气东来之时 没过多久 海岸旁已是青烟鸟鸟 陈寻已经完全被青烟所笼罩 但他依旧没有被外界所干扰 因为此时的他 原神正在星书内 无数颗星辰散落在天空之中 大大小小的星云交错在一起 形成各种形态迥异的奇异景象 在这浩瀚的星输中 亿万星辰灿烂闪耀 而这些都是星格 无数星格在星输内闪烁着光芒 有的璀璨夺目 有的柔和温馨 有的妖艺诡异 星云缭绕 星群闪烁 宛如一张宏大的宇宙景象 陈寻每次前来星输时 他想象不出到底是何等伟丽 才能造就出如此景象 陈寻每每看到此处 他都感觉自己如同一粒尘埃 却又带着一股莫名振奋 若没有如此恢红的大事 倒也太对不起这个仙道 太对不起他和老牛的长生 呵呵 陈寻身穿汉匪套装 嘴角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 但从另一个视角看来 却是如此的滑稽与诡异 他化为星星点点 根据特殊指引 进入了一座星格之内 此格无名 也没有数千上万人 唯有五人 陈寻便是其中一位 这是他当初在那些大星格 到处鬼混时 看见的一条大户消息 收购价值上品 零食的特殊天才地宝 此消息一出 顿时有人回应 但显然那人不是很满意 陈寻便单独和他联系 问问收不收那两样东西 结果一拍即合 那人当场把陈寻原神 纳入了一个暗沉沉的星斗中 一点光辉不显 无名星格呢 石剑白 都市 你来了 陈寻目光微宁 扫过星格内的信息 其他三人都不在 这里面也不会显露任何身份信息 相当特殊 似乎只是为了交流 度视老人 如何交易 或以备好 价值十万上品零食 石剑白 南于大陆地点你随意选 但我认为 还是不打招面的好 度视老人 正合我意 石剑白 摇台仙宫 在南于大陆建造的万象仙灵院 我在那里有一个房间 陈寻听后一时沉默 摇台仙宫 绝对是太乙大世界的超然势力之一 并不属于玄威天狱 他也只是寥寥听说过那么一点消息 摇台仙宫传承久远 甚至还有传说中 超越天阶品级的倒数存在 是许多天骄梦寐以求的修仙圣地 仙宫产业依旧庞大 仙灵院就是其中之一 那里可以储藏任何绝密东西 甚至是传承也可 传说 仙灵院的一个房间 就是一座洞天福地 拥有莫大威能 无人敢小觑 若能在仙灵院购买一个房间 那就以代表着本身的财力 与背后不俗的势力 也让陈寻心中为之心惊 果然能拿出上品临时的人 都是超级大户 他目光一宁 回应道 给我元气坐标 但临时如何到我手中 石剑白 都市 你那里可有天音阁 天音阁乃是九天先盟的分部之一 主管九天先阴阵盘 每个区域的各种消息 都是从天音阁发出 阁内体系庞大 甚至某个宗门的太上长老 在里面任职 也不为奇怪 在那里得到的消息 总是快人一步 那便能掌握先机 黎晨岛自然有 悬浮于空中 陈寻点头 神念一动 消息扑散在心阁内 有 那如此便好 用储物借封存 然后让天音阁的人 送到万象先灵院便可 石剑白的神念波动异常平静 这也是天音阁的额外差事 他们会做此事 灵时当然有我出 天音阁的消息 能传递如此迅速 那自然也包括了他们空间通道的稳定 与跨天御性 许多大势力之间的交易 都会经过他们的手 很是方便 也不需要担忧被劫 或者掉包的情况 自会有强者处理这等事 都市老人 东西到了 你跑了我如何找你 陈寻眉头微调 修仙界交易 那可都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哪有先出货的道理 石剑白听后 微微有些无语 竟然沉默了一会儿 他解释道 这也是仙灵院的作用之一 他们会派血与仙魁确认 此仙魁与都天万界灵庄的千基相连 货物一道 灵石自然会到你的千基灵印中 血与仙魁 他娘的 陈寻暗骂一声 什么鬼东西 他怎么没听说过 况且 自己对傀儡之道毫无研究 现在直接给他整个仙魁出来 根本听不懂 他倾壳一声 神色看起来相当淡然 原来如此 那千基灵印 石剑白 你把东西交给天鹰阁石 他们自会帮你记录 我现在就在万象仙灵院中 仙魁以记录信息 天鹰阁的人送来时 也会确认 他的元神 在一片虚无之地中 眉头紧皱 为何感觉这位都市老人 有些不靠谱 但是 他们确实很需要归原子神经 子府清灵印 这两样宝材可不止 运用在千基灵印的铸造中 而且还有升华天地灵脉之小 最重要的是 这两样东西 极尽天地精华而成 每个天狱 都只有那么一处地方才有 那里 还是大势天骄逐鹿之地 一般人很难得到 产量极其稀少 太乙大世界的归原子神经 子府清灵印 大部分还被九天仙蒙所垄断 甚至背后 还有无疆大世界的影子 此物可是对 河道感悟大道之力 大有弊异 效果比上品临时还好 可谓晋升大成尊者的必须之物 没有势力不对此物垂涎 最重要的 还是河道七天骄那离谱的战力 无数修士都变得黯然无光 没有河道修士 想在此境界久呆 石剑白心中也不敢大意 能出手这两样东西 还如此作态 很可能有半猪吃虎之嫌 他们可是在新书内 发布了上百年的消息 这才得到那么一点反馈 十万上品零食 对于个人来说 看似是天文数字 但对于他们整个势力来说 不过是太仓一速罢了 他们可是拥有 十座大型上品零食矿卖 虽然修为高的强者不少 但天骄却是寥寥无几 很是尴尬 这两样东西 除了用零食杂 毫无办法 也因为如此 交易之时更不敢大意 必须要拉上摇台仙宫与天音阁 再加上都天万界灵庄的千吉令印 交易相当保险 石剑白的元神脸色莫名 眼中透露出一抹金光 这位度视老人 似乎在调查某个消息 但是现在并无透露太多 陈寻倒是对交易没考虑那么多 只知道这个大事是有先遇的 若敢贪他的货 定要追杀他到天荒地牢 日日夜夜活在恐惧之中 再亲手把他送入大牢 陈寻低笑一声 剑白道友 那我们的合作便正式开始 这桩生意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石剑白神情一阵 哦 度视道友 你难道还有 度视老人 自然 但我不喜欢显露身份 就如此交易吧 天音阁会探查除剑吗 石剑白 自然不会 大事有些规矩是铁则 就连九天先蒙也不敢触碰 天下悠悠众口 是堵不住的 他这句话说的意味深长 九天先蒙从来不是一家独大 他的头顶上 可是三千大师的最强万族 这个大事 也从来不存在一家独大的势力 或者横压仙谷的绝世仙人 更古仙国 仙谷禁地也从未做到过 哪怕是在那个万族大沙伐时代 度视老人 好 那我便放心了 你把万象仙灵院的房间元气坐标 用神念传送给我即可 石剑白 嗯 度视道友 此事还望保密 那两样东西并不简单 度视老人 自然 在修仙界混了这么久 看着这位欲言又止的模样 石剑白也是呵呵一笑 明白 一时间 新书内陷入安静 石剑白只是久久看着度视老人的头像出神 像在思考 又像在沉吟 最后嘴里传来几声低难 星空大道吗 或许还真有可能 虚无之地无边无际 可能还真有那两样东西 也说不定 他摇头轻笑 和星空大道合作 还真是破天荒头一回 不过那些人下手狠立 是大势铁则于无误 还是不要去打探太多消息 免得引火烧身 这个大势存在太多秘密 探寻太多 对自己并无太大好处 度视老人 不知恒金散人与唐双何时前来 我想等他们一下 陈寻开口多问了一句 这两人已曾与他在这个无名新书中相谈甚欢 而且见识广博 他也想打听一些消息 不过黄街新书 却不能直接交换传音法盘契机 只能如此联络 不过这些年 却是没见到他们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鸾卧的 名字有些奇怪 也很少说话 他不熟 就不打听了 石剑白 横井散人陨落于七十年前 唐双鱼四十年前消失 不知生死 鸾卧十年前进入大荒 深陨 陈寻看到消息后 心中一震 静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修仙界终归是修仙界 看似平和的表面下 依旧潜藏着无尽危机 他双目微微一凝 神念一动 那他们心格内的 石剑白 深陨百年后 神魂印记自会消散在新书 他们的过往 也自会在新书内消失 过些年 我也会让新的人加入 度士老人 嗯 那我便不等他们了 先回去准备 石剑白 好 此时 心格内一案 陈寻的元神 已经从新书内抽离 石剑白也陷入沉静 只是他双眼微眯 这个度士老人 还不宜接触太多 当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才行 不过那两样东西 也只是他们目的之一 能达到这等境界之人 可没有一语之辈 心思一个比一个深沉 都是走一步看百步之人 海岸边 陈寻带着幽远平静的目光 但是周围早已青烟鸟鸟 他眉头挑了一下 又挑了一下 大黑牛盘坐在一旁 双眼微合 嘴里满是虔诚的摸摸声 咻 一道黑色鱼线激射而来 眨眼间已经勾住大黑牛 后者惊声大叫 感觉自己飘飘欲仙 已然腾空 陈寻起身 手中拿着鱼杆 大喊 老牛 出货 摸大黑牛 双眼还带着猛逼的神色 健壮的身躯在空中疯狂挣扎 自己明明在吸收天地紫气 怎么陈寻把它给吊上来了 陈寻看向远方海面 薄雾明明 那一轮金色大日已冉冉升起 刚才那一丝阴郁 已一扫而空 摸 老牛 咋样 钓上来一头大黑牛 某某一人一牛突然笑了起来 眼中带着最为纯粹的喜悦 不过至此之后 大黑牛再也不相信陈寻的钓鱼技术 还不如他和小赤一起撒网捕鱼 没过多久 他们又在海岸边开始低声细语起来 手里还拿着几本小册子 像是有说不完的话 远处 一道穿着道服的肥胖身影 出现在天际 就在天际法力波动的一瞬间 陈寻与大黑牛温和的目光 煞时间变得凌厉 转头看去 不过来人正是宋恒 一人一牛的神色又变得平静起来 宋恒只觉刚才浑身一抖 一股莫名的寒意侵蚀全身 又转瞬间退去 他就像是出现了一瞬间幻觉 他下落在海岸拱手 满脸带着铲笑 见过场主 黑牛前辈 胖子 是你啊 谋陈寻和大黑牛一笑 后者退后半步 这种事情陈寻来就成 他不用多管 宋恒的小眼闪烁金光 道跑比当初还要脏乱 很湿邋遢 他搓了搓双手 也没拿着传家宝寻保罗盘 不知道他是忘记了 还是真怕前面那位要抢他宝物 宋恒小心翼翼地上前两步 还猥琐地看了看左右 神神秘秘地说 场主 千姬灵硬的碎片 这百年来已收集许多 可以再练化 陈寻文言 面色变得沉静下来 这两样东西 都是他亲自过手 百年分解一次 不然碎片里的含量太过稀少 费时费力 胖子 你的能力确实不错 陈寻嘴角出现淡淡微笑 意味深长 这东西 连我也无法确切找出 也更无法准确感应到 猫大黑牛在背后附和一叫 这个胖子的来历与秘密有些大 不过确实帮了他们许多 场主 我对您忠心耿耿 祖宗可见啊 宋恒惊呼一声 身上的肥肉都在抖动 连道袍都无法掩饰住 小道 我也只有这个作用了 无妨 我答应你的事定会做到 你自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我们 陈寻白手 一手附在身后 笑道 我们也确实很需要几位得力助手 我很看好你 十万上品零食的量 自然不是这数百年积累的量 他手中还至少有三十万上品零食的量剩余 如今不过是投石问路 看看那时见白到底靠不靠谱 宋恒小眼转了几下 眼谈中满是深沉 像是完全被看透了一般 百年可能不会被看透 但五百年 足以看透一个人 他心中不由暗恨 肯定是那狮子狗暴露了自己不少消息 没错 都是他的错 场主 其实也不是太重要 对于小道种族来说 这算是宿命之一 可完成可不完成 宋恒缓缓开口 面色微微有些挣扎 有如此庞大资源 小道修炼到何道七 绝不是问题 这件事也算是两人之间的秘密 那些淘宝人 可不知道 找寻那些碎灵硬是干嘛的 都是混杂着大荒乌神经寻找 陈寻突然走向前来 比宋恒高了一个头 他拍了拍后者身上的污垢 胖子 日久见人心 既然你选择跟我是你种族的宿命 那不妨一试 宋恒震惊抬头 感觉有些受宠落惊 场主的气质太过特别 总感觉他是如此平和 淡然事外 却又隐藏着一股无上自信 他下意识应道 是 听说你和小赤走得很近 还有一个叫顾离胜的小伙子 陈寻画风一转 眸光满是深邃 明日带他来看看 我想见他一面 宋恒身行一阵突然有些激动 前辈 连您也听说 那离胜贼子到处乱放屁的事了 啊 猫 陈寻与大黑牛一正 乱放屁 宋恒看到他们如此神情 那更是来劲 连忙天油加醋地说起 那顾离胜的种种事迹 反正小吃的是 他是一句不谈 谁还不懂点人情事故 离胜那 倒有我的亲兄弟 对狮子狗的怒火 那就先暂时转接到你身上吧 宋恒心中冷笑一声 不断给陈寻和大黑牛讲述 什么古力城牛皮 弥漫整个垃圾倒上空 什么他放的屁比垃圾还臭 还贱人就放 哈哈 陈寻听得大笑 不愧是小吃的朋友 果然一个比一个奇葩 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啊 大黑牛眼中在陷入思考 其实他放的轰天屁 也是相当威猛 当年王家村巅峰一战 一辟风神 风沙百路好汉 让大哥抢得先机 他突然憨笑一声 又在刹那间 变得安静下来 眼中的黯然之色 一闪而逝 不再出声 陈寻微微撇过大黑牛 此时宋恒还在手舞足蹈的讲述 他讲着讲着 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 周围的元气大不对劲 他心神惊骇 突然看向陈寻 后者此时的眉心间 正在闪动法文 一股心悸感 不断冲击而来 长 长主 你先去忙吧 明天把他带来 是 宋恒拱手一颤 低着的头再也没有抬起 连忙像陶一样离开 甚至都不敢转身 刚才那一瞬间 他像是看见了一片死寂般的黑暗 一闪而逝 此时 垃圾回收场旁的茅草屋外 清离 清晚正恭敬地站在小鹤前方 莫管是如今闭关修炼 现在一切大小事物 由他们顶上 只不过 他们的眼角余光 却若有若无地看着这片地面 这里的土地有些特殊 他们总感觉 每一次前来 都有一股莫大变化 地面隐隐约约地 能看见那么几条阵法脉络 在其中游走 甚至还在散发寒光 而这里 也绝不止一处阵法 他们如今已入化神 已能引动一丝天地元气 自然也能更清晰地了解一些东西 不说地面 就连这座茅草屋 都像是由阵法组成 此时 小鹤正在翻看一些东西 清离 清晚默默相视一眼 额头不由留下一滴冷汗 这里每一个阵法 都是巧妙地布置 相互衔接 错落有致 尤其是那座茅草屋里 他们总觉得 有什么让他们汗毛倒数的东西存在 神识都不敢外放 这算是躯体给他们的最后信号 这样的手笔 也只有垃圾倒得震到大家 那位黑牛前辈了 清离心中 其实对大飞牛相当崇敬 相当多的族人 都是由传送阵 直接传送而来 没有他 海路上发生许多未知情况 也说不准 但是那位黑牛前辈 很少和他们交流 似乎只跟着场主 哪也不乱跑 清离 清晚 正当他们目光出神时 小赫突然开口 放下了手中侧子 大小剑 两人异口同声地拱手 他们近身化身后 身躯高度在人足的两倍以上 额头高耸 下颌向后收缩 头发多为青黑色 皮肤却异常柔嫩光滑 犹如一层晶莹剔透的玉石 小赫不由多看了他们一眼 当初第一次遇见他们时 后者还吓得连连套窜 一晃多年 两人倒是气质大变 面孔都如同换了一个人 满是坚毅与凌厉 还有藏在眼底的那种 愿为其赴死般的忠诚 五座垃圾岛 如今已静归垃圾回收场 麻烦也不少吧 回禀大小剑 都是一些小麻烦 还惊动不到您 青碗头低下一分 眼中闪过一丝杀气 有些淘宝人不识好歹 暗中纠结十几人 划分起地盘来 还有让弱者上贡的情况存在 清理也上前一步 此事倒也已在这座垃圾岛 布下十座大幕 镇压这些不守规矩之人 小鹤嘴角带着带笑 不经意看向肩膀 淡淡开口 都已查清了吗 已查清 并未打草惊蛇 场主的小厕子 我们养魂七零一族每日熟读 绝不冲动行事 狮子驳兔 意用全力 大哥不喜麻烦 但是规矩也早已定下 略施成戒便可 目中镇压百年 斩寿百年 小鹤双目渐渐变得凌厉起来 青丝飘扬起几率 从现在开始 封闭岛屿传送黎晨岛大阵 是走势流游他们自行决定 是 大小姐 两人心中惊骇 一股含义直冲几两股 大小姐看似随和 处世大方 如果一旦认真起来 那这副人畜无害的小女孩 面容也将不存 谁也无法看清 她到底是什么修为 此时 一只通体黑色的小龟 缓缓趴在小鹤肩膀上 双眼微闭 看似相当慵懒 只不过那模样 显得相当怪异 而且 她明明没有 散发出任何气息 但是清离清晚心中 却感觉堵得慌 连忙把视线移开 他们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现在想来 场主他们一行人 一个比一个神秘 一个比一个恐怖 两人随即告退 连忙离开这座茅草屋 心中突然有些想念莫管事 觉得还是他来这里合适 待到他们走出阵法后 小鹤双眼 充满清澈单纯 微笑起来 小龟 修炼五百年才经单期 有些太慢了 不过充斥阴寒之气的灭神石 还有很多 足够你用 慧兽龟双眼似乎有些木讷 那月牙一样的嘴 缓缓咧开 相当之慢 似乎在微笑 显得很是睿智 很有那么一股嘲讽的感觉 但小鹤早已习惯 小手拍了他的壳一下 有些人给大哥造成了麻烦 到时候可要你出手 不能放过他们 慧兽龟依旧是缓缓点头 眼皮都未全部抬起 一副没有睡醒的模样 小鹤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很喜欢逗弄他 开始和他说起话来 也很会排解自己的寂寞 这也是一位修仙者的必修课 仙道之路一旦踏上 父母 朋友也终将因为寿命所限 越走越远 孤独本就是修仙路上的主旋律 从来没有大势修饰惧怕 也无人时常将孤独挂在嘴边感叹 无病呻吟 一个时辰后 慧兽龟已彻底引入小鹤本源之中 与本体一起沉睡 若是离开小鹤身边 他将刹那间化为飞灰 无人可救 没人比他更了解大势本源冲击的恐怖 小鹤此时已拿出玄阶千机灵印 他不知道大哥到底要买什么地产 但是肯定要先准备好零食 他俯着下 嘴里开始嘟囔起来 要是我去道院 不知道大哥和二哥会不会管账 他们属于那种狠抠 买一头零售都要奖价许久 但又不是很会管理零食的那种人 尤其是大哥嘴里老挂着 零食 哼 身外之物罢了 我被修饰当逍遥天地 岂能被这零食所限 然后转头又来一句 哼哼 三妹 林茵云过来点零食 你二哥要买些材料 放心吧 我小册子上记了他的账 这要是被人坑了都不知道 大哥打些小算卖还行 要是遇见大生意 他自己都是浑浑噩噩 没见过什么世面 还有四弟 性格属于一毛不拔 讲价是不可能讲的 因为他从来不买东西 能捡绝不偷 能偷绝不买 跟零食完全不打交道 四弟天天就守着垃圾场 入定时都在低难 寻哥 牛哥 贺姐 咱们家发财了 垃圾场的垃圾 根本捡不完 小贺想着想着 忽然笑了出来 大哥和二哥 有时候真的好傻 尤其是二哥 坚定的大哥拥护者 不管说什么 都在一旁摸摸地附和 尤其是四弟总是挨打 然后每次都狼狈不已地 往自己这里跑 叫声凄惨 微风徐徐而来 吹动一群 散发出一股清新的芳香 与此同时 小贺也回过神来 只不过眼中的笑意更甚 他开始探查起玄阶千姬灵硬 而里面的数字 足以让人惊心动魄 一千三百亿中品零食 就算换算成上品零食 那也足足有一千三百万 有这些资源 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触碰任何的利益 安心修仙便可 就算是来了 有这么多零食存在 那也是一道巨大的护身符 故意为河道强者 立即从空间通道降临的价格 也不过百万中品零食 对于现在的他们来说 并不昂贵 虽然只能雇佣一天 但那可代表都天万界灵庄的面子 这百万灵石 买的也是这个 地阶千姬灵硬 竟然要十一上品零食 小赫倒吸了一口冷气 当初听着还没什么感觉 但现在那种惊奇的感觉 油然而生 若真能拥有地阶千姬灵硬 那可是能在整个天域 横着走的存在 也无人敢打起坏心思 走到哪都被奉为做上宾 小赫眼中带着沉思 他曾在书中 看过一件太乙仙史中的大事 有星空大道谋划千年 准备对地阶千姬灵硬的拥有者 强行出手 在隔绝的秘境中 周围天地元气坐标都已被泯灭 空间通道也无法降临 但星空依旧被撕裂 三位无上强者悍然降临 惶惶纤纤维 震撼世间 异象伴随撕裂口 浩荡数万里 秘境都被毁灭成残渣 甚至都天万界灵庄 亲自派人出手 找到其虚无之地的 星空大道老巢 肃清 就这么一件事 惊颤整个大世界 惊颤无数星空大道 这不过是显露出实力的冰山一角 他们就已顶不住 什么躲藏在虚无之地就找不到 什么只要没有元气坐标 就不能降临 全是弥天大骗局 对于真正的强者来说 只要想对付你 就没有他们找不到的 只是不想浪费精力 处理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臭虫 若真敢见天日触碰铁则 那自然要让这些所谓的星空大道 感受一番来自大势的小小震撼 至此之后 星空大道彻底沉寂 不敢再在大势嚣张 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大身份的人 唯有夹着尾巴做人 一点杀人夺宝的心思都生不起 也是因为这件大势 千机灵印的销量也是大涨 不少古族之人 都默默地整了不少个 本来他们对千机灵印 是不屑一顾的 但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这样撕裂星空降临的大法力者 可非杜劫天尊降临啊 而是那杜劫之上 就仅仅是这一幕 不少亘古大势力 就看见了许多别人看不出的隐秘消息 他们必须要一起乘上这艘大船 绝不下来 大势铁则 他们也要一起加入维护 都天万界灵庄 可非九天仙盟能比 那可是从吴江大世界出来的 那里乃万族惊天妖孽汇聚之地 动辄算计万古 布局后世百万年的人都存在 谁敢质疑他们的行径 不过这些信息 就对小赫来说太过遥远 书中也接触不到 他只知道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大哥他们绝对可以稳步变强 不用天天去打打杀杀 争夺机缘 他又开始 拿出一本新的小册子 写写画画起来 与陈寻的动作如出一辙 上面都是 一些关于垃圾厂的规划计划 还有发展计划 哎 也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 把我送去道远 小赫嘟着嘴 双脚微微在空中摇晃 不知道那里都是些什么人 像二哥一样好 相处就行 他说完又微微一笑 双眼散发出淡芒 彻底安静下来 只能听见茅草屋外 那稀稀苏苏的风声 一日 海岸旁 顾黎盛一脸忐忑地来到这里 他那骨子意气风发的味道 也再也不见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这数百年 可从来没接触过场主 后者似乎也没有那么在意他 从未召见过自己 自己其实对场主 还是相当崇敬的 小赤在旁边突然一吼 顾黎盛 傻了呀 宋恒的头望向其他地方 他可什么都没说 也不关他的事 他倒也就是个传话人 顾黎盛 见过场主 顾黎盛深吸了一口气 连忙郑重拱手 陈荀站在离他不远处 目光灼灼地看着这个顾黎盛 听老莫说 此人有些不太老实 很喜欢说一些大话 他并未回应 顾黎盛善笑了两声 低头拱手不敢抬起 片刻后 陈荀平静开口 顾黎盛 好名字 呵呵 场主 顾黎盛终于敢抬头 与陈荀四目相对 但不过是一刹那 他立即就把视线移开 场主垃圾倒这么多年来的威势 哪怕没有散发任何气息 自己的压力还是异常地大 最重要的是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场主让他来是何意思 尤其是昨天那送胖子的一脸音效 让他汗毛倒树 我听说过你的一些故事 陈荀嘴角突然仰起了微笑 不知你这等人物 愿尾身前来垃圾倒 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此话一出 空气中的气氛 骤然变得有些压抑 顾黎盛浑身一颤 刚才那一刹那 他就仿若 被什么绝世凶物盯上了一般 宋恒与小赤眼中都是有些疑惑 还以为顾黎盛是心中 珍藏了什么大秘密 被陈荀所揭发 顾黎盛脸色微微有些难看 此时的海风 他只觉心味是那样重 他皮笑若不笑 场主 时间太过久远 我都已有些记不清 陈荀听后 只是目光微凝 与身侧的大黑牛 不经意间相视一眼 又开口道 什么意思 顾黎盛目光 变得越来越凝重 陈生道 场主 垃圾岛乃是大气运之地 自无降生时便有感 待到将来崛起之时 千万部将必将恭迎本公子 他的话语变得越来越沉重 末发都开始随风飘摇 气势渐渐攀升 开始与陈荀四目相对 放屁 场主你莫要相信此聊 这话是小道我说的 宋恒突然在远方气急败坏地冲来 大吼大叫 顾黎盛 道也我看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啊 顾黎盛面色一正 神色有些茫然 这话是宋恒说的吗 小赤神色一惊 也在一旁附和宋恒 顾黎盛 你在寻歌面前 也敢这么说啊 此时顾黎盛的双眼 变得越来越茫然 他并未看向其他人 而是依旧 还在看着陈荀 但后者的双眼 此时如浩瀚星空 其内有无数星点在其流转 猫大黑牛双眼微眯 此人的体质好生奇怪 比宋恒还要奇怪 而且似乎他的神魂有些受损 混沌不清 在他接触小赤的时候 他们就一打听过 此人的来历很正常 就是从先程而来 但那里也并没有什么顾家大族 底细探查不清 人足无异 陈荀的五行双瞳已经展开 当着顾黎盛的面 把他看了个通透 经脉也完全正常 神魂不对劲 他在心中暗倒 这样的情况 要么是被老妖怪夺赦 要么就是经历过大战 导致思绪都产生混乱 顾黎盛脸旁有些抽搐 漠然间神色一正 常主 我回想起来了 哦 陈荀感受到了一股 强烈的排斥力量 若是再过探查 会有不可预知的后果 其实今日的行为 已经有些过分了 但这关系着小赤 让他不敢大意 小赤此时也是一脸紧张 虽然很看不惯这小子 但这么多年也一起走过来 要说没点感情 那肯定是假的 宋恒神情也是变得安静下来 拱手开口道 常主 此子除了会放屁 但优点还是有的 也从未做过什么 危害垃圾回收场的事 宋胖子 顾黎盛猛然转头 五官扭曲猙獰 你敢在常主面前 如此诋毁我 宋恒一时雨夜 咳嗽了几声 嘿嘿笑道 黎盛 先好好给常主解释 我们的是晚些说 哼 顾黎盛用眼神狠狠刮了宋恒一下 又转头冷声道 常主 我想起来了 本公子如今是在忍辱负重 待将来千万不将归来 为感激此情 定封 你为先朝大将 呼此话一出 气氛骤然尴尬起来 陈寻双眼微睁 大黑牛双眼满是震惊 小赤 尴尬的 鬃毛都快要被爪子扯下来 宋恒则是嘴巴张得老大 顾黎盛 我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了 陈寻摇了摇头 轻声一叹 还向侧面走动了两步 声调抬高了几分 你小子这是神魂受损 所导致的神志不轻啊 啊 常主 兄弟们 对于这种人 唯有以毒攻毒 他娘的 打醒他 猫没问题 寻哥 常主英明 常主大义啊 众人突然高吼一声 尤其是宋恒 他已经开始摩肩擦掌 眼中露出极致的兴奋 时机已到 话音一落 四道阴暗的身影 笼罩整个海岸 骤然一起 向着顾黎盛出手 顾黎盛目自欲裂 双拳紧握 在海岸边 发出惊绝般的惨叫 不要啊 一个时辰后 顾黎盛被打得头发蓬乱 衣衫破碎 他双眼带着莫大恐惧 就连瞳孔都在抽搐 海岸旁的垃圾堆在不断冒出黑灼的烟雾 可见此战有多惨烈 但是 要数谁下手最狠 当数胖倒人 宋恒 他趁乱之时 疯狂对着顾黎盛的脸放屁 但是他也不知怎么的 就是很想看着顾黎盛吃瘪的样子 像是很久以前 有什么深仇大恨一般 也不仅限于上次的大辱 尤其是小赤 看着宋恒那小人得知的模样 眼中也不由闪过疑惑 这些年来 这两人可谓是相爱相杀的典范 尤其是那座大幕 宋恒时常去那给顾黎盛准备 宋恒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说 当初第一次见到他 此子当为当珠宝 榜 榜首 就像是冥冥之中的宿敌一般 恩怨来得莫名其妙 此时 宋恒大笑着跟小赤离开 心满意足 大黑牛也被陈寻支开 继续回去研究阵法 如今晋升炼虚中期 实力大增 他心中也是不由地急切起来 如果能把五行分解大阵 完全布置出来 那以后的垃圾回收 可就方便许多 更多的计划 也就有了可行性 现在海岸边就只剩下 顾黎盛与陈寻两人 一道道波浪不断涌上海岸 竟失了倒在地上 那个人的衣物 陈寻坐在椅上 悠悠开口 顾黎盛 你可知三魂七魄 你的神魂不全 顾黎盛本来生无可恋地望着天宇 听到这句话后 突然瞳孔一缩 不知道长主说这句话是何意 他艰难地笑道 长主 神魂不全 怎么可能存在于世 修仙者也是人 若是失了神魂 轻则魂魂噩噩 如同傀儡无法修炼 重则不超过一年 就黯然死去 这些铁则 无论是什么种族生灵 都无法打破 陈寻瞳孔依旧相当奇异 他微微一笑 三魂已失两魂 七魄被其封印多少 我暂时看不出 但是你这个人 肯定是已出问题 顾黎盛眼中带着茫然 没太听懂 他的记忆 也从未出现错乱 陈寻缓缓看向顾黎盛 深邃的眸子 仿若要将他吸进去一般 或许你说的一切只是 你的意想罢了 你可能 连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谁 不可能 顾黎盛情绪突然激动起来 眼底又带着略微恐惧 长主 我绝没有意想 也从未失忆 那你真有千万不将 有 那你从何而来 为何来到垃圾岛 是你自愿前来 还是受人指使 我顾黎盛一正 话到口中却说不出来 像被什么东西卡在了喉咙一般 他竟开始喃喃自语 为何要来这 不是当初缺灵石突破吗 他眉头越皱越深 为何现在却又感觉 不是因为如此 为什么来这 不对 是退婚 不 使人辱负重 待千万不将回归 也不是 那胖子 胖 顾黎盛眼神时而清醒 时而迷茫 甚至当初所做的事 所说的话 他现在都已有些记不清 但是他却深刻地记住了胖子对他做过什么 陈寻面色沉静 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胡言乱语 刚才他可是说过与胖子一模一样的话 说这里的大气韵之地 所以他才来 但是这句话 明显是他重复胖子的话语 但是他心中却信以为真 明显此人与那胖子 有些冥冥之中的纠缠 或许 顾黎盛真正来垃圾岛的目的 并不是这里是什么气韵之地 气韵乃是胖子自身 当初后者也早已解释过 而且 也并不是他所说的什么灵食 或者忍辱负重 或者是为了他们 这个长生者 而是为了那颂恒 小赤曾给他说过 此人数百万年前的事都敢吹 这可让人有些细思极恐 颂恒的本体 不知是否存活于那个时代 这两人那时候 到底有没有交集过 陈寻想到此处 脸上的笑意略微加深 在结合两人的所到时间 有些东西已经呼之欲出 变得有些有意思起来 他微微转头 看向这片浩瀚无垠的海域 不再关注顾黎盛的自言自语 我记忆不可能出错呀 顾黎盛躺在地上 额头已满是冷汗 我没吹过牛啊 陈寻的几个问题 像是触及到了他心底最深处的秘密 不知激发了什么 让他的神态欲加浑浑噩噩 但是又毫无办法 忽然 顾黎盛的神魂深处 溢散出一缕气息 整个海岸都是一阵 垃圾轰隆隆地翻飞而下 他依旧还在自言自语 吸了一口冷气 他缓缓侧头凝视着顾黎盛 眼底深处带着决然的震惊 后者在那股气息溢散出一缕之时 也终于恢复正常 顾黎盛哀嚎声响起 双目变得清明 痛苦喊道 长主 那宋胖子下手太重 这是要下死手啊 他神色凄厉 眼中又带起恭敬 立马起身拱手 不敢再在长主面前说大话 按道以后一定要忍着 陈寻双眼微睁 这变脸也太快 顾黎盛 你可还记得我刚才问你之事 啊 顾黎盛疑惑 长主 您说的是何事 没事 陈寻一叹 那这就不打扰您了 我去找狗哥 顾黎盛大大咧咧地笑着 还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衣袍 又突然又正经拱手 多谢长主这些年的栽培 嗯 陈寻微微一笑 目光又放在海面上 顾黎盛转身离去 只不过在空中留下淡淡骂咧咧的话语 死胖子 今日之仇 来日必报 陈寻一时哑然 拿出了一个小册子 开始记录起刚才的一切 顾黎盛神魂缺失 击破被人封印 尤其是刚才那莫名 易散出的一缕气息 让他也为之心惊 很可能此人说的话 有三分可信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那胖子 也是其中关键一环 封我为仙朝大将 陈寻突然大笑了起来 海浪似乎在跟随他的笑声起伏 发出如同雷鸣一般的响声 好小子 不会真是什么前朝余孽吧 不过他最关心的还不是这个 而是那胖子的本体 还有顾黎盛所说的百万年岁月 都关系着他心中 隐藏的一个最大执念 人到底能否转世 能否穿过岁月长河 能否改变一切 能否像他们一样 活过无数岁月 依旧长存于世 他现在就是一位观察者 而宋恒与顾黎盛 就是他观察的目标 既然命运让他们如此相遇 那其余的一切 就交给时间 陈寻目光渐渐变得优远 就连视线都在无限延伸 良久 他的灵须传音法盘 传来神世千动的契机 是那位南于大陆的天骄 莫叶寒 不过陈寻已看过榜单 他在南于大陆 排名较为靠后 寿命还远远没到极限 没有那些前时的天骄那么离谱 成长空间还很大 陈兄 叶寒兄 东西已备好 都是蒙目大海域 叫得出名号的种族 有上千份 多少零食 这些东西 暂时不需要上品零食 留给下次 但还望陈兄答应我一件事 请说 栋玄道院 还有四百年开院 广纳天下弟子 请在此之前与我一战 不许留守 我亦不会留守 末夜寒冷冰冰地说道 不带有任何感情 关于陈兄妹妹入道院一事 也可全权交付于我 道院中她的事 就是我的事 此话哪怕中间相隔一个传音法盘 陈寻也能从她的口中 感受到那股汹涌的战意 她平静回应一句 好 时间和地点由我选择 也希望不要让他人前来观战 好 末夜寒情绪终于显得高昂起来 自然不会 那些人还不配 如果再传出一些过躁的声音 那岂不是扰你我兴致 嗯 我会派人前去天仙楼取东西 陈寻喝起了养生茶 相当悠闲 此番那就多谢夜寒兄赐宝了 客气 话音一落 传音法盘的神石契机也随之消失 陈寻也随之收起传音法盘 开始看起蒙目大海域的地图 此图相当笼统 岛屿兴罗齐步 只有一些超级岛屿才做出标注 大到超乎人的想象 若是没有空间传送阵 估计这些也别休了 全部都得赶路赶得寿命断绝而亡 但是这些超级岛屿的地产 全是他的投资项目 这个大势如此稳定 可没有动不动就发生什么毁灭性的斗争 若真如此 那整个修仙界也别想着正向发展 谁都不敢正大光明地买东西 谁也不敢正常来往 杀人夺宝多简单 抢占多简单 按照现在和以前的情况来看 这些地买下来 可是能当作传承之地 也无人敢夺去 最重要的是 以他的眼光看来 这些地产必涨价 不管需要多少年 他都等得起 看得相当长远 比起手中的零食 他一直以来都比较相信 手中掌握的土地 有地对于长生者来说 那可是吃喝不愁 嘿嘿 陈巡哼起了小曲 目光死死地盯着地图 仿若这些土地 已经成为他的私有物 按照如今垃圾回收场 赚零食的速度 他要让这个大事的修仙者 感受一番 何谓野性消费 什么叫有零食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两天后 陈巡 大黑牛 小鹤 小赤整装待发 踏入前往黎晨岛的传送镇 魂元仙城 每百年都是焕然一新 如今又是大变样 陈巡他们 目视着广阔大道 人流如梭 甚至仙城上方 还有大量灵兽自由翱翔 体态相当庞大 只不过离地面太过遥远 眨眼间便消失不见 而更低空一点的天际 还有许多修仙者 驾驭法器飞行 不过要属震撼 还得是那个原型巨大法器 吞吐出的庞大运输非洲 相当壮观 尤其是周围的建筑 又像是被重新铸造了一番 甚至能看见 如同扎根地面一般的建筑 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森林 和流淌的海水 仙气缭绕 繁华非凡 寻哥 咱们这是来错地方了 小赤到处张望 神情相当夸张 几百年不来 这仙城变化这么大 以小介义的传统来说 这种仙城不是越古老越好 哪有几百年就变样的 猫大黑牛也拖着长长的尾音 抬头看着天雨 那些灵兽 好像是从那些浮空倒出来的 上次来这里 都没见到这么多 小赫抓着陈寻的衣角 躲在一旁 看向远方那七彩霞光 眼中一直闪烁着梦幻迷离之色 他在书中看过 南鱼大陆的仙城周围 甚至有星辰环绕 你走在路上 抬头便能直接看见他的面貌 光是读起来都已震撼人心 小赫完全不能想象 若是真见到这幅星辰环绕仙城的奇景 那将是一番怎样的奇景 他抿着嘴 偷偷看向大哥 他说过这些地方 他们都会一起去看 现在只是时机未到 想到此处 他脸上不由流露出幸福笑容 这个世上可没有再比大哥好的人 修仙的意义 也和常人完全不一样 后者心中包囊万千仙道 但大哥心中可是包囊还语 三妹 又在偷笑什么呢 陈寻低头 抬指弹了一下他的额头 不知道这个小妮子 又在想什么鬼主意 嘻嘻 小赫歪着头 双手抱着陈寻的手臂 陈寻嘻嘻一声 看向大黑牛和小赤 走了 兄弟们 这一次 我们要让黎晨岛感受到 什么是超级大虎 今日不为其他 就是消费 小赤大惊失色 寻哥 你还没恢复过来吗 某某 大黑牛也是惊恐的 狠狠一拱陈寻 有零食 也不是拿来乱花的呀 绝不是乱花零食 以本作的投资眼光来看 今后的授意 可能是十倍不止 陈寻覆手而立 一股大哥的气势 油然而发 侃侃而谈 你们只顾眼前 修仙前路 只会更为坎坷 小赫在一旁无嘴偷笑 大哥这样子 真的有一种说不来出的滑稽 尤其是二哥和四弟 那一副像是认真听到的模样 让他根本憋不住 寻哥说的有道理 虽然咱们家现在不缺修仙资源 但以后境界提升 那肯定花费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 小赤深吸了一口气 不再杂杂呼呼 又问道 寻哥 大概多少零食啊 要不要十几万吧 摸大黑牛在一旁摇动牛尾 眼中还露出思考的神色 四弟说的有道理 陈寻倾咳一声 看着大黑牛与小赤 那一脸真诚的模样 又像当初那样给他们比了一个五字 他突然有些唇干舌燥 补充了一句 那处地产 可是黎晨岛三大地产之一 多年来只卖出过一座 还剩下两座 其中之一便在浑渊仙城内 寻寻哥多 多少啊 小赤狠狠咽下一口唾沫 当初那个小山庄 都花了他们两万中品零食 根本不敢想象 整个黎晨岛最好的地产 大黑牛喷着长长的鼻息 又是紧张又是激动 紧张的是 不知到底要花多少零食 激动的是他处物界里的 陈寻与西门黑牛之家 终于可以坐落 五五十亿中品零食 陈寻狠狠说出了口 双拳都在不知不觉间钻井 猫猫 大哥 寻哥 大黑牛 小赫 小赤睁大了双眼 满意不敢置信地吼出 五十亿中品零食 陈寻额头渐渐流下一滴冷汗 眼中带着笃定 肯定 毫庸置疑 毫无疑议的大决心 此时周围空气都已然安静 大黑牛 小赫 小赤他们 依然处于震惊之中 这价格已经不知超出自己心理价多少倍 尤其是小赫 他双眼发直 被陈寻直接拉着走 转瞬间 他们就已踏入浮空岛的黎晨仙殿 祸 猫带到他们 走到浮空岛的传送阵外 口中皆是发出一声惊呼 陈寻当年来过 但是根本无心欣赏 脑子也是浑浑噩噩 如今见到这幅灰弘场面 倒是能静下心来欣赏一番 仙殿矗立在一块庞大悬石之上 但仙殿并不是浑然一体 而是很明显地由炼气材料拼接而成 并且 这种材质可以自主吸收天地灵气 外观上还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奇异图案 每一幅图案都相当精致 仿若要跃染纸上一般 仙殿正门上方 高悬着一块巨大黑色龙鳞 其表面覆盖着金色法纹 流露出一股神秘气息 周围云雾缭绕 灵气弥漫 整座仙殿宏伟壮观 气势磅礴 而且远远地就能看见 仙殿门口两侧 站着一对身穿淡青色长袍的修饰 神情相当严肃 小心点 一定不要再次声势 陈寻目光一凝 神色也变得正重起来 这里面炼须真人不守 甚至何道真君也可能存在 猫大黑牛点头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 那通往仙殿的阶梯 那阶梯完全由阵法构成 什么材质也不是 而是由天地元气凝聚而成 小赤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时不时抬起头打量一下周围 随即又猛然低头 一言不发 大哥 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们 小赫的神情镇定许多 只不过浮空岛的风似乎有些大 他的衣裙和黑发不断向后飘扬 走 陈寻面色变得振奋 一步踏前朝着仙殿而去 大黑牛他们也连忙跟上 但是总感觉 这俯瞰黎晨岛的仙殿 总对他们有一股若有若无的压迫感 此地还真不是普通修饰能来的 仙殿中 里面有十根银色巨竹 上面雕刻盘旋着一只只栩栩如生的灵兽 正在吸收天地元气 四道身影踏进去的那一刹那 随即就有两道目光投射来 他们淡然开口 几位道友合适 买地产 陈寻拱手微笑 哦 这位道友我有些印象 随着话音一落 一位白发如云的轻衣老者 出现在仙殿一侧 他身形高瘦 眼神深邃清澈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 陈寻侧头看去 老者的面容 仿佛被岁月打磨过一般 皱纹深深地刻在脸上 却又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光芒 他深深的眉沟 给人一种庄重而威严的感觉 正在微微待笑地回应 老者缓步而来 衣袍随风而动 仿佛随时可以化作一阵清风 消失在天地之间 这绝对是个高手 陈寻他们心中下意识出现这么一句话 也不敢去探查他人修为 但是 从散发的气势来看 介于炼虚和河道之间 看不清虚实 老朽阴天兽 老者声音低沉而富有穿透力 像是每一个字 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分量 陈寻 原来是陈寻道友 不知道道友看上黎晨岛哪处地产 老者慈眉善目 看了小鹤一眼 因为后者已拿出玄阶千机令印 他笑道 若有所需 老朽可以陪同 陈寻不敢小看此人 拱手道 无垢仙领 我们购买此处 此话一出 仙殿深处传来几道威名震动声 似乎被此话所震惊 无垢仙领 那可是黎晨岛三大修仙圣地之一 到现在还未授出 无垢仙领 九霄天风 无极天山 乃黎晨岛三大修仙圣地 占地超方圆万里 已搁置数千年 这里的价值可不菲 阴天兽眼中 也是闪过震惊之色 言语都变得急错了几分 道友 那出地产 可要五十亿中品零食 没错 就是他 陈寻重重点头 一股大户的气息油然而生 我们已做好决定 此话一出 大黑牛与小赤浑身一抖 双眼瞪得溜圆 声音都卡在喉咙里 半天发不出 他们真没做过这种决定 小赫神色沉静 在一旁插话道 前辈 我们已备好零食 我大哥若是满意 可立即交付 不错 陈寻赞叹一声 叹了小赫一眼 悄悄竖起大拇指 懂事 阴天兽微微眯眼 看向这一行怪异的组合 这头黑牛 看不出是和具体种族 但这红色的小狮子 倒是心中有那么几个猜想 特征很是明显 但是 哪怕他如此广博的见识 还是无法具体分析出小赤的种族 尤其是这位叫陈寻的道友 他在心中左思右想 都没想起 那个宗门有如此人物 那些大势力的掌权人 也并无陈寻此名 而这些念头 不过是一刹那 他的面色在瞬间震惊后 又变得平静下来 只不过嘴角的笑容加深了几分 陈寻道友 那我们去无垢仙灵一看 阴天兽眼中忽然乍现出一道金光 如今无疾天山已经有主 就还剩下两处 阴道友 请 陈寻笑道 很是自信 请 阴天兽转头看向殿外 只见他手掌一番 金光犹如闪电一般 划破长空 在仙殿外发出 发出一阵阵轻微的叮咚之声 金光所到之处 元气翻腾 迁到灵光缭绕 半空中 一朵巨大的祥云渐渐形成 云中引现出一条细长的银色龙形 他全身荧光闪烁 前端尖锐而锋利 后部略微圆润 两侧则呈扁平状 像是两片巨大的翅膀 非常精致 此物表面纹理细腻 宛如真龙的鳞片 显得异常华美 而这正是他的飞行法器 由老者手中的金光所化 陈寻他们 看向仙殿外都是异症 这等元气凝聚之法 倒是与他们本命法宝之一 破解周 有一曲同工之妙 也不得不赞叹一声不愧是大势强者 寻哥 这老头法力有些强大啊 小赤在暗中传音 面孔又变得相当猥琐 我们在垃圾岛 都没见过这等强者 猫 大黑牛也加入传音中 瞥了小赤一眼 这不是废话吗 他们才见识多少 呵呵 走吧 陈寻的目光 还放在仙殿外的宝梭上 那造型确实比他们的破解周好看 又补充了一句 不需要担心什么 小赫眼中带着微微惊喜 他还没怎么见识过这等法器 陈寻等人一个比一个没见识 那清晨无名传 已是他们能见识与想象到的极限 但都是一脸笑呵呵地跟随在阴天兽后面 一上宝梭后 阴天兽神石逐渐扩散 此时 宝梭开始微微震动 像是一条油龙在空中冲刺起来 他双手迅速地在宝梭上画了几个法文 随着他的手势不断掐绝 宝梭的速度越来越快 周围的灵气也开始向宝梭汇聚 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 而宝梭在仙殿外溢离开 几道目光也随之传来 还响起淡淡谈论声 阴前辈今日倒是好兴致 他可是已经上千年没出过仙殿 可能那人有些特殊 引起了阴前辈的注意 哼 并不是 那位我记得五百年前左右来过仙殿 他连玄阶玲都不曾拥有 什么 仙殿那一处地方 同时响彻其几声惊呼 面色恍然大悟 这样的人 也怪不得阴前辈要亲自出手 太过离谱 五百年得到五十亿中品零食 就算把他们卖了当仙奴 也抵不上零头 几人同时哑然 陷入安静 不再关注此事 他们只是在心中暗暗扎蛇与羡慕 这种大户可得罪不起 不敢多做谈论 飞快地穿梭在天际之间 时而飞行到云层之上 时而穿过层层山巒 但是哪怕是在半空中 也依然无法看清离尘岛的全貌 小鹤与小赤 站在宝座边缘 目光看向下方 时不时低声惊呼 先借规则绝不在这种超级岛屿中遇空 因为就怕不小心得罪一大票掉毛 到时候再来一句 什么东西也敢与本公子 或者本小姐一同遇空 轰下去 反正走在地面上绝对安全 不过今日明显不一样 他们可是被离尘仙殿之人带领 要找事也找不到他们头上 保缩上 殷天兽已不再施法 只是看向陈巡 从离尘仙殿到无垢仙灵 还需要一些时辰 还望道友静候 呵呵 应道友客气 陈巡拱手回道 心中微微激动 甚至有一股振奋之感 不断随着宝缩的飞行 被提得越来越高 那无垢仙灵 在离尘岛享誉圣明 但是几乎都没什么人见过 一般人只能听其名 不能见其貌 也成了不少各族生灵 心中的遗憾 光是那几道门槛 就已拦住无数人 玄阶千机灵印 还要至少五十亿中品灵石 有那功夫 不如投资给自己修炼 无垢仙灵 坐落在魂园仙城东方 虽然是在城中 但是方圆五千里进行 陈巡道友 也无需怕被人打扰 阴天兽微微一笑 很是沉稳 那里还有通向 各处仙城的传颂阵 只为无垢仙灵之主 单独开放 而且还有近空大阵 若是谁敢闯入 无垢仙灵方圆五千里内 可出动监察者 将其捉拿 若是强行闯入 无垢仙灵中 那便是与仙殿为敌 道友也无需担忧 修行会被贼子侵扰 而且 岛屿三座修行圣地周围 皆是有仙殿 布置的胡道大阵 分别为玉陵大阵 九重天刚阵 玄黄磐石阵 阵法吸收天地元气运行 与魂园仙城的地脉相连 可抵御河道真君的道法 曾有河道天骄测试过阵法威能 整整对抗三天 才强行破阵 阴天兽一手父辈 面色很是从容 若是三天 离尘仙殿都不能做出反应 那可能这大事的秩序也早已崩坏 死 陈寻他们皆是倒吸一口冷气 这平静的话语下 那是带着一股无与伦比的自信 言外之意 买下这束地产 你在里面带到天荒地牢 也没人敢动你 尤其是大黑牛 听到这些阵法名字后 连忙跑到陈寻身边 目光炯炯有神地看着这位老者 喷出一口重重的鼻息 阴天兽手指一点眉心 一道淡蓝色的清光闪烁 这位黑牛道友请说 他对于大黑牛不能开口 似乎没有任何疑虑 看这副架势 似乎他还能听懂 大黑牛要说什么话 陈寻瞳孔微微一缩 这老者来历绝不简单 甚至可能还知道一些 为何大黑牛不能说话的原因 摸摸呵呵 黑牛道友 阵法并不是老朽所布置 而这样的阵法乃传承之术 可能外面难以买到 威能也肯定比不上 阴天兽笑眯眯的 看向大黑牛的眼神很是和善 若是想修阵到大树 当属玄威天 此处有许多灵兽再次修行 猫猫 大黑牛一惊 连忙摇头 他不可能离开陈寻到处乱跑 就随口问问 但是回应后 他缓缓站起身 别扭地拱手道谢 眼中带着憨厚的笑意 这位老者竟然能听懂他的意思 无妨 阴天兽笑呵呵地摆手 毫不在意 修养相当之高 阴道友 陈寻依旧还在震惊之中 欲言又止 阴天兽仿佛看出了 陈寻还未说出口的意思 笑道 此为灵兽通天诀 虽为小数 但仙殿禁止外传 不能告诉道友太多 阴道友 陈某并不是此意 陈寻拱手 神色相当正重 我兄弟这样的情况 似乎在大师并不奇怪 大黑牛蹭了蹭陈寻 抬头呆呆地看着他 目不转睛 阴天兽目光微微一宁 终于听懂陈寻的意思 灵兽原因期 便可口吐人言 这是常识 但这只是对普通灵兽来说 这样的常识 也只是针对普通修仙者 但绝不针对于他 而且在漫长的岁月里 他还真见过一次 类似的灵兽 只不过 他是一个独行侠 交流一句话后便消失 这个世界太大 他们也没有再相遇过 但仙殿内的消息 何等广播 而且需要相交的种族 也绝没有普通生灵 尤其是 对于他这样有地位之人 自然能接触到 常人所不能接触到的消息 这头大黑牛 明显不是普通灵兽 大师这样的灵兽 也并不少 不过这样的情况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们的潜力巨大 品接远超普通灵兽 不奇怪 阴天兽淡然地回应了一句 这位黑牛道友 并非普通灵兽 所以老朽也并不惊异 而此话一出 小赤在远方大惊 双眼瞪得溜圆 啥意思 他艳光赤骨师一族 就是普通灵兽呗 小赫扑斥一笑 静静走到小赤身旁 地上又掉落了一撮棕毛 他连忙捡起收入储物界中 真怕四弟什么时候 把自己身上的棕毛给薅没了 贺姐 这老头说话有些阴阳怪气啊 小赤声音凄厉地传音 这不是看不起小弟族吗 在得到血脉的传承后 他现在可是与有熔烟 自动回归 艳光赤骨师一族 当然 只是附庸种族 他是寻歌那一族的 小赫眼面倾笑 小赤的身躯可比他大一点 但是小赫 还是依然把他护在一旁 现在已成下意识 小赤则是在一旁传音嘟闹 也只有贺姐每次才认真听完他说的话 寻歌和牛歌 那是一言不合就直接开打 四弟 没事了 这位前辈可没针对你 贺姐 我听你的 嗯 我们先听听吧 无够仙领还远着呢 小赫笑眯眯的 又开始整理起小赤的鬃毛 很有耐心 小赤昂着头颅 神色也渐渐变得静谧起来 不再多逼逼 贺姐总是能让他心中充满安宁的 宝缩前方 陈巡与阴天兽还在交谈 时常想起淡笑声 很适合胃口 尤其是大黑牛三道身影交谈声不断 不说其他 就是短短交流一会儿 见识就已大掌 鹰道友 虽说阵法强横 但若是河道之上呢 他们说着说着 陈巡突然话锋一转 不知能坚持多久 嗯 鹰天兽眉头一挑 什么意思 他微微有些讶异 陈巡道友 呵呵 并不是有仇家追杀 只是随口问问 陈巡微笑拱手 总觉得还是有点不保险 而且 我们从未触犯过大事规则 也不在监察者追查范围内 鹰道友大可放心 猫大黑牛连忙在一旁附和 双眼露出睿智的神采 他和大哥绝对的修仙界老师人 不争斗 不得罪 修炼的就是一个安全 什么仙玉之类的 绝不会再去 那些规则 大哥其实已经研究许久 简直烂熟于心 鹰天兽轻轻点头 从陈巡面色中 看不出什么其他意味 但并不是陈巡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自然心中有自己的判断 他平静开口 陈道友 若是在监察者名单之上 那千机灵印自然不可能用 关于仙殿的一切交易 必须要通过千机灵印 自然 陈巡点头微笑 但若是以后 不小心触犯到一些规则 我这地 鹰天兽白眉清宁 缓缓看向这位 气质随和的青年男子 他突然露出了一抹意味 深长的微笑 地产并不是规则外之地 若是触犯铁则 监察使自会告知先殿 后者也有权收回 这也是为了保护 亿万道友的安全 秩序一旦崩坏 先殿的威严也将不存 所以 这种事绝不会姑息 这些地产 也绝不会成为 包庇那些邪修之地 鹰天兽侃侃而谈 一手复利在后 目光又看向远方 没有哪位道友 陈寻道友理解 哎 鹰道友说的哪里话 应该的 陈寻笑容渐深 也看向远方 不知这地产可有年限 若买下 还需要什么额外零食 说完 陈寻眼角余光 看向鹰天兽 其实这个才是 他最为关心的地方 不然怎么讲价 此时 小鹤与小赤 也跑到陈寻身后 目光皆是 看向鹰天兽 甚至眼中 带着一股子西季 似乎在说 前辈 便宜一点吧 鹰天兽转头 看到这幅场面 一时哑然 他突然大笑了出来 哈哈 地产并不会收回 可一直传承下去 直到黎晨岛灵气断绝 先电退走 但这几乎是不可能 要知道 这座超级岛屿 建设起来可不易 蒙木大海域 就那么72座 各大势力 都在这里 投入了大量修仙资源 虽然黎晨岛的位置 靠近海域边缘了一点 但有空间传送正在 这些短板也是不存 所以陈寻道友 大可放心 不出意外 传承上万年也是可以 阴天兽眯着双眼 一丝金光在旗内乍现 不过作为维持正法运转 还有监察者 为其互道的费用 每百年 需要交纳百万中品零食 我去 陈寻瞳孔一争 五十亿中品零食 他不觉得亏 但是这百年 就要交百万中品零食 这他娘的 不是名强吗 大黑牛下意识倒退了一步 某某两声 开始做起算术来 虽然他不喜欢做这个 但并不代表他不会 千年就是千万中品零食 万年就是一亿中品零食 若是大哥大量买地产 那每百年需要交纳的费用 那都将是天文数字 小赫瞳孔微微一缩 果然并不是买了就完事 这可不是随便占山头 光是大阵运行 那就要牵连到整个黎晨岛 若无允许 随便洞岛与地脉 用大哥的话来说 先电闭上门吃大喜 小赤浑身一抖 一枚储物戒出现在眼前 他双眼都变得有些麻木 还是看看自己储物戒里的垃圾好 至少实在 心里踏实 不再乱想其他 阴道友 我若真买地产 可否少一些零食 陈寻暗自咽下一口唾沫 心中想法和大黑牛如出一辙 他可不是 只想买这么一处地产 随即开口 反正这无垢仙岛放着也是放着 按照道友的话来说 这仙岛不卖出去 仙电每百年可都是亏损 听了这位老者的话后 他算是明白 为何这三处最服盛名的地产难卖 原来这座黎晨岛 对于整个蒙目大海域的超级岛屿来说 算是边缘 但他看地图时 倒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位置相当不错 这里还靠近垃圾岛 空间传送阵 更是四通八达 随时可前往各地 连前往南域大陆的空间通道都有 就是那处 助立在空中的灰红圆环 这也算是一座标志性建筑 在岛屿上的每一处地方 都可以隐约见到其模糊影子 阴天兽听完陈寻的话后 梁九没有开口 他微微低头 摸着自己的白须 似在沉思 他又沉吟到 不知道有的心理价是多少 有谢 陈寻眉头一挑 这样说话 那就肯定还有还价的余地 他平静道 阴道友 我曾打听过 这块地产 至少已存上万年 价值肯定是不如当初的 这样吧 四十亿中品零食 不知道有觉得如何 他一脸笑眯眯的 悄然观察着阴天兽的神情 这种价格一般都是对外 里面有些规矩在下 自然是明白的 但我们诚心购买 希望阴道友也给个诚心价 话音一落 大黑牛与小鹤缓缓相视一眼 还是太低估大哥的砍价能力 别人都是狮子大张口 大哥这是狮子大闭口 一口吞食一中品 临时回去 阴天兽手指微微一颤 差点拔下几缕白须 瞳孔都在缓缓睁大 真敢开价啊 但他神色依然沉静 却是神秘一笑 陈寻道友 不如我们 看过后再做评价 道听途说 可能与事实有些不相符 道友所说不错 地产还得亲自一关再砍 再断定 陈寻说到此处一顿 笑着拍了大黑牛一下 后者大惊 思绪又被陈寻突然给他打断 猫大黑牛也狠狠拱了陈寻一下 斜着头看陈寻 怎么又拍他 阴天兽泰然自若 带着一股不可名状的风范 宝缩的速度 也是越来越快 这一路的风景 也是相当不错 众人也安静下来欣赏 三个时辰后 一众身影皆是站在宝缩前方远眺 云雾缭绕间 只能隐隐约约看见仙城轮廓 那些建筑也已然消失 这里静谧无比 凭视而去 上方有一层天幕 仿佛是由天穷中的云彩凝结而成 洁白如玉 笼罩在整个上空 若是近距离观察 则是能看见这些天幕表面上 铭刻着密密麻麻的法文 但同时也兼具了一种 无序和混沌的美感 这些法文不停地流转和变换 宛如流动的水波一般 让人目不暇接 在阳光下 此时他正反射出耀眼的白色光芒 让人根本无法忽视 正因如此 也绝不会有人强闯 这本身就是一道巨大的信号 除非眼瞎再加上神石瞑面 陈寻他们 只觉一股压迫感不断传来 那近空大阵似乎已经注意到他们 还未靠近山脉外围 就已被锁定契机 陈寻道友 这便是无垢先领外围的近空大阵 阴天手微微笑道 右手已经抬起 几位稍等老朽片刻 这就为诸位解禁 话落 他一袍无风自动踏空而起 眼神凝重地望向远方的近空大阵 他的手指缓缓掐动 一道道金色浮露在他身边闪烁 不断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浮阵 将他笼罩在其中 接着 因天手的身影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天地元气都被浮阵所引动 他的身影也完全消失在浮阵中 同时 近空大阵中的符纹 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 一阵阵强烈的波动从阵法中心散发开来 扩散至整个无垢山脉外围 轰隆隆 天羽响彻起一声莫大的轰鸣 云层剧烈变换 开始翻滚 恍惚间 阴天兽已经来到近空大阵边缘 一股强烈的法力从他身上涌出 令整个天目阵法 顷刻间失去了作用 此时 周围景象大变 显露出了原本的面貌 厉害啊 陈寻发出惊叹 大黑牛他们皆是相视一眼 眼中都带着赞叹之色 谋大黑牛喷出一口长长的鼻息 眼中的惊叹之感就未断绝过 扶阵他从未接触过 小赤赞叹后便是棕毛倒数 一股寒意传来 不经意间往他的贺姐身旁靠了靠 他心想这个老头 不会是伴猪吃虎的吧 小贺也是宁眉 看了大哥一眼 又看了远空那道身影一眼 暂时感觉不出什么区别 陈寻目录郑重 修仙者相交 大部分都是从自身异散的气息判断修为 除非自信到了极点 才敢用神识去探查 那位老者为先殿之人 他自然不敢随意探查 那不然问题就大了 但是这位老者究竟是什么修为 他其实到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对方称自己为道友 也是同镜相交 不过也不排除 他是和道真君的存在 陈寻想到此处 目光灼灼地看着远空 此时这片近空阵法已完全失效 老者手中的俘虏 似乎是接近的关键所在 但是他的眉心法文隐隐跳动 此人很是强大 很可能不是脸虚奇 突然 地面也是发出一声震天巨响 周围的山峰 陵墓 草地等物体都随之摇晃 地面上 一股股浑厚的能量波动扩散开来 99块巨石从地底升腾而起 如同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引起一阵阵强烈的灵气涌动 这些巨石排列成一个巨大的圆形 直径数百里 内部是一个宽阔的空地 十分平坦 四周被高耸的石墙围柱 阻挡着外界视线 阵法中央是一块面积最大 最厚重的石头 名为玄黄磐石 散发着强烈的光芒 它是整个阵法的核心 将所有的灵气汇聚于此 不断地吸收着黎晨岛的地脉之气 只要在阵法内 那大地的厚重感 与整座岛屿相连 若无毁灭超级岛屿的实力 那阵法中的土地 也绝不会被大战波及 被摧毁得不成样子 就算在无垢仙岭内斗法 那也绝不会出现什么天崩地裂的场景 那这样地产对修仙者也就没有意义 黎晨仙殿对于三大圣地 那可谓是想得面面俱到 修仙者归根结底 还是讲究个财旅法地 地其实相当重要 不管哪个大势力 谁没有安全的驻地 四海为家的修仙者其实很少 终归是累了 要有一处停靠之地 安心修炼之地 所以对于个人修仙者大户 他们也是有针对性地 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 你能想到的 不能想到的 他们都已做好应对准备 陡然 他们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阴天兽已经回到宝缩中 他依旧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手中的俯禄已消失不见 大黑牛呼吸的声音越来越急促 看着阴天兽 某某黑牛道友若是想学 可以前来离晨仙殿寻我 当结一份善缘 某大黑牛重重喷出一口鼻息 某某某 陈寻深深看了一眼阴天兽 低头正中拱手道 陈寻见过前辈 此话一出 大黑牛 小鹤 小赤瞳孔皆是一颤 此人果然是半猪吃虎啊 他们也是赶紧跟随大哥拜见前辈 修仙界万万不能随意乱了辈分 哦 阴天兽摇头一叹 微笑道 真是后生可畏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看出 陈寻善笑一声 连忙称事 其实在仙殿他出现那一刻时 那种气质 就已和恋须修事完全不同 也绝不可能是像他这样的无名之辈 不必多礼 生意就是生意 和修为辈分无关 阴天兽随和摆手 没有任何架子 他看向远方 诸位 那里就是无垢先灵 陈寻他们 心中输了一口气 其实很少和这些修仙界前辈交流 相当不习惯 但是 这位明显没有什么盛气凌人的表现 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高人风范 他们随即不再多想 也跟随阴天兽目光望去 身躯一江 牛逼 摸大哥 二哥 你们快看远方 那里是无垢先灵吗 天呐 寻哥 他们站在宝梭上远眺 口中皆是响起惊呼 无垢先灵 在一道道大阵解禁后 终于渐渐露出真容 他们的神情也随之越来越夸张 修仙界果然是有好去处的 此时 一座灰红山岭映入眼帘 它是一座起伏俊俏的山脉 深沿数千里 只见一座座高耸入云的飓风 层层叠叠 犹如巨龙盘踞在大地之上 先灵的群峰风头 都被白雪所覆盖 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光芒 宛如一座座白银打造的雕塑 在仙岭之中 一条条深邃的峡谷宛若蛟龙游翼 流水缠缠 落差陡峭 水流汇聚成为壮阔的瀑布和激流集团 激起一朵朵如雪花般的水雾 这些水雾在阳光的照耀下 化为一片片七彩的光辉 迎风飘荡 而在山脉的深处 百丈高大的古墓葱龙 翠竹眼印 林草林木蔓延 灵气盎然 一些骑风一时 灵巡挺拔 鬼斧神功般地雕琢成各种形状 有的石头如同一只巨椅 悬崖峭壁上屹立不倒 有的石头则像一只盘踞山顶的雄狮 昂首挺胸 气势非凡 哪怕是相隔如此之远 他们也能感受到灵气的浓郁 和一股巍峨恢弘的气息 仙岭外围更是风景秀美 群风环抱 雄奇壮观 陈巡他们站在宝梭上远观 俯看下 这仙岭宛如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 天空湛蓝 阳光普照 群山之中 云雾缭绕 若隐若现 陈巡 你觉得如何 阴天兽微笑道 也不再以道友相称 而是直呼其名 无垢仙岭深处 还有许多天然洞府在内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里还有一座五品高阶灵脉 对于炼须七破镜 也是大有弊益 足以供养万人大消耗修炼 而且 这里占地方圆万里 哪怕是开宗立派 也绰绰有余 他说到此处一顿 话锋一转 陈巡 你刚才不是说 这里至少上万年没人打理 是的 前辈 陈巡眼中带着些藏不住的振奋 如此洪酷的仙岭 想来荒废的土地 也是相当之多 以晚辈经验来看 这处灵脉已受损 他说完 神色相当笃定 振奋之情也完全被掩去 开始变得犹豫不决起来 而大黑牛 现在根本已经没有在关注他们 而是和小鹤还小赤 一起看起这座仙岭来 激动地喷鼻息的声音都在发抖 这里可太大了 而且 就算阵法弄出大动静 也无人能感应到 而且还有加持土地的阵法存在 若是大哥真买了这块地产 他也要放飞自我了 小鹤与小赤 不断咽下唾沫 各自都有各自的畅想 突然觉得 大哥这灵石 还真没花错 尤其他们能深刻感受到 浓郁灵气的来源 仙岭的某座山峰中 正在散发一股柔和光芒 如同千万根闪烁着颜色斑斓的线条 交错穿梭于大地之下 仿若细流一般 在地下涌动喷发 灵脉周围 竟形成了一片奇特景象 如花海 竹林 湖泊等等 可见大师的灵脉 到底是有多强悍 他们跟着大哥这么多年 其实还未见识过真正的灵脉 垃圾岛那种酒品灵脉 其实很一般 甚至都算不上灵脉的范畴 阴天兽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 根本不被陈徐的话所影响 陈徐 你看这处灵脉 有任何受损吗 陈徐神色一愣 面对这种可能活得比他还久的老前辈 他气势自然弱了三分 不敢睁眼说瞎话 没错前辈 晚辈断定 此灵脉必然已受损 如何见得 我曾观八品灵脉 从灵气浓度 灵气品质 形态特征来看 这条灵脉绝不是天然形成 反倒是向迁移过来的 陈徐目光一宁 看向这无够先灵的地脉 前辈 这迁移过来的灵脉可没有矿脉半生 哈哈 阴天兽摸着白须笑道 你所说不错 这条灵脉 确实是从某座岛屿中迁移而来 为了护住这条灵脉 黎晨仙殿也付出了不小代价 五品灵脉自然有半生灵矿存在 但这样情况下 争斗自然不小 黎晨仙殿能护住这条灵脉迁移 已可证明它的实力和影响力 嗯 陈徐假装陈盈 又说道 前辈 您看 陈徐 你看看这无垢仙灵外围 阴天兽并未回应 而是俯瞰山川 平静道 虽然这处已荒凉许久 但是千年灵药 万年古墓可并不少 甚至仙灵深处 还有蒙墓存在 陈徐听后 双眼一亮 在上空仔细探查起来 这仙灵湖泊等等景色并不少 而且还连通地下 甚至有海水道挂上 与这些湖泊循环流通 空气相当宜人 里面游动的生灵并不少 不过 还有其他两个大阵存在 周围都不超过住基期 根本不让任何风险出现 而这些都是无垢仙灵的附赠 这里的珍稀灵药可不少 若打造成一片药田 再换成灵食 陈徐 你可以想想 每百年一次的灵食费用 不足到灾 阴天兽面旁微微带笑 话语不急不缓 所以 这里荒废也有荒废的好处 仙殿也不想太过影响 这些灵药的生长 陈徐深吸了一口气 看了大黑牛他们一眼 后者甚至已经开始布局 整个无垢仙灵 讨论着该怎么划分区域了 五十亿中品灵食 陈徐面色相当犹豫 眼中带着浓浓的挣扎之色 他问道 前辈 既然这里如此之好 晚辈到现在还未想通 为何荒废如此之久 若是有什么忌讳 还望前辈告知 没灵食 阴天兽淡淡回应一句 还瞥了陈徐一眼 意味莫名 似乎在说 你还真以为什么修饰 都能拥有五十亿灵食吗 这种地方 给大势力的人太小 供养万人都嫌紧张 为的就是卖给你这种个人大户 陈徐心中还不放弃 又继续问 前辈 既然如此难卖 离尘仙殿打造这三座修炼圣地 又有何用 一直卖不出去 那岂不是浪费资源 这是规则 就如修建仙城 售卖土地一般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阴天兽深深看了一眼陈徐 解释道 赚取多少零食与资源 修仙者寿命悠久 我们仙殿并不需要操心 卖与不卖 零食都到不了我们手上 陈徐眼中依然在思量 从安全角度和投资角度来看 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心中颇多疑问也被解答 钱 陈徐 四十亿中品零食 仙殿可以卖于你 老朽也能做这个主 阴天兽直接打断陈徐还未说完的话 好像知道他要说什么 这也是最低价格 若是你还不满意 只能另寻他地 猫 大黑牛在前方一惊 悄悄听了这么多话 只有这句话他听进去了 小赫也是一喜 竟然少了整整十亿中品零食 旧省的零食也能将四地堆到炼须期 赚大发了 小赤低吼一声 心中相当激动 他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无够先灵的安全性 而且还受仙殿所庇护 何为仙殿 九天仙蒙下辖势力之一 规则制定者之一 他们都在同一时间晋升 转头看向陈徐与阴天兽 那寒情默默的眼神 一个比一个奇葩 陈徐听后 也是心中一定 前辈 我们一同前往深处看看 好 阴天兽点头 手掌一翻 宝缩又开始呼啸起来 整个无够先灵的轮廓 在他们眼前也是越来越清晰 甚至山腰处 还被打造了各种阁楼 古香古色 有几座大风之上 还屹立着几座黑金色大殿 全是配套设施 完全赠予购买者 这些手笔 全是出自黎晨岛的炼器大师 各种修炼场地 也是被修建的一英俱全 含有金木水火土的元素山石 湖泊溪流皆有 一眼望不到头 尤其是那一片主峰上的山岭 高耸入云 遮天蔽日 在空中完全无法看清 陈徐在宝梭上 看得唇干舌燥 好多千年鹤灵树 那处山脉下的大湖泊 相当开阔 甚至连通地下海面 开船钓鱼都可以 破戒舟更是可以停靠在大湖中 不用老是像的法宝一样 藏于元神中 陈徐他们也是越看越满意 贵是真有贵的道理 不愧为修行圣地 大黑牛目光突然变得有些凌厉 这里还有其他两座大阵在内 甚至无垢先岭的外围的元气 已被完全切断 只入不出 那就代表着 无人能够通过元气坐标 突然强行降临此地 尤其是先岭中的山川湖泊 元气四在不断变动 相当虚浮 根本无法被记录 他心中也是越看越骇然 不说这里的灵气浓度 光是安全性 那绝对比垃圾岛上 生了无数个档次 他们现在最缺的 就是安心发育的时间 大黑牛悄悄看了一眼陈徐 后者也感应到了这个眼神 不动声色地轻轻点头 陈徐嘴角带着一抹微笑 缓缓看向阴天兽 前辈 这处地产我们买了 也多谢前辈台爱 这些东西还请收下 说完 他单独拿出一个储物界来 里面放着价值不菲的修仙资源 一眼可降十亿中品零食 要真把这位前辈 当成是个普通身份的人 那才是脑子有问题 这些东西倒大可不必 老朽已知你心意 相遇及是缘分 若是用这些资源往来 倒是落了下诚 阴天兽一手父辈 并未看向那枚储物界 只是平静回应 老朽也知你家底丰厚 甚至远超于我 但陈徐你却一直心中难安 再根据刚才的话来看 是否有大敌在前 他话音一落 整个宝缩刹那间陷入死寂 风声与呼吸声都已彻底消失 似到身影气质大变 眼神一个比一个锐利 只是目光都放在别处 一言不发 陈徐缓缓与阴天兽四目相对 重重点头 是 但我们不曾触犯规则 不能告知前辈太多 阴天兽双眸深邃 只是看向远方 若你一直待在岛中 无人敢动靡 哪怕是大成尊者来了 那也得盘着 若是渡劫天尊降临 先殿自会派人与他周旋 若敢强动岛上生灵 动一沙万 动十沙百万 就算逃到虚无之地 那也绝对没他活路 他沉稳的声音响起 如同山间流水般平缓 但他每个字都仿佛有千金之力 声音如雷霆般响彻天地 充满着无与伦比的威严和霸气 此话语营绕半空 周围的空气似乎也变得凝重起来 让人感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阴天兽说话的语气 既不高傲也不温和 而是充满了自信和庄重 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 无比敬畏的感觉 陈寻他们不由地倒吸一口冷气 心中未知震动 这位老者绝对大有来历 光是这番气势 就不是一般人能装出来的 阴天兽白发飘扬 直视的目光看向陈寻 但那些强者手段颇多 知道如何规避铁则 出道之后 也是生死有命 万万小心 陈寻心中突然涌动起一股异样的情绪 郑重一败 多谢前辈指点 黑牛 谋此事了后 老朽有闲暇时 传你扶阵之道 学不会就算了 阴天兽此时的气势 已经完全消失 又变成了那副笑眯眯的模样 走吧 先回黎晨仙殿 无够先领一主之事 还有一些东西需要置办 前辈 且慢 小赫怯生生地大喊了一句 跑到前方来 不知前辈为何如此待我们 若是有什么目的可提前告知 我们力所能及下 定会尽力完成 小赫说完脚步一退 紧紧抓着大哥的袖口 这个世上不可能存在 无缘无故对你好的人 除了大哥 小赫 你怎么和前辈的说话的 陈寻突然低头怒斥一声 又抬头平和笑道 前辈 这是家妹 不太懂事 还望默要见怪 小赤一瞬间 变得紧张不已 赫杰有些太过冲动 这种老怪物 还有这种先殿身份 要对付他们 简直不要手拿把掐 他双眼转了几圈 已经开始在这宝梭上 想起逃生之路 不经意间 面孔就变得猥琐起来 阴天兽白手 并未动目 他看向小赫微笑 这位小女娃如何称呼 南宫贺灵 那你本名南宫陈寻 前辈 我 我就叫陈寻 陈寻一正 眼眶微睁 还真有人问 这种奇葩问题 小赫的头变得更低了 只是他嘴角的弧度 完全出卖了 他现在的神情 大哥这副神情 还真是让人忍俊不惊 阴天兽恍然 回应道 并无目的 只是看到你们 有些想起年轻之时 他说完 脸上的神色变得温和了些 缓缓摸着自己的胡须 陈寻他们也是 神色一致 宝梭上的气氛 也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再无人开口 这样的事 其实陈寻也做过 是那位叫梦胜的小伙子 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安好 若真是大气孕者 应该已来到大事 护宝梭飞快行驶 朝着黎晨仙殿而去 周围景物也在快速变化 思绪渐渐被拉向远方 仙殿内 阴天兽带领他们 去置办了相当多的东西 什么法令 俘虏小镇 一应俱全 不过这仙殿内部的人 都对阴天兽相当尊敬 看得陈寻他们 也是眼皮微调 买出地产 难道还真遇见了 什么大人物不成 他们走入侧殿 阴天兽转头微笑 诸位 这些东西定请收好 算是黎晨仙殿 对无垢仙领的见证 至此之后 他已属于你们 就在这时 一阵清光中 突然走来一男一女 肤色呈现苍白的淡影色 他们手中端着一个浴盘 上面摆放着一众东西 不过他们的神情相当冰冷 瞳孔闪烁着一股 冷酷无情的光芒 却是深邃无比 但他们的体内 并没有任何神魂波动 哪怕是远远走来 也能感受到 他们体内灵气的浑厚 就像是潜藏着一股莫大微能 甚至不能从他们 异散的气息 判断出具体修为 陈寻他们神色一惊 这样的情况 明显不是生灵 而是傀儡 前辈 这是 陈寻话音亚异 很少见到傀儡 小介义的傀儡之道 也并不兴盛 隐语仙魁 阴天兽不急不缓地 道出了他们名字 不过能当得起仙魁之称 制作之法 老朽倒是不知 唯有那些超然大势力的 炼气大师 才能制作一二 他看出了陈寻眼中的浓烈兴趣 又多解释了几句 仙魁可直接连通新书 甚至他们掌握的 术法比炼制人还多 阴天兽沉吟了一番 看向那两个仙魁 拿上来吧 是 两人冰冷回应 眼中的情绪 没有丝毫起伏 像是保持着绝对理智 陈寻双眼放出金光 好东西啊 若是自己也会制作这种仙魁 什么搬运垃圾 什么挖矿 那不知能多省事 甚至还能帮自己运作新书 他转念一问 前辈 这仙魁可能在哪里买到 或者那些大势力 可否出售制作方法 自己在黎晨岛混了这么多年 还未听说过 哪里有卖这种傀儡的 可能也有 这座超级岛屿 层次还不够的原因 不过他们现在有很多零食 只要有价格 那就一定可以买到 阴天兽摇头 这种仙魁 一般不会在市面上出售 相当珍贵 但是也有很多机会得到 此仙魁修为最低 也是恋虚期 死 陈寻他们倒吸一口冷气 面面相去 尤其是小赤 他汗毛倒数 五官又开始悄悄地扭曲到一起 现在不仅成了低级灵兽 连一个傀儡都能碾压他了 他双眼生无可恋 身躯都在不经意间缩小了几寸 弱者还是有弱者的好处 至少没有人在意 陈寻目光灼灼地看着这一男一女 不愧是能进入新疏的存在 恋虚期就是门槛 大黑牛神色有些猛逼 不断摆头看向这两个傀儡 硬是没看出什么区别 要是走到大街上 他还以为是什么 其他种族的生灵呢 小赫抿着嘴 暗暗记住了这种傀儡的气息 他们与真正的生灵 还是有些区别的 那便是没有任何契机的存在 他对生灵的契机相当敏感 主要还是体内潜藏的本源 带给他的先天术法 多谢前辈解惑 陈寻现在的目光 像是要将这两个仙馈吃了一般 心中又多了几个计划 他和石剑白在新疏交流时 就曾提到过血与仙馈 他当初还没怎么当回事 如今亲眼见到 只想说一句真相 小赫他们也上前把预盘中的一众物品拿下 两位仙馈随之化为一道荧光消失 速度之快 不过眨眼间 甚至到现在都未感知到他们的具体修为 这位殷前辈也并未对他们说 太多关于这两个仙馈之事 不知是怕打击到他们 还是有些秘密 不能透露太多 就在这时 陈寻眼中带着喜色 手中紧紧攥着一枚长方形雕刻着各种法文的预牌 上面有四个明显的古字体 无够先灵 猫大黑牛瞪着双眼 牛尾不由自主地摇动起来 看上去心情相当畅快 小赫也是将玄阶千机令印收起 小脸泛红紧紧地抓着小赤 多谢殷前辈 陈寻郑重拱手 眼底还是带着一抹肉疼 喜色都被冲淡不少 这些东西我们定会好生保管 殷天兽轻轻点头 只是眼角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放到小赫身上 这陈寻可是将署名放到了这个小女娃身上 而并不是他自己 但他也没多问 这是别人的家事 过度关心一些事情 反倒会让别人心生不快 阴天兽目光缓缓看向陈寻 若是你有不可敌的仇家上门 可来仙殿寻我 老朽还是有些面子 能从中调和 这一路以来 他听得最多还是那安全问题 那种感觉 就像是黎晨岛会随时毁灭一般 让他啼笑皆非 也不禁心中有些好奇 前辈说的哪里话 我们绝无仇家 也绝不会给前辈增添任何麻烦 沉寻与大黑牛上前一步 眼中带着尊敬 这位前辈的行为 其实对他们来说 显得有些诡异 也更不了解此人 阴天兽摸着胡须 辞笑道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叨扰你们了 某某大黑牛眼中挣扎之色 一闪而逝 他还是想学一下扶阵 这样的阵法 在市面上很少 就算传道时的前辈 也都是讲解的普遍阵法 方便大多数修仙者 而这扶阵明显操控性 要强于普通阵法 后者属于范围性 前者属于细节性 而他的五行分解大阵 差的就是这细节性 阴天兽看着大黑牛平和一笑 若是你邀请我前去无垢先灵 老朽自会前来 扶阵我也有几分心得 梦 大黑牛喷出一口激动的鼻息 对阴天兽相当有好感 而且还是在离成岛自家地产中 也是打消了 他们想多的顾虑 陈寻扫视了他们一眼 看向阴天兽 前辈若愿前来 晚辈定亲自前来先殿迎接 他说完后 深吸了一口气 郑重拱手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遇见过这样的前辈 甚至已经有些忘了自己 当晚辈的模样 阴天兽脸庞带着笑容 好 去吧 五狗仙灵很大 需要布置许多时日 我在先殿等着你们 多谢老前辈 猫猫 吼吼 小赫他们也是低头道谢 尤其是小赤 他在阴天兽面前 也不想说话了 反正现在 自己也成了个低级灵兽 彻底摆烂 阴天兽覆手而立 眼中竟带着许些欣慰 在侧店目送他们离开 带到他们走后 他旁边突然出现一道老狱的身影 他身材略微勾搂 但神魂却异常磅礴 他目光炯炯有神 仿佛可以透视人心 而他的脸上 则挂着淡淡微笑 让人感到一股温满 一道淡然沉稳的声音 在侧店响彻 天兽 如何 崔英 你怎么来了 阴天兽侧头 摸着自己的白须 不会已在暗中待了好一会儿了吧 老狱头发已然花白 不过却显得精神奕奕 他微微一笑 难得有你看得起的后背 不知是哪方天骄 姓氏为尘 单一个寻字 阴天兽摇头 这难于大陆的天骄榜 可无此名 甚至整个玄威天的天骄榜 也并无此人 崔英神色一惊 亚一道 天兽 你这是何意 这句话的意思明显有两层 要么这些人平平无奇 要么将来避以非冲天 阴天兽阅人无数 他很相信他的眼光 甚至多年来 他从未看错过一人 阴天兽轻声一叹 眸光幽远 他们很可能是从小介遇而来 并不是大事中人 崔英文言目光一宁 整个侧电气氛 微微变得有些压抑 他眼中意味莫名 缓声开口 原来如此 看来是和你来自同一个地方之人 不是 阴天兽斩钉截铁地摇头 只是他们的气息有些奇怪 我并未看透 也不想太过深入探查 但是那头小黑牛 老朽很感兴趣 崔英转头向外看了一眼 难得有你看中之人 可不要恶了关系 阴天兽一挥一袍消失在原地 此时他苍老的声音在侧电回荡 崔英 此事我心中有数 不过是缘分罢了 不要做多余的事 老神明白 崔英微微低头 对阴天兽很是尊敬 此时侧电也彻底安静下来 他的神态沉稳自信 仿佛深谙万物的本质 清风拂过 不知道他何时已经消失 仙殿外 秀 秀 陈巡他们坐在破解周上 在云雾中穿行 四周弥漫着浓厚的彩色云雾 如同穿行在霞光里一般 留下一道道明亮的痕迹 他正疯狂地朝着无垢先领而去 里面的传送阵坐标 元气操控大阵等等大黑牛 已经烂熟于心 对于他来说操控相当简单 而且仙殿也是相当贴心 这些东西都是独此一份 精血认主 不过 至少也要元英七才可操控 还是有些门槛 无狐 某某大哥 现在无垢先领 都是我们的了 寻哥 小弟已经看好一块地方 下通海域 上通垃圾岛啊 他们在破解周上放声大喊 一个比一个激动 不过还好 开启了隔音阵法 外界无法探亲 陈巡站在鹤头上 大吼道 家人们 咱们大师的第一块地产 已彻底拿下 合法合规 无人敢觊于 黎晨岛三大修炼圣地啊 猫猫 大黑牛狠狠蹭着陈巡 那神情比他还激动 在那里可以放心研究阵法了 小鹤双眼如同星光一般 嘴角的笑容 像是镶嵌在了脸上一般 就未停下来过 小赤此时正在拨弄 无垢先领地图 这个地图是隐语仙魁给的 但此图比他的脸还要大得多 已经完全遮住 但他的神情却是越来越猥琐 不断发出嘀笑 心中已经开始想象那宋胖子 和顾吹牛 知道此事后 那惊掉下巴的样子 仙殿离无垢先领相当之远 最主要还是离晨岛太大 他们的破解周速度 也控制在一个相当合理的范围 比阴天兽的宝缩 速度慢了许多 别人有仙殿为背景 自然可以做事肆无忌惮 他们可啥都没有 修为最高者 还是练虚期 哪怕是买下了无垢先领 该低调 还是得低调 陈寻他们已经围坐在一起 地图铺在甲板上 开始安排起各个地方来 这座山脉本作要了 作为专门炼丹钓鱼之地 陈寻目光一一扫视他们 相当锐利 话语还相当深沉 谁赞成 谁反对 猫猫 好 老牛赞成 猫 大黑牛一惊 一口咬住陈寻的衣袖 啥意思 他想让陈寻商量一下 还有那么多好地方 大哥 我双手赞成小鹤笑名你的 举起双手 寻哥 小弟也赞成 给我留一块 仙岭最深处那个地方就成 还能买点东西 小吃大大咧咧地举起双肘 双眼越睁越大 突然补充了一句寻哥 咱们住这地方也太大了 其实不用分配啊 陈寻一愣 他娘的 是啊 这么大 还分配个屁啊 他倾壳一声 微微笑道 言之有理 最主要的是 他娘的 我们哪住过这么大的地啊 谋谋兮兮兮 嘿嘿 他们都突然笑了起来 其乐融融 心中漠然间觉得这四十亿中品零食花的也不是那么亏 破解舟依然还在前行 他们的笑声也随之越来越大 浑然不觉 时间在飞快流逝 转眼间就已来到无垢仙岭外围 此时大黑牛踏空而起 话题为掌 他把仙殿给的东西一一拿出 开始催动各个阵法 山摇地动 轰隆声 不绝于耳 但是周围荒芜人烟 根本就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不少修仙者都知道 这里是黎晨岛的禁地之一 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 甚至遇空飞行都要从这里绕路而过 一日 太阳出声 陈寻他们已在无垢仙岭忙碌起来 那鹤灵树大批大批地倒塌 这一幕 看得小鹤与小赤瞠目结舌 心惊胆战 总感觉大哥和二哥 今日终于算是找到宣泄口了 他们自从来到这大事后 听说什么雾名大事里要清理垃圾 什么高层修仙者要保护整个大事环境 他们其实一直在隐忍 用陈寻的话来说 本道组从来不乱砍烂法 乃大事环保第一人 乃大事垃圾回收第一人 无主之地的生灵绝不会乱动 你们也不要找理由来 捉拿本道组入仙玉 绝不可能 一点机会都不会给 就是因为如此 这几百年来 算是给他们压抑了良久 赫赫姐 小赤嘴角一颤 站在山下望着上方 寻歌给你讲过他们的曾经吗 四弟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小赫捂着嘴 依然带着颤音 大哥只给我讲过一些南斗山的事情 还有铁匠铺的事 其他的一概不知 一人一师 深深凝望了一眼 山体内已经倒塌无数和灵数 甚至还能听到 如同野人一般的兴奋奸笑声 和如同野牛一般的兴奋咆哮声 无垢仙岭中 陈巡带着大黑牛四处奔跑 扛着大批量的木材 往返四处 这无垢仙岭相当安静 中心最为高耸的山脉 就是灵脉 抬头望去相当震撼 这里有溪流 还有瀑布从悬崖峭壁飞溅下 形成一道绚烂彩虹 这个瀑布相当显眼 陈巡和大黑牛 曾见过许多瀑布 但这瀑布 有如从天穷倒灌而下 水势相当之汹涌 周围山峰形态各异 有的如削成了棱角的利刃 有的如几谷般高耸入云 而且 这无垢仙岭比五蕴宗的玉竹山脉 都大了几倍 灵气更是浩瀚不绝 若是按照小介于那条件 这里供养几十万人 都不成问题 但大势的修仙者 眼界毕竟高 觉得这里供养万人 就开始相行见处 但陈巡他们却认为 这可不见得 树林里 陈巡扛着开山斧大喝一声 老牛 一笔一鲜还原咱们的小山村 让核林树祭天 某某大黑牛双眼激动地开始发颤 牛角狠狠地向核林树拱去 轰隆隆 这一根根粗壮的核林树 轰然倒塌 地面烟尘滚滚 回荡声不绝 只要这里的灵气不绝 这核林树的木材 就绝不会腐朽 相当耐用 这灵脉他们 也没有其他想法 就是拿来供养这些核林树 陈巡朝着树林外又是一吼 三妹 小赤 你们自行安排 你们大哥和二哥忙着呢 好没问题 巡哥 小赫与小赤也是大声回应 他们朝着各个方向一看 也是踏空而起 看来都是心中已有自己想法 灵泉湖 位于无垢先岭的中心地带 湖底深处 有一道道的无形漩涡 肉眼不可见 却能被神石探入 而湖面却是波光零零 如同镜面般平静 反射出周围山栏的倒影 翁突然 一艘巨大的船影 出现在湖面上方 携带着巨大的冲击力 狠狠地砸入湖面 立即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 湖面上的倒影 瞬间被扰乱 波纹散不开来 逐渐扩散到湖的周围 这时候 破戒周稳稳地停靠在湖面之上 它的方向朝着山脉 似乎在等待着它们的主人 小赫靠着湖面旁的小平原跑动起来 这里的零花零草相当繁多 它们形态各异 颜色斑斓 仿佛是一幅巨大的绚丽画卷 而且 这小平原 中间有一条小溪 溪水清澈见底 荡漾着微波 在溪水旁边 有一些奇石和灵树 营造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美感 让人心旷神怡 它静静地开始摘出杂草 重新种植出一片花田 在天雨下 这道娇小身影虚无缥缈 一会儿出现在东边 一会儿又出现在西边 此时 小赤身躯变得相当瘦小 它已经来到无垢仙岭深处 这里静密无比 甚至连灵兽都没有一只 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嘿嘿 小赤双眼放光 双爪闪动燕光 开始袍动 狂浪浪 一阵从储物界掉落东西 在地面的声音响起 这些东西相当无浊 不过还是有些残存法力在内 这可是 它托送胖子帮它找的 绝对值钱 它一边袍动 一边用神识感应着周围 自己的小金库 绝对不能被别人发现 若是今后能回天断大平原就好了 原来燕光赤骨师 是低级灵兽啊 小赤低声嘟囔了几句 眼中带着一丝丝黯然 蓝狮子 希望你们能逃脱吧 寻歌可是给那些人打过招呼了 随着洞口越挖越深 小赤的神色 也是变得越来越深沉 黑暗中只能看清 那双呈现出深邃的红色瞳孔 仿佛是两颗夜空中闪耀的星辰 它突然低声咆哮起来 一股凌厉的气势 从洞中散发出来 那股震慑力 让人不寒而栗 宋胖子和顾吹牛说过 绝对会帮他 他也信了 羡慕沉睡万古的本体 数百万年前 那千万踏天而行的步将 他其实心中都深深地相信 这两人绝对不凡 若是假的 他也没办法 还不如相信 小赤并不知道 对手究竟是何人 是毁灭戒狱 还是要追杀戒狱中的人 再结合今天那个老头 和寻歌说的那些话 他都以为有什么强大球家 在追杀他们 但谁又真正了解寻歌 就连贺姐真正亲近的 也只有牛哥 他想到此处又在洞口低吼一声 原神已开始彻底一变 燕光躯体反补原神 再用养魂液蕴养神魂 反补肉身 小赤嘴角挂着冷冽微笑 他猥琐的瞳孔 突然出现一抹锐利的边缘 就像一把锋利的利剑 能够动穿人的神魂 众所皆知 灵兽修肉身 一寸长 一寸强 但他一直以来 可是反其道而行 不修肉身 直接修神时 哪怕是灭神时 他都能压制 再加上如今的一切条件 他也在开始卡修为 定将原神凝炼到极致 破入炼虚期 这五百多年 他再大事也不是白呆的 尤其是由九天传音法盘的存在 他更是了解到许多消息 比如原因期 与化神期的原因出体 那凝聚出原因形体 可以说是用法力凝炼出的虚体 但真正的强者 那可是能在化神期时 凝聚出法天相帝 法天相帝 又称为天地灵境 是修仙者突破到核道境界后 身体和神识 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他们可以将自身的力量 融入到天地之中 从而获得了天地的加持 强化自身的实力和能力 法天相的代表修仙者 在精气神和身体上的完全掌控 使得修仙者的攻击力 防御力 速度和力量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等于说是在炼虚的基础上 和道境对天地元气的操控 又强大了一大截 若是斗法起来 天崩地裂也不为过 一大境界一重天 并不是说说而已 但是大世界地大物博 辽阔无垠 天穷与大地更是厚重无比 经得起修仙者的大战 不然 随着一代代的岁月变迁 这大世界 早随着各大强者的大战 变成一块块碎片 不过这也和大事本源有关 无人能真正探清这个秘密 法天相帝 小赤难难低语 如今一切条件已够 不管是外界条件还是自身条件都足以支持自身在化神七凝聚 他要升华元神 走上大势强者的同一条路 化神七便开始凝聚在河道七才能凝聚的法天相帝 这也是许多大势天交的第一步 也是他们卡寿命的原因之一 也更是他们达到河道七十那离谱的战力体现之一 可谓是一路河道深四海 从此吃习化仙台 扣向青天门外路 步入长生路上七 这也是普通河道修士对这些大势天交无奈的感叹 带着一股自嘲与黯然 大成七可不是想突破就能突破的 大部分河道修仙者都止不于此 小赤深吸了一口气 介于战场中 寻歌那恐怖的死气妖影 贺解的竖戒威灵 皆是法香 唯有牛哥 他还从未暴露过实力 都是寻歌挡在他身前 不过照情况来看 他不得不相信 一个事实 可能牛哥真正的战力 要比寻歌还要强大 他也绝对不可能没有法香 如今 这个家 就他还未在化神七凝聚法香 他绝不能拖后腿 不出法香 不入炼须 他想到此处目光一凝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凌厉气势 连爪子都伸长了几分 艳光赤骨师绝不是普通灵兽 吼吼 小赤昂首挺胸 仰天一笑 震得整个山林都为之颤抖 随着他的怒吼回荡 此时 一股庞大的神石之力 从他的体内涌出 如同一道狂风暴雨 刮起山林中的树叶和碎石 他的身影开始扭曲变形 转瞬间化为一道红色的光芒 从洞口冲天而起 这些家当已经全部埋下 以无待在这里的必要 他要去其他地方打造一个老巢 狮子石窟 先狮成不欺我 活着才能变强 就当大黑牛开启所有阵法时 吾构仙灵也彻底化为有主之地 外围甚至已经暗中出现几道监察者的身影 震慑一切萧小 黎晨岛的三大修炼圣地也去其二 黎晨仙殿再不售卖 吾构仙灵 表示已被买下 此消息一出 不少黎晨岛的上层修士 都纷纷收到消息 眼皮微调 50亿中品零食 竟然真的有人买 怎么看怎么不划算 他们也因此议论纷纷 暗中猜测 到底是谁买了这处地产 万万不可得罪 甚至连暗中调查都不敢 怕充犯到什么忌讳 这种消费太过野性 说不定是什么大族子弟 他们出行 都是带着一大票人 河道真军很愿为这种人互道 搭上这条线 那路可就走宽了 这种大地产 黎晨仙殿 自然也不会饿了金主 陈寻他们的消息 一点都没有透露出去 保密相当严格 除非你不想在仙殿混了 灵宝仙阁 七层 这里衣衫傍水 灵气充沛 此时两道身影 出现在一处亭台中 其中一位正是云金 他低头拱手 微微抬眉看向前方 眼中带着一股浓烈的静意 和一丝惧怕之感 他的前方是一位中年人 气息相当磅礴 他身形挺拔 宛若一座高山 宽广的肩膀 和挺拔的腰杆 散发着沉稳的气息 他的脸庞线条深邃 若隐若现地散发着几分成熟 和从容不迫的感觉 给人一种难以琢磨的神秘感 而这位中年人 正是黎晨岛 林宝仙阁的当代阁主 陆川 河道中气 他背对云金 衣着朴素 但衣衫之间 却流露出一股不凡的气度 仿佛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在诉说着他的修行之路 这些年做得很不错 云金之名 足以让本阁主记住 陆川话语沉稳有力 每一句话 仿佛都带着一股 让人不敢忽视的威严 让人不由地 对他肃然起敬 多谢这些年来阁主的栽培 云金话语不卑不亢 只是呼吸的节奏 似乎变得有些紊乱 看来心中也很是不平静 陆川之名 他在林宝先阁多年 早已如雷贯耳 他普通人出身 当年提着一件 知深入大荒 仅仅五十年 他衣衫带血 带回南域大陆林宝先阁 一位长老随口一提的喜爱之物 也因为此事 从此一飞冲天 不管是心性 还是处理问题的果断干联 他都远远不如 也是自己心中相当崇敬的艺人 不过 你做的那些事 陆川似在沉吟 说到此处一顿 又继续开口 可能会给林宝先阁 倒是今后这样的事 大可不必 云金眼眶微睁 头又低下了几分 阁主 晚辈有罪 他做的这些事 看似聪明 但也只是没引起 那些掌权人的注意 偏偏那些管事 还绰绰有余 但仙阁之主 可是手眼通天之人 很难瞒过 尤其是这五百年来 如此大量的交易 要是真没引起注意 那才是有鬼 陆川轻轻抬手 表示毫不在意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 本作字不会打压你 而且也很看好你 云金目光一鸣 神情有些振奋 这也是他的目的之一 真正能让他们看到 而不是经过那些管事之手 拉几岛 前一百年 我已派人去过 阁主 放心 我并未为难他们 就是去看看罢了 不必紧张 陆川的话音 一直很沉稳 没有任何起伏 不过他们的分解之力 我倒是有些好奇 不知可否为林宝先阁所用 阁主 我与那位前辈 也只是合作关系 云金面色有些难看 此事似乎暴露得有点过早 并不能做任何事的主 陆川缓缓转身 他面容庄重肃穆 五官轮廓分明 尤其是那鼻子挺直高傲 嘴唇紧闭 给人一种不苟言笑的感觉 云金根本不敢与其对视 但你可知 养魂气灵一族 晚辈不知 云金脑海中 思绪快速流转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透 阁主的意思 他小心翼翼地回到 只知他们一族是仙奴 嗯 他们一族有上万人在垃圾倒 而且有些问题 陆川点头 目光沉浸深邃 甚至有几家仙阁之主 已找上我 都表示对垃圾倒很感兴趣 云金此时心中一沉 终于听懂 他猛然抬头 眼中闪烁着莫名微光 短短几百年 上千亿中品零食的生意 终于还是触及到了 一些人的利益 太过大量 已在他们的承受范围之外 他不敢开口 只能看向这位心中 最为崇敬之人 此事本阁主已经压下 你云金是领保仙阁的人 自然不会让他们乱来 多谢阁主 欺凌一族之事牵扯却有些麻烦 尤其是垃圾倒的分解提炼之术 你们做事有些操之过急 觊觎的势力并不少 路川画风立即一转 眉头微醋 此事你得先退出 垃圾倒可是不受规则所辖 监察者也管不到那么远 若真有人有心出手 那里很难有人逃脱 阁主 云金深吸了一口气 今日叫自己前来 竟然是为了此事 说了这么多 原来垃圾倒可能会有大难 但阁主叫自己前来 说明他并不想放弃垃圾倒 甚至刚才问自己 他们能否为领保仙格所用 也是为了护他们一程 此事我也只是听到一些风声 你还暂时接触不到 也并不代表 有人真要强行出手 是 你也可以向那位 透露出我领保仙格的招揽之意 这件事 我领保仙格可以出面保他们 路川眉头略微舒展 言语也依旧深沉 不过那分解术法 还望他可以传授 但凭自愿 我领保仙格自不会抢求 云京低头拱手 阁主放心 此事我定会一字不落地传达 并且让那位前辈小心行事 但我希望这件事 你暂时不要说出 若垃圾倒真有人出手 你再告知 雪中送炭比井上添花更好 路川又突然说出了一句莫名的话 此事也并无定性 若是无人出手 岂不是一笑大方 云京双眼清明 似乎并未多想 满是信任 是 阁主 若是他们能够自己渡过难关 那合作便继续 还是由你主导 就当今日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领保仙格也会为此寄予帮助 路川平静说道 这样的实力 已经足以占到黎晨岛领保仙格的身前 但按照他查到的消息来看 不过是一些化神妻 和几位恋须妻修士 甚至背景全无 做生意 还要找云京 这等普通人 他眼中也透露出一丝对云京的信任 记住 他们是看在你是领保仙格的人 才会与你合作 也是因为你是领保仙格的人 本座才怨护 他们一成 阁主 晚辈明白 云京深深一拜 随即离开这里 云京走在路上 刚才那副样子 已经全然消失 一脸深沉 他根本接触不到阁主那等层次 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阁主说的每一句话 都值得自己细细品味 尤其是 自己在这件事里的位置 到底是什么 既然要发生之后再告诉 为何又要现在提前告知 若是自己提前告知那位前辈 要么垃圾回收场解散 要么那位前辈 前来领保仙格寻求庇佑 而且阁主也说了 让自己不要告知那位 他是真的信任自己吗 还是真的不怕自己提前告诉他们 云京的眉头紧簇 眼中的挣扎之色 越来越强烈 但若此事是假 提前告知 那他可是害了他们 今后的一切都要受领保仙格所下 尤其是那养魂气灵一族 到底是什么意思 阁主为何会派人前去 混入垃圾岛 为何要提一句之后再也不提 到底要不要提前告知 云京低头行走 心中在算计着得失 阁主的话也在心中不断回荡 此事有些蹊跷 还得与洛霜商量 虽然他的人脉很多 但要论信任 还得是洛霜 他如今在两座超级岛屿 混得风生水起 比自己混得还要好得多 最主要的 还是那几位前辈的 要购买大量修仙资源 都是从他那里而来 自己不过是一个收购人 那差距还是有些巨大 他拿出灵须传音法盘 开始牵动洛霜的契机 很快里面传来一道声音 云京 何事 洛霜 可能垃圾倒会出事 不知你怎么看 云京开始诉说起 刚才和阁主交流的一切 一字不落 另一方也是安静起来 沉吟许久 问题出现在你那里 这件事暂时不要告知前辈 可能是 你们阁主在炸你 洛霜终于开口 话语相当冰冷 我并未听到风声 若真出动几位和道真君 那此事就大了 我定会上丙黎晨先殿 此事 你莫要担心 那几位前辈 这些年赚取了海量零食 无人敢对他们动手 而且 我这里已经和各族交易多年 他们也不会允许此事半途而废 千一发而动全身 垃圾倒的历练 并未有你想象的那样简单 洛霜 阁主绝非那样的人 此事绝非空穴来风 你 云京 莫要太过相信他人 尤其是那些传闻 在想象你多年前的失败 我知道了 云京自然深知 要不然 他已直接告诉那几位前辈 而不是现在来找洛霜 垃圾倒属于雾名的势力范围之一 没人敢光明正大的强行 对此岛动手 若是误了他们的面子 黎晨仙殿也保不住 洛霜 此事阁主也只是提了一嘴 说并无定性 如此便好 那就当此事没有发生过 不要去给那几位 增添莫名麻烦 嗯 云京放心悬浮的灵须传音法盘 转头深深看了一眼灵宝仙格 他眸光深邃无比 脑子已清晰许多 心中也迸发出了几个计划 例如垃圾倒的安全性 那里始终不是长久之地 若是把垃圾回收场 开遍各个超级岛屿 那里收购的垃圾依然是海量 垃圾倒只可作为备用 怕一些人几十年 百年收购一次便可 但绝不能作为常用 那里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能混进去 而且对于蒙木大海域的人来说 那里可是无规则之地 一旦暴富 觊觎的修饰绝不会少 他吐出一口浊气 转头离去 已经开始为陈巡 做起垃圾回收场的规划 这样做下来 才是真正的做大做强 不必看那些强者脸色 半年后 垃圾倒 这里依旧有条不紊 有事可以用传音法盘传递消息 有大事可以在黎晨岛的乘风山庄 直接传送回来 相当方便 陈巡他们 如今已经布置好无垢仙灵 一脸笑呵呵地回来 在那里已经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尤其是那个牌匾 挂在小山村的栅栏之外 小鹤与小赤也弄了一个 叫做南宫贺林与北明红石之家 也建了一座茅草屋 两家挨着 就在一个小山坡旁边 风景宜人 他们离开后 先去天仙楼把那些精血取回 然后又去了天音阁一趟 不过还别说 那里的修饰相当专业 还分为四个评价 陈巡因为是上品零食交易的缘故 选择了那个天接配送 天音阁直接派来一个仙馗护航 不经过任何人的手 相当保险 而他们送的东西 在提过一些细碎的要求后 那仙馗已经完全明白 并且举一反三 随后 他便朝着黎晨仙岛的空间 传送通道去 不过价格也是相当昂贵 一次就是十七万中品零食 根据距离长远 目的地的安全性来定价 若是出现意外 九天仙蒙查清事情原委后 将百倍赔偿 若是被劫 还将清理意外源头 还雇主一个公道 也是为了维持自身的名誉与威严 这个大事 还真没修饰敢乱来 尤其是对于这些仙馗 能修炼到练须器的修饰 都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那浑身的标识太过明显 就一个大字 或 若是需要配送大量物资 天音阁还可以提供空间运输船 直接降临元气坐标的地点 只要零食到位 无将大世界都可抵达 若是再加上品零食 虚无之地也不是不可以 天音阁结成为每一位修饰与势力 提供最安全的运输方式 就光凭这一点 都看得陈寻他们暗中扎舌 完全就是抢零食啊 这不是 怪不得这些庞然大势力 有如此多的高阶修饰 这个大势的天骄 敢如此卡寿命 他们玩的 就是一个修仙资源过剩 光是一个太乙大世界 就无尽广大 这种业务修仙者 简直太过需要 这不他们自己不就用上了 做完一切后 陈寻也不禁在路上感叹 他奶奶的 这个大势 不会真有杜劫之上的修饰吧 也没听说啥飞生的说法呀 此话一出 小鹤倒是一惊 差点脱口出 大哥 你多看点书啊 什么百日飞生 语化成仙 那全是凡人世界的说法 修仙大世界 根本就没有飞生这一说法 书中对杜劫之上 也是含糊其词 但是他们在大势 待了如此之久 从一些情况来看 或许还真有杜劫之上的修饰存在 普通修仙者哪里知道 杜劫是一副什么光景 大黑牛和小赤也是一脸疑惑 飞生到哪去啊 没听说过啊 陈寻也是神色一正 神神秘秘地说道 尔等可知仙剑 本道祖做梦之时 曾大梦飞生过 你们还小 不懂 小鹤那时候 也终于绷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大哥 没有飞生 也没有仙剑了 你难道没注意到 这里都是以仙为名吗 那就证明 并未有上见 这里的修仙者 也无需敬畏仙人 大哥 今后我们多走走 多看看不就知道了 他说完背着小手 双眼满是聪慧 笑眯眯地看着正著的大哥 大黑牛与小赤 还依旧一脸猛逼中 读得仙史太少 还真没想过那么多 哪知陈寻听后急了 这小妮子 越来越聪明了 但他依旧不服 而等可知杜劫之后 有什么仙王 仙帝存在 本作定会超越他们 大黑牛与小赤文言 都喷出一口浓烈鼻息 双眼瞪得越来越大 好像信了 大哥 小鹤很是疑惑 这说的和书里相差甚远 修仙者乃是逍遥天地 探索天地悬要的存在 不可能自封为王 帝的 那是给自身加上束缚 是啊 寻歌 当初小弟就说过 那王和帝是凡人的说法 小赤连连点头 很同意和解的观点 寻歌可能真做梦了 大黑牛双眼一瞪 愣愣地看着陈寻 当初大哥说过 他可是有那啥阵地之才的 陈寻目光一鸣 突然冷哼一声 小鹤 这半年来没看书吧 敢质疑你大哥 啊 小鹤大惊失色 抱着陈寻的手臂 摇了摇 大哥 我不说话了 陈寻歪嘴一笑 一挥一袍 一副大哥风范 带着他们朝船送阵走去 不过小鹤这些话 他还是听进去了 可能这个大事 还真没有什么非生的说法 他倒是想多了 但这情况 其实很合合他心意 原本来在这里活得好好的 什么家人产业全在这 要是修为一道 到时候周围风云大作 天空撕裂一道口子 然后强行给他送走 若真是这样 到哪里讲道理去 再来一出 踏上寻青之路 这非生对长生者来说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回到垃圾岛后 他们也是到处看了一番 没啥大问题 垃圾岛的规矩太过简单 你捡有用的垃圾来卖 我出零食来买 明码标价 你请我愿 清理 清晚带着一大票人 向小鹤汇报一些 这半年来的具体情况 大黑牛则是去古林外 收拾他的家当去了 那里还有许多阵法材料 不可浪费 陈寻则是朝着那处垃圾岛 小鹦迈下的洞府而去 观察观察莫浮阳的情况 然后传到一番 相当悠闲 此时 一处荒山上 三道身影围坐在一起 在那里大呼小叫的 甚至一眼盖住风声 宋恒双眼放光地 看着手中的黑玉令牌 嘖嘖叹道 狗哥 这可是无垢先领的禁制阵令啊 听说要五十亿中品零食 才可买下 顾黎盛微微眯眼 神情很是淡定 他一把薅过令牌 沉声道 狗哥 九霄天风 是否还未受出 小赤黑黑一笑 黎盛 啥意思 顾黎盛不屑地撇过宋恒 本公子不是很想 与这宋胖子待一起 这九霄天风 很符合我身份 当买下当作闭关之地 啊 宋恒浑身一颤 激动道 黎盛啊 你竟然有这么多零食 倒也我区区几百斤肉 九霄天风多 我一个也不多啊 他听了这么多年 顾黎盛吹的牛 自己也是有些相信 尤其是顾黎盛 这副郑重其事的模样 说不定他还真有些家当 顾黎盛冷笑 胖子 你就好好待在这 弄你的大幕吧 九霄天风 已是本公子囊中之物 你去那里当个守山人 本公子都看不上 顾吹牛 咱们乃是亲兄弟 你竟如此待我 宋恒大怒 手中的寻宝罗盘指针 快速旋转起来 那至少清理杂草 有我一份吧 小赤看了看两人 突然一问 黎盛 你现在可有零食 此话一出 宋恒立马正住 也不激动了 也同样问 是啊 你现在可有零食 呵呵 零食 本公子自然有 顾黎盛目视远方 嘴角挂上了一抹弧度 区区五十亿中品零食罢了 若用上品零食 不过也才五十万罢了 小赤与宋恒 都是微微张大的嘴巴 呼吸声都变得粗众不少 圣哥 我的亲兄弟啊 煞时间 宋恒仰天高呼起来 你究竟有多少零食 小赤也是一头雾水 不过凭借半年前 他敢在寻哥面前 大放厥词的模样来看 或许还真有点东西 尤其他回来时 可是安然无恙 证明寻哥 或许真看出了什么 其实宋恒也是这么想的 顾黎盛眸光 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拿出一枚普通储物件 淡然开口 暂时有那么上千块 中品零食 话语一落 周围的声音 一下子消失了 仿佛时间也被定格了 空气变得异常沉重 就像是整个世界 都在屏息等待着什么 连微风都停了下来 只有一股紧张的气息 弥漫在空气中 让人不由的心计 这种突如其来的寂静 让顾黎盛不禁感到一阵不安 他神色难看地转头 此时两道高大的黑影眼中 露出嗜血的光芒 正在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就像要责人而逝 且慢 顾黎盛汗毛倒数 在荒山上 发出惊天惨叫 胖子 群殴他 今日必须把此疗打醒 狗哥没问题 此子连去无垢先领 看门的资格都没有 竟敢诱骗我们 啊 啊 山风阵阵 凄厉的惨叫声 伴随着这股山风飘向远方 与此同时 垃圾倒林脉洞府 莫浮阳苍老了许多 已是岁月 留下印记的模样 他的脸上 布满了深深的皱纹 皮肤黯淡无华 但却透着一股沉稳和从容 仿佛经历过五行仙道的淬炼 变得更加智慧和深邃 莫浮阳现在浑身环绕五行之气 红 每一道光芒都散发出不同的气息 他的身影在这五色之中若隐若现 这五色之气在周围旋转不停 宛如五龙盘旋 不断涌动 莫浮阳就像已经融入了五行之中 与天地相融合 与自然共生长 不愧是前辈 莫浮阳在洞府中低难一声 手中的五行仙金蚁被他视为珍宝 将用自己的仙徒去守护 他嘴角流露出微笑 双手在空中不断交织 这些五行之气也随之发生变化 莫浮阳如今已是金丹前妻 在大势的五行磅礴之气下 修炼得相当之快 毫无瓶颈可言 他毕竟也算是重修 这五行仙道明显比灵气仙道轻松许多 当他破入筑基期和金丹期时 陈寻还曾来过 但是并无天节降临 也无五行金丹成形 而那五行单纹筑基丹 对他也完全不管用 不能拓宽经脉 陈寻也由此发现 若要真正走上和他们一模一样的道路 必须先修灵气仙道 随之用丹纹筑基丹 破入金丹 但那股经脉撕扯之力 炼气期 哪怕炼体达到极限 也绝不可能 至少人足不行 更何况 后面的金丹天节 完全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死节 如今这副场面 也造成了一股决然的死循环 他和大黑牛的 这条真正五行仙道 无人可复制 无人可走 只有先升华五行灵根 才是正事 而最为关键之处 就是那真正的五行灵根成形 莫浮阳并不是 他的本质 还是陈寻帮他一遍的五系灵根 只是比当初强大的多 可以感悟 引动五行并不能真正掌控 五行仙道之路 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莫浮阳只是陈寻迈出的第一步 今后自然还有第二步 第三步 但是这些情况 也足以让莫浮阳满足 感慨 若是现在与金丹七修饰斗法 只要不超出 自己实力太多 连对方的法术都可化解 不过他却不能掌控那五行分解之力 分解与化解 看似一字之差 却是差之千里 并不能做到像陈寻他们那样 忽然之间 一股和煦的风刮来 一袭白衣出现在洞府外 他衣袖飘逸 周围的气息 似乎都静了下来 莫浮阳一惊 恭敬拱手 莫浮阳见过前辈 呵呵 老莫 来看看你修炼得如何 陈寻微微一笑 朝着洞府内走来 此时周围的五行之气 变得异常清和 就连莫浮阳周围的五色光芒 都变得雀跃起来 让他不由心中 感觉到一股骇然 前辈就如同五行之祖 天地五行之气 都在他的号令下 还好这句话 他没有说出口 若是被陈寻听到 少不得要放几个香炉 祭拜一下上天 这可是大不敬之举 他从未觉得 天地五行都在他的脚下 他们从来都是平等关系 前辈 这五行仙道 似是没有境界平景 莫浮阳神色有些愁畜 这种情况 对于整个大事 修仙界来说 其实有些颠覆 晚辈修行得很快 而且五行仙经 太过详细 甚至已经细致到 俏学的分布中 暂时还没有遇到难关 他说完后头 低下了几分 其实这里面有些杂乱 但又相当详细 很容易理清里面的脉络 陈寻打量了莫浮阳几眼 笑道 寿命的反噬 可有恢复 前辈 毫无问题 莫浮阳深吸了一口气 原本心中 其实相当忐忑 但是当晋升筑期期后 他已明白一切 众所周知 若是断道 如原因期 寿命两千年 若是已活千年 断道到炼气期 那也是铁打的失寿两千年 剩余的一千年 寿命根本还不上 但若服用一枚太威紫仙果 可完全抵挡这等寿命反噬 等于自己现在 还剩下千年寿命 哪怕是重新突破回原因期 那也无法补充回来 先天性就比别人少了千年寿命 除非突破境界 又可补充一些寿命 所以一般修仙者绝不会断道重修 断的也只可能是功法 跌落一个境界或者大境界 这也是五行仙道的危险之处 不过大风险也伴随着大机缘 莫浮阳现在如同重获新生 浑身上下都透露出一股沉稳的自信 陈寻探查了一番后点头 认真道 五行仙道之路我也还在探索中 但定不会就绝于此 老莫 你算是我传道的第一人 我很期待你的未来 莫浮阳听后 也是双眼金光乍现 郑重开口 前辈 五行仙道的强大 绝对凌驾于灵气仙道之上 但他说到此处 也是欲言又止 这条仙路太过颠覆 若是大肆传播 以前辈的实力 如今可能环护不住 定会引起他人注意 哼哼 无妨 这些小册子你拿去 多看看 低调形式 我心中自有考量 陈寻也是看出了莫浮阳心中的隐忧 把几个小册子放到他手中 走上五行仙道意图 当求索仙道 绝不与那些修饰相争 话落 他面色云淡风轻 一手富丽在背 此话说得意味深长 莫浮阳瞳孔微睁 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 还望仙神诸佛 且慢 陈寻大害 怎么一不小心拿错了 这是给大黑牛看的 老莫 我且给你换一个版本 呵呵呵 前辈说得是 莫浮阳善笑了两声 再配合 那副敦厚的面容 场面一度相当尴尬 陈寻倾咳一声 仔细查验后 再拿出了几个小册子 五行仙道有些东西 还是不能随意给人观看 莫浮阳郑重接过 深深一拜 多谢道祖恩惠 嗯 陈寻眼中很是欣慰 连连点头 话锋一转 老莫 我们在黎晨岛买了一处地产 名为无垢仙灵 莫浮阳闻言 神色满是惊讶 前辈 那可是黎晨岛三大修炼圣地之一啊 他此时呼吸声 竟然都急错了几分 甚至比刚才见到陈寻 还要那么激动一点 莫浮阳是真心为陈寻高兴 甚至打心底 也觉得老呆在垃圾倒不好 尤其是大小姐 这里总归是不安生之地 交给他来管理就行 呵呵 没错 我在那里给你留了一处地方 过些年咱们把九霄天风也买下 让清离 请晚他们在那里修炼 陈寻眼中也带上了几分傲然 这可是自己的梦想 无人能懂 不过从莫浮阳的神态来看 这个大势的修仙者 同样也如此 谁不想拥有一处安心修炼的圣地 每日打打杀杀 四处逃窜夺机缘的修仙者 总归是少数 莫浮阳眼中带着喜色 根本不在意陈寻为他准备的地方 而是说道 若是大小节入道院 说处处在黎晨岛的无垢仙灵 绝不敢有人看清 听到这个消息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 小赫的背景与身份 此事 他已和莫浮阳说过 关键是 陈寻并不打算以天娇的身份 将他送入道院 算是关系户 所以需要走一些后门 主要是为了让小赫 去开拓开拓眼界 交些朋友也是好的 以那些天娇的脾性来看 也绝不会针对这种关系户 别人有别人自己的圈子 放心吧 老莫 你先安心修炼 陈寻脸上挂着和须微笑 一直以来都对莫浮阳很有好感 第二枚太微子鲜果 还需要一些年 不必担忧自身寿命 如今 他已经开始在用水灵爵 重新改良太微子鲜术 就是不知道时候具体效用如何 灵药的药性可是不定 说不得物极必反 也是有可能 下一株太微子鲜果它 还得和老牛好好研究一番才成 这可是小赫与唯一留存宝药 莫浮阳重重点头 不再矫情 心中五味杂陈 定不会让前辈失望 他甚至已经打算 带到大小节出道院后 自己就去外历练 不能老是靠着前辈们的资源与感悟 玄威天可大得很 有事用传音法盘叫我即可 老莫好好修炼吧 此时话音回荡在洞府中 陈寻已经远去 莫浮阳依旧还在身身拱手中 眼中除了尊敬再无其他 在陈寻他们回来后 垃圾岛一切都已进入正轨 日子也就这么一天天的平淡流走 波澜不起 岁月如梭 修仙之路漫长而又短暂 每一个闪烁的瞬间都是一段历程 每一次的蜕变都是一次洗礼 散发着属于自己的气息和生命力 黄眼之间 陈寻他们又已在垃圾岛上 度过平静的三百年 垃圾岛周围海域广阔无垠 碧波荡漾 波涛汹涌 时而浪花拍案 激起片片浪花 时而海面平静 如静一般晶莹剔透 天空成蓝如洗 云彩飘渺飘逸 似乎随时都要飘散开来 不过天雨下五座垃圾岛 如今却是充斥着一股沉闷 这里的淘宝人气势一个比一个强悍 甚至眼中时常闪烁的金光 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认为他们 是什么宗门弟子 而且五座垃圾岛也不再混乱 甚至已划分区域 每个淘宝人都在有条不紊地寻找垃圾 然后又送入区域内的传送阵 区域之外 是养魂气零一族 与加入垃圾回收场的修饰守护 灵力的气势散发在外 目之所及 皆是自己人 他们眼中皆不在卑微 而是有了一股信念 一座垃圾岛上的中央区域 清离正在四处巡视 突然 各方不少人都拿起了灵须传阴法盘 里面传来一道消息 厂主他们有重要的事外出 一切照旧 此消息一出 清离目光一宁 看向远方 为何感觉有些不对劲 厂主这几百年出去都相当随意 从不会通知众人 而且 好像还是一家出行 难道出什么大事了不成 清离想到此处微微有些不安 又突然转头看向一座荒山 那里隐约间能看见两道模糊身影 在那里喝酒 他微微松了一口气 看来不是什么大事 道爷与顾公子都还在 这座荒山外人不知 但是他们怎能不知 那里如今已变得相当恐怖 哪怕是在周围 都能感觉到自己神魂的恍惚 像是来到了自己先到的尽头 清离也是暗暗为之心迹 道爷的法术 无人能看懂 甚至他曾见过道爷真正施法 那动用的可不是天地灵气 他的体内也绝不是灵力 他们一族对灵力相当敏感 若真是灵力施法 他们怎么看不出 而且 这顾离城垃圾岛也在无人敢小看他 能与道爷五五开的存在 能混在诗歌手心的存在 岂能是泛泛之辈 这几百年来的言行 不由让他们深深地相信 这位叫顾离圣的人 绝对大有来头 他随即不再多想 自己族人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 觉醒天赋 不过看了小册子后 都是将其奉为先到至圣名言 低调得很 没人能知道 当他们种族来到最低谷时 还有强者愿意拉他们一把的感觉 而且这种帮扶绝不是看在他们种族的天赋上 这里的每一位淘宝人可都是受到相同恩惠 他们也是 做多少活 拿多少零食 只不过 这种有贵人相助的感觉 对于他们来说尤为强烈 已经愿为欺负死 就在消息传遍各地时 这些淘宝人也只是随口交流了两句 场主在不在 其实对他们来说毫无影响 也根本不关他们的事 最主要是 还是加入垃圾回收场的众人 他们警惕新大起 五座护岛大阵已经悄然开启 大小姐曾说过 最近这些年来混入了不少人 他们似乎并不是来淘宝的 小心行事 此时 某座无名岛屿上 陈寻他们已经离开一个多月 消息这才传过去 这座岛屿荒凉寂静 似乎已经被时间所遗忘 岛上草木凋零 只有几棵枯萎的树木 孤零零地处立着 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凄凉的故事 海风吹来 只听见几声沙沙声 荒草在风中摇曳着 却无法掩盖这里的寂静 天空中乌云密布 看不到一丝阳光的踪迹 唯有阴沉的气氛 笼罩着整个岛屿 但今日半空上 却有两道身影摇摇对立 他们身形鼻挺 身上弥漫着恐怖的气势 令人不敢逼近 在这座小岛上 除了他们的呼吸声和海浪声 似乎再没有其他声音 两人就这么站在半空中 一位手持黑色开山斧 白衣在海风中烈烈作响 他眉宇间 透露着一股深邃的死气 宛如一座不动摇的山峰 而另一位黑衣男子 手握金色古栈毛 哪怕是轻轻挥动 都让人感觉 仿佛整个海面都被掀起 带起的风浪扑面来 让人难以呼吸 金色古栈毛上细密的纹路 在阴沉的天色下 闪烁着奇异光芒 似乎蕴含着无穷的法力 翁岛屿上发出一股沉闷的轰鸣声 回荡在海域中 岛屿上方 陈巡和莫叶寒 两人依旧还在对峙 周围的空气中 仿佛凝结了一般 令人感觉到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两人的气势逐渐攀升 周围是大海的浩瀚和浪涛声 两股恐怖决然的灵压 在空气中交织碰撞 让天地灵气都在发出丝鸣 他们的身上 散发出强大的气势 令整个小岛 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当年约定的一战 陈巡今日前来赴约 陈巡兄 莫叶寒双目冰冷 黑发飘扬得如同瀑布一般 他嘴角挂着兴奋笑容 我等这一战已经许久 他的话音如同雷鸣一般响动 向着四方浩荡而去 练须七 已可掌控天地元气 若是全力斗法 将会引起一方天地异响 陈巡淡淡一笑 与他相隔百里之远 平静开口道 还望莫兄手下留情 斗法之事点到为止 话音一落 他把一柄死气开山斧扛在肩上 嘴角还带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 似乎对这场大战很有把握 他如今长生点可是全满 根基之深厚 哪怕度过三百年 还依然在炼虚中期 不过面对这位炼虚后期的南遇大陆天骄 他心中毫无距影 甚至还想放水 毕竟不是什么恩怨局 没必要暴露真正实力 末夜寒双目微宁 并未回话 而是带上了一副 前所未有的如临大敌之感 这股气势 已绝对不属于他 甚至天地元气 都在发出一股激荡之感 轰隆隆 此时暗沉的天羽 像是撕裂了一道口子 周围的恐怖异象 也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伴随有雷光乍现 每一次雷电的轰鸣 都让整个岛屿都开始颤抖 这是元气不稳之相 末夜寒浑身涌动着恐怖的金光 那柄金色绽毛缠绕起无尽法文 而此时 他的肉身都在迸发出璀璨光芒 体内的法力如潮一般汹涌 带起一片片狂风暴雨 让人感觉像是 站在巨大的风暴中心 令人望而生畏 而在海面上 一股浓郁的黑气 开始逐渐涌现 逐渐将整个海洋 染成了一片漆黑 在黑气的缭绕下 海浪变得更加汹涌 巨浪拍打着海岸 发出一阵阵狂暴的咆哮声 与此同时 整个岛屿开始发生了异变 大地开始震战 山风崩塌 土石纷纷飞散 哄 哄 漠然间 两人手持法器 在半空中猛然冲向对方 没有多嗶嗶一句 开山腐和古战矛在空中相撞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陈寻与墨叶寒的力量 在这一刻尽数释放 一股恐怖决然的灵压 从他们的法器中蔓延开来 席卷整座荒岛 半空之上 陈寻挥动开山腐 黑色的辅光相当璀璨 宛若一道黑色闪电 在空中横扫 威力惊人 尤其是那股灭之不尽的死气 让墨叶寒也为之心计 但他岂是常人 手中的古战矛 每一次挥动 都能将元气与灵气撕裂 发出恐怖的破空声响 他们的身形 在半空中不断穿梭 速度之快 神识都难以跟上 两人的炼体境界 与法力境界 乍一看向时不分重薄 打得难舍难分 突然间 陈寻手中的死气 开山腐发出一声刺耳的切割声 斩破虚空 向着墨叶寒横扫而来 后者目光冷静 金色古战矛不过是一灰 直接将这道斩机化解 此时 两人的法术 也是越来越刺眼 越来越快 他们每一次交锋 都充满了杀气和威势 周围的元气 都被震得炽热起来 周围的天地灵气 此时已经彻底断绝 但在下一瞬间 墨叶寒的古战矛上 涌现出了一股强大法力 将陈寻瞬间击退 两人骤然分开 气息皆是沉重不已 陈寻眉头微挑 目光注视着那个金色古战矛 心中暗道 有点东西啊 竟然能排斥几分死气 不知是何品接法器 他如今也是一副 如灵大敌的模样 虽未动用全部实力 但也不能做出 一副不尊重对手的模样 毕竟自家三昧 还要靠他一些关系 墨叶寒眼眶微睁 眼角余光不敢置信地 看着手中战矛的那一丝裂缝 甚至还有一道残存的死气 在不断侵蚀战矛的威能 我这可是家族传承之物 金鸣战矛 乃是取自真正的 星辰精华炼制而成 怎么可能斗不过他的法器 墨叶寒心中一沉 握住战矛的力量又大了几分 他双目渐渐深邃 沉声道 沉兄 我这次可不会再留守了 他看向陈寻的开山府 眼底也是犯着一股寒意 只觉一股心迹之感 蹭蹭往外貌 不过他的境界 还是压了陈寻一头 他们在刚才的交锋上 墨叶寒已大致估算到他的实力 这样的斗法 陈寻绝不可能留守太多 尤其还是在面对高一小境界的对手上 墨叶寒虽然也知胜之不武 但这里 已经很少能遇见 让他如此感兴趣的人 此时 一股冷冽的寒意 随着话音弥漫四空 金色古栈茅上 渐渐散发出一股逼人的光芒 犹如夜空中的群星在闪耀 一股磅礴的压力 朝着陈寻盖压而来 哼 只要墨兄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便是 陈寻的话语由低到高 体内五行神光终于在此刻涌动 黑色开山斧上 开始散发出一股无比强大的气息 犹如山岳崩裂的声音 响彻四眼 陈寻的身体 开始逐渐升腾起来 周围的元气 也开始向他汇聚 化为一道金色辅光向墨叶寒斩去 同时 墨叶寒的气息 也在刹那间被斩碎 轰隆隆 轰隆隆 陈兄 来站 来 他们突然在半空中 发出一声巨吼 墨叶寒的气息 渐渐变得狂暴起来 犹如一只太古巨兽 在逐渐复苏 神魂之力越来越强大 陈寻二指并立胸前 凝视前方 白衣狂舞 五行神光充斥天地 淹没一切 两人的法器与法术 在半空中交织在一起 周围电闪雷鸣 大雨滂沱 整个小岛都像是随着这场大战 被卷入另一片天地 两人每一次交手的瞬间 都会引动起周围天地的强烈震动 此时周围海域波兰金士 甚至方圆千里内都形成了一股恐怖的绝燃气场 边缘处就像是有一道透明的元气防护罩 罩外海面波澜不起 罩内海面波涛汹涌 电闪雷鸣 甚至还有向外延伸的趋势 而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三道身影睁大双眼 远远地观战 此时的岛屿已成风暴中心 天地的寒风也是吹动得越来越急 牵动着他们的内心 牛哥 鹤姐 这 这就是大事天骄啊 小吃倒吸一口冷气 狠狠抓着自己的鬃毛 还未拔下 还未出法天向地呢 他说着说着 语气都变得惊骇起来 寻歌在小介于大战 那可都是一斧子下去 死一大片铜镜修饰 如今竟然和人斗得有来有回 猫大黑牛不急不缓地喷出一口鼻息 双眼满是沉稳 陈寻这才到哪 五行仙道之力都还未完全引动 完全是凭借肉身与法器在对抗 最多算是试探 小鹤满眼担心 小手紧紧握在一起 他不想大哥受伤 哪怕是一点 斗法输赢对于他来说 从来都不重要 忽然 一道金色闪电乍响天穷 浩荡而来 整个暗沉的天雨都被金光照亮 小赤张大了嘴巴 远空一柄庞大的金色古栈毛 虚影横跟在天地之间 狠狠朝着半空那道白衣身影砸去 犹如天结降临 然而更加惊骇的是 还在后面 此时 一股更加恐怖磅礴的惊雷 乍响天雨海域 乌边雷光闪耀世间 披向这道巨大虚影 四空元气竟以恐怖的速度 再被抽离 调无可调 而周围海浪也被电闪雷鸣所牵动 呼啸着冲向天雨 风暴猛烈袭来 裹挟着浓重的烟尘 使得荒岛 一切都变得模糊和朦胧 那柄庞大的金色古栈毛虚影 也在刹那间破碎 甚至能听到 一道浩大的气急败坏惊呼声 陈兄 元气呢 我家传法器的元气呢 不急 待会儿自会恢复 莫兄 再战 哼 正有此意 轰隆隆 大战又在短暂停滞之后继续 莫叶寒甚至越战越惊骇 越战越兴奋 陈循绝非普通人 能配当他对手 此时岛屿周围海面 冻结成一道道冰川 莫叶寒浑身散发的气息 也是越来越恐怖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大法术 此战对于他来说 简直酣畅淋漓 随着两人的再一次碰撞 他们体内法力 犹如洪水猛兽般 朝四周席卷去 风雨雷电 气象万千 整座荒岛地动山摇 轰鸣正响不断 大黑牛 小鹤 小吃他们也是 看得入神 神识都已被阻挡 两人的气息 已经搅动了天地灵气与元气 大战景象之恐怖 怪不得此战大哥踩点多年 要挑选一座无人经过的荒岛 与此同时 荒岛万里外 这里两轮好日高照 金光灿灿 是个修炼的好天气 修 修 上百位黑袍人快速从天雨划过 正在狼狈逃窜 他们藏在黑袍下的面色 一个比一个惊恐 甚至都无玉空法器 像是已经把一切底牌用出 而远方 十条八脉蛟龙 正在凶狠地追杀他们 他们身躯长达几百丈 距林如盾 身上有着八道明亮的脉络 贯穿全身 散发着森寒气息 犹如八道熊熊燃烧的冰焰 让人不寒而栗 猙獰的龙头上 长着锋利的龙角 张牙舞爪 透着一股凶猛和霸气 而这样形态的八脉蛟龙 毋庸置疑 全是恋虚妻 但是 他们追杀的人修为最高 不过是化神妻 甚至还有原因妻的存在 简直就是必死之局 连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那人竟然有空间挪一令 倒是要多费一些时间 这些人已经触碰到禁忌 有些是不是他们能查的 玄威先殿下令 杀无赦 嗯 十条八脉蛟龙喷出龙溪 巨大的龙岩俯看海域 已经追踪到他们的气息 这一次 他们可再无底派能够逃脱 蒙目大海域再打 也无他们容身之地 而他们也只是 追杀的其中一对 甚至还有河道真军出动 正在布置包围圈 绝不会出现一丝纰漏 各方的动向 也是让这上百黑袍人 心底弥漫着一股深深的绝望 炼虚真人亲自追杀 河道真军坐镇大后方 必死之局 根本不给他们一点机会 他们从空中快速呼啸而过 一位黑袍人沉声开口 梦胜 我们这次惹的是太大了 带头的黑袍人猛然转头 露出了一道青年的面孔 他目光带着冷静 无人能预知到 就是调查一些小介于毁灭的根由 都会触碰到禁忌 这里的消息传递太过迅速了 而且 他们的手段更是协议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 是怎么暴露的 我们现在还能逃到哪去 众人有些慌神 甚至有人都开始悲惨奸笑起来 最大的恐惧 永远都来自于未知 刚才开口那位黑袍人 渐渐在阳光下露出身形 正是于晨 他身旁跟着楚伯与于一威 眼中没有丝毫惧惧怕 大不了一死 他们可是古修仙世家之后 老祖甘愿赴死 后辈岂能有贪生怕死之徒 于晨只是平静地看了众人一眼 又朝着梦胜说道 白礼 但是他话还未说完 梦胜手中出现一只灵鸟 他目光一宁 西北方 那里元气异常混乱 可能是大凶险之地 我们去哪 什么 好 梦胜 我们听你的 众人也是一狠心 根本不已有他 这种时候 怕的就是不齐心 如今朝哪个方向逃都是死 不如放手一搏 而且 他们也是相当信任梦胜 这些年发生了太多事 没有他 他们早就死了 走 走 众人立马调转方向 朝着那处元气异常暴动之地而去 心中都已做好死的准备 甚至神色都变得不再慌乱 梦胜玉空在最前方 他不知为何 突然拿出了一道宗门令牌 他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又把他收入储物界中 随即速度又快了几分 垃圾岛 嗡嗡 一股浩大磅礴的声音响彻在周围海域 天际间百艘庞大战船缓缓向着驶来 上面站满了修士 甚至还有震道修仙者 此时海域大浪滔天 一股沉闷的气氛萦绕天地间 狠狠朝着垃圾岛冲击而来 百艘庞大战船上人影绰绰 甚至都带有灵须传音法盘 还在不断传出声音 五座垃圾岛 元气坐标已锁定 养魂气灵一族 共计三万一千六百三十二人 已全在垃圾岛 觉醒人数不定 但一定不少 已经确定 垃圾回收厂长主已离开 离尘仙殿 无法干涉今日之事 一道道冷漠平静的声音 从灵须传音法盘传出 开口的每一位气息 皆是炼须漆 他们的目光 远远地看着垃圾岛 已经越来越近 嗅 嗅 嗅 三道浩大的破空声 从后方空中而来 三头巨大的八脉蛟龙尾部 缠绕锁链 越过百艘庞大战船 从空中呼啸而过 而当他们露出真身时 才看见 尾部到底挂的是什么东西 三条锁链有数百丈之长 他们牵引着一块黑色石头 而此时名为阵魂石 如此磅礴的阵仗 早已引起垃圾岛的众人注意 一艘艘战船 已经映入眼帘 甚至空中那庞大的三头八脉蛟龙 更是异常显眼 来者不善 嗅 嗅 嗅 无数刺耳的破空声在垃圾岛响彻 一位为淘宝人踏空而行 立于垃圾岛之前 他们目光冷冽地看着远方 气势丝毫不弱 而灵脉下方的洞府中 五道神光冲天起 交织环绕 灵气必退 一位模样 敦厚的中年人 默然睁眼 瞳孔如同星河般深邃 荒山之上 两道身影居高临下 俯瞰远方突然出现的一众战船 双眼皆是带着一抹冷意 宋恒冷笑一声 黎盛啊 来者不善啊 顾黎盛弹坐在地 双手环抱双臂 他微微低头 漠然间 周围虚空颤鸣 一柄虚空长剑 缓缓凝聚在他怀中 发出一股灵力的见识 区区小贼 无妨 本公子自会出手 他低笑一声 微微抬头 满是傲气 哪怕是和道真君 本公子也定会杀给你们看 垃圾岛周围海域 一艘艘庞大战船 响彻起浩大轰鸣声 开始组成一个扇形大阵 一股股强大的阵法 波动在空中呼啸而过 像是一头巨兽在咆哮 朝着垃圾岛包围而来 而这股威势 也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狂暴起来 海浪翻滚 发出巨大的声响 海面上的涟漪与气势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 瑰丽而又恐怖的画面 战船上 一位为修饰踏空而起 与垃圾岛前方的众人摇摇相对 气氛变得异常凝重 唯有汉海的狂笑声 垃圾岛上空 清离 清婉目光冷冽 已祭出本命法宝 身后跟随数万人 声势浩大 整个垃圾回收场已出具规模 绝非普通修饰可以招惹 清离 这些修饰看不出适合势力 但那些战船的记忆可是不凡 清婉淡然开口 头又抬高几分 甚至还有八脉蛟龙参语 尾部绑有震魂时 是冲着我们来的 清离的扁平的瞳孔 已经变得越来越灵力 周围的灵气都似在发出一股痛苦的丝鸣声 垃圾场中无数垃圾漫天飞舞 被数万人的气势 牵动得如同龙卷风一般翻飞 他们是冲着我们一族来的 清离心中压抑着一股怒气 至少十位炼虚真君 好大的势力 甚至还可以召集到八脉蛟龙一族 清婉目光再不断扫视远方 轻声开口 至少也是先隔 若是宗门 可调动不了八脉蛟龙 此族唯利仕途 但确实和宗门有些不对付 很有可能是你说的那样 清离冷声道 整个垃圾岛的前方 已经满是战船的虚影 此战 无知一族全力以赴 莫要牵扯到场主 宁死不详 一股磅礴的声音响四方 轰隆隆 一位为养魂气灵一族的族人 瞳孔皆在发生异变 整个海岸的灵气 已经被压抑到极致 他们低吼回应 是 短短一字 却是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与坚定 此战绝不牵连到垃圾回收场 当他们的气势一出 周围的垃圾回收场 众人皆是面色难看 他们体内的法力 并没有陷入停滞 而是产生了一种逆流之感 异常难受 清离 此事 你还做不得主 无数垃圾岛的修士 皆被这一族逼得一退 神色相当惊骇 养魂气灵一族的觉醒天赋 他们是听说过的 但今日一见 果然非同寻常 但这也完全把他们驱逐 不让他们参与此战 最重要的是 实力太过悬殊 甚至垃圾岛 现在都没有炼须修士作证 告知常主 我养魂气灵一族 绝不负常主之欲之恩 清离怒吼一声 踏空而行 站在所有人的最前方 他一人面向上百艘战船 面对十几位炼须修士 面对超过十万战力强悍的修士 哄 哄 所有养魂气灵一族的人 皆是神色深沉 一言不发 踏空向前 整个空中都暴动起一股浩荡声 虽无言 但气势如虹 狂风在空中呼嚎 法力的暴动声越来越汹涌 此时 远空 三位炼须修士 踏空 立于船阵中央 俯瞰垃圾岛的所有人 一股浩大的声音 传遍方圆千里 养魂气灵一族 先奴之后 五等凤令前来将你们带回 绝不杀而等性命 呵呵 清离一柄青色长剑在手 摇指前方 冷然道 不必假意惺惺 你们适合目的 昭然若揭 今日你们敢动垃圾岛一寸土地 明日这里就是 你们的坟种 区区 仙奴种族 好大的口气 一位中年人冷声道 身前漠然出现 一道金色轮盘 下方海域的元气 滚滚向轮盘涌来 一炷香的时间 要么束手就擒 要么强行被我们捉拿 此话一出 清离 清晚他们的气势 都是漠然一致 面色微微有些痛苦 炼须修士 可掌控天地元气之力 哪怕相隔如此之远 也对他们化神修士的压制 异常厉害 尤其是一些元英族人 浑身已经开始 不由自主地发颤 元英都变得有些不稳 而战船上 有化神阵法师 不断在传递消息 垃圾岛周围有 元气大阵存在 无法确定阵眼所在之地 若是强行破阵 可能会损失惨重 什么 此阵绝对出自于 炼须真人之手 相当广大 而且阵法造诣也在我们之上 甚至 无法确定 这是和阵法一位为阵法师心中骇然 能当得起阵法师之称 那绝对是博览群阵的存在 但这护导大阵 有些颠覆 他们对阵法的认知 此方几位炼须修士 也是微微皱眉 我们时间不多 必须速战速决 时间耽误过多 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不对 此阵竟然还能牵引契机 这是和阵法 几位阵法师并未回应 而是突然发出惊呼 这些垃圾岛的淘宝人 能随意出入阵法 竟然是被大阵记录了契机 这番话 瞬间传入带头的炼须修士耳中 他们神色微变 能记录大量生灵契机的宝物 公认的 就是混沌仙灵榜 此阵是什么来临 计划有变 带走养魂契灵一族的人便是 垃圾岛莫要强行攻入 突然 一道沉稳声音传来 他气息缥缈不定 甚至都无法判断出 他的具体修为 不过听话语的感觉来看 他才是这次真正的带头人 他又平静开口 养魂契灵一族的人 并不想牵连垃圾岛 不然他们也不用走出岛内 先如他们的意 若垃圾岛有人冲出 杀 是 是 一道道回应声传来 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只有战船上的阵法师 还在眉头大错的研究中 越来越感觉到此阵的不凡与诡异 垃圾岛 荒山之巅 嘿嘿 离圣 事发突然 先让道爷我准备一番 宋恒双目紧闭 只是嘴中还在发出猥琐的低笑声 手中的罗盘 早已引入虚空之中 想必场主他们已得知此事 拖一会儿就行 翁整座荒山煞时间震动 发出一声诡异的地鸣声 此时 整座荒山的气息 突然出现一股诡异的变动 荒山上的灵气正在转变 宋恒体内的灵气 也在煞时间发生突变 一道道黑光 从他的道符上而出 渐渐扭曲空间 荒山的沉鸣声 便随着他的低笑声同时响起 而今日 第三条仙道重现于世 此时 一座黑玉般的门户 渐渐引现在半空 它双门紧闭 只有一条长缝 却又在缓缓打开 门户后方 似是一座世界 无数紫黑光 从中缓缓散发 宋恒体内再无分毫灵气 这座神秘门户的轮廓 也在变得越来越大 如此一变 早已引起垃圾倒众人的注意 荒山的内部 似乎有什么大恐怖正在复苏 有人转头正住 甚至都已顾不上前方的危机 嘴中还在喃喃自语 这 这是什么 道爷 是道爷 那座荒山就是大漠 天哪 道爷 一道道精华声响彻四方 目光皆是看着荒山的上空 一道门户正在缓缓打开 然而 顾离胜只是微微撇过宋恒 眸光依旧还停留在远方 根本不被他身体的异变所影响 他缓缓起身 霸裂的目光直视远方而去 而此时 远方海域有练须修士冷冽开口 动手 嗡 嗡 嗡 刹那之间 无边风云涌动 元气暴动天地 本来是风和日丽的天气 却骤然之间变得昏暗无比 一艘艘战船 竟然静止朝着垃圾倒撞来 巨大的轰鸣声 让大海波涛汹涌 掀起数百丈高的巨浪 仿若是巨兽的狂笑 撕裂天际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从战船上一散而出 让人不寒而栗 那些战船上的修仙者 气息威猛 面容森寒 丝毫没有任何温度 随着战船的靠近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笼罩着整个垃圾倒 尤其是站在最前方的 养魂气灵一族 那种压迫感 仿佛就是无数庞大的山峰 压在他们身上 令他们难以喘息 但体内皆是暴动出法力 清理面孔争鸣 怒吼道 杀 杀 所有族人皆是发出怒吼 朝着这些庞大战船冲去 他们的身躯 在这些战船的对比下 犹如一只只蝼蚁 犹如皮肤汗树 在船首的 一名年轻女子身后 还站着几个手持法器的修饰 他们神色冷漠 嘴角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 似乎对这一切毫不在意 突然 天羽上的三头八脉蛟龙终于动了 一座黑石漠然间变大 朝着海域镇压而去 所有养魂气灵一族的人 皆是身形一阵 一股难言的恐惧 营绕在心头 这是神魂攻击 比神石之术 还要更加恐怖 垃圾倒的淘宝人 也变得有些慌乱 嘀吼道 大小姐已收到消息 但是厂主他们那里 似乎也出事了 暂时无法赶回 什么 那可如何是好 传送阵的镇齐 在莫管市那里 大小姐有说撤离吗 没说太多啊 他们那里似乎也相当混乱 甚至灵须传音法盘传出的声音 都是断断续续 可恶啊 这群贼子 各方淘宝人神色凄厉 眼中充满着仇恨之色 但这就是血淋淋的现实 怀必其罪 大势修仙界的本质 依旧是弱肉强食 无妨 区区小贼 也敢觊觎垃圾倒 让本公子来 此时 一道红光滑破天际 气势辉弘 一柄虚空长剑 斩断周围元气 话音浩荡而来 此等小事 还轮不到场主亲自出手 前方贼子 本公子顾黎盛 何人敢站 顾黎盛的浩大声音传遍四眼 他踏空站在最高处 一件横贯苍穹 轰然斩向最前方重来的庞大战船 如此磅礴声势 让所有人都是心中一震 不由的心中一领 皆是目光骇然的 钉向上空那位末法飘扬的男子 一柄虚空长剑 旋立在他身侧 剑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杀气 仿佛能够轻易地斩断一切 他的脸上 毫不掩饰的自信 让人不由的为之震撼 最前方为首的女子 也是被这股气势立马唬住 但那股剑势 却被他们轻易破解 在海面上发出一声巨响 他神色有些微怒 化神中期 也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 化落 女子冲天起 周围天地元气 都在被他引动 此时他手中画出一枚大印 上面满是明刻的法文 随着他手中大印的一挥 一道道强大的法力 瞬间从大印中喷涌而出 化作了一股可怕的力量 朝着顾黎盛狂风般扫去 顾黎盛丝毫无惧 而是冷笑 区区炼虚修士 也敢在本公子面前猖狂 给我死 他猖狂大笑 根本不躲 朝着这没大印的法术 直接斩去 甚至还看向大后方 阴沟里的一群老鼠 都给本公子一起上 看我不把你们杀得干干净净 这番话 传入在场的每一个人耳朵里 无数杀气 都是朝着这里汹涌来 所有人都在瞬间 记住了顾黎盛这个名字 做态如此猖狂 难道真是什么隐藏修为的 老怪物不成 然而 不过是刹那之间 胖子 救我 半空中 一道惨烈的奸笑声传来 鲜血如同水柱般喷涌而出 顾黎盛话刚说完 就被大印暴打的 在空中倒退数百上千丈 尤其是那一条长长的烟红鲜血 在空中是那样异常显眼 顾黎盛不过出场片刻 就这么黯然落幕 完全无法抵挡住 练须器的威势 整个战场 整个垃圾岛 都在刹那间死寂 所有修士目瞪口呆 竟然真有人敢这么嚣张 送死不成 尤其是那位出手的女修士 她的神情变得越来越愤怒 就像是被一个跳梁小丑戏耍了一般 她低声道 你该死 修 空中闪动着暴动的法力红光 那恋须女修士 根本不打算给顾黎盛机会 直接追杀而去 不过是眨眼间就已到她身前 一枚大印也随之而道 刚好停在她的头颅上方 就像是要将顾黎盛的天灵盖 都给直接砸碎 顾黎盛面色惊恐 依旧还在朝后方大叫 宋胖子 宋横 救我呀 恋须女修士眼中出现一抹狠辣之色 不过是一挥手 大印煞时间变得无比巨大 朝着顾黎盛的身体盖压而下 甚至周围的元气都已加持在大印之中 顾黎盛已经毫无逃生的机会 哄 空中发出一道巨大的阵响 元气暴动的神光相当璀璨 把上空渲染得五颜六色 现在只能看见那没大印模糊的轮廓 顾黎盛似乎已被砸得尸骨无存 就当众人都以为顾黎盛已经生死时 那些入侵垃圾倒的修士们 皆是眉头大皱 为何他还未离去 依然停留在空中 怎么了 有炼须修士开口 不 不对炼须女修士 瞳孔已快要缩成一根针 竟然在空中下意识倒退了几步 大印象是被死死地定在了空中 根本不受他掌控 也无法收回 我的本命法宝 为何与我失去联系 炼须女修士惊恐喊道 因为大印下的一道恐怖无边的气息 竟然朝着他笼罩而来 甚至快要陷入窒息 犹如行走在万丈海底 轰隆隆 轰隆隆 突然 天羽乍响一道惊雷 一道道乌云滚滚而来 而且越来越厚重 雷声滚滚 一条条庞大无边的雷弧在涌动 而这股气息 已经开始弥漫方圆千里 万里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整个世界陷入了沉默 只有那股难以言喻的威势 在逐渐增长 他们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压迫着 就连天穹的两轮昊日 也显得暗淡无光 温轰 就在这时 海面竟然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变成暗黄色的土地 尤其是地面之下 似乎有什么恐怖巨物正在踏行 就连战船都在刹那间 被土地所凝制 周围的修士们 感受到这股气息 纷纷面色惊恐 心中不由地涌起一股 强烈的心机感与危机感 这种感应绝不会错 不 不好 那人究竟是谁 什么 什么情况 不行 周围元气已全部泯灭 甚至空间都已发生错乱 完了 这种大法力者 怎么会来此地 一位为恋须修士 突然面色变得异常惊骇 了解得越多 才越知道何为恐惧 灵须传音法盘等等一切手段 都在此刻失效 轰隆隆 轰隆隆 天空一声巨响 弟弟乍震山河 老奴千万 老奴不驾 见过公子 昂吼 浩大的龙吟虎啸声 同时从天地间传来 传荡四方 气势磅礴 此时 一条硕大的龙头 从雷云层中探出 它高悬于天际 气势辉弘 宛若九天神龙降临人间 显现出震撼人心的威势 它的龙脚高高促起 一双龙目炯炯有神 犹如深渊 透射出一股庄严肃木的气息 龙头上的龙须 银白如丝 随雷暴飘荡 显得格外神秘 在他身后 雷云翻滚 似乎再为这位龙军扑就道路 而在他的龙头下 三条八脉蛟龙 如同蚯蚓一般 面孔一度陷入呆滞 整个战场都已陷入死寂 一切声音都已消失 所有人的神情 都变得呆愣无比 他们嘴巴一张一臂地仰望天龙 犹如身处深渊大梦之中 天龙 大后方的战船上 一位轻衣男人震惊低吼 就连话音 都变得沙哑颤抖起来 所有人的气势与修为 都在一瞬间被压制 甚至于他们都神魂 都在惶恐 而这不过是雷云中 那颗龙头扫射过来的一眼 这样的天龙 甚至还未露出全身 仅仅只是透露 就已快要遮天 若是他的全身 无人能够想象到他 到底有多庞大 到底是如何降临 尤其是海域化为黄土的地底 一股磅礴的呼啸声 一阵一阵地从地底传来 周围海域刹那间 变得一望无尽的平静 只有那股天崩地裂声 在不断响彻 一艘艘庞大战船 坐落在各个方位 只不过 此时已经显得异常渺小 不管是垃圾倒的淘宝人 还是那气势刚猛的入境修士 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景 有人脸色苍白 浑身颤抖 仿佛连战都站不稳 更有甚者 直接被这突如其来的威势吓傻了 僵直在原地 心中顿时涌出一股 无法言喻的恐惧和绝望 哄 突然 就在所有人惊颤的同时 他们都感受到了 地底一股来自于古老时代的威压 就像是要面对一场毁灭性的 修仙界浩劫一般 吼至一阵远古般的咆哮声 从地底传出 化为地面的海域 开始狂烈的震战 猎蚊迅速扩散 巨大的裂缝从地下延伸出来 犹如一条条深渊般 深邃而恐怖 无数碎石和尘土 在一道庞大无边的身旁翻滚飞扬 仿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风暴 将周围的一切都卷入其中 强烈的气流扭曲着空间 让人无法呼吸 在这股无法抗拒的气势面前 所有生灵都显得渺小无比 此时咆哮声 轰鸣声和碎裂声相互交织 形成一片混沌的场面 更为恐怖的是 竟然有元气化为紫色的岩浆 从地底喷涌而出 炽热的温度和强烈的毁灭气息 让人无法忍受 在这场动荡中 双翼白虎的身影逐渐浮现出来 他的双翼在地底喷涌的岩浆中翻飞 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这道庞大无边的双翼白虎 毛发如雪 一双犀利的眼眸炯炯有神 映照出周围一片金光 虚空为之扭曲 他的咆哮声响彻云霄 如同万千寿吼 让人浑身站立 面色发白 这双翼白虎 仿佛化身为此方天地间最为强大的存在 令人不敢逼试其神圣的身姿 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阵 他生如雷鸣 强大的气息 引动天地共鸣 雷云涌动 似乎也要为之掀起翻滚的波澜 这一切场面 都令人为之心惊胆战 甚至已失去反抗的心理 两头庞大的古老生灵 在天上地下俯瞰一切 眼中冷漠无情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天龙地虎将士 自称为老奴 竟然还称 那位叫顾离圣的人为公子 所有修士都呆滞地 望向半空上的大印 那里璀璨赤裂的光芒 久久不绝 然而无边的雷云苍穹之上 天地元气纷纷涌动 一股磅礴的气息 弥漫整个战场 明明是昏暗的雷云中 却突然出现了一轮明月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仿佛是道道银河倒挂在空中 令人震撼 一道虚影降临天地 在朦胧的云雾中 一个身影缓缓走来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气息 随着他的脚步 天地元气澎湃 风云变幻 他的出现让天地失色 万物俯首 仿佛在等待着他下达命令 而他却只是微微一笑 看向那位出手的女子 姑娘 你要杀本尊 他的话音清冷而又磅礴 仿佛来自九天之上 让人感到无比心静 甚至天龙与地虎冷漠的神色中 都戴上了恭敬 恋虚女子汗毛倒数 只是嘴唇微张 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他瞳孔颤抖得都快要涣散 仅仅是一句话 他体内的法力都在快速流逝 唉 一道叹息声降临在天地间 一道剑光横扫天雨 漠然斩向女修士 轰隆隆 轰隆隆 什么 快闭 不好 无法调动体内法力 无法调动天地元气 无数精华七厘声响彻天地 顷刻之间 这道剑光如同星河一般 璀璨耀眼 带着无尽微视 淹没天地还雨 像是一切都被他斩断 不过是眨眼间 女修士的躯体 像是碎片一般 被卷入剑光撕裂的空间中 所有人头皮发麻 眼眸惊颤地看向天雨 那可是恋须真人 不知有多少保命手段 但现在竟然不敌一击 刹那间化为飞灰 然而大恐怖也为之降临在所有人神魂中 每一个人的瞳孔都带有涣散之色 有关那个女修士的所有记忆都在消失 甚至无人记得她的名字 她的过往 她的一切 然而这才叫做真正死亡 让天地都不存在留有的痕迹 甚至无法探查 无法再回溯这一幕 断绝一切因果 这位恋虚女修士的痕迹 彻底在天地间消失了 而且方圆万里的元气 也在这一刻被进阶斩断 天龙地虎同时咆哮 整个海域掀起惊天波澜 雷光涌动 如同浩大天节威灵 而那位虚影男子 只是淡淡地朝着垃圾岛的荒山上看了一眼 此时 一道门户降临天地间 掩盖住所有情况 一道道诡异的气息 从中磅礴涌出 一位胖岛人手持寻宝罗盘 踏天而行 他冷眼俯瞰着一切 也是深深看了那位虚影男子一样 两人就那么隔空对视 像是穿越了时空岁月般的凝望 宋恒丝毫没被海域这恐怖威势所下注 他突然尖笑一声 离圣纳 善后就交给道爷我了 虚影男子屹立在天穷之上 他并未回应 只是久久地凝望宋恒 他眼神的复杂超乎所有 没有人能看懂其眼神中的寒意 他话音温和 眼神中夹杂的情感甚至变得越来越复杂 能再看见你活着 挺好的 天龙与地虎的庞大瞳孔 也皆是向着颂横而来 此方天地为之一镜 气势相当骇人 但是他们冷漠的神情中 皆是带有一抹复杂和愧疑 颂横眉头大皱 似乎还未看懂 微怒道 顾离圣 杀敌呀 场主回来 咱们如何交代 这垃圾还剪不剪了 他瞥过眼去 不想看他们那副眼神 尤其是自己心中的那股悸动感 肯定是和自己祖宗有什么牵扯 他低难一声 万般因果 找祖宗去呀 别找到野我呀 话音一落 颂横抬手 寻保罗盘默然间变大 开始与这道黑暗门户融合 此时无尽黑暗涌现四方 他看向所有人 嘿嘿一笑 诸位 今日之事 只能劳烦你们忘记了 嗡 嗡 此时天地震动 一位为垃圾倒的淘宝人 瞳孔一颤 竟然开始无力地倒下 然而 有一人始终淡定地站在大后方 那人就是莫浮阳 颂横一愣 如今的道符相当光彩 再无黑灼之感 此时莫浮阳身上散发的气息 为何那样像场主 他心神一震 此刻灵脉正下方 传来一股恐怖浩大的震动声 一座大黑官 放出无尽死气 甚至他门户的气息 都在这一刹那间被压制 他的气息 让周围天地 都变得沉寂而压抑 黑官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死亡气息 仿佛它是无尽黑暗和恐惧的源头 一声清脆的震响声传来 那座黑官缓缓打开 宋恒瞪大了眼眶 场主到底留了多少后手在这 他白白用出底牌了 梦 一道沉闷浩大的远古牛叫声 从黑官中传来 甚至朝着雷云大的冲击而去 天龙地虎双眼如电 同时转头 眼中都戴上了一抹震惊 一头浑身沐浴在死气之中的大黑牛 从黑官中走出 他浑身萦绕着死气阵光 像是死气与阵法的化身 而他的身躯虽然渺小 但你无论在哪一处地方 也绝对无法忽视他 公子 这头黑牛 天龙地虎眼中的震惊之色 越来越甚 像是看见了超越他们认知的生灵一般 那磅礴的话音 竟然都上了一丝微颤 虚影男子 嘴角露出淡淡微笑 黑牛道友 我们无意与你们为敌 甚至降临之术 也无法维持太久 只是两魂分化 被本体的危机牵引而来 可能这就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 他的话音相当缥缈 甚至说出口后 都有一种快要让人忘记的感觉 而且这些入侵的修士与战船 都在寝刻间覆灭 灰飞烟灭 尸骨无存 甚至连神魂印记都已被斩断 任凭你有多少手段 都在无复活可能 尤其是那位带头的河道前妻修士 他到死都没反应过来 自己到底是 怎么惹上如此恐怖的大法力者的 他甚至到死亡的最后 都在怀疑 是不是他们来错地方了 这里是垃圾岛 大黑牛的死气原神 正在缓缓喷出一口又一口的死气鼻息 他轻轻点头 眼中带着决然的愤怒 然而 这股愤怒似乎不是从他现在看见的这副场景而来 而是从他的本体而来 莫福阳化为一道五行神光 坚定不移地站在大黑牛旁边 他心中虽然带着震惊与恐惧 但是面色中丝毫没有表现出来 他依旧用着唇厚的嗓音开口 黑牛前辈 垃圾岛危机已经解除 道爷已开始善后清除一切记忆 不过似乎不能影响修五行先道之人 大黑牛两脚站立 一座大黑官树立在旁 他开始扫尸四方 尤其是跌落在海域上的一众养魂气灵一族的人 他的眼中带着相当狂暴的戾气 想杀敌 大黑牛的神情相当激动 拿出小册子 写了一个字给莫福阳看 等 是 莫福阳正中拱手 场主绝对遇上了什么大麻烦 但是他们现在绝不能去添乱 垃圾岛也是一团乱麻 需要他来暂时接管 大黑牛的原神神情明显有些僵硬 就这么站立在原地 守护垃圾岛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莫福阳也是静静地看着这辉红的一切 目光透露出一股沉稳与坚毅 盗祖日后的成就 绝不会疏于他们 必将凌驾于诛天之上 半个时辰前 荒岛 陈寻与莫叶寒大战之地 这里元气暴动异常 电闪雷鸣 大雨滂沱 两道身影的交锋从未停止过 不过 好像他们都留了一手 没有用处法天相地 框 框 浩大的轰鸣声 在半空中久久不绝 莫叶寒也是越战越勇 他各种法术 如同狂风咒语般地向着陈寻砸去 甚至还用上了神石攻击法 然而陈寻岂能没有手段抵御 一股暗灰色的风暴席卷四方 灭神之力出世 陈兄 好手段 哼 叶寒兄的肉身果真强大无比啊 陈寻与莫叶寒大笑一声 这样的斗法实在是畅快 简直是棋逢对手 不畏生死 尽情施展手段 忽然 空中一道惊雷震响 两人瞬间分开 皆是眉头一皱 莫叶寒目光冰冷 突然看向某个方向 冷声道 陈兄 有人正朝着我们斗法之地而来 好大的胆子 他话语微怒 有一种正在信透上被打断的愤怒之感 甚至还感应到八脉蛟龙前往此地 哼 看来这里的情况 竟然引起了一些生灵的注意 陈寻露出淡笑 开山斧轻轻抗在肩上 不过好像是在追杀什么人 看来此地不宜久留 免得被牵连到是非之中 话虽如此 但是他心中也是微微疑惑 这地方 自己可是带着老牛他们踩点已久 哪能说来人 就来人 这个世上可没这要巧合的事 末夜喊冷哼一声 陈兄 无妨 一群蛟龙罢了 我倒要看看 如此饶我兴致 他们该如何向我交代 嗡 金色古栈毛毅力半空 末夜喊副手而立 冰冷深邃的气息 从身上渐渐散发 他已是一副问罪之态 就等着这些生灵前来 他们造成的异象 可是涵盖方圆数千里 竟然还敢往这里来 那可就不是什么无心之举了 那是故意的 陈寻摇头淡笑 知道末夜喊相当有背景 不说在蒙目大海域横着走 但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绝对听说过他的名号 然而他笑着笑着 突然面色一僵 瞳孔漠然间睁大 心中涌动起无数心绪 甚至抗着开山府的手 都在微微发颤 陈兄 末夜喊眉头一鸣 不知陈寻为何如此作态 不过是一群恋虚气的 八脉蛟龙罢了 他的背景 可是不怕这一组 陈寻的瞳孔在不断颤抖 甚至眉心间的印记 都在散发出淡芒 是他们吗 是小介玉的人吗 他额头一条条青筋抱起 眼眶都在瞬间变得发红 无人知道 他这数百年来 日日夜夜内心所受的煎熬 介玉的毁灭 他到现在都无法确定 是否有人能够逃出 哪怕是逃出一人 逃出两人 只要能遇见 对于他来说 都是一种天大的救赎 介玉先驱者的名号 他从未担当得起 他什么也做不了 无法拯救小介玉 甚至无法避诱出一人 陈寻的口中 再发出嘶哑的低鸣声 他的目光死死盯着远方 一缕缕浓郁到了极点的死气 从他的眉心间散发而出 整个白衣都在缓缓变成黑色 陈兄 末夜寒突然惊喊一声 一股恐怖到了极点的心迹感 从天地间传来 他怎么了 他说完后 竟然在空中暴退数千丈 眼中满是骇然 这股一散的死气 竟然让他心中涌现出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感觉 恐惧 而远方 大黑牛与小赤也是缓缓起身 向前迈步 他们目光变得深邃凌厉 皆是一言不发 但是他们的体内 都在涌动出一股股磅礴的法力 那里 是小介遇的人在奔逃 而带头之人 他们很熟悉 梦盛 甚至旁边的人 他们也认识 于晨等人 二哥 四弟 小赫一惊 看向他们的背影 这些人他并不认识 但是他似乎已经感应到什么 开口后立马沉静下来 忽然 远方传来龙啸声 玄威仙殿捉拿通机修士 周围修士退避 三夕时间 立马离开 不然同罪 捉拿为首之人 其余人 杀 一道道冷漠森寒的声音 从远方传来 一条条八脉蛟龙的身影 出现在天际 皆是带着凌厉无匹的杀气 这里 已是他们的尽头 梦盛他们也是 被这些话 喊得遍体声寒 只是一言不发地 快速掠过半空 他双眼都变得相当心红 这些练须修士的速度太快了 然而 在前方带领的梦盛 梦盛突然身形一阵 像一块木头似的 将植在了原地 他远远地看着那道身影 甚至身体都在开始发颤 梦盛 走啊 你在做什么 走 快逃啊 所有人都在大吼 眼中皆是不解地 看着突然愣住的梦盛 不过是片刻 后方追杀的八脉蛟龙身影 就变得越来越近 那股浩大的破空声 甚至已经传入他们耳朵中 梦盛并未理会周围的声音 他双眼发红 缓缓把黑袍拿下 带着颤音的拱手 前 前辈 众人大惊失色 同时看向远空 那是一位黑衣男子 不过他的目光也在注视着他们 像是有千言万语 在这眼眸中诉说 于晨猛然抬头 回想起梦盛给他说过的一些事 他看向远空 喃喃低语 这位难道就是戒狱 先驱者吗 所有人听到这句话后 都是身形一阵 甚至慌乱的神情 都在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他们无数情感都流露在眼中 就像是见到了那群 牺牲自我的一众戒狱前辈 就在此时 一道冷漠冰冷的声音 打断了所有人的思考 杀 谁敢动本座戒狱之人 哄 突然 一道磅礴的声音 如同惊雷般乍响四方 甚至话音传荡之时 一瞬间 让所有人都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一位黑衣男子骤然开口 天地为之变色 只见他一手至天 无尽五行之气 滚滚而来 咔 天穷突然乍响出天灯的声音 一道恐怖的裂口缓缓展开 整个天与火红一片 在散发恐怖无边的威势 一座如同星辰一般的火球 正在从这片撕裂的星空中 缓缓降临 当他出现的那一刻 周围海域都在被蒸发 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甚至周围的天地元气 都在被快速泯灭 一道道死光环绕天地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末夜寒五官扭曲猙獰 竟然都在从空中跌落 他莫名其妙地 有了一种跌入凡尘之感 周围的元气在消失 无法调动 翁此时 一道冷漠双铜缓缓展开 浮现在天地间 俯瞰所有炼须七八脉蛟龙 周围天地的所有人元气脉络 都在这一刻 被五行仙童进阶斩断 毁灭灾难及法术 星陨术 震耳欲龙的声响 回响在天地间 无数元气都在被泯灭 所有人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 就连牙齿都在发颤 就连神魂都有一股被蒸发之感 恐怖恢弘的火球 如同星辰一样 缓缓降临在天地 那种视觉冲击感 哪怕周围是如此的炽热 也让人遍体发寒 就连全身的筋骨与血液 都在触动 牙齿和牙齿间 忍不住发出互相撞击的声音 末夜寒手持金色骨颤毛 他发丝凌乱 眼眶暴涨地看着天雨 心里竟然在呢喃 陈兄 你在跟我演戏 他大口大口地吐出浊气 周围压抑窒息的氛围越来越甚 甚至天地间 仿若就只有那一人 那倒横贯于天穷之上的双瞳 让他自己也为之无力 同镜之内 到底何人敢与其争锋 末夜寒缓缓低头 双手紧握颤毛 竟然在发出低沉的微笑 凌厉的发丝 开始飘舞起来 他的眼底 带着决然的兴奋 他现在不过还是炼虚中期 如此强大的战力 让他心中也为之振奋 甚至激发起他心中的无尽斗志 难遇大陆的天骄榜 当容不下此人 末夜寒转头看向另一方 目光微宁 玄威仙殿所捉拿之人 他的面子可能有些不够看 此殿统于玄威天所有仙殿 乃万殿之首 不少玄威天的榜首天骄 都是前往此殿 那些妖孽怪物的恐怖 绝不差陈寻半分 他甚至在陈寻身上 他似乎都看见了他们的影子 自己现在还差得远 但绝不是镜头 他渐渐抛开杂念 深吸了一口气 仔细端向起那些玄威仙殿 派出的八脉蛟龙 末夜寒已经看出 可能追杀这上百人的 不止这一路蛟龙 此时 十条八脉蛟龙如坠深渊 这所有的威势 都是朝着他们的而来 甚至远方还有三道气息 将他们牢牢锁定住 望一股浩大磅礴的震荡声 响彻在天地间 大黑牛绒毛遍布全身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牛叫声 他挥动牛蹄 五行震旗从原神而出 狠狠扎根于虚空之中 口情像是刻在石头上一般的冰冷 眼神透着冰冷的光芒 毫不掩饰内心的冷漠 大黑牛就连身体的姿态都是僵硬的 让人感觉 他仿佛是一尊冰雕 五行震旗高悬五方 飞扬震荡间 一道道五色轮盘凭空显现 五色轮盘 如同五个巨大的圆盘 分别呈现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属性 分别覆盖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宛如五座巨大的天门阵 轮盘翻转间 天地元气随之狂涌 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 封天锁地 无法逃脱 五色光芒交汇于天际 五色轮盘分别覆盖东南西北中央 五行之气随着旗帜飞舞 弥漫在天地间 五色轮盘旋转起来 五行之力不断涌动 风声 雷鸣 火光 山崩海啸 冰封雪崩 五行之力纷纷涌现 令人不寒而栗 在这个阵法中 天地二气无法通流 四方八面都被阻隔 仿佛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五方齐聚 齐上五色轮盘旋转不止 轮盘之间互相交错 形成了五行相生相克之势 将整个天地笼罩其中 使得周围的一切都暗淡无光 他们宛如一座无形的巨大城墙 将天地间的一切封印在其中 让人感受到一股无法逾越的压迫感 如此惊天动地的场面 让追杀的十条八脉蛟龙神色 变得惶恐不安 他们在无刚才那股仗势欺人的霸道之感 甚至喷出的龙溪声都变得渺小不已 八脉蛟龙如同一根针的瞳孔 小心翼翼地转动着 皆在同时失声 心中说不害怕 那肯定是假的 就算背后站着玄威仙殿 那现在死了也是死了 给他们报仇 那之后 不也是端着几株箱来祭拜 跟他们有何关系 小介于的所有人僵置在原地 正正地看着周围 心中没有激动 没有振奋 只有一股莫名的恐惧 天雨之上 那座恐怖的星辰已经悬空 他们体内的灵气都在为之蒸发 孟胜浑身微颤 依旧还在低头拱手 他像是有千言万语想要诉说 数百年来的疲惫与戒心 终于在这一刻被他放下 遇到个努力 千里自同风 小伙子 本座陈巡 往日的话语 清晰地出现在自己脑海中 孟胜的头越来越低 甚至浑身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 五蕴宗的人 这些年并未有过消息 梦 突然 一道磅礴的售吼传荡而来 大黑牛猛然转头 看向小鹤与小赤 眼中带着警告的意味 牛哥 二哥 他们惊喊一声 正欲踏空而来 乃至已经做好出手的准备 但被大黑牛连忙止住 而且也已听懂这道叫声的言语 大黑牛眼中依旧带着警告 终于第一次露出了二哥的风范 他神色虽然冰冷 虽然心中怒火滔天 但却还带着理智 这些八卖蛟龙乃 玄威仙殿下属 此事牵扯过大 不是杀了就能了结的 而且事发突然 他和大哥根本没做好善后的准备 尤其是整整十条炼虚期的八卖交融 他们在离晨岛时 都未见过这么多的炼虚修士 而且 三妹与四弟还是化神器修为 此战 他们不用参与 以救人为主 牛哥 小弟王 四弟 小鹤突然拉住小赤 大鹤了一声 眼神中相当冷静 低沉道 我们听二哥的 莫要给大哥添乱 小赤闻言低吼一声 双眼带着微微不甘与愤恨 一切都还是自己实力不足 偏偏又遇见了这等戒与毁灭之事 这个世界从不会以自身修为为底线 围着自己转 他重重点头 神色中带着隐忍 和小鹤一同退到了后面 只是他眼中还带着略微蹊迹 看来小戒与 是有不少生灵都逃了出来 小赤并不关心这些人族 他更为在意的 还是北境冰川那些灵兽们 不知道他们逃出来没有 就在此时 远方的八脉蛟龙 站出一位带头蛟龙 他双眼死死地看着上空 沉声道 这位道友 我们无意冒犯 这些是玄威仙殿抓捕之人 陈寻双眼冷漠无情 俯瞰下方 神色平静淡然 却又像压抑情绪到极致的开口 本作不教你们 又能奈何 不必跟我讲道理 他黑发向后狂舞 伴随有雷光乍现 玄威仙殿之名 已被他牢牢记下 天穷乍响一道磅礴的法力 星陨的力量 已开始向着四方扩散 带头蛟龙目光一鸣 神色狠辣无比 周围已完全被那头黑牛的阵法封锁 元气泯灭 灵气泯灭 那便代表 他们现在拥有的所有传讯手段 都已失效 他的瞳孔冰冷 又带着一丝恐惧 还在仰望天雨 阁下 与玄威仙殿为敌 可不是明智之举 这些人 我们今日必须带走 只要是大事的修士 那就应该知道 何为铁泽 何为仙殿威严 已经发生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事 但是后果谁人不知 早已刻入降生在大事的 每一位生灵血液中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 打打杀杀就能结束 他身后的八脉蛟龙 看向四方 还在试着传递消息 但是一点回应都没有 传讯法器全然失效 那你们便留下吧 陈寻眉心间的轰然爆发 萦绕天地 如同无尽黑海 朝着所有八脉蛟龙汹涌而来 你敢 放肆 请客间 十条八脉蛟龙怒吼声咆哮而来 身上的八条脉络闪烁金光 而他们还在发出痛苦的 丝鸣嚎叫声 死气入骨 无物可挡 无数可防 就如同天地法则的降临 就像是生命的自然流逝 也如同日生月落贼子 今日你胆敢出手 此事玄威仙殿绝不会善了 真是疯狂的人族生灵 所有八脉蛟龙 在恐惧到达极致后 竟然开始放声大笑起来 手段尽出 好像就在等待陈寻先出手 本座管你什么仙殿 当初的是 今日先收回一些利息 此事 陈寻说到这里一顿 目光霸裂无比 微微仰头 一抚朝着下方而去 并且终于发出了一道怒吼咆哮声 当然不会善了 轰隆隆 轰隆隆 天语撕裂的空间中 庞大悬浮的火球终于被催动 它散发着灼热气息 如同一轮昊日 耀眼无比 橙色的火光 在周围空间中蔓延开来 沉闷的坠落声 响彻四方天地 卷起了惊天动地的气浪 坠落之中 整个海面都被掀起了一座巨大的海啸 海浪如山般翻腾 潮水狂涌 将周围的海岸线淹没在水中 十条八脉蛟龙眼眶中 都倒映出那颗巨大火球 越来越来近 庞大的连它们 躲避的地方都没有 心中绝望的连同反抗的心理 都彻底消失 这一刻 它们就像是当初的 所有小介遇的普通人 只能正正地看着这场灾难降临 而毫无办法 此刻灼热的气息 已经开始燃烧它们的肉身 甚至能够燃烧神魂 它们嘴角的冷笑 都在这一刻 变成了痛苦的丝鸣 像是神魂被放在神火中炙烤燃烧 哼 火球落下时 激起的法力波动 让整个海面都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洞口 洞口中水柱不断喷涌 水花四溅 形成一片汹涌的海浪 在这场灾难性的打击中 许多海中生灵都惊慌失措地逃窜 不知所措 哼 火球瞬间加速 天地五行之气 还在一旁加持 空不无边地轰然砸在海面上 激起千层巨浪 海水如同热油一般沸腾着 海面上烟尘滚滚 水气弥漫 形成了一圈巨大的浪涛墙壁 高度似乎能与天象媲美 海面瞬间被炸开 形成巨大的水柱 高达千丈 水柱向四周狂涌 带起一片狂风暴雨 仿佛整个海域都被这股力量掀翻了一般 火球落下后 海水汹涌澎湃 狂风暴雨中 所有人都能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法力在慢慢升腾 这场景像是一次灾难 令人不寒而栗 炽热的法力彻底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海水向着漩涡涌去 整片海域都在翻滚着 生灵涂炭 毁灭的气息 弥漫在这片茫茫的海洋之上 惊天动地的场景 让所有人不寒而栗 仿佛看到了当年那场 介于毁灭的场景 这一刻天地寂静 无边火海燃烧在海面之上 红彤彤一片 十条八脉蛟龙 被蒸发的灰都不剩 没有丝毫痕迹留下 而他们可不是普通种族 而是制霸一方海域的 八脉蛟龙一族的 炼须七修仙者 刹那间 湮灭十位 同静 墨叶寒站在远方 带着颤音般的低难自语 他的手都不由为之一颤 陈寻 我不敌 他神色一暗 或许这一击 之前他还有 有些底气追赶 但这一刻后 他突然发现 似乎根本不可能 就犹如普通人 与天骄的鸿沟 他不再是天骄 而是那一位普通人 他吐出一口浊气 并未有任何极度怨恨 而是生起一股 浓浓的敬佩之情 能在修仙路上 遇见如此惊艳的人 当也不往来走一遭 墨叶寒想着想着 嘴角突然挂上了一抹微笑 在漫天艳光的映衬下 显得气度非凡 而这一刻 梦圣他们皆是失声哑然 不过他们 一直被大黑牛的阵法所保护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哪怕是法术余波的冲击 陈寻站在天雨上 浑身上下死气丛生 眼中流露出滔天的暴虐气息 以至于这十条八脉蛟龙的死 根本无法平息 他心中哪怕一分的愤怒 前辈 见过前辈 见过前辈 一位为小介义的人 郑重弯腰拱手 每一人的面色 都显得相当沧桑 眉宇间都带着 怎么也划不开的忧色 大黑牛他们也是担忧地看着大哥 他果然从未忘记过仇恨 这些年 大哥全是强颜欢笑 他如此滔天的戾气 甚至已让他们心中 都产生了一丝恐惧与陌生 只觉压抑无比 陈寻眉头一颤 看向这些介义中人 突然喉咙有些沙哑 久久未说出一句话 他其实很想问 诸位 你们可曾怪过我 但他依旧没有开口 目光只是一一从他们面容划过 身上的戾气也在缓缓散去 就连黑衣都在渐渐转变成白衣 他眉心的法文也随之暗淡起来 所有死气都被他收回体内 那股压抑绝望的氛围 也骤然消失 只剩下这片滔天火海 此地不宜久留 你们跟我走 陈寻温和说道 就像是所有人的长辈一般 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再畅谈一番 是 众人的神情终于带上了一分喜色 狠狠在攥紧拳头 唯有梦圣依旧神色黯然 心底似乎藏了太多话 陈寻一脚点在空中 朝着末夜寒而去 然而 哪知末夜寒竟先朝着陈寻而来 他微微一笑 陈兄 你们先走 陈寻一惊 怎么感觉末夜寒变得有些奇怪 拱手道 夜寒兄 今日之事 我并未见过这些人 我只记得 今日与你斗法 我信你 这里交给我善后 我墨家在南于大陆 也能说得上几分话 末夜寒一挥一袍 看向远方 眼中满是骄傲之色 陈兄 今日我败了 承诺之事 我也自然会做到 陈寻深深看了他一眼 不愧为大事添骄之称 他虽然潜藏着一股骨子里的骄傲 但做事光明磊落 输得起放得下 在这种人身上 完全看不见任何卑劣刑警 多谢夜寒兄 陈寻又是一针城拱手 心中也是 承认了此人 随即带着一众人立马离开 消失在天际深处 末夜寒望着远空摇了摇头 轻声一叹 开始拿出灵须传音法盘调动关系 短短半个时辰 一艘宝船 如同顺一般出现在天际 他周围云雾缭绕 霞光溢彩 一位河道真君 俯瞰着荒岛 元气紊乱 空间错乱 此乃大战之地 他双目微宁 一张阵图扑散在空中 一条条脉络 显现在海域上方 周围聚集的各族生灵 也越来越多 有那么数百人 他们各使手段 顺着天地元气脉络的痕迹 不知在寻找什么 不过他们看向这片烟尘缭绕的海域 神色皆是相当沉稳 并且收到十条八脉 蛟龙陨落的消息 都没有任何震惊 只是在做着他们该做的事 这位和道真君的手段 明显与那位前往垃圾岛的带头人不一样 不管是性情还是战力 他微微摇头 那些罪人已被人救走 不过留下的痕迹的太多 显然很是急促慌乱 他的目光 缓缓看向盘坐在荒岛的上的一道人影 开口道 洞悬道院道子 墨叶寒 正是在下 见过前辈 墨叶寒缓缓起身 嘴角带着一抹不羁的笑容 此事与我无关 也不必问我任何消息 我的回答皆是不知道 何道真君名为继光 他并不是离成仙殿的人 而是从玄凤岛的仙殿而来 因为那些罪人 就是在玄凤岛周围岛屿被发现 继光目光金光乍现 似乎就这一句话 就已明白许多前因后果 此人敢在这里 那肯定不是他出的手 仙殿也确实不能对这种人强行动手 尤其是这个大事 大家都是修仙者 可从未有过什么冤假错案 那前因后果 幕后主使等等一切 那都会是被调查得清清楚楚 既光面无表情 淡然开口 那看来莫公子是铁了心 要扶仙殿威严 既然如此 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没有待的必要 他说完还看了一眼海面 这些周围的痕迹 很可能被这墨叶寒做了手脚 此事被这一位天骄所搅和 倒是变得有些麻烦起来 哈哈 前辈倒是折杀我了 仙殿威严晚辈 自然不敢轻浮 但此事我确实并未参与 也不知前因后果 只是在与一位道友大战 莫叶寒副手大笑起来 眼中毫无对前辈的尊重之意 区区和道敬罢了 他若想入便可入 包括既光在内的所有人 听到这句话后 都是眉头一皱 此子是不是有些太过嚣张 但若他真没有参与这件事 他们也确实拿他没办法 去掉仙殿做事这层皮后 他们的地位可不如这位天骄 甚至 他若是前来悬奉仙殿 这里的不少人 还要朝着他行礼 既光皮笑肉不笑 平静开口 十位炼须七八脉蛟龙陨落 他们可代表的 不是玄凤仙殿 而是万殿之首 玄威仙殿 莫公子 此事可不是兜得住的 莫叶寒文言也是心中一宁 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救人是小 但杀人是大 不仅是玄威仙殿 就连八脉蛟龙一族 也绝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 两方都陷入了安静 他站在残破的荒岛上 一昧飘飘 眼中却带着坚毅 突然 莫叶寒一字一句地开口 此事与我无关 我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甚至神魂中 都没有他们的面孔记忆 他说完一副 你们能拿本公子怎样的模样 嘴角依旧挂着 那抹放荡不羁的微笑 相当有底气 季光并未回应他 而是看向左右 沉生道 可有记录到契机 我们现在需要给一个交代 其余事就交给前辈们来吧 阻力太大 契机错乱 已被破坏 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无法恢复 但已被记录下 那些陨落蛟龙生前的画面 已在八脉蛟龙一族内开始回溯 虽然看不全 但至少能从残魂中找到出手之人 若这位莫公子参与出手哪怕一点 那此事就牵扯更大 莫家当准备亲自前往仙殿被问罪 几道冷漠平静的声音传来 他们并未传音 而就这么当着莫叶寒的面说出口 好像就是说给他听的 说实话 这次行动玄威仙殿 连手指头都没有动用上 不过是一百来位最高化神器的修士 只是随口下令 通缉到契机完全消失为止 若这件事真的闹大 玄威仙殿在下令 就算是南域大陆的莫家 也得出人出力 当然 那前来的 也绝对不再是和道真君 大成尊者 涅沙化神通缉者 在如此浩瀚的岁月中 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 然而 他们话音一落 一柄金色古战矛 划破天雨 横穿而来 威势之强大 元气都在空气中发出颤鸣 刹那间刺入那位开口说莫家之人 这一幕 让所有人为之震惊 就那么当着济光的面直接出手 然而后者竟然也没拦着 莫叶寒踏空而起 冰冷的眼神死死盯着那位吐血暴退的人 放肆 我莫家之名 也是区区你义无名小辈之人 能随意提起的 霸道的声音响彻四空 金色古战矛 眨眼间回到他手上 莫叶寒手持战矛 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指着远空宝缩 再敢放肆一句 难遇大陆无你立足之地 莫公子 恕罪 那人被湛毛冻穿身体 血流如注 面色相当痛苦 却依然还屹立在半空上苦苦求饶 眼中带着决然恐惧 此次为玄威仙殿做事 竟然有些飘飘所以然 说出这样的话 哪怕是济光在他旁边都不敢保他 济光神色不在平静 而是愈发深沉 这莫叶寒所说不错 只要不牵扯到这件事 莫家他们的确得罪不起 所以 他也只是看着 不过他的心思 已不在莫叶寒身上 如此短时间内 斩杀石头练须八脉蛟龙 再救走那些通缉者 他自然不会带着人去送死 轰隆隆疏地 此时一条天幕 缓缓在宝船的后面展开 一阵狂风骤起 天地间仿佛要被撕裂一般 随着一声巨响 一条条威武霸气的庞大身躯 从空间通道内踏领此地 见过交尊者 见过交尊者 所有人低头拱手 包括济光与莫叶寒在内 后者心中发慌 斩杀十位炼须七八脉蛟龙 还是帮着玄威仙殿做事的蛟龙 这件事果然闹大了 交尊者巨大的龙头 俯瞰着一切 相当锐利 他气势 朝着末叶寒冲击而来 冰冷开口 莫小子 谁动的手 本尊这再是给你机会 探查并不难 周围的一行八脉蛟龙 眼神凌厉地看着周围 一片狼藉的海域 在十条八脉蛟龙陨落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收到消息 哪怕相隔千万里 他们也在半个时辰赶到 降临速度之恐怖 济光微微抬头 心中一震 这句话可不是威胁 而是在把末叶寒 从这件事完全摘出去 末叶寒此时压力巨大 就连血液都在沸腾 眼眶微微睁大 呼吸声都变得急促不少 再无那股天骄风范 面对大成尊者 恋须天骄 翻不起任何风浪 他沉默不语 那位小女孩 与那红狮子并未出手 若现在将实情真说出口 他们必被牵连 陈寻此人可是毫无背景 无人能保他 至于留在这里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与这些人周旋 破坏现场 只是目的之一 能拖多久拖多久 至于其他的事 他也实在无能为力 牵扯太大 翁远空又是一阵巨响 一位轻衣女子 长发飘飘 踏空而来 她眸光弱电 神态灵力 举手投足间 透露出一股自信和威严 老蛟龙 我动旋道院的道子 你都敢动 女子气势凌厉 威势如虹 似乎早已收到消息 一直在朝着这里赶来 世尊 没你的事 给本尊闭嘴 女子瞥了激动的墨叶寒一眼 直接向着她呵斥 真是白活了如此岁月 竟然被这头老蛟龙呵斥 墨叶寒被喝得一低头 什么风范都不再有 一看就是儿时 对这位女子 产生过什么巨大阴影 人族 玉璇 本尊何时呵斥过她 蛟尊者的声音 如同雷鸣乍响 气势竟被这女子压制了几分 这么多年来 你还是如此不讲道理 不知你回归蒙木大海 是何意 你这头老蛟龙都能回来 我还不能回来 玉璇微微仰头 一副你 是不是要斗法的模样 那你回来又是何意 此方天地 仿佛只剩下这两道身影 所有人都为之近生 尤其是季光 站在原地低头拱手 那冷汗是一滴一滴地往外貌 根本蒸发不掉 这两人的开口 根本不是在说话 而是在气势上的争锋 然而他们就是北央籍的驰鱼 季光心里有苦难言 被这莫叶寒掺了一脚 诸事变得不顺 我之一脉 为玄威仙殿做事 却被歹人尽数斩杀 而现场就你弟子一人 娇尊者庞大的身躯在空中浮动 开口的声音一直相当沉稳 此事可不是仇杀与争端 牵扯到玄威仙殿威严 好一口一个大意 莫叶寒 弟子在 此事是不是你做的 回禀师尊 不是弟子所做 也并未参与 废物 玉璇眉头微皱 似乎相当不满意 那不是你做的 你让本尊前来 还十万火急 末叶寒瞠目结舌 手中的古战矛 都快要拿不稳 娇尊者神色也是 相当不好看 并不想再次浪费时间 有着玉璇在 看来是问不出什么 还是回去自己探查吧 希望他们 不要先被仙殿抓住 一声龙吟响彻天语 一众娇龙正欲离去 然而却被一道剑光拦住 玉璇眉头一挑 老蛟龙 我让你们走了 何意 蛟尊者也不怒 反而周围的蛟龙 一副暴怒的模样 八脉蛟龙 本就是性情凶残 而且相当贪婪的种族 从九天仙鹰阵盘传出的消息 就可以看出一二 只要有利益的地方 就能看见八脉蛟龙异族的身影 尤其是什么仙殿有动作 那绝对是愿为先锋 绝对是拥护仙殿威严 哪怕对手是杜杰天尊 不用怀疑 有这层任务身份在 他们也定会对着强者 吼那么凉嗓子 正当玉璇欲要开口 周围元气滚滚涌动 一条空间通道漠然展开 此时 一座金色古战车 从空间通道内缓缓驶出 只要你远观 你就无法看清战车的模样 反而你只要看了他一眼 就会淡淡在心中凝聚出一个末字 仿佛从空间通道内走出的 不是一座战车 而是一个字 一个古老的修仙大族 一位白须如银的老者 端坐在战车上 他双目炯炯有神 像是一座古老的山峰 不动如山 却又包含着浩瀚无垠的法力 让人无法忽视 见过莫尊者 见过莫尊者 所有玄凤仙殿的人 又朝着另一个方向拱手 眼神中的惊骇之色越来越甚 那冷汗也是越来越密 啥啥呀 这是 既光嘴角抽搐 真是开了眼了 这就是普通修士与天骄的真正差距 那背景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 普通修士想成为天骄 踏上混沌仙灵榜 做春秋大梦吧 至少现在这个修仙大事不可能 莫尊者 娇尊者 玉璇 屹立在天羽三方 神色一个比一个沉稳 皆是被这位老者所压制 传闻他可是已入大城中期 老者微微一笑 看向娇尊者 道有 此事他确实并未参与 你知一族的死也与他无关 不如看在老朽的面子上 此事到此为止可好 不错 老蛟龙 此事那可是玄威仙殿下令 你难道想逾越不成 仙殿自会给你交代 玉璇的目光也是认真起来 声音相当清冷 此事到此为止 毕竟八脉蛟龙一族的老巢 可还在蒙目大海域 别乱了我们几家关系 娇尊者笑了 被这不要脸皮的玉璇给逗笑的 他们几家八杆子打不着一点关系 现在和他扯起关系来 他看向这位墨家老者 重重点头 此事 我会等先殿别 我足以卖一个交代 你们也不必施压于我 我自然看得清醒时 话音一落 他带着一众蛟龙就朝着天幕离开 这一次在无人阻拦 大乘尊者交流太过简单 一句话 一个眼神就以明白互相意思 都是一群老怪物 也别在谁面前耍什么小心眼 不过是想让他这一脉 单独退出围剿 让先殿自行斟酌考虑 让那末夜寒要保的人多一点机会 这末夜寒敢单独待在这里 目的太过于简单 尤其是 这两人也心领神会 直接朝着他施压 不过让他放弃的真正原因 也不是这个 而是玄威先殿 一定会给他一脉一个满意交代 不过这件事 他倒不能直接出手给他们报仇 这两位警告的意味太重 既光一行人 还有些云里雾里 而且这些大成尊者的将领 都让他们思绪陷入停滞 不过这件事只能如实禀告 不是他们能够再参与的 随即 这一行玄奉先殿的人 也向着这两位拱手败别 一刻都不敢在这里多待 两人只是微微撇过这一行离去的身影 便直接把目光放到下方 放到末夜寒的身上 末夜寒浑身一颤 全身冷汗微貌 被两位大成尊者注视 不知应该是庆幸还是恐惧 末夜寒 老祖 既然你要保下此人 我们不会多做过问 能帮到你的 也只能如此 老者面色风轻云淡 把末夜寒心中的想法看了个透彻 此事你末要再参与 一切自有先殿定夺 你还未有说话的资格 玉璇也在一旁轻轻点头 末道友所说不错 此事就绝于此 末夜寒郑重拱手 是 多谢老祖 师尊失守援救 两人相视一眼 点头示意 都不愿在此地多待 末夜寒也跟随在后 直接跟着他们离去 这里的一切痕迹 也都已被抹去 只是末夜寒眉头微醋 心中暗道 陈兄 只能帮你到这份上了 他缓缓 朝某个方向看去 但只是略微停留一眼 便继续跟随两位长辈离开 某处小岛屿上 今日风和日丽 天雨的云雾 依旧霞光一彩 海风轻浮岸边 百鸟齐鸣 就像是回到了过去 无忧也无虑 陈巡一行人 辗转十几座传送阵 来到了一座小岛屿上 这处地方是小鹤所选 有许多奇花异草 此地虽无灵药 但美好的事物 总是会让心境所绽放 效果或许会比这些 所谓的千年 万年灵药好许多 这些传送阵 都是大黑牛所部 这些年之所以踩点 之所以斗法之地 要必须自己选择 也是为了应对突然事件 传音法盘喊人之类的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但这些传送阵法都已用上 有时候也不得不感叹 命运的奇妙 梦胜一行人 紧张地跟随前方那位白衣男子 神情都变得有些局促 到现在 心绪平定下来 反而一种陌生感扑灭而来 陈巡与大黑牛一言不发 就那么缓步 走在最前方 谁也看不见他们的神情 小鹤与小赤走在最后 微微低头 眼中的神色相当复杂 介于终归是毁灭了 他们从未猜错 那晚的星云 就是小介鱼的碎片 垃圾倒出世的消息 他们也已收到 但听莫浮扬与二哥说 那里无事 他们也最终 把悬着的心放下 不再多想 一处空地上 扬起几缕陈辉 陈巡顿步 大黑牛眸光颤动 缓缓抬头 看向面无表情的陈巡 众人也跟着顿步 无声地低头拱手 眼神中 皆是带着悲怆与不甘 陈巡转身 面无表情的神色 突然焕发出 连穿过一个个枝叶的光柱 也为之黯然失色 就像是为这个大事 增添了一抹别样的风采 众人的双手的微颤 不知为何 一股久违的暖流进入心中 让漂泊了数百年的人 心灵有了依靠 修仙并不是那样美好 但遇见这位前辈 不知不觉中 数百年的疲惫 就被一扫而空 诸位 这些年来不容易吧 陈巡脸庞带着淡笑 一一从他们面旁扫过 有陌生的 也有熟悉的 但都被他一一记在心里 此话一出 不少人的道心都受到动摇 只是不敢回应头 又低下了几分 眼底潜藏着一股卑微 也不敢随意乱攀关系 这位只是介遇的先驱者 他们的前辈 但并不是长辈 在这个大事 摸爬滚打数百年 早已没有年少时的意气风发 都已被大事的岁月 抹平棱角 前辈 是我们做事太过唐突 才给您造成这样大的麻烦 修仙上前一步 率先开口 他并不认识陈巡 只见过戴头套的模样 他们似乎有追踪的法宝 前辈此地不可久待 话音一落 他的面色一直相当紧张 是这些年来造成的莫大阴影 哪怕是遇见介遇先驱者 也不能消除 可见 他们到底遭受了 怎样的恐怖境遇 天地之广袤 竟无他们容身之地 不必担忧 三妹已经布置好结界 你们的契机不会散发出去 他们无法追踪到这里 某某陈巡说完 大黑牛也是在一旁附和 那些到这里的阵法 都已被摧毁 绝不会留下丝毫痕迹 因为都已被分解为 五行之计划归于天地 他如今的阵法造译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最重要的是 阵法的布置 一直都有法力长生点的加持 他到现在 都还未认真布置过超级大阵 而且这些阵法材料 无法承受住他布置的阵法 基本都是阉割版 所以 他的阵法根基相当老实 现在总能举一反三 大黑打算的是 以后弄许多五行材料布置阵法 现在先练手 今后定能遇见许多宝物 尤其是那些灵职 这才是经久不衰 可再生之物 就因为陈寻这番话 大黑牛深信不疑 日日夜夜地钻研阵法 别人走的是用各种奇物矿材布阵 那他就要走用灵职布阵的道路 但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 属于陈寻多年来的老毛病 从小山村出来 那一刻便已开始 画大饼 把大黑牛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关键是 大黑牛还真吃得香 就喜欢听陈寻给他讲他们的未来 从不怀疑 此时 周围的气息煞时间一变 众人都突兀地产生一股窒息的感觉 他们望向长空 隐隐约约有绿色流光闪烁 小鹤站在最后 双眸流光迎转 已完全不知好结界 于晨深深吐出一口浊气 脸上的紧张 终于放松不少 深深拱手一败 是 前辈 于晨 啊 于晨猛然抬头看向陈寻 眼中露出惊讶 他从未给前辈说过他的名字 也更不认识他 站在他旁边的楚伯 倒是神色一顿 像是想起了什么 这位前辈的声音和气质 似乎有些熟悉 一入原因过目不忘 可不是说说而已 陈寻眼神中带着复杂 于晨现在模样倒是大变 不再年轻 而是一副中年人的模样 就像是新老了 面孔也随之改变 他身上也在无当初的朝气 反而浑身都是 一股戒备之感 再无在近海魔潮中 那股为了谈交易 怨斩一致的意气风发之感 我与你于家老祖有救 听说过你 陈寻突然开口说道 话音不急不缓 极其温和 不必多想 能看见你们还活着 算是这些年来 对我最大的慰藉 于晨眼中恍然 却又带着一股黯然 各族老祖 都为他们这些后辈 稳固生路 与戒欲长眠 当初对家族的失望与怨恨 早已不存 一切都如过眼云烟 变得不再重要 这些小介遇 跟着他们的人 以互为家人 相互扶持 相互信任 这种感情来之不易 陈寻轻声一探 看向大黑牛 老牛 先给他们养伤 体内的暗伤太多 这可对前路无异 某某大黑牛蹭了下陈寻 又朝着所有人 喷出一口鼻息 跟我来 牛哥 后方小赤连忙跑来 这些人族可听不懂牛哥在说什么 他杂杂呼呼地喊道 你们跟我们来吧 养伤的药 我们有很多 众人也是放下了心中最后一层戒笔 都是神色深沉地 朝着陈寻他们 郑重拱手 无数话语都化为了这一败 哪怕是感动之情 都不能道出 这其中万分之一 这些年来 他们朝不保夕 甚至都没有时间修炼 大战更是不少 东躲西藏 若是没有梦圣带着他们 可能早在事发的第一年 就早已羽化生鲜 梦圣正欲 跟着众人离去先养伤 陈寻突然在他身后开口 小伙子 这道熟悉的话语传来 梦圣似乎终于有些绷不住 眼眶渐渐变得有些发红 转身颤音道 前辈 你跟我来 陈寻双眼带着沧桑 缓步走进树林里 梦圣跟随在后 小赫看了看周围 双眼担忧地看着大哥 不敢前去 他就那么静静地待在原地 甚至还回想起了大哥那凌厉的话语 南宫鹤林 介于毁灭又与你何干 你又认识谁 谁又认识你 他低着头 清风不断从他耳畔而过 渐渐地 他双手紧握在一起 终于弱弱地低难一句 我认识大哥 二哥 四弟呀 树林里 陈寻靠坐在一块巨石上 周围相当安静 只有风的喧嚣声 他拿出了养生茶 只是轻轻地看着 里面荡起的微小波纹 梦圣盘坐在一旁 嘴唇微张 又像是话语被卡在了喉咙里 不知该说些什么 该从何说起 该如何交代 陈寻抬起头 目光深邃地平视远方 洒下大地 金光灿灿 心中变得越来越平静 他平静开口 梦圣 介雨究竟发生了何事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一点消息 甚至不敢去探查 这个大师的手段太过强大 梦圣放在膝盖的手 在不经意间钻紧 前辈所说不错 这个大师的手段 完全已经超乎他们的想象 本来想着如此宏大的世界 哪怕是范氏呢 也能像在小介雨一样远逃 更何况 这里一逃 那可就是十八万八千里 谁能找到 谁能抓住 再过个几百年 改头换面一番 又能安心修仙壮大自身 然而 一切都想错了 上了监察者的名单 哪怕是 逃在天涯海角 哪怕你逃到另外一个大世界 那也会有无尽强者前来诛杀 而且 他们像是能随时锁定位置一般 不日就可抵达 若不是他们所犯的是不大 修为不高 那突然降临的空间通道之法 那可就要 用到他们身上来了 那才是真正的绝望 修为低 至少活命的机会大那么一丝 但若是今日没遇见前辈 可能他们早已隐恨 何道真君出动 他们已无任何手段抵御 甚至都无法预知到 何为何道强者 他们在这个大事要身份没身份 要背景没背景 甚至临时都是劣等的 过得相当凄惨 而且 孟盛还入过两次宗门 现在已被开除宗籍 带着小介遇的人 一路逃难 他本来也是如同陈巡一样 先放下仇恨修炼 不管不顾 他心中其实过多的 还是对小介遇的遗憾 对这些出手者 把他们视为蝼蚁的憎恨 但这些大族子弟 并不像孟盛那样光棍 他们有长辈 有族人 更何况 还是他们的老祖 以命将他们送出 有些是自然还是要查的 本来都以为 可能是什么大宗势力出手 然而查着还没什么头绪的时候 就莫名其妙 招惹上了遮天巨物 整个玄威天的巨拨势力 玄威仙殿 孟盛也因此出手 自然不能看着 这些一同出来的介遇之人 再一次死在他面前 本来只是出手相帮 但却没想到越陷越深 现在自己都成带头的了 大事的规则和思维 完全不能用小介遇的规则来判定 这些强者的手段 也是神鬼莫测 孟盛的底牌 都已用得消失殆尽 今日已是最后一次 没想到就遇见了这位老前辈 还把他们尽数救下 前辈介遇毁灭了 孟盛声音有些沙哑 他其实也有故乡 偶尔还会悄悄回去看一眼 看看世俗的变迁 陈寻文言眸光中是一阵 气息被他收拢得很好 不再因为心绪的不宁 引起周围环境变化 自己的猜测是一回事 但听见事实后 那又是一回事 他呼吸声变得急促起来 眉心间的印记再不断跳动 面色沉如深渊 当时是谁动的手 可看见模样 或者听见名号 陈寻的话音 像是带着一股决然杀气 所到之处周围的花草 竟接枯萎 但这又不是气息所改变 而是实打实的画音 孟盛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 老前辈究竟变得有多强 当初相遇之时 可是原因 在遇世化神 现在尽已未知 尤其是那星云灵世那一幕 前辈似乎无惧和道真居 孟盛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态 连忙调整 前辈 我们不知 只能看见天外三头巨雾 他们一出现 便以日月无光 山河道观 他们只是一击 整个小界域就以化为熔炼 变为无数碎片 孟盛一字一句的讲述 一股悲凉的气息 萦绕在他周围 他低声艰难的开口 前辈 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出的手 说完 他的眼眶渐渐变得微红 那大毁灭的一幕 在他道心造成了严重的创伤 不敢回想 不敢提及 所有从小界域逃出来的人 皆是如此 陈寻的眉宇渐渐凝固 三头天外巨雾 那一定是跟玄威仙殿有关系 孟盛重重点头 目光也在 渐渐变得凌厉 此事定和他们脱不了关系 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陈寻端着养生茶一饮而尽 猴杰不断滚动 随后他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本小册子 看向孟盛 你可有见到五蕴踪的人 此话一出 周围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压抑 孟盛久久未回应 陈寻目不转睛地看着孟盛 眉心间的法文闪烁得异常厉害 孟盛与陈寻四目相对 陈寻道 前辈 鉴于毁灭那一日 晚辈并未看见五蕴踪 陈寻眼眶漠然微睁 一股星空感弥漫全身 你是意思是 五蕴踪没了 孟盛拿出一枚五蕴踪的令牌 深深看了一眼 前辈 那日宗门令牌并未有感应 他们确实并未前来空间通道 陈寻的话音 带着低沉与颤抖 又一字一句反驳道 不可能 他双眼变得微微有些血红 大黑牛给五蕴踪留下的后手 怎么可能无法感到空间通道中 除非是中间出了意外 前辈 五蕴踪并不一定就是随着界域一起毁灭 此事太过蹊跷 前国修仙界似乎并未有人感到 可是天断大平原出了意外 陈寻猛然起身 浩大的气势震动山林 怒道 底部有一三眼种族被封印 此事一定与他们有关系 找死 孟盛双眼微睁 天断大沟壑底部竟然有三眼族 陈寻渐渐平复心绪 开始在小册子上写写画画 速度相当之快 也在未开口 半个时辰后 陈寻和尚小册子 冷声道 孟盛 给我讲述一下 你们从介域通道出去之后的事 我需要许多消息 刚才所有迸发的强烈情绪 都转变成了一种沉静 这么多年来 他也学会了隐藏 不再杂杂乎乎 孟盛眼眸变得复杂与沧桑起来 拱手道 是 前辈 他开始与陈寻娓娓到来 这些年的遭遇 他们从空间通道 直接降临大势 降临在一座岛屿之上 然而那外面 早已有一位光头强者等待 佛光普照大地 百里一族直接被强行带走 不知所踪 而其他人却是发猛 开始在岛屿上修炼 大势的灵气太过磅礴 不少人都修炼到原音后期离开 并约定每百年在这岛屿一聚 鉴于毁灭之仇绝不可忘记 那不然还修什么仙 寻什么道 然而 岁月一点一滴过去 离开的人越来越多 必须要去找寻突破化神之法 这里可没有会受斩杀 岛屿上的灵草古墓他们 也并不认识 也从来不会 有人生下来就可明目一切 哪怕你是真仙之子 那也得一点一滴地从头学起 只不过 悟性肯定比普通人高得多 开始一百年来 还能聚集许多人 但是后来在这座岛屿相聚的人 越来越少 不知他们 是遇见了什么危险 还是闭关无法感到 孟盛也单独离去 不过结识了许多小界域的大族子弟 余臣便是其中之一 百里一族的事也是他心中的一道阴影 那位光头强者的法力 当时让所有人心中 不生不起任何反抗的想法 孟盛本来在百里一族当修仙士族 最后也跟他们彻底失联 之后便是加入宗门 去到第一个宗门时 参加宗门大比 得罪了一个长老之子 让他很是恼火 随后一次外出假死脱身 去到第二个宗门 虽然不是大宗 但那里的人还不错 开始了解大事 了解玄威天 然后又遇见他们被追杀 最后成了带头大哥 但因为这件事 也被宗门所放弃 这件事谁来了都保不住 况且 他的身份也只是一位普通弟子 孟盛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 在小介遇时 就已明白这个道理 这一路走得相当艰辛 足足给陈寻说了半日才停下 但丝毫不敢提及五蕴宗的事 其他事也是说得相当概括 他自己的法宝底牌 也被耗得一干二净 一切又要重头开始 不过他的道心 一直都很坚定 哪怕到了最后一刻 都还未放弃生了希望 尤其是这个大事资源无尽 若能渡过这场难关 那些灰红仙境 他必要去一场 重新炼制法宝 开始新的修炼 他说到最后 深吸了一口气 低眉看向陈寻 心中的感激之情 已变得无以加附 长生大道 他可不想就绝于此 前辈 这便是晚辈的一路经历 孟盛说完深深拱手 双眼也是变得越来越坚毅 这些年的逃难 并未让他感觉到恐惧 而是让自己的道心愈发坚定 陈寻盘坐在地 伸出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微笑道 小伙子 当初我果然未看错你 孟盛一正 前辈 能挺身而出 就到这么多小介义的人 修仙修的 并不是无情无义 自私自利 陈寻双目凝视着孟盛 轻声道 能看见你 还有他们 我真的很高兴 他说完后 看向天边 微微一笑 浑身的气质 都变得淡然不少 体内像是有不少力气 随着这些云雾飘散远去 前辈 梦盛欲言欲止 神色都带上些惆怅 若是当年 他绝不会多管这些人 甚至介义的毁灭之仇 他也会深埋心底 绝不提及 但是 当他两欲 这位老前辈后 修仙的世界观 再被一点点改变 鬼使神拆下 他竟然真出手救他们 并参与其中 他其实当时也没想太多 只是觉得 那位介义先驱者 必定是这位老前辈 若是他看到这一切后 他一定会出手 所以 他自己也断然出手 陈寻吐纳均匀 眸光相当深邃幽远 梦盛现在不过世话神前妻 在这个大事平平无奇 这些晚辈去查这些事 自然会被盯上 他们是如何被发现 到底是查到了什么 还是因为一查就触碰到禁忌 前辈 有人打听过关于小介义的事 自然是旁敲侧击 但是先入为主太严重 他们一直认为是某个大势力 梦盛神太恭敬 话语深沉 这种情况 连他也绝对想象不到 所以去打听了一下 为何要毁灭小介义的原因 所以凭借着一些关系 找上了最为权威的仙殿之人 而且 前辈 想必您也知道 这个大事修仙文明如此恢弘 仙殿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更是弱者利益的保证 所以他们的戒心也相当之小 我自然知道 陈寻点头 眼底不经意间 闪过一抹灵力 而且 他心中还相当推崇九天仙蒙 没想到进出了 玄威仙殿这样的害群之马 罔顾亿万无辜生灵 他靠在时尚 目光有些空洞 以他们的能力来看 消息没查到多少 光被追杀了 最主要的事 还是先殿那种权威的影响 让弱者不由自主地去信任 但陈寻微微吐出一口浊气 叹道 如今最重要的事 还是如何消去你们被通缉的身份 我只能保住你们一时 前辈此番话太过严重 孟盛亥然起身 声调都抬高了不少 前辈能如此出手 晚辈们莫尺难忘 绝不强求其他 他头已低得快要埋进脖子里 从半日前逃窜的速度来看 老前辈那也是担了绝大风险 定没有他口中说的那么容易 他们和前辈前后脚来到大势相差的 也不过是仅仅百年 连蒙木大海域的全貌都还未探知 老前辈怎么可能会突破到直面仙殿的地步 陈寻深深看了一眼孟盛 也缓缓起身走到他身旁 温和笑道 无妨 我们做前辈的 总要必有一些晚辈 不然前辈这个词 我可担当不起 孟盛点头没有回应 其实自己受这位老前辈的影响 一直很深 也相当尊敬 陈寻说完一挥手 一枚千机令硬悬立空中 一枚枚中品灵石 凝聚虚空 话虚为实 灵气盎然 让孟盛看得唾沫直艳 眼眶不断睁大 这些灵石 还有灵药 你们暂时先拿去修炼 陈寻面色很是平静 他看向孟盛 这件事解决后 你们再从岛上离开 我会去处理 无需担忧 最坏也能将你们送出蒙木大海域 孟盛拱手 也是深深看了陈寻一眼 把老前辈的模样记在心中 他其实有一个去处 那便是蛮荒天狱 那里三不管地带 超然势力扎堆 很适合他 他其实不写安定 喜欢探索机缘 求索仙道 甚至胆子都比普通修仙者大 若是按部就班的修炼 以他的资质 可能到死都无法突破到顶点 快去养伤吧 其他的就交给我这个前辈吧 陈寻笑了笑 目光已放到别处 小伙子 好生修炼 若本作能找到出手之人 但愿那一战还能见到你 是 前辈 不远千万里 孟盛定然赶来 绝不枉死在修仙之路上 好志气 陈寻摆了摆手 消失在树林中 给孟盛留下了当年那一道背影 只是如今 孟盛觉得 老前辈的身影 似乎有些沟楼 似乎有些沉重 孟盛又是朝着那个方向 深深一拜 转身向大飞牛的地方走去 目光愈发坚定 一处无人之地 陈寻摆出几个香炉开始做法 嘴中低难 还望上天后途保佑 这次是本座冲动了 希望给点气韵 莫要被人抓住 他在不断平复心绪 甚至开始引导自身 不去享五蕴宗的事 现在自己和家人还太过无力 冲动的下场 便会和孟盛他们一样 日日夜夜被追杀 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他为长生者 最忌讳的 就是心浮气躁 难得冲动一次 这后劲终于是来了 一堆烂摊子都要处理 而且垃圾场的变故 他都已知晓 什么顾离圣的千万步将降临 颂横的大木盖压天地 这些消息都已传入他耳中 离谱的事情 一件接一件发生 但见过的场面太多 他现在相当淡定 先祭拜一番上天再谈后事 离尘先殿 内部气势大盛 一位为强者降临先殿之中 甚至还有八脉交融一族 不过并不是交尊者亲自前来 已被那两人警告 一切按照规则行事 一处山水之地 五个蒲团屹立五方 气氛相当沉闷压抑 气机已从海域中的生灵推演到 一人 一灵兽动手 他们无法推演到这两罪灵气机 不过身份已经确定 一位异常年轻的男子淡然开口 他们的胆子太大 竟然敢公然杀人 看来是已做好对玄威先殿宣战的准备 一位女子冰冷开口 那一行人从小介遇而出 竟敢打探本源之事 太过放肆 这样的话题碰都不能碰 青年男子陈生道 此事是小 杀龙是大 他发生在黎晨仙殿所管辖之地 当有一个交代 还有一位老玉也是轻轻点头 这样的恶性事件 当可出动一切手段 不留后患 三位尊者出手万无一失 若是这样的话 传出定会惊觉四方 杀一行化神元英七普通修士 再加上两个恋虚七的修士 竟然要出动三位大成尊者 而且听口气来说 并不打算长托 今日就必须解决 解决不了 那就来更多的强者 必须要在三日之内处理 这样公然敢对仙殿开战的罪灵 绝不会像追杀梦胜他们那般 追个数十上百年 这件事性质已经完全不同 四人话音一落 目光皆是看向一位老者 离尘仙殿的殿主 大成尊者 殷天兽 殷天兽的气势 已和当初遇见陈寻他们时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 似乎只是一道原神顿初 并不是他的本体 他气息相当强大 周围的环境 都在跟随他的吐纳所微微改变 一举一动 皆在影响周围天地 这等推演之力 看来是那一足 殷天兽的话语波澜不起 问了一句 没头没脑的东西 又话锋一转 石头链絮八脉蛟龙的损失 确实带给他们一个交代 四人眉头微皱 这番话的意味可有些问题 这是有什么顾忌在内吗 大成尊者 坐视雷厉风行 绝不会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他们之间说话 都是相当简单 直来直往 耍任何心思 在这一境界 都已毫无意义 老玉正是崔英 他像是里面明白了 殷天兽的意思 很有可能 那一人一灵兽 就是出手的最灵 他心中深知 殷天兽可是很看好他们 殷殿主 不妨直说 年轻男子微微瞥过两人一眼 此事自然还有谈的余地 说大可以大 说小也可以小 重要的是要给出一个满意交代 女子目光微宁 也在一瞬间明白 依旧冰冷地开口 仙殿的威严不可触犯 那一族的人 既已出手推演 那殷殿主就应该明白 仙殿某些人 已经注意到他们 中年男子眉头一皱 没有开口 这殷天兽到底想做什么 两位罪灵 难道和他有些关系 但哪怕是有关系 哪怕是清徒弟 那也是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哪怕是玄为天的殿主范事 那也依旧是同罪 一般这种时候 杜杰天尊 都是束手就擒 绝不可能抵抗 到了那个位置 才能真正明白 何谓大师的铁则 前方万族 到底还有多少无尽强者 殷天兽朝着四方拱手 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一人一灵兽 老朽饱了 此时周围气氛为之一镜 甚至空气中的灵气 都在变得凝固 三人的眉头 同一时间大昼 结实看向殷天兽 至少要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他们与老朽有救 不知规则 所以犯此大罪 八脉蛟龙一族老朽 会亲自前去赔罪与赔偿 殷天兽手中捏着一枚玉剪 这里是玄威仙殿传来的 关于他们的消息 他们我也会亲自前去捉拿 送入仙狱 他演谈深沉如海 不过是短短半日 关于末夜函与他们的关系 都已查清 刹那间排除无数人 甚至都已查到黎晨仙殿的头上 购买地产 垃圾岛 垃圾回收厂等等一系列 是全被查清 他们瞬间就锁定了 这一人一灵兽 人族最灵 陈徐 牛族最灵 黑牛 但因为无垢仙领 在南宫贺林名下 他并未出手触犯规则 所以 仙殿并不会牵连其他人 没有选择收回地产 但现在还未完全确定身份 也因此 并没有马上收回陈徐 和大黑牛的千机令印使用权 现在已到最后一步 便交由黎晨仙殿确认身份 直接动手解决 这也是墨夜函 必须要留在那里的原因 那八脉蛟龙一族 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若是让他们私了 都得死 这样的恐怖效率 和推演精准度 便是九天仙蒙下辖势力之一 仙殿 众人听到阴天兽如此诉说后 不需要明白前因后果 这个理由便已足够 随之起身 年轻男子微微一笑 希望阴道友三日之内 给一个答复 不然我们会亲自出手捉拿 当然 不会送入仙狱 而是送往玄威仙殿 女子神色平静 阴道友 这个面子自然 可以给你 但希望你能做得漂亮一些 我们也好回去有个交代 中年男子 也是陈生开口 不错 八脉蛟龙一族 虽然品性不好 但为仙殿做事 也是尽心尽力 那十位练虚妻的后辈 不应这样惨死 他们并未做错什么 阴天兽拱手 话音低了一分 多谢诸位 三人轻轻点头 大成尊者的人情 自然比出手 杀两个罪灵要好 最重要的是 还是这件事造成的影响不大 很快就能压下 若是在众目睽睽下 那阴天兽 也保不住他们的命 三人也随之拱手离开 相当上道 好赖话都已说出 也相当讲道理 带到他们走后 崔英走到阴天兽旁边 天兽 这件事真当得你如此 当然 阴天兽微微一笑 很是轻松 我先亲自去拜访交尊者 听说他为此事归来 若能过他那一关 那其余的事便好说 崔英摇头一叹 你如此帮他们 也不知他们到底会不会领这个情 修饰的心性 可是比功法还难以捉摸 哈哈 阴天兽抚恤大笑 身影再变得虚浮飘渺 若真要求他们回报 何须暗中帮他们 崔英这么多年了 改改性子吧 随心一点 崔英看着消失的身影 又是一道长叹 眼中却是带着微微笑意 一日 天色昏沉 两轮昊日 被云雾所笼罩 无名小岛上 众人还在养伤 大黑牛拿出大把灵药 甚至还耗了不少陈寻的灵丹去 守护在所有人的身边 他双眼充满担忧 是不是所有人都跑出来了 其他人都在哪里 伍运宗的人呢 宁家的人呢 当他正欲写字询问的时候 被陈寻一把拉走 来到密林之中 大黑牛蹭着陈寻 猫 猫猫 陈寻抚摸着大黑牛的头 满不在意地笑道 老牛 伍运宗的人 应该跟随三眼一族离开 不知去了哪里 但还活着 猫 大黑牛一时间惊喜交加 但眼中还依然带着一丝疑惑 陈寻怎么知道的 我已问过梦生 还记得 曾经我们在介义战场时 让你送的橱袋吗 猫 里面放着梦生当初给我们的传送令牌 我已让鸡招他们转交 梦生已入武运宗 自然会得知到一些宗门消息 陈寻拍着大黑牛 话语不急不缓 不过这么多年来 走散太多人 那三眼一族 暂时探查不到消息 应该是我们能力还不够 他又笑了笑 不过只要我们活着 总有找到他们的一天 对吗 老牛 猫大黑牛狠狠喷出一口鼻息 双眼带着憨厚 就那么傻傻看着陈寻 关于其他之事 我们暂时不要探查太多 至少到合到期吧 陈寻想了想 又摇头 觉得还是有些不稳妥 不行 还是到大成期 比较有话语权 这等小介遇之事 其实对大事来说 又算得上什么 我们到大成期 应该能探查到真相 大黑牛重重点头 陈寻跟他讲过太多故事 他们连一万岁月都没活到 必须要隐忍 不然这些小介遇之人的下场 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他最终还是没问出宁家之人 孙老之事 陈寻没有说 那就代表一切都已被毁灭 他太懂陈寻 大黑牛摇了摇牛尾 眼底带着黯然 心中充满悲愤 陈寻摇看天穷 神色又变得空洞起来 只是死死地 抱着大黑牛的头 走过数千年岁月 失去的哪怕再多 至少还有老牛在旁 大黑牛也缓缓抬头看向天雨 今日的云雾不再充满霞光 暗沉沉的 就像是小介遇的那片天一般 平凡且低沉 他很是喜欢 一人一牛就那么静静站在原地 欣赏起这片暗沉沉的天色起来 渐渐回想起过往的一幕幕 嘴角不由地溢出一缕缕微笑 半个时辰后 陈寻的灵须传音法盘 突然传出急促的微光 是云金 前辈 云金 垃圾岛一世是谁出手 晚辈已和洛霜查到眉目 谁 黎晨岛 林宝仙阁 阁主 陆川 云金的话语异常急促 每个字都咬得相当重 前辈 垃圾岛回收场 必须要马上转移 不能再放到垃圾场中 陈寻眉头微皱 云金这模样 到底怎么了 你那边可是发生了什么事 垃圾岛暂时无事 不过后续的影响肯定有 他现在也完全没有时间处理这些事 将这些介遇之人送走 才是当今大事 这林宝仙阁 在黎晨岛可跑不了 自有收拾他们的时候 云金的发丝有些凌乱 话语相当交集 前辈 我被洛霜救出 已正式退出林宝仙阁 当初战船登铃之时 阁主曾让我传讯您 是否需要帮助 但我拒绝了 这些年的动作 绝对逃不出陆川的指示 但现在都还未收到他们归来的消息 他们出动的修士 甚至都不是蒙目大海域的 根本查不到丝毫漏洞 若不是洛霜的帮助 晚辈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云金一口气说了许多 其中牵扯的事情相当复杂 根本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陈寻目光一鸣 此事我已知晓 会准备让他们撤离 前辈 一定要带走养魂七灵一族 他们是冲着此族来的 先奴后人 不受大事规则所护 好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事情是一件接一件地来 多谢你们 云金的神识契机也随之消失 刹那间那一头就已陷入安静 猫 大黑牛眼眶睁大 在一旁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老妞 我们先准备离开 把他们送入无垢先领 淘宝人应该无事 陈寻开始理清思绪 眼中毫不慌乱 走 梦 两道身影随之消失在树林内 外面空地上 小鹤坐在离他们很远的地方 安静不已 他没有接触任何人 就那么出神了一天 唯有肩膀上的会受龟陪着他 小赤则是站在结界的边缘处 刨了个洞 露出半个身子来扫尸着海面 这些人足他一个不认识 还是以安全为重 不知道胖子和顾离胜怎么样了 小赤黑黑一笑 已经听说了他们背景的事 没想到果真大有来头 看来得去好好压榨他们一番 帮他们狗哥找找同族 他眼神冰冷地扫尸四方 只是那猥琐的低笑 瞬间出卖了他 很是不专业 而且 小赤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与顾忌 只需要跟着寻哥就行 他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需要考虑太多 突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小赤 走了 回垃圾岛一趟 转移一些人 猫四弟 快走了 三道身影出现在他身后 一座传送阵 已被大黑牛布置出来 就等他了 一些事情 陈勋已经交代给孟胜 让他们暂时在这里恢复伤势 他会去找关系 消除他们的罪责 到那时候 他们再离开此地 所有人也是弯腰一败 心中很是激动 甚至比 遇见陈勋时 还要激动几分 这些年来的追杀 全是因为这些罪责 给他们 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甚至有不少人已经想好 若是罪责能削去 必须要在这个大事好好修宪 再也不敢去触碰规则 当初他们还觉得 在灭族仇恨面前 命又算得上什么 但是在见识到这个辉红大事后 又再加上一系列追杀 变得如同过街老鼠一样后 突然发现 其实仇恨也可暂时放下 不如好好修炼 再谈其他 这样仇根本就报不了 陈勋自然也注意了 几人的神情变化 这便是人性 绝境之下可同生共死 若是境遇好转 自然也会产生出别样心思 他也没管太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路 他也并不是他们的长辈 不必去抢求什么 能活着就已很好 有多大能力 做多大能力的事 海岸边 传送阵闪烁起光芒 四道身影 瞬间消失在此处 垃圾岛 这里阳光明媚 海风带着一股腥味 与腐朽味吹荡四处 整个垃圾岛相当正常 甚至都没有被破坏过分毫 只是海面上的变化挺大 周围的生灵进阶逃窜 陈寻今后 暂时不能在这里钓鱼了 他们的神识扫尸各处 太平静了 平静得根本不像是 经历了一场大战 甚至都未有谈论此事之声 都还在杂杂乎乎地逃跑 不过 当他们出现的那一刹那 莫浮阳就已赶到 他神色有些激动 见过三位前辈 见过大小剑 老莫 某某福伯 嘿嘿 莫管事 陈寻他们也是笑着回应 这处传送阵在古林中 光线十分昏暗 也相当静密 陈寻已将元神收入黑棺中 并且葬入垃圾岛地底深处 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都已告知陈寻他们 所以他们并未显得太惊讶 前辈 顾公 顾黎盛出现了一些问题 莫浮阳差点脱口而出顾公子 当时如此威势 也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心理压力 谁知道他说的那些荒唐话 还真是真的 哦 陈寻眉头一紧 他其实还要问他相当多的问题 比如天龙地虎 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比如怎么召唤出来的 千万步将 是不是有一千万个这种天龙等等 他现在也急需一些靠山 这个顾黎盛 他就相当看好 欠得人情慢慢还 他并不缺少时间 就是缺少机会 莫浮阳神色有些尴尬 不知该如何解释 前辈 您稍等片刻 他拿出一张福禄 失动法力击事而去 没过多久 宋恒带着顾黎盛 火急火燎地踏空而来 一副惨状 宋恒还在空中一片凄惨高呼 长主啊 我可算见到您了呀 小人差点就没了 他小眼一转 又看见那似笑非笑的小赤 大喜道 狗哥 你们终于是回来了 顾黎盛跟在身后一边善笑 巧声问道 宋兄 哪位是长主 怎么还有头黑牛啊 宋恒也是巧声回应 黎盛 你先别说话 我会跟你一一介绍 顾黎盛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放下心来 听说长主乃是恋须强者 他如今 不过才原因初期 要在这垃圾场混 还得多仰仗 他们才是 不过想到此处 他目光又渐渐变得有些凌厉起来 他乃顾家气少 终有一日 他定会携千万步将卷土重来 宋恒看到他那模样 刹那间已猜出他在想什么 不过以后 那可就真没什么背景了 那莫名的降临之法 似乎只能用一次 若是再遇见危险 顾黎盛若当场冲出 那死了可就真死了 宋恒也是暗自摇头 那人离开之时 曾嘱咐 让自己好生照顾一下他 但是从那神态动作来看 那不就是顾黎盛本人吗 自己嘱托人来 照顾自己 他不敢多想 只能连忙随口应付一声 那人似乎相当熟悉宋恒平信 他吃笑一声 便与天龙地虎消散在天地间 似乎从未来过 一点痕迹都未留下 按道理来 宋恒见到如此强者 早已吓得屁滚尿流 但是不知怎么的 冥冥之中 他就是不怕他们 甚至还想当着他们的面放的屁 发泄一番心中莫名怒火 但当一切结束后 顾黎盛竟然醒来后 完全失忆 就像是刚来到垃圾岛 甚至修为 都已跌落到原因期 一副唯唯诺诺的模样 又暗前藏着一股意气风发之感 简直就跟他当初 前来垃圾岛是一模一样 当宋恒问他过去的事情后 他都是回答的 路纯不对马嘴 总之一句话 别问 问就是 本公子是气少 待到军陵九天之时 必有你们一席之位 然而宋恒摸清一切后 这可来尽了 把顾黎盛狠狠打了一顿 后者也是惨烈哀嚎 被打得抱头鼠窜 终于承认 就是来赚零食的 不过宋恒根本不在意这些事 他只是需要一个 殴打他的正当理由 如今宋恒化神期 顾黎盛元英期 三百年海域西 三百年海域东 优势在他 如今也该到他道爷 站起来的时候了 一个字 打 顾黎盛感觉自己 被打得莫名其妙 怒火中烧 也暗自记起仇来 这胖子当上此聊 当珠榜第一 不过他似乎知道 自己有些记忆错乱 也老实地跟着宋恒旁边 后者也尽心尽力地 花了一日时间 让他重新了解垃圾岛 尤其是那位狗哥 顾黎盛心中发猛 原来自己还有个大哥 这不今日就见到了 顾黎盛与小赤四目相对 一股熟悉的味道 渐渐在空气中萦绕 猥琐 但陈寻他们的神情 有些不好看 这宋恒叫他们的样子 跟个哭丧似的 他们活得好好的 宋胖子 你叫什么叫 小赤朝着远空低吼一声 散发出一股威势 你们快下来 宋恒摸着肚子笑呵呵地 连忙带着顾黎盛踏然而下 跑到陈寻他们前方拱手 见过场主 见过黑牛前辈 见过大小剑 小赤站在前方 眼眶一瞪 没了 为啥不见过他 他那么威武雄壮的一头狮子 顾黎盛跟在一旁拱手善笑 不敢出声 按道 这是垃圾场的前辈啊 气势果然不凡 我们不在的这些日子 倒是劳烦你们了 陈寻脸旁 带着温和微笑 已经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顾黎盛 你可还记得我 众人的目光 也是随之而去 顾黎盛的模样 虽未改变 但却对着他们 充满一股浓浓的陌生 与卑微感 尤其是他的境界跌落 让陈寻与大黑牛 大惊失色 境界大跌 为何升级没有消失 他现在的感觉 就如同重生了一般 和当初来到垃圾岛时 一模一样 黎盛 小赤也跟着低吼一声 眼中带着不解之色 他怎么了 啊 顾黎盛浑身一颤 没想到突然被点名 我记忆可能出现了些许偏差 倒是忘记了许多 他低头尬笑两声 实在是一点印象没有 还不如让他去捡捡垃圾 场主 情况有些特殊 小道我来给你们讲述一下 宋恒看着这异常尴尬的氛围 连忙解围 场主 借一步说话 陈寻点头 他们走到一旁 相隔顾黎盛 有些距离 甚至还弄起了传音法照 宋恒开始和陈寻他们 讲述起顾黎盛这两天的变化 相当详细 而后者还远远地站在一旁 只有他们目光撇过 那都是拱手铲笑 和当初才来这里时 一模一样 陈寻的神色相当平静 知道他一些体内情况 当初甚至刚说的话 他都能忘记 如此浑浑噩噩的状态 倒也不显得惊奇 但小赤这可有些受不了 眼底还带着担忧神色 这顾黎盛可是他小弟 难道又要重新认识一番 那顾黎盛的事就给你了 陈寻微笑道 拍了拍宋恒的肩膀 场主放心 我会一直带着他 宋恒眼中露出难得的 郑重与认真 拱手道 绝不会让他陷入险境 默 大黑牛缓步走到宋恒旁边 嘴里还叼着一个储物袋 这是给他们准备的答谢之物 垃圾场这次危机 若是没有他们 可能难以善了 至少会损失惨重 宋恒双眼一亮 他这次亮底牌的代价可不小 几乎和顾黎盛差不多 但是要比他好上一些 不过境界能提升 那一切就不是问题 多谢黑牛前辈 宋恒高呼一声 倒退一步大败 多谢场主抬举 他收下后 就开始暗自在心中分配 其实还并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 反正三份 顾黎盛现在修为最低 身为他现在的亲兄长 当给他准备一份最小的 其中一份肯定要孝敬狗哥 以后的路还长 要仰仗他的 肯定有很多 最后一份就留给自己吧 宋恒想着想着 大肚子一挺 嘴角突然流露出猥琐笑容 陈寻站在另一处 深深地看了一眼顾黎盛 眼中意味莫名 后者的眼神飘忽不定 其实他现在都还未确定 自己是否真如道爷所说 失忆了 陈寻正欲开口 突然灵须法盘 传来神识契机的牵动 他目光如电 连忙打开 里面传来一道 锐利如刀锋般的声音 陈兄 你们已经暴露 半个时辰内 我派人到垃圾岛带你们走 现在已经顾不上其他 先离开玄威天 逃往蛮荒天 什么 陈寻等人大惊失色 这怎么可能 他们明明隐藏一切痕迹与契机 怎么会被这么快查到 才短短两日 众人煞时间陷入沉默 陈寻张了张口 并没有怀疑墨叶寒的话 如果要把他们卖了 也不会等到现在 还派人要将他们送走 这样的手段太过小而可 陈寻话音一颤 叶寒兄 我那些后辈怎么走 墨叶寒的光影 眉目间满是深沉 陈兄 你保不住他们 此事不要再深究 我只能先保住你们 令妹不会被牵连 先入道远 陈兄 如今已经没有时间 再考虑其他 这个世上绝没有 十全十美的事 但他们那件事 已经化小 那百余人逃生的机会 会大不少 这件事 老祖与世尊当日 叫我别再参与 今日已是我竭尽最大所能 将你们送走 墨叶寒一字一句地说道 他的神态 无不再透露出 他现在也在承受 相当大的压力 事发太过突然 陈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他话音一落 周围一片寂静 似乎连呼吸声都已消失 陈兄与大黑牛 心中翻江倒海 只是眸光间 在不断颤动 毁尸灭迹的事 做过不少 但被如此快地发现 绝对是头一遭 他们听说过 太多大事的铁则 不管是从云金口中 还是从灵庄中 但真当降临在头上的一日 才知何为绝望 只能逃 只能避 这样的冲击 让所有人 都有些回不过神 尤其是小鹤与小赤 他们如同遭受 晴天霹雳 愣在原地 好 我们知道了 陈兄眼谈古井无波 叶寒兄 此大恩 我陈寻记住了 舍妹绝不会给你添乱 猫 大哥 寻哥 大黑牛 小赤 小鹤惊喊道 满眼不敢置信 大哥怎么会如此果决 陈兄 我很敬重你 但并不是你的斗法战力 莫叶寒突然微微一笑 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是因为你做到了 我不敢做之事 这句话说的意味深长 天霹这个身份 看似光鲜亮丽 但背负的也更多 一句玄威仙殿捉拿醉灵 就足以将他压得抬不起头 他这一日曾想过 若是他的故人被捉拿 有天骄这层身份在 有道子这身份存在 有莫家子弟这层身份存在 他也绝对不敢动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陈寻一震 眼中闪过恍然之色 轻轻点头 罗燕堂的人很快就会感到 他们并不是人族 有何道真君的存在 怎样逃离 他们会给你诉说 莫叶寒也在另一边拱手 眼中带起郑重之色 今日一别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若有再见之日 我希望能与陈兄再大战一番 一定 陈寻目光深邃 平静开口 叶寒兄 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请说 我那些故人的罪责 是否可以消去 此事对我来说相当重要 莫家已在运作 但需要时间 他们的罪责并不大 只是无意间触犯到一些禁忌 所以你们必须逃 将注意力吸引 末叶寒点头 那日自知为何陈寻怨出手 也在找出根源 他们的罪 需要你来背负 这是唯一办法 好 我明白 陈寻没有丝毫犹豫 甚至已经做好 原神泯灭的准备 但末叶寒做事之细密 也是让他暗自心中一震 不愧是天仙楼的楼主 这个大事的聪明人 太多太多 能当上天骄之称 没有一个是傻子 不然就连恋心结 与心魔那一关都过不去 陈兄 珍重 珍重 陈寻缓声开口 灵须传音法盘 也彻底陷入寂静 他看向还在发愣的众人 冷静道 小赫 你立刻带养魂七灵一族的人 前往无垢先灵 随后跟着末叶寒进入道远 猫 大哥 寻 闭嘴 听我说 时间无多 陈寻冰冷地呵斥了他们一声 小赤 你带着宋恒故离圣他们 前往黎晨岛 垃圾回收场朝黎晨岛转移 你去找云金与洛霜 老妞 你的分解阵法 与原神没入无垢先灵 临时乃是大事 硬通资源 将原神彻底融入五行分解阵法沉睡 千万不要苏醒暴露 这个大事的手段已经超乎我们想象 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要留下 老默 前辈 我们离开后 你去购买新书 我会和一位叫石剑白的人打招呼 交易继续 他们那一族强者众多 资源丰厚 关系不可断 是 前辈 默浮阳话语急促 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中 这些东西你收下 都是我的心得 陈寻的语速相当之快 转念间已经安排好一切 暂时不要离开 离尘岛 好生修炼 等我们归来 宋恒和顾黎盛 眼眶大争 还未回过神来 怎么今便来得如此之快 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做好 大黑牛不断地重重喷着鼻息 双眼瞪得老大 感受到了陈寻话语中的慌乱 小鹤双拳捏紧 一言不发 冷汗一滴滴地出现额头 根本不敢说出一起逃的话 墨叶寒的意思明显是要让大哥与二哥 独自承受一切罪责 若一起逃难 定会同罪 甚至他派出罗烟堂的生灵 可能都已做好赴死准备 所以才不是人族 他何等聪慧 自然不会上演一出什么兄妹情深的戏码 大哥和二哥做的一切 明显就是要把他和四弟从中摘取出来 小鹤双眼发红 寻哥 我们一起走啊 小弟绝不独活 梦 大黑牛怒叫一声 碰 地面烟尘滚滚 大黑牛一挥牛蹄 直接把小赤砸在地上 甚至还出现一道大坑 这道沉闷的响声 如同击打在所有人心中 大黑牛朝着小赤怒吼咆哮一声 把他死死压制住 莫扶扬 宋恒 顾离圣三人 现在有些手足无措 明明刚刚还说得好好的 怎么现在突然变成这番境遇 沉寻眼谈深邃 气质出城无比 他嘴角缓缓出现一抹糊度 放心吧 我和老牛绝不会死 等我们 他的目光渐渐放到小鹤身上 后者也是一言不发 就这么泛着水雾地看着陈寻 三妹 希望我们归来之时 能看见你长高 陈寻笑了 笑得温柔无比 走上前去 摸着他的头 只是小事罢了 人生哪有一帆风顺 事事如意 不必担忧 小鹤轻轻靠在陈寻身上 看着那一条条杂乱不工整的杠 轻声道 大哥 你说过 要把垃圾回收场 开遍三千大事件 我们还要去游历各地 当然 我自不会忘记 陈寻的脸庞 依旧洋溢着微笑 深深看了他一眼 那些故人暂时交给你保护了 你也长大了 小鹤轻轻抬头 长发及腰 也露出一抹动人微笑 大哥 我会在蒙木大海域等你们归来的 陈寻眼中带着欣慰 小鹤比自己心中想象的还要懂事 不愧是自己言传身教之人 自己当得起大哥之名 他又突然看向一个大坑中 怒道 他娘的 小赤 你要干啥 寻哥 小弟哪也不去 就跟着你们 小赤被大黑牛按在坑里 双眼血红 不断在发出低吼 我只跟着你们 他的浑身闪烁着恐怖艳光 怒气滔天 低吼声传荡四方 大地震动 眼中满是不甘 哪怕是死他现在也不怕 但陈寻神石微动 朝着小赤传音而去 后者一震 眼中的愤怒渐渐在消散 变得冷静不少 原来寻哥与牛哥还有后手 哪怕是真身被打得魂飞魄散 哪也有复生的可能 但若是他跟着 遇见危险死了 可就真死了 他们不想复生之时看见小赤的尸体 所以他必须留在这里 等他们归来 小赤的低吼声越来越小 眼中依旧还带着不甘 综毛在空中纷飞 只能重重点头 眼中深沉无比 贺姐还在这里 还需要他在外照顾 不然贺姐以后可就举目无亲 寻哥 小弟知道了 小赤低沉吼道 头已经埋进土里 不再抵抗 陈寻轻舒了一口气 看向众人 神情轻松无比 老牛 走了 其余的事就先交给你们了 我们去休息一些时日 大黑牛坚定不移地站在陈寻旁边 蹭了蹭他 一人一牛走在最前方 众人跟随在后 神色各异 心事重重 突然 陈寻一顿步 他眉头大皱 灵须传音法盘 竟在传来神石牵动 而这股契机 竟然是离成仙殿卖地产的前辈 阴天寿 法盘悬立在空中 里面出现一道苍老的光影 陈寻 前辈 墨叶寒是否已经传讯于你 让你逃 呵呵 陈寻皮笑肉不笑 这老前辈什么意思 他是如何得知的 前辈 这是何意 不能逃 也无处可逃 阴天寿平静无比的声音传来 这个消息 买是八脉蛟龙一族放出 蛟尊者就是等着你们逃 外部的空间通道 已经被完全封锁 若是进入 那就是羊入虎口 直接落入八脉蛟龙的圈套 那到时候 无人可以保你 知罪若逃 罪家一等 老朽之末夜寒帮你之心 但此事 动玄道院与墨家已经退出 以他现在的能力与势力 根本无法探查到 大成尊者的动向 他派来的人 可将那百人接走 罪责你一人单之 可怨 这样的话 让本来心乱如麻的众人 更加心乱如麻 他们的一切动向 似乎都在被人探查 就像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他们一般 陈寻第一次感觉到 是那样的无力 甚至几两骨都在发寒 他多年来毁灭痕迹的手段 在这个大势 完全就不奏效 而且看样子 根本不是今日才发现 陈寻的额头 终于冒出一丝冷汗 他低头拱手 前辈 您究竟是何人 黎晨先殿 殿主 天授尊者 啊 陈寻下意识惊喊道 什么情况 这件事 竟然能惊动大成尊者 这个大势的修仙者 如此不给机会的 大黑牛的心 像是空了一下 四题都在发软 大成尊者 说不定他们年轻时 就是什么天骄 大成的威能 他们想象不到 但传说倒是听了不少 小赫的双眼 依旧带着决然冷静 若是大哥与二哥 被杀得天地不存 若能报仇 之后当自决 若无法报仇 自决 小赤听后 他的牙齿都快要咬碎 遍体生寒 大成尊者 君临一方大狱 出手即可毁天灭地 扰乱一方天地 运行规则 哪怕是河道天骄 那也绝无可能 越大境界杀敌 更何况 寻歌不过才练虚妻罢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触动 大成尊者前来问罪 小赤 想到此处双眼空洞 在小界域活了那么多年 也从未遇见过 如此离谱的事 就像是一方原鹰老祖 突然亲自出手 斩杀练气漆 修饰一般的诡诀 一点存活的机会 都不可能有 阴天兽缓缓开口 此时老朽 已开口保住你们性命 昨日已和八脉蛟龙 交尊者一脉谈妥 我们很快就会降临垃圾岛 做好准备 但一定别逃 切记 悬威先殿 八脉蛟龙一脉 离尘先殿 三方压力 一旦有丝逃苗头 便会有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 到时老朽 也就不了你 甚至会牵连到你身边之人 陈寻 老朽很看好你 不想看见你再次夭折 我自知你年轻气盛 但也该分得轻力比 先殿你还远远不够资格对抗 甚至连逃的资格都没有 阴天兽说的语重心长 自知陈寻不是在大势降生 小介余的惯性思维 万万不能用在这个大势上 不然走错一步 便是万劫不复 哪怕是活了如此之久的岁月 这些大势接踵而来 也让陈寻心绪纷乱 感觉自己一直被人牵着鼻子走 甚至都没有反抗的余地 他听到此处 忽然心中有些怅然 神色变得平静无比 低头拱手 多谢前辈失手 交尊者会对你动刑 还望你做事 莫要再如此冲动 暂时 人 晚辈村民出身 从未有过傲然兴气 若能救下他们 晚辈甘愿受刑 此事了结后 你与黑牛入仙域千年 我会亲自把你们送入 那些小介余之人的罪责 便会被消去 是 陈寻脸庞依旧还挂着淡笑 风轻云淡 那晚辈就在垃圾岛 等待诸位降临 绝不撕头 好 有些事老朽会当面与你诉说 是 前辈 陈寻深吸了一口气 拱手的握力 不知不觉间加深了几分 心中已做好一切准备 在目睹柳约的事去后 他就已经做好了 在无尽岁月中 遭遇各种无力事情的准备 陈寻与大黑牛站在最前方 看向远方的无边海域 他们相当默契地相识一眼 今日的海风 倒是刮得有些凌厉 浊气冲天 只要能活下去 那现在的屈辱就不算是屈辱 只能算是在岁月长河中 一段难忘的经历 陈寻的神色异常平静 和周围气氛格格不入 阴天兽的话 可是全辈大黑牛他们听见 他们如今的心态急转直下 心机与星空感不断传来 甚至都忘记要开口说话 尤其是莫浮阳与颂横他们 那瞳孔已经快要 缩成一根针 大成尊者降临 但那位前辈却说 会保下场主 但这样的话谁敢信 若真的耽误最佳逃跑时机 那才是连悔恨的机会都没了 大黑牛缓缓踏步 靠在陈寻身后 轻轻摸了一声 愣神地望着他 他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经历了那么多事 但如此绝境 已让他六神无主 甚至连跑路的机会都不再有 陈寻淡然开口 无妨 先渡过这次难关 渡不过也死不了 他说完就静止朝前走去 身影融入周围天地的一切景物 变成了一道道虚影 只留下一道坚毅的背影 一往无前 陈寻目光出神 按照大事的手段 和末夜喊给的消息来看 他心中 其实已不抱有任何侥幸 强者太多 自己也从不特殊 恋须欺敢对抗大成尊者 那真是活腻了 更何况再对抗下去 那也只会带来无尽麻烦 呵呵 陈寻莫名地笑了笑 缓缓转身 他看着一众愣在原地的所有人 笑道走吧 先解决此事 这件事与你们无关 按照我刚才说的做 大黑牛现在鼻息紊乱无比 大哥受刑 还有先遇千年 他现在脑子一片混乱 眼神浑浑噩噩 神情也僵硬无比 他本来以为 就算与家人暂时分开 最多也不过数百年 但这次一别 竟然是千年 猫 老牛 无妨 区区千年罢了 陈寻神色轻松无比 脸上带着灿烂笑容 至少我们真正就吓了他们 坐牢而已 又不是没做过 大黑牛晃了晃脑袋 他不是这个意思 陈寻在干扰他的思绪 他晃着晃着一双温暖的大手 骤然间抱住了他的头 陈寻哈哈大笑 老牛 往前看 去过过这大势的牢狱生活 想想不是很有意思 大黑牛双眸颤抖地看着陈寻 舌头不断舔着他的脸 他重重点头 不再乱想其他 猫 小鹤眼中露出忧色 此事最难决断 信谁都可能出问题 但是大哥明显选择了相信 黎晨仙殿店主 他已经没有退路 甚至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各方的压力太大 大道 就算连大哥这样的人 也唯有束手就擒 大哥 小鹤下意识喊道 跑上前来 紧紧抓着陈寻的衣角 泪眼汪汪地看着他 哪怕是千年 万年 我也会等着大哥 二哥回来的 他的话音一颤 柔弱无比 只是紧紧地 捏着陈寻衣角 似乎永远也不想松手 老牛 你看我们家三妹就是懂事 陈寻眼中带着欣慰之色 一手抚着他的背 好了 三妹 别伤感了 我们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猫 大黑牛双眼 也渐渐变得坚定 蹭了小鹤一下 摸摸摸摸摸 小鹤一只手放在大黑牛脸上 凄冷地笑了出来 二哥 放心 若是有人欺负我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不会自己瞒着 大黑牛眼中一松 这才放心 牛嘴慢慢咧开 露出了一个相当难看的微笑 小鹤 寻哥 小鹤猛然大吼 眼眶中一直带着血丝 连忙跑到他身前 就连地面都是一阵 他性情大变 不再像是永远躲在陈寻 大黑牛身后的小狮子 他面孔微舞无比 猥琐之色再也不存 带着血丝的眼眶中 净是坚毅 甚至听到阴天兽的话后 都不再大喊大叫 他听了这么多 只明白一个意思 那便是如今唯有隐忍 小鹤从出生以来 一直就在失去 到现在连最后的 心灵栖息之地都不再有 之所以他一直 心心念念天段大平原 那是他的族人 他的父母埋葬在那里 他之所以能活到现在 也是因为他们当初的庇佑 造成他当初 如此性格的最大原因 便是他父母死前 只想让他好好活下去 莫要报仇 从此 他便为了活下去 不择手段 寿终正寝 不过是为了完成 父母最后的夙愿 但这一路走来 他又终于拥有了家人 去过大海 回过荀哥家乡 前往过戒狱战场 甚至来到了辉弘大事 他这一路走来 跟着荀哥这些修得 真的很开心 陈荀一掌 拍在小赤身上 响彻一声清脆的碰响 他娘的 一转眼 咱们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今后该知道如何做吗 小赤嘀吼一声 四爪狠狠抓在地上 尸尾朝天 荀哥我明白 法乡小弟已经凝聚 绝不会让贺姐受到一点伤害 他说完 冰冷的眼神看向后方 胖子 顾离胜 狗哥 狗狗哥 宋恒和顾离胜 浑身一震 连忙回应 他们还在回味 刚才那位尊者所说的话 那心里也是空洞无比 大成尊者 见都没见过 尤其是顾离胜 他还在一脸发猛 啥情况 我不是来发财的吗 这宋胖子不是说 跟着他混 一定能发财 不愁资源的吗 他浑身都充满一股惊悚之感 什么情况 怎么自己突然就被卷入 大成尊者的漩涡 他还年轻 他才原因期啊 怎么他一来垃圾倒 看着架势 就要散伙分家了 咋了 不欢迎他 顾离胜嘴唇都在缓缓张大 双眼都透露着一股智慧之色 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想高鹤一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 常主 区区大 他想到此处突然一顿 还是怂了 这种话是真不敢说 就怕冥冥之中 被谁敢迎去 谁又见过大成尊者 不敢确定 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到 小赤看着两人 低沉道 你们今后就跟着我 不要闹事 等着寻哥归来 我会好好看着你们 宋恒眼眶暴涨 气急败坏 狗哥 你说这话 好了 宋胖子 莫要多言 小赤冷声 直接打断他 顾离胜 你记忆已失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 答谢你救助之情 啊 呵呵呵 顾离胜还是有些没搞清楚状况 只是在那硬着头皮答应 好的 狗哥 我其实就想捡垃圾 赚些零食 哪知他话刚说完 小赤就一转头 根本就不多搭理他 这情况 把顾离胜搞得异常尴尬 本来还想吹嘘两句 想想还是算了 这个场合不太适合 陈寻看了他们一眼 目光又放在小赤身上 四弟 我和老牛 其实最对你放心 不必挂怀我们 你只要相信 我们一定会活着回来便足够 小赤的脾性 其实和他们最像 不管是交谈还是做事 就是在大事上 有些控制不住情绪 他从未独挡过一面 都是躲在他们身后 好 寻哥 小赤的面孔愈发威武 像是一瞬间张大了许多 我和贺姐会等着你们 从仙玉归来 小弟就一直守在黎晨岛上 哈哈 好兄弟 陈寻眼神放心了不少 不由地笑出了声 梦 大黑牛也跑到小赤旁边 狠狠拱了他一下 当初在大理有他加入后 他在位有那种 难以融入人族之感 至少自己旁边 还有个灵兽兄弟 小赤也是狠狠蹭了大黑牛一下 两只灵兽头对头 交流相当简单 一切尽在不言中 莫浮阳站在一旁 眼中带着黯然 他最为敬重场主 明明一切都在良性发展 却突然遭此大难 毁了这一切 陈寻看向站在一旁 那一言不发的莫浮阳 笑道 老莫 其他事就交给你了 是 前辈 莫浮阳艰难地露出一缕笑容 郑重拱手 请您放心 陈寻轻轻点头 对莫浮阳很是放心 至少小赤在遇事不绝时 也有个可以议论的身边人 随后 他的身影又变得飘渺起来 前往垃圾倒海岸 海岸旁 大浪滔天 风浪之大 远超从前 一行人就那么安静地站在陈寻身后 没有一个人在开口 他们眼中皆是深沉无比 唯有顾离生神情有些尴尬 不知所措 不到半个时辰 海底卷起一个巨大漩涡 一艘四面紧闭的暗黑色宝船 出现在海面 而他的顶部站着一位化神后七生灵 他目光相当锐利 浑身上下都长着一个个鳞片 面部凶神恶煞 尤其是他周围 还缠绕着浓郁的血煞之气 一看就相当不好惹 他神识毫不客气地扫视着四方 鳞片在闪烁起微光 似乎在确认什么 不过片刻 他目光直逼陈寻而来 冷声道 罗烟堂 煞自辈 顿一 见过陈寻前辈 顿一就像是一副熟知陈寻已久的模样 话语不卑不亢 也自制自己的任务 方才莫公子已经传训他们 计划改变 接走那上百余人 离开玄微天 难遇大路 自会有莫家人接应 此事的危险性 比当初要小不少 原来 是顿一小友 陈寻温和一笑 这副凶神恶煞的模样 倒是没给他造成任何心理冲击 反倒是顺眼无比 那接下来的一切 就交给你们了 职责所在 顿一微微低头拱手 依旧冷言冷语 不为陈寻的话语所动 这里是元气坐标 陈寻拿出一个匣子 上下打量了这艘宝传一眼 又拿出一刀令牌 这是信物 还望帮我交给一位 交梦盛的年轻人 他说完抬手 这些东西朝着海面 积湿而去 又补充道 剩下的东西 算是给朱卫远 到来的酬劳 顿一文言结果后 那凶煞面孔都是一愣 神情变化相当精彩 尤其是周围的血煞之气 都变得柔和不少 他心中不由惊叹 好大的手笔 这储物界里 不仅有化神器的修炼丹药 甚至还有五品高阶的破镜丹 他探查后 立马攻进拱手 多谢前辈赐宝 此行顿一定会竭尽所能 将前辈故人安全送走 哼 我相信莫涵兄 也自然相信你们的能力 陈寻摆手一笑 这些人的身份 他都已确定过 不是什么冒牌货 那就劳烦诸位了 顿一深深凝望了陈寻一眼 那破镜丹药 对他来说很是重要 最重要的是 里面的那股药力 绝对出自炼丹大师之手 恐怕得来也是不易 温海面掀起阵阵波涛 那黑色漩涡也变得越来越小 空间晃动 宝船刹那间消失在海里 一丝痕迹都未留下 这宝座一看就是材质特殊 相当契合空间之力 保命手段一绝 陈寻微微输了一口气 算是解决了一件大事 现在只能近待大成尊者降临 然后束手就擒 小鹤站在后面 眉头紧簇 就未松开过 这大成尊者果真好手段 都已提前预知到 他们在垃圾倒 还真的给时间给他们 根本就不怕他们逃 这样看来 那位前辈的话 已可信三分 那个交尊者如此行径 可能来垃圾倒后 此事不一定能善了 十位练须七八脉蛟龙 那在蒙木大海域 绝对算的是一方大势力 无论谁莫名其妙地 这样失去十位强者 都得肉疼 他捏了捏手 眼中的忧愁之色更甚 自知当时大哥已被仇恨冲昏头脑 也相当理解他 但这样后果 自己心里已经快要接近崩溃 突然 陈寻的目光朝小鹤看来 后者温柔地笑了笑 摆出一副无视的模样 就在此时 天边狭光流转 一道黑色的裂缝 漠然间变大 轰隆隆 天雨乍响起浩大的崩裂声 一股难言的压抑沉闷 从天边涌来 弥漫整个垃圾岛 所有淘宝人漠然心悸 眼眶瞪大地看向天边 一头头巨大蛟龙 正从那道裂缝中飞驰而出 天地的元气都在被搅动 而这样的气势 至少也是练虚期才可以做到 清理 清晚他们手持法器 一如荡日作态 根本无惧所有 谁来他们都敢挡一下子 此时 海面升腾起浩瀚的六道光柱 每一个巨大光柱中 都在缓缓凝现出身影 他们气势辉煌 似要把周围天地的脉络 都抓在手中 六双深邃如万丈深海的毛子 直视垃圾倒而来 所有人都感觉自己在被注视 在被凝望 就连神魂都在为之摇曳 一头庞大蛟龙 在天雨中游动 搅动四方风云 他瞳孔如针 散发着冷冽森寒的气息 直接锁定陈寻而来 冷然道 你就是陈寻 浩大的声音传荡四方 朝着垃圾岛滚滚而来 海浪汹涌如潮 竟开始掀起如同海啸一般的威势 便随着这道声音冲击而来 垃圾岛四方 如同死一般的寂静 皆是瞠目结舌地看着远方 那庞大如古月一般的蛟龙 心中竟生不起任何抵抗之感 甚至随着这道声音传荡而来 他心中竟不由自主地 生起一股浓浓的敬畏之情 大成尊者降临 六道大成身影远在天边 又近在眼前 他们神态各异 俯视着整座垃圾岛 阴天兽就站在中央 一言不发地看着海岸旁 那道渺小无比的身影 陈寻忍不住闷哼一声 这样的冲击 就像是直接冲击他的仙道 他的神魂而来 这是天地规则的压制 已经超越他理解太多 想靠着系统防御蒙混过关 根本不可能 唯有承受 他沉重迈出一步 一人屹立在最前方 低头拱手 神色中满是卑微之色 醉灵陈寻 见过交尊者 交尊者的身躯庞大无边 游走一分 周围天地之力 便被牵动一分 若不用神时 哪怕是仰视 也无法看清他的全貌 只能见其那颗充满压迫感的蛟龙头 他冷然开口 斩杀本尊一脉十位蛟龙 他们可曾自曝身份 一股无形的庞大压力 降临在陈寻头上 他咬牙 抱过 其最一 是玄威先殿 威严于无物 是大事规则于无物 乃开战挑衅之举 是 他们可曾追杀于你 得罪于你 此事可曾与你有任何关系 难道你才是带头之人不成 回禀交尊者 不曾 他们乃是晚辈故人 仅此而已 陈寻的话音低沉无比 传荡在海岸 头越来越低 眉心间的法文暗淡无光 其最二 行尽野蛮 妄杀无辜 如此实力 他们留不下你们 仗着一点实力 便可对弱者认打认杀 交尊者冷眼俯视着陈寻 话语不急不缓 但又宛如雷崩 若是如此 那本尊是不是也可对你们大开杀戒 话音一落 一股决然的杀意弥漫天地 降临在整个垃圾岛 把所有人的脊梁都压弯了几分 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 尤其是处于压力中心的陈寻 海岸旁大浪滔天 直接淋湿了他全身 狼狈不堪 他嘴角挂着难看的微笑 依旧在低头拱手 此事乃晚辈过错 任凭尊者责罚 陈寻绝无怨言 交尊者在空中喷出一口龙溪 周围元气都在刹那间被泯灭 可见实力之滔天 练须七在大成尊者面前 完全不值一提 垃圾岛上所有人都骇然地看着这一幕 更有化神七 淘宝人已开始瑟瑟发抖 元气被泯灭 那斗法之石 可无法借用天地之力 河道之下 所有修仙者 都将被自动降进成原因修士 这样的差距 简直就是天欠 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交尊者的神情 除了冰冷 再无其他 没有愤怒 没有暴躁 他每次开口 都像是在诉说一件 与自己无关的事 可能他亲儿子被人斩杀 也无法牵动大成尊者心底 真正情绪一丝 他的气息 一直锁定在陈寻身上 不断地压制压迫他 人族乃大势骨功之族 却没想到 出了尔等如此害群之马 你可知何为立场之分 你可认罪 晚辈之罪 陈寻浑身微颤 话音又低沉了一分 海水已浸湿他全身 并脚的水滴一滴滴落下 那十位蛟龙道友并无过错 命不该就绝于此 交尊者闻言 双眼倒是变得郑重起来几分 高看了陈寻不少 炼虚之境 杀十位铜镜蛟龙 至少也能入南域大陆天骄层次 却没想到 心气如此之低 这样的人留下绝对是个祸害 怪不得那鹰殿主要付出 如此大的代价保他 此子未来成就定然不低 不过他早已想到应对之法 炼虚期的先遇千年 可不怎么好过 若真是天骄 那自然根基深厚 但寿命无多 千年已是宣判死刑 那里可不是修炼的地方 但他可不会给此子崛起的机会 用刑便是断他最后一条生路 远空 四位大乘尊者冷眼旁观 早已把垃圾倒的情况 摸得一清二楚 并无特殊地方 况且此地也算是 雾明的下辖属地之一 他们的动静 自然也不敢闹得太大 玄威仙殿 可是和雾明关系不错 无数修仙垃圾的青岛 也给整个玄威天 贡献了一份大力 三位远道而来的尊者目光 若有若无地 看向神色平静 异常的殷天兽 似乎在说 您老人家还真是会选地方 娇尊者正欲开口 殷天兽踏天而行 突然站在最前方 他看向陈寻 冷声呵斥 仗着一点修为 仗着得到一些机缘 你还真以为 无人可治你 浩大的声音传荡四地 海水一浪接一浪地 打在陈寻身上 相当滑稽可笑 陈寻被呵斥地倒退几步 又浑身一阵稳住身形 低头拱手 不敢有丝毫抵抗 就连法力护照也被关闭 五行之气穿身而过 不再被他吸收 阴天兽冷哼一声 区区炼须七 本尊让你感受一下 何为强者 感受一下那十位八脉蛟龙后背 最后晕死的无力之感 话音一落 远空震动 阴天兽手臂伸出 漠然抬掌 气势磅礴 犹如巨树般粗壮 手掌成圆形 带着无穷威势 向着陈寻狠狠拍下 他的掌势 仿佛破开了天地 带起一阵狂风暴雨 空气中似乎有无数电弧闪烁 犹如万道闪电 在掌心凝聚 轰然落下 陈寻只觉得 胸口一阵剧痛 全身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抓住 狠狠地掐住了咽喉 让他呼吸困难 就在这时 天地间忽然爆发出异象 树道巨大的元气漩涡 在空中形成 发出炸雷般的巨响 这些漩涡不断旋转 散发着五彩缤纷的光芒 这是天地元气聚集形成的巨大力量 是真正的天地规则降临 天地间的元气 也随着阴天兽的掌机而翻滚 海浪翻腾 岩石崩裂 仿佛整个天地 都要为它的掌力所震撼 天际中出现了一道道红色的闪电 闪电与雷霆碰撞的声音响彻云霄 若要用肉身抵挡大成尊者的威势 那至少也要修炼成规则道区 不然 对于大成尊者的规则打击下 任何强大肉身皆是虚妄 唯有铜镜之人才可抵挡 大境界的鸿沟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仙殿之主不用猜想 年轻之时定是混沌仙灵榜上的天骄 越大进而战 根本不可能 谁也不比谁弱 陈寻猛然抬头望去 只见阴天兽身上 涌动着无数化形为时的元气光芒 犹如一座高山压在了他的身上 陈寻身形瞬间被击飞 身上留下一道深深的掌印 鲜血似箭 大后方的一众八脉蛟龙冷烈一笑 真是太过便宜此人 不过今日能看见大成尊者出手 也不枉前来走一遭 此人真是太过放肆 孟 大哥 寻哥 大黑牛 小鹤 小赤终于忍受不住 惊喊大叫出口 神色一个比一个扭曲 还是第一次 见到陈寻破防兽如此重伤 吴 吴是 陈寻艰难地爬了起来 温和地传音而去 他身上还残留着掌力的余威 身体无法控制地颤抖着 他低头看着自己的伤口 只见一道血痕 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胸口上 鲜血不断流淌 这样的掌力 融合天地精气 直接向着他肉身的根基打击而来 不可抵挡 不可躲避 就像是越过了一切防御 直指身体本源 陈寻身子有些踉呛 口中竟有些输了一口气 还好前辈留守 他的衣袍并未被打碎 只是染了些血迹 洗干净便是 人 莫要给我添乱 陈寻传音呵斥一声 又缓步走上前去 血迹一滴滴落在海岸上 夹杂着海水 渐渐变得浑浊不清 大黑牛重重地喷出鼻息 缓步倒退 双眼紧闭 他心中就像是在滴血 甚至能听到 那滴答滴答的滴血声 他的呼吸都在陷入迟滞 小鹤死死地把小赤压制住 一只小手按在他的鬃毛上 乍一看 快要入骨三分 小赤低着头 眼眶心红 喉咙中在散发着嘶哑的声音 莫辅扬也是低头拱手 双眼紧闭 相当沉稳 无人可看清 他到底是何神色 宋恒与顾黎盛 嘴角抽搐 浑身都充斥着一股无力感 底牌尽湿 就算有底牌 也不敢在此地乱用 哪怕是全杀了 也无济于事 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大 顾黎盛如今一具牛都吹不出 那大成之威的压制 让他一点一样的心思都没有 更何况 他还未具体搞清楚情况 阴天兽一手父辈 气势强盛 他看向交尊者 此等罪灵 任凭道友发落 但他们老朽 还要亲自押往仙狱 还望道友留守 交尊者眉心一颤 不愧是守护在蒙目大海域的几十位殿主之一 当才那一掌 是在给本尊警告 那股引动的规则之力 看似气势辉弘 但出手之时 可是溢散了大半 搞出如此大动静 那明显就是给他看的 交尊者喷出一口龙溪 神色终于有了微微改变 好 他庞大身躯 渐渐在天雨中游动 此时四方风起云涌 道道惊雷乍响 一股肃杀的气氛 骤然降临在天地间 交尊者的身后 是数百上千条八脉蛟龙 此事必须给蒙目大海域的一脉一个交代 没有斩杀此罪灵 他头上也抗上了莫大压力 八脉蛟龙一族 也算是各方海域的大族 关注他的眼睛可有不少 哪能真凭阴天授一番话 就此善了 昂至一道磅礴无比的龙银声 乍响天地 一条蛟龙惊 一体青黑色 龙铃纹路若隐若现 纹路纵横交错 每一处都流淌着冰寒的龙气 仿佛有一条真正的蛟龙 在其表面游动 光是远观 就能感受到 那里面蕴含着惊人的先到规则之力 简直让人不寒而栗 此时海风刮得越来越急 越来越汹涌 天地一片死寂 周围元气已失 陈寻双目平静 一副认罪姿态 仰视远空 此法器名为打龙精 乃是惩处本族罪灵法器 如今用到你身上 教尊者淡然开口 说到此处一顿 金雷已凝聚在陈寻头顶 你当之荣幸 哄 话音一落 金雷扩散八方 散发着冷冽威势 俯瞰海岸旁 那道渺小身影 陈寻如同面对天结一般 拱手仰望 那法器充满着一股古老的气息 不知传承多少岁月 他浑身压力骤增 此番境遇 比一比面对天结 还有恐怖 那时候至少可以抗 可以禁师手段 最重要的是 天结可没有大成之威 至少留有生机 陈寻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以做好迎抗之姿 绝不抵抗 也不敢抵挡 啊 空中震荡起一阵 足以震破人耳膜的龙音声 打龙精一击落在陈寻身上 立刻便可听见一声 震耳欲聋的巨响 整个海岸都为之一抖 陈寻眼眶突然睁大 体内的气血翻滚不休 他只觉得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打龙精传来 瞬间将他的血肉击破 打在骨骼上 是 他挖的一声 喷出大口鲜血 身形屹立在原地 并未被打趴下 只觉像被一柄重锤 直接锤在神魂中 就连元神都产生了震荡 焦尊者双眼微微有些讶异 不愧是出手斩杀十位 铜镜之修士 这股气血之力 果然异常磅礴 非普通修士能比 要知道 焦龙的肉身何等强大 这打龙精 可是用来打他们的 他双眼冷漠 不过轻轻喷出一口龙吸 接住石鞭 此事因果了结 你们入仙狱 是 陈寻嘴角满是烟红鲜血 身影变得勾搂不少 像是被打弯了腰 晚辈甘愿承受 昂乍响天地的龙音声 又传荡而来 天语之上的打龙精 再一次发出威势 朝着陈寻狠狠打来 碰 轰隆隆 伴随着一股巨大震响 陈寻喷出的鲜血越来越多 尤其是骨骼能清晰地听见 那咔嚓的断裂声 气血沸腾之力 都在陷入凝固 他眼眶布满血丝 这样的手段 让自己如今的境界肉身 根本耗不起作用 甚至系统防御力 也只能死死护住他的神魂 后方 大黑牛双眼空洞 面色僵硬 牛嘴一张一合 他无意间仰天看去 空洞的眼神 就那么凝望着那头庞大无比的交融 贺姐 四弟 我昏睡一会儿 小赤的身躯埋在地下 传音的话语相当冷静 毫无波澜 随着话落 他浑身发软 直接躺倒在地上 小赤双眼发颤 他身躯不然 这样的情况下 他绝对无法自主昏睡 疯狂情绪已经在牵动他到心 他现在神色太过冷漠 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陈勋 谁也不知道 他到底在看什么 没有惊吼 没有惨忽 只有那一望无际的平静 远空上 阴天兽沉静地望着海岸 手掌不知不觉间地抓紧 心中暗道 陈勋 这便是大事 不能超脱规则束缚 便要学会隐忍 度过这次难关 入仙狱进修 小子 给我抗住活下去 他目光神宁 海岸边那一道渺小身影 终于有些扛不住 发出低吼般的惨叫 骨头都被打碎 鲜血不断地从耳鼻口流出 阴天兽双眼 依旧一眨不眨地看着陈勋 神色已愈发深沉 那些修士在蒙目大海域 调查小介域之事 答案 其实早已呼之欲出 八百年前蒙目大海域星陨灵士 那是小介域的碎片 而那一晚混沌仙灵榜震动 再加上这陈勋如此保他们 他定是那小介域之人 甚至就是开路者 而那一晚混沌仙灵榜震动 他只是略微听到些消息 只知惊动了吴江大世界的人 此事在上层 不知道到底造成了何等大的影响 他虽然不知道那件事 到底与那晚星陵灵士 到底是否有没有关系 不过作为同样从小介域杀出来之人 当保下他 自己已无当年兴器 只希望陈勋莫被大势磨平棱角 他心中很是期待陈勋未来 只是希望 这一次 莫要再看错人 啊 海岸旁 陈勋仰天长笑 鲜血如柱 发丝凌乱无比 口中甚至都已喷出骨头的残渣 但他依旧 屹立在海岸上 没有倒下 他眼眶暴涨 体敲在不断地疯狂修复身躯 已经开始进入躯体最后的自我保护 好强悍的肉身 练须气境内 足以比肩无知一足 甚至还远远超过 骄尊者面色虽然平静无比 但心中却已激起波澜 有那阴殿主在侧 倒是不好探查 此人果然有些特殊 他眼角余光 看向远空站立的阴天兽 后者满脸深沉 看不出喜怒 但却一直在关注他 他们私下的约定可不少 阴天兽眼中金光乍现 俯视着大浪滔天的海域 哪怕周围生灵众多 但他眼中唯有那染血的一人 海岸已被砸起一道大坑 而中心正是陈寻 他双腿颤抖 周围全是血迹 只是不断吐出血水 肉身在承受难以想象的煎熬 但他曾经可是受过 经脉断裂之痛 天洁轰击之痛 陈寻虽面色痛苦 但是内心却坚毅不已 一点皮外伤罢了 他必须要活下去 不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空谈 他颤颤巍巍地将衣袍收入储物界 露出那如同千锤百炼的十六块腹肌 但如今已是血肉模糊 无人可以看清 这一道身影 就像是在暴风雨中摇曳的小草 随时都可能是去或被毁灭 咔嚓 一道浩大的声音震荡天际 打龙精再一次狠狠朝着陈寻披下 伴随一阵巨大黑灼的烟尘 陈寻彻底被打垮 扑入坑中 这已是第五边 陈寻手掌抓地 血滴朝下落 身躯朝上拔起 他又再一次地站起来 胸口剧烈起伏 他缓缓看向上方 看向这威势 如潮汹涌的一众大成尊者 小介余的毁灭 绝对跟他们脱不了干系 那里 可是自己最后的家乡 哇 陈寻又猛然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面色浑浑噩噩 似乎都被打得有些神志不清 他突兀地 像是看见了无数回忆与画面 被勾起了心中最深处 被封存的记忆 我还记得你第一天 来铁匠铺的时候 像个乡下小子 杂杂乎乎的 你虽然不是天资 最为聪慧的那一人 但为师 绝相信你绝对会是 医术最为高明之人 陈师弟 他就交给你了 陈师兄 兮兮 老祖 老祖 无数道身影 似乎都站在他眼前 陈寻渐渐发出 低吼般的丝鸣 眼眶变得愈发血红 此仇不共戴天 活下去 他一定要活下去 他眼中突然变得卑微无比 那刚挺拔的身躯 又弯了下去 周围黑竹的修仙垃圾 染上了点点烟红 哄 打龙巾 一道接一道地劈下 重重轰击在海岸旁 周围整片天地 都为之晋升 唯有海浪的起伏声 所有淘宝人 惊颤地看着这一切 这可是场主 垃圾回收场 最为强大的修仙者 今日却被打得 如此狼狈不堪 甚至都不敢 发出反抗的声音 他们心中 都渐渐萦绕起一股恐惧 清离 清婉眼眶血红 甚至宁愿那个 在被打的人是自己 他们愿为场主赴死 绝无怨言 但如今这情况 大小界已传令各方 人 磅礴的气势 散发在天语上 焦尊者终于在 第九边后停止施法 冷静淡然地 看着远方海岸 阴天兽的面色 深沉无比 没有再发出一点声音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海岸坑洞中 陈寻已彻底倒在血泊中 骨架似乎都已被鞭吃打散 再无余力占起 但他还有神魂的气息散发 神识也正常无比 并未死去 焦尊者此时双眼凝重无比 莫然开口 够了 陈寻 这个名字本尊记住了 是个人物 浩大的声音响彻似地 这句话意味深长 但再无冷冽地杀意散发 兽九边肉身不灭 神魂不散 这样的人物 足够引起他的重视 哪怕现在是弱者 但那不代表以后 此人他现在杀不了 焦尊者已查过 混沌先灵榜的天焦榜 并无陈陈寻之名 而现在这等情况 那可就显得诡异无比 玄威天也更没有什么 陈家古仙族 他俯瞰一切 喷出一口龙溪 眼中流露出一丝兴趣 若你能活着走出千年仙玉 本尊在蛮荒天等着你 走出玄威天 登临大成尊者之位 此话一出 四方震动 尤其是那八脉焦龙族的一脉 他们眼眶更大 尊者这是何意 其余三位大成尊者 皆是瞥眼 看向焦尊者 此子看来 已经引起他的兴趣 有相当多的特殊地方 尤其是不在天焦榜上 也让他们心中泛起一点波澜 陈寻骂 三位眼中意味莫名 已经暗中记住这个名字 事发之后的一切信息 都已被殷殿主切断 他们也不敢探查太多 免得饿了关系 翠英看向毅历空中的殷天兽 在心底轻声一叹 天兽 此子真当得你如此吗 千年先遇 已足以毁灭一带天焦 殷天兽副手在背 白须轻舞 双眼充满灵力之感 只是在死死盯着远方海岸 那道躺倒在坑中的身影 坑洞中 陈寻眼皮下垂 视线模糊不清 双指微动 他感觉肉身都不受控制 这个身体都不再属于自己 明明自己很想站起来 却一点也不听使唤 梦 一道黑影刹那间冲来 小心翼翼地将陈寻驼起 他眼中满是慌乱 周围全是血 全是陈寻的血 大黑牛如同发疯了一般的低吼长叫 却又被自己最后一丝理智狠狠压制 只要陈寻还没有死 他便不会乱来 老老牛 陈寻二指艰难地放在他头上 露出了一个艰难的微笑 本作本作死不了 大黑牛舔着陈寻的脸 想要将他的面目清理得干净一些 但是他的浑身都没有伤口 却在无时无刻地溢出鲜血 怎么也舔不干净 他发出悲鸣 从未尝过如此苦涩的味道 陈寻艰难抬头 看向那俯瞰一切的焦尊者 那些话他自然已经听到 低沉道 谢焦尊者不杀之恩 焦尊者身躯在天宇游动一分 朝着海岸飞来 冷漠道 陈寻 你还欠我八脉焦龙族一边 此边本尊等着你前来领受 若你连玄微天都无法走出 那倒算是本尊太过高看你 你就埋葬在蒙目大海域 被鹰殿主护住到作画吧 他的话音郑重无比 没有嘲讽之感 也没有激将之感 只是在陈述一件事实 那日之事 本尊不会再追究 就此了结 是 陈寻微微张嘴 仰视的头实在坚持不住 又低了下去 无知一脉 离开此地 上禀仙殿 不再参与此事 因殿主的交代本尊很是满意 是 尊者 众焦龙大吼回应 眼中皆是怒目之色 若不是离尘仙殿的殿主 强保此人 早已将他大卸八块 突然 一道浩大的传音而来 响彻在所有八脉焦龙神识中 好生修炼 记住今日之耻 唯有自身强大 才不会被大事妥协 十位炼虚族人的损失 妄谨记 此人不过只是一个缩影 焦尊者身躯游动于天雨 眼中寒芒乍现 将仇恨化归于一人身上 目光太过短浅 好好想清楚 这背后代表的是什么 所有焦龙皆是身形一阵 眼中闪过清明 刚才那怒目之色 也骤然消失 变得沉静不已 归根结底 都是自己种族一脉 还不够强大 还有那人族身份 终归是给了他们不少压力 若是八脉焦龙一族 胆敢如此莫名斩杀十位 为仙殿做事的人族 那就是玄威仙殿天尊 亲自前来都保不住他 大事最强万族的影响力 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那可是辐射整个三千大事件 从万族大杀伐时代 一路崛起而来 灯灵最强万族之位 简直就是一部 灰红的血腥仙史 而人族可是 魏灵最强万族第七位 那种强大 光是听听 就让无数种族浑身发寒 虽然现在再无生灵哪种族 强大于否作文章 但却若有若无地 影响着一切修仙之徒 那十位同族 可没有欺凌弱者 乱杀无辜 甚至还是为仙殿做事 但如今 这一幕 连炼虚人族修士都不敢斩杀 如此大辱 就连焦尊者都不得不低头 归根结底 就不是看在那阴殿主 许诺给予的一众条件 那背后 还有洞玄道院 与南于大陆墨家的压力 焦尊者目录沉静 缓缓朝着空间通道飞去 今日看似是为族人出气 却不过是受辱罢了 也是给这大势强者看看 他八脉焦龙族 就是如此的不堪 在他踏入空间通道的那一刻 眼中终于不再平静 而是充斥起滔天怒火 眨眼间消失不见 一众焦龙眼中的怒火 也在渐渐熄灭 甚至对陈寻的恨意 都消失不少 开始思考起尊者的话来 也随之进入空间通道 消失不见 天语上 如今只存在五位大成尊者 三位从玄威仙殿来的尊者 深深看了一眼陈寻 一人朝阴天寿开口 阴殿主 此事已拉 送入仙狱后 便彻底了结 另一人点头 练虚妻承受九鞭而不灭 虽交道有留守 但也算得上是个能人 女子面色冷若冰霜 也在一旁附和 阴殿主 还望此字你好声教导 若是闹出什么大动静 第一个受牵连的人就是你 崔英文言眉头一蹴 陈寻乃是天寿看重之人 绝不会给玄威仙殿再添乱 女子微微一笑 八百年前小戒与毁灭 可能逃脱出来 一些人 这样的人性格太不稳定 若是造成霍乱 哪怕是有一点苗头 我会亲自出手震杀 不会再给机会 崔英听后话像卡在了喉咙 他们的身份太好猜测 尤其是从玄威仙殿来的大成尊者 那里面能人无数 哪怕是一点线索 那也可推演出无数可能 将一个人的底细摸个底朝天 任何自作聪明的隐藏 在他们看来都是小儿科 痕迹太多太多 可能一个传讯 就能摸清你这几千年 哪怕是万年的修仙诡计 除非你不在 这个大势呆了 永远不要小看任何大势力 尤其还是九天先蒙下辖的超然势力 英天兽面色一沉 突然开口 他们本可以全部离开 至少不该随着小戒与沉沦 难道英殿主忘了小戒与 是何如被封闭 如何自我隐藏呢 女子冷声道 她并不需要站在小戒与的立场 若是危机降临 大量生灵出逃 那小戒与的本源 可要开始自我封闭 彻底引入虚无 围绕大势游荡 坐标再也不显 那吞噬的大势本源 可再也无法回归 受损失的 可是整个三千大世界的生灵 而且无将大世界的前辈们 为了大势本源付出多少 想必英殿主也有所听闻 那些先到前路的前辈计划之大 牺牲之大 不是你我能随便谈论的 只能说生不逢时 但我们绝没有做错 也并不想断他们生灵的生路 因殿主小戒与出生 能坐上殿主之位 这一路走来 本尊佩服 但这样的话 我倒是不喜欢听 你也可以向天尊上笔 女子言辞犀利 直指英天寿的来历 先殿也不是没有撤离过小戒与生灵 殿主也可去查询封存先世 那小戒与窃取的大势本源 哪怕到现在都还未寻到 对我大势生灵造成的影响 又何止这小戒与生灵的意外 况且 这样的小戒与可不止一个 若每个小戒与都能兼顾到 那我三千大世界 不如直接分崩离析 继续让那些小戒与壮大自身 再形成一个三千大世界 毁灭与重生永远交替 那五等的仙道之路 也算到了尽头 那些前辈的付出 也等于成了笑话 女子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 不知道底触及到她哪根筋 直接毁灭小戒与 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 能逃出多少人 都是我们的怜悯 威月 威月 够了 两道呵斥声传来 两位大成尊者 眉头大皱 连忙向威天兽拱手 因道友 威月曾经无妨 威天兽白手 神色满是黯然 直接打断他们 低沉道 老朽明白的 威月道友 是老朽太过多愁善感 此事并无对错之分 崔英站在一旁 一脸心疼地看着威天兽 他现在如此老态 不复当年 也是因为他的心真正被磨平了 心也随之老了 他也无怨无悔 甘愿陪着威天兽变老 容貌对于修仙者来说 真的一点也不重要 皆是娇心 这威月他也听说过 年轻之时 师尊曾被小介遇的人斩杀 且还大放厥词 既然你们是我介遇生灵如猪狗 那我便是你们为猪狗 杀 结果显而易见 没到一日 就被强者出手斩杀 魂飞魄散 而这位好巧不巧 乃是英天兽极为看重的弟子 此事他也并不知晓 其中的纠葛太过复杂 三言两语 根本无法说清 英天兽也被此事牵连 涌入猛目大海域 不可出行 这里对于他来说 其实就像是牢狱 大成尊者的天地何等广阔 却被断在这大海域之中 他为了护住其他人 也是甘愿沉沦于此 兴起也彻底不存 日益见老 甚至都已无再突破 杜劫天尊的机会 天灵根若无天大机缘 差不多走到大成已是到头 甚至成就比武戏绝品灵根 还差了那么一些 威月一顿 自知自己有些失态 那件事和英天兽也确实并无关系 他拱手道 殿主 此事并无针对你之意 是威月失态 英天兽和善地笑了笑 这种话 他其实听过并不止一遍 只是那股执念作祟 又让他不知不觉地提起一遍 英殿主 那我们就此离去 准备向仙殿复命 三人相识一眼 一口同声 好 今日之事 多谢三位道友 给老朽这个面子 英天兽拱手回应 笑道 诸位慢走 将他们送入仙狱之后 三位道友若有所需 在蒙目大海域中 老朽也能说得上几份话 好 三人轻轻点头 在这里看这么久 就是等英天兽这句话 他们家族 宗门也有晚辈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用得上这层关系 翁三道 灰红光柱 骤然降临天地 元气搅动风云 他们清灰衣袍 刹那间消失在此地 翠英微微眯眼 天地一片静谜 所有人的目光 皆在陈寻身上 但这一幕 与当年何其相似 但从事实看来 天兽那位弟子 在后面并未领情 行事之风 和在小介狱 也并无两样 总以为自己是天地主角 自以为做事谨慎 自以为会有强者相护 更总以为 自己会逢凶化吉 一言不合 便造成杀戮 是大师的强者于无误 是所有人的眼界 与智慧于诸狗 现实总会给他惨痛一击 不仅自己生死盗销 还牵连他的师尊 甚至连他斩杀之人的弟子 如今都能站在他们眼前 与他们平等对话 这是多么讽刺 这也是之前 崔英为何会说出修士的心性 可是比功法 还难以捉摸这样的话 阴天兽才是这件事 最大的受害者 随心一点 他到现在也不认同此话 更何况 当初威月师尊什么境界 阴天兽弟子什么境界 那至少也相差了一个大境界 这件事背后没有推手 他也根本不信 不过一切证据摆在眼前 他弟子还珍越了一个大境界杀敌 但细节太过模糊 这件事也就此了结 他们连查的机会都不再有 而归根结底 还是他弟子太过给他人利用机会 就如同这一次 这位名叫陈寻之人 敢公然斩杀石头 为仙殿做事的八脉蛟龙 那背后隐藏的狂妄之心 更是让他心计 若阴天兽这次再饱错一人 那将是真正的万劫不复 连希望都不再有 崔英 天兽 垃圾岛需要你看护一段时间 灵宝仙格似乎对他们有些动作 阴天兽眼中闪烁起金光 白须飘飘 不知他们何时会动手 但提前将养魂七零一族撤离会少许多麻烦 崔英淡淡回应 好 交给老深吧 最后护他们一成 若在黎晨岛惹出乱子 老深也只能按规则行事 阴天兽一时哑然 自然听出崔英话语中的不满与担忧 他平静道 好 崔英点头 刹那间消失在原地 直接出现在垃圾岛中央盘坐 双眼威合 一副入定模样 当他一出现 垃圾岛的淘宝人 心中皆是一景 就像是被什么东西 捏住了原音与原神 在这道气势下 完全无法遁形 崔英眉目微微一震 这时和残存气息 他修炼的大道有些特殊 乃入梦之道 可直击弱者三魂七魄 牵引入大梦之中 但是对于同镜修饰 效果却是不大 很难造成影响 崔英的眉头越粗越深 这种感觉好生奇怪 却又难以追根溯源 淡淡地散发在天地之间 若不是方才入定 都难以发现 难道有天尊已降临过此地 或者曾有天尊关注过这里 崔英心中难免骇然 这股气息太过缥缈 大道之力 哪怕残存如此稀疏 也让他感到一股心迹 抹去一些痕迹吗 这是何道 他神色瞬间变得沉静不已 目光不由地朝陈寻看去 以自动忽略 那站在周围一脸傻愣的 宋衡与顾离圣 根本就没往他们身上想 崔英眼谈深邃无比 心中的担忧 却又变得更深 这陈寻的身份恐怕没那么简单 不知这未来是福是火 哪怕是大成尊者 也无法预见到 未来哪怕一点 只能根据现有的眼界 看清未来一丝脉络 这个大事 也从未有命运之说 无天定 无命定 皆由心生 也从无修仙者相信所谓天命 只信自身之实力 他其实并不知道 阴天兽心底最深处的真正想法 指望他别越陷越深 仅此而已 远空 阴天兽轻声一叹 陈寻的惨状 他看在眼里 骨肉尽碎 没有丝毫作假 这样的情况 只能再去仙玉路上尽量恢复 那里可不是什么善敌 也绝不是凡间牢狱 在那里一日两餐 蹲着做些苦活 就可待到释放那一日 他踏空而行 脚下荡漾起刀的波纹 转瞬间出现在陈寻与大黑牛身边 见过前辈 见过前辈 周围所有人 进阶低头拱手 他虽无微是透露而出 但人的命 树的影 光是往那里一站 就足以把所有人压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阴天兽一脸平和 无需多理 按照你们场主的安排形式吧 他们我需要带走 此事还没有完全了结 今日不过是因果偿还 无需记恨 好生修炼便是 是 众人艰难硬道 他们还达不到这等淡然境界 心中的理由也相当简单 场主不过是境界 没有那教尊者高 若是境界相当 他敢如此放肆 但他们 似乎又没想到另一个层面 若陈寻真到了如此境界 那出面的 可不再是教尊者 这样的境界 也毫无活命机会 实死无生 弱者在这样的大势下 活命机会终归是大一些 不会走到路上 被人看不顺眼 一个眼神就随意崩死 规则对于弱者来说 也没有那么严苛 其实大势规则 对强者的束缚相当之大 罪行罪轻的 都是魂飞魄散 这种强者造成的毁灭性太大 一点苗头都不能出现 如若放任强者随心所欲 不存敬畏 三千大世界将后继无人 万族必将凋敝 这是一位无将大世界的强者 开口所说 所有在大势降生的修仙者 都是从小被规则熏陶 弱小之时被规则所护 所以 哪怕日后成为强者 也绝不会成为一个嗜血疯子 但这样的人 从小介义出来的可不少 弱小便算了 关键还不讲规则 不讲道理 他们拿杀人夺宝 当成修仙界信条 拿弱肉强食 当成修仙规则 整个大势都是黑暗 为自己光明 所有人都要害我 其我 最后再冷笑一声 一切皆是谎言罢了 我早已看清一切 营造出来的一切都是假象 修仙界哪有如此之好 人性处处是黑暗 狗屁规则 不过是你们观明堂皇 欺压亿万种族的理由罢了 这种话 大势的万族 觉得相当荒唐 不管是小族还是大族 皆不认同 亿万种族 可不止只有人族 人性也别强加在他们身上 这种从小介义出来的修士 眼界局限性太大 中南城市 最为可笑的是 当事人都觉得 这是个歪理 所有人都不认同的时候 反而是身为局外人的介义修士 在那叫唤反对 相当多的大士修士 都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叫唤什么 这也是先殿 相当不待见 小介义修士的一大原因 这也是九天先蒙 不再顾忌小介义 亿万生灵性命的真正原因 他们造成的动荡太多 已到令人作呕的程度 不管是诞生的小介义 还是小介义的某些生灵 都像是一个个的凡奸土匪 不仅没对大士先道 做出任何贡献 还只知贪婪所取 到最后 还要弄出一套阴谋论 以为大士最强万族 在给他们玩那些低级的修仙把戏 三千大世界的蓬勃先道发展 可不是被那群人叫唤来的 所有种族经历的 比他们小介义祖宗 还多无数倍 牺牲的先到大能 一根毫毛 就能压垮一个小介义 若不是无将大世界的 最强万族拦着 这些小介义诞生之初时 就该给他们毁灭的干干净净 免得出一大群穷凶极恶之徒 这也是那些大宗们 将拍卖所得的旷迈介义 挖空后毁灭的原因 免得留下祸患 但生灵介义 有最强万族所拦 无人敢直接对其动手 那里面的资源大士修仙者 谁也看不上 像莫浮阳 这样的弱者 看得上也过不去找不到 唯有任其自生自灭 可以说 局不动荡的大事件中 十件有五件 都有小介义的修士参与 这样情况看下来 对于大事的修士来说 相当奇葩 你超脱一切 自然无话可说 但如此弱者好好修仙不行 就是安生不了 只比星空大道的局质好上一点 该如何妥善安置 这些小介义修士 这也是先使遗留下来的一大问题 介义诞生之初 可是与大事相连 前往大事的修仙者 数不胜数 关键是 那些人身份还在小介义不普通 基本都是一方老祖 星星何等老辣 低境界时的同境修士 还真玩不过他们 不少弱者都是被他们所残害 浑然不自觉有何不对 再高呼一声 修仙不争 是为修仙 我们就在小介义 靠着这样一步一步踏入大事 不然早已作画于无名荒山中 大事的强者 自然也会给这种人 一点小小的大事震撼 再来一句 你说得很对 高你几个境界杀你 那你 也别哭天喊地 你对于我们来说 也自然是如同蝼蚁一般的弱者 而事情也有两面性 那里也自有能人 比如鹰天兽就是其中之一 让不少仙殿之人都为之佩服 但按照威月所说 吴江大世界的最强万族 一直在准备一个宏大计划 似乎从结束万族大沙伐时代 就已开始 鹰天兽自知无法看到那一天 只能寄托 希望于下一辈 修仙如此多载岁月 以无仙道争锋的兴气 倒是希望小介义的人 能看到那一天 缘分又让他遇见陈寻与大飞牛 就像是看见了一道曙光 让他心中大胃 他的想法其实太简单 简单的让几乎让崔英都难以接受 哪有那么多布局与算计 鹰天兽也不再像当初 培育那位弟子那般 寄托相当大的厚望 他其实并未对陈寻与大黑牛 寄托什么厚望 就是想保住他们活下去 多去看看未来 莫要再被介于仇恨 蒙蔽住双眼 天地何等广阔 前方仙道强者何等浩瀚 不要再像他一样困手在一地 这样的仙道生涯太过灰暗 甚至连兴气都被磨平 而这才是真正的仙道路段 若陈寻这种人 无人在仙徒引导 那他的下场 不过是与自己那位弟子一样 又或许是成为另一个自己 变得暗淡无光 他的寄托自始至终 都唯有心底那最后残存的一缕美好 任谁都想象不到 那位当初从小借狱杀出来的绝世强者 经过岁月的魔力 如今已是这副模样 沧海桑田 岁月不拘 鹰天兽看向大黑牛 黑牛 带着陈寻跟我走 我为他疗伤 话音一落 一艘非议空间宝缩 凝聚于虚空之中 他手掌中 已握有一个刻有玉字的匣子 这玉字由法文凝聚而成 任何种族生灵都能看懂 他散发着一股不可触犯的威严气息 而这种气息与修为无关 直达你的心灵深处 任你修为有多高深 在此字面前 你的道心都会不由为之遗产 陈寻心松的眼皮 漠然睁大 大黑牛的眼眶 也不由得争得老大 多年来的阴影 终于重现天日 陈寻一副大残的身躯 似乎都在开始微颤 惊气神都在缓慢恢复 这情况 把阴天兽看得也是眼皮一跳 这陈寻小子的肉身什么情况 阴 阴前辈 马上就要走吗 陈寻虚弱地咳出一口血字 看向坑洞上方的众人 可否让晚辈道别一番 好 今日之内必须抵达 不然老朽也保不住你 阴天兽轻轻点头 一团柔和的光芒从掌中打入陈寻身体 后者精神一震 神色立刻好转不少 小赫 小赤他们也是从上方立马冲下来 双眼的情绪一个比一个悲气 主位 呵呵 还还走了 陈寻趴在大黑牛身上 牵强地笑了笑 按照我交代 交代的便可 等等我们 小赫露出了一个凄美笑容 小赤深深地凝望他们 带着冷静与坚毅 重重点头 宋恒 长主 宋恒悲呼一声 一副家里死了祖宗的模样 就差给陈寻上几炷香 你这 胖子 陈寻嘴角牵动 该说的 我已经说过了 一切就暂时先交给你们 清离 清晚站在最边缘 眼中满是仇恨之色 牙齿 咬得咔咔作响 突然 一道如沐春风的传音而来 两人的仇恨之色 也渐渐消失 变得愈加平静 朝着陈寻拱手点头 陈寻露出一缕微笑 也是微微点头回应 该上路了 阴天兽看了看天色 一手辅助大黑牛 有些事要给你们单独交代 是 梦 陈寻与大黑牛低声应道 最后看了众人一眼 眼中略微抱有些遗憾 再见 已是千年之后 温坑洞中 一阵青烟缭绕 三道身影骤然消失在原地 飞翼宝缩彻底凝食 一条浩大的空间通道 已出现在空中 那里如同深渊一般 浩瀚无尽满是黑暗 被玉自侠子牵引而出 整个垃圾岛所有人 攻进的低头拱手 神色低沉 一言不发 半空中 飞翼宝缩的阵法全开 阴天兽手掌流光迎转 浩大的气势散发各处 空间乱流 都被他一人抵挡在外 整个宝缩 已经缓缓朝着 无尽黑暗的空间通道实路 大黑牛站在宝缩尾部 海面上已追出无数人 接在仰视朝天 大哥 二哥 我们等你们归来 小赫在这一刻终于绷不住 放声大喊出来 千年若不归来 小妹就去找你们 没错 寻哥 牛哥 小弟 也定会前来寻你们 小赫仰天怒吼咆哮一声 震动的海面全是浪涛 浑身都在颤动 小弟会在蒙目大海域 安心等你们千年 场主 一路走好啊 宋恒依旧悲气大喊 一副宋忠的模样 小赫已快要忍不住 一股杀气从他身上 缓缓散发而出 喵 大黑牛在空中大喊 喵喵喵 陈寻用尽全身力气 缓缓拿出一簇 花与一个铸鸡灵兽的蛋 他朝着海面温柔地笑了 小赫眼中满是水雾 当年送的那树花 原来大哥并不是没有在意 而是完好的保存到了现在 大哥看似大大咧咧 心思却是最为细腻温柔 小赤张大了嘴巴 如同五雷轰顶一般 僵直在原地 这可是当初自己 在天段大平原挖家当时 强行送给寻哥与牛哥的 这么多年过去 竟然和当初送他时候一模一样 要知道 这种无用东西 要是不时常酝养保护 那可就直接破碎腐朽了 寻哥 等我们 陈寻用尽全身力气大吼而出 整个垃圾岛的面貌 都在渐渐变小 所有人的身影 都在变得模糊不清 那个海岸旁的小座椅 也渐渐化为了一个小黑点 惊天浪涛声渐渐在消失 闻了数百里的海风腥味 与垃圾浊气 也在渐渐消失 他们渐渐没入黑暗的空间通道 彻底消失不见 此时通往仙域之路 已彻底开启 飞翼宝梭穿梭在无边无际的空间通道中 满是空间动荡的呼啸声 速度相当之快 太乙大世界仙域 究极无数穷凶极恶之徒 甚至有天骄自甘堕落于此 此域也为域 乃是太乙大师万族罪灵放逐之地 此域辽阔无比 堪比一方天域 血腥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 这里乃是各族罪灵肉身的极致碰撞 弱肉强食 百不存一 能活着走出仙域的人 当为仙道大才 翁飞翼宝梭在快速前行 周围空间扭曲的幅度 也为之越来越大 他们的前路 一如这黑暗深邃的空间通道 看不清 摸不透 一切都是未知 亦是一段新的征程 深邃空间通道内 阴天兽一手父辈 站在飞翼宝梭最前方 整个宝梭也终于趋近于稳定 不再被空间乱流所冲击 他缓缓转身 看着还趴在大黑牛身上的陈巡 严厉道 陈巡 前辈 此事你可真的知错 是 陈巡眼中带着一抹黯然 多年来的唯一一次冲动 竟没想到酿此大祸 晚辈本可以直接带走他们 那石头蛟龙 也并未做错任何事 梦 大黑牛轻吩出一口鼻息 他怎么可能不懂陈巡 若是再重来一次 陈巡定还是会斩杀他们 仇恨只会压制与积累 但绝不会消散 他们对于仙殿 对于大事来说确实无错 但是大哥可是从小介于杀出来的 何需要站在他们立场 大黑牛双眼瞪得圆鼓鼓的 脾气就是一根筋 从未改变过 阴天兽脸色相当严峻 老朽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在认为此事 做得还不够绝 不够毁尸灭迹 被人抓住漏洞才发现的你们 陈巡神色漠然一尬 气息连忙又虚弱了几分 这都能被看出来 交尊者的意思 想必你也看出 既然杀不了你 要么日后找他去了结最后一边 要么就待在蒙目大海域 莫要再去牵连八脉交融一族 晚辈明白 日后晚辈会前去蛮荒天 拜访交尊者 陈巡微微咧嘴 牙齿上还沾着残存血迹 此事与八脉交融族无关 晚辈也不是试杀之人 自知与此族并无关系 很好 阴天兽面色柔和了不少 身为修仙者 当有仙者心性 不随意欺辱弱者 便是大势的底线 强者当向强者出手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救下晚辈那些介遇之人 陈巡的伤势恢复不少 从大黑牛身上 颤颤巍巍地落下 低头拱手 如此大恩 晚辈铭记 他和大黑牛 根本就不怕死 还有附身后手 但那些小介遇的人 还有垃圾倒的人 又或者是三妹 四弟 他们可没有 冲动之后的代价 他如今还承受不起 也太过无知 若不是这位前辈相护 还有墨叶寒的从中帮助 不知又会失去多少 把此事当成最后一个教训 心底至少还要存有敬畏之心 无论你在小介遇 天赋多么超群 但你来到这个大事 永远也无法超脱规则 阴天兽这句话 说得意味深长 深邃的目光盯着陈寻 修仙者的寿命 终归有限 但万族的传承的 可是不知传承多少岁月 活在仇恨里 也会死在仇恨中 前辈 陈寻面色一沉 话语变得郑重起来 您这是何意 大黑牛的目光 也渐渐变得凌厉起来 死死地看着阴天兽 这位前辈他心中很是敬重 但他们的寿命 可没那么简单 老朽也是从小戒狱而出 什么 猫 陈寻与大黑牛神色一惊 被这一句话 震得眼眶都是一颤 这位大成前辈 竟是小戒狱之人 但不是你们 那方小戒狱 你们的现在 就是老朽的曾经 阴天兽陈寻道 气息浩瀚如深渊 如同换了一个人 老朽自知 你们戒狱已被毁灭 甚至你们心中的仇恨 已开始萌芽 来至于敢与仙殿对抗 前辈 可是玄威仙殿 陈寻的身躯 渐渐变得挺拔不已 虚弱痛苦的面色 也在逐渐变得冰冷起来 前辈 还请告知真相 但我们绝不会再冲动 不是 阴天兽平静开口 但冷静的面孔下 却是如同汉海狂澜一般的情绪 之上 陈寻与大黑牛眉头一颤 心中漠然间一空 牵扯尽如此之大 陈寻缓缓深吸了一口气 话语低沉 前辈可是九天先蒙 之上 阴天兽吐出两字 语音中充斥着一股无奈 无论动谁 真正的仙道强者都会出手 你们的仇恨 对于他们来说 不值一提 陈寻与大黑牛下意识相视一眼 眼中 却没有丝毫害怕与无力 终于知道是谁了 灰红无将大世界的老贼 前辈的意思 陈寻已经明白 这样的仇恨已毫无意义 终其一生 都难以到达起顶点 陈寻善笑一声 做出一副打了败仗的模样 甚至还会因为仇恨的因素 造成如今 这副不可预知的后果 不错 阴天寿双目一鸣 老朽当年就是 走在这条路上 失去太多 得知一些真相后 才发现 一切已为时已晚 失去了修仙的真正意义 我们小介义之人 来到这个大事并无背景 也无传承可以依靠 这样的仇恨背负在身上 对于你们来说太过沉重 不如将眼界放得更加宽阔一些 老朽也只是希望 你们能走得更远 而不是在作画之前 回顾一生 唯有仇恨 而且 老朽也会告知于你 一些小介义的真相 和那些最强万族强者正在做的事 阴天寿开始一字一句地娓娓道来 从什么小介义的背景 吸食大事本源的情况 还有那些介义修士的所作所为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地说出 走到现在 活了无数岁月 这些东西全是经验所谈 也相当理性 他如今也已看开 小介义对于大事来说 确实只是独流一般的存在 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处理办法 半个时辰后 陈寻与大黑牛 这才回过神来 神色中 皆是带着一抹沉静 原来介义的毁灭 并不是 只针对他们 而是万族强者 在致力于升华整个三千大世界 也在解决关于小介义的问题 从未赶尽杀绝 阴天寿自知 这样的话 会对小介义的人 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 但他们对于大事的修仙者 来说就是一群凡间强盗 不尽规则 不通教化 然而陈寻心中只是冷笑一声 不愧是一群高高在上的仙道强者 把老子家乡一声不吭地毁了 还要让自己觉得自己错了 甚至报仇 都成了奢望 他和大黑牛村民出身 虽无傲人兴气 但眼界也就那么高 站不到那些人的高度 对着所有人指指点点 他们只知道 你毁灭万千小介义 他们绝不会吭声一句 也不会站出来 大意凛然地骂他们一句 但是 你毁了老子介义 那就做好承受 本道祖怒火的准备 道理就如此简单 现在只是自己还不配站在他们眼前 而日后可就说不到一定 放下仇恨 当一个失去弃轻六欲的圣人 去他大爷的 尤其是好好地开个垃圾场 不争不抢 还被先阁之人所觊觎 这时候 谁又跟他谈规则 规则可有护住他们 要不是 那什么实力强大的千军万马出手 这件事 恐怕还不能善了 只能说修仙大环境虽好 但一切还是要靠自己 规则只能护住弱者一时 但却不能护住一世 这些规则 他也从未觉得有什么问题 也很认同 自始至终身为长生者 只想安心修仙 看看各出大世界罢了 修德就是一个心中所想 念头通达 但他却不喜欢用大事规则来代表一切 尤其是垃圾倒出事后 他陈寻如今有家人 有心中追求 是个实实在在的人 要让他站在大事的立场去说话做事 那他就不是陈寻 在小介于这些岁月 就是白活 陈寻低头拱手一败 郑重道 原来如此 晚辈现在绝不会再被仇恨冲昏头脑 如今已知对手是谁 若无十二成把握战胜 绝不再触犯规则 随意出手 因前辈的意思 他已经明白 说了这么多大道理 那就是 实力不够知识 要知隐忍 更要懂实事 暂时将仇恨放下 好生修炼 不要去玩小介于那一套 这里先到强者的手段 已超乎想象 他也自知 小介于的人 如今已无法报介于毁灭之仇 所以他从未要求过那些介于修饰做什么 就如同现在的殷前辈一般 只希望他们好生修炼 好好活着 陈寻最看好的 也只有梦生一人 所以才说出 当他们发起大战动乱之时 希望能看见他的身影 一人便足够 猫猫 大黑牛也是起身一败 他也听懂了 小介于毁尸灭剂那一套 在大势要多做改进 至少要摸清 他们到底 是用何手段探查的 阴天寿白虚一抖 眼眶漠然间微微睁大 他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希望他们好好求所先到 看到大势的另一面 陈寻 前辈 陈寻一副寿教模样 要多认真 有多认真 您说的每一个字陈寻 都已铭记在心中 这次教训晚辈 永世难忘 阴天寿眉头微皱 忠实一探 希望你能明白老朽真意 哪怕是杜劫天尊 寿命也不过两万年上下 珍惜当下吧 想想你的身边人 他轻轻摇头 突然感觉自己 有些看不懂陈寻 他与小介于之人 有太多相似之处 却又有太多不同之处 若不是先殿与仇恨一事 他可能是走得最远之人 星星与大势相当符合 这三百年来 他们自然也有接触 这陈寻的心态 相当之平和 有何道之姿 乃是真正的求先问到星星 但仇恨真的会毁了一个人 就如同今日 若无自己相互 他们早已化为一堆飞灰 墨叶寒只是一位天骄 并不代表整个墨家 又能保他们到何等程度 前辈 陈寻面色苍白 嘴唇干裂 微微笑了笑 可否问一个有些忌讳的问题 这里乃是空间通道 相当特殊之地 可问 阴天兽点头 看向外面不断扭曲的空间 无人可探查到这里 不然老朽 也不会对你说 这些禁忌的话题 陈寻靠在大黑牛身旁 拱手道 不知那些强者可有大幕 若是杜劫天尊之境 那想必他们的肉身至少也可万年不符 陈寻 你这是何意 阴天兽眉头一挑 这个问题确实相当忌讳 竟然问得他有些心计 晚辈只是随口问问 在小介义时 我和老牛乃是做红白喜事起家 今后也想做做更加安全 正当地先到大火 某某大黑牛一听就懂 连忙拿出家伙 反铁铃铛 瞬间挂满全身 叮铃铃作响 自然有仙慕存在 阴天兽眉宇间正中了几分 缓身开口 若能修炼到度节之境 能牵动天地大道之力 自有天地气韵加深 甚至可以反补后世子弟 哪怕是作画 也绝不会直接消散于天地间 所以 仙慕对于大士种族来说 相当重要 这些强者哪怕羽化 也可常立于仙慕之中 直到天地气韵彻底消散 也是所谓的真正一门老祖 服幼百代子孙 关于仙慕之道 此道关乎于天地 最为缥缈的气韵彻说 不是我等求仙之人 所能涉猎 但涉猎这一道的生灵 听说相当受尊重 老朽若是作画之前 也自会派人去寻他们 我去 还真有干这活的生灵啊 陈寻心中一震 他只是随口一说 真正的目的 自然不是去给别人做法事 而是挖木超度 让他死了都不得安生 不过从现在看来 在这大士刨坟挖仙木 效果那是相当震撼 牵连后代子孙啊 真是太好了 陈寻双眼莫名有些兴奋 若是修炼到顶点 不知要过去多少岁月 那些下令出手的人 被熬死了怎么办 那也不够解气啊 他不由地想起那送胖子来 怪不得每次说 他是不是盗墓的 他都是一脸惊骇的模样 连忙说是探墓 原来这里面的忌讳这么多 这胖子组上 不知道底做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大事 一族一人 本体还深藏于仙木之中 但这情况 明显是在躲仇家呀 估计道德墓 都已不知几何 怪不得要跟随强者 弱小之时 背靠大树好乘凉 多谢前辈解惑 陈寻莫名其妙的嘴角 多了一丝笑意 晚辈定会隐忍 不会让前辈失望 梦 大黑牛也在一旁附和 他挖墓 打个鞭尸 把他们那一脉的气韵 直接给轰得消散 若是 还活着那更好 当给他提前准备一座仙木 留一个全尸 然后再放进去 超度七七四十九日 直至浮佑的天地气韵消散 那嘴角的莫名笑意 为何让他一个身为 大成尊者的修士 都感觉到有些发毛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陈寻 黑牛 这些事暂时还是不要再多想 阴天兽觉得 如今已经完全看不透他们 想法太过跳脱 千年仙玉 无法修炼 那里不存灵气 甚至连天地元气都没有 前辈 去仙玉到底需要做什么 我和老牛也有些经验 梦 你们难道去过 前辈 没有 只是在凡间坐过大牢 陈寻面色尴尬不已 那青天大老爷的阴影 直至现在都未消除 但绝对都是 被冤枉的 萌萌萌 大黑牛连忙在一旁点头附和 双眼瞪得相当之大 他们在凡间老实得很 不是欺负百姓进去的 只有这次没有被冤枉 确实犯了大错 大黑牛不知不觉 眼中带上些恐惧 怎么越看前辈 越像那铁面无私的 青天大老爷 阴天兽微微一笑 很喜欢他们现在 这番乐观的状态 他缓声开口道 仙玉分为数个区域 根据境界的不同 关押的罪灵也不同 但罪低也是原因期 里面相当混乱 既是罪灵 自然不会好过 你们只要记住一点 不择手段地活下去 最为重要的一点 能从那里走出去的罪灵 都不敢再触犯规则 可见那里 给那些穷凶极恶之修仙者 造成了何等大的影响 都不愿再入仙玉 而且里面无法修炼 无法恢复元气 炼须七千年仙玉 已是重罪 此境不过七千年寿命 去千年 希望你们能承受住如此损失 到心末要受损 阴天兽说到此处一顿 浑身微微萦绕起 惊天杀气 进入之前 除了本命法宝 其余东西 一切都要被收纳 直到出狱之时才会归还 若是死在里面 一切都将归属于仙玉 尤其是本命法宝 用一次威能便少一分 那里没有任何 恢复元神的宝药 天地之气也是被封闭 无法酝氧 若被人打碎 无法恢复 元神受损 那活命的机会 也就会小一分 所以这也是一个陷阱 把握住尺度 遭遇性命之威时 才能祭出 而且 那里乃是整个 太乙大师的万族醉灵 记住 你们可以吃那些灵兽醉灵 恢复气血之力 它们也可吃人族 都是为了活到出狱 而且 里面有一个名为 地灵血泼的宝物 乃是无数醉灵 在其中死去血肉 经过岁月演变凝聚的 精华之物 此物可以突破肉身极限 反补神魂 争斗大多都有此引起 在里面莫要相信任何人 只能相信你们自己 服用过地灵血泼的醉灵 需要大量其他种族血肉补充 人族在里面 境遇不是很好 我人族一直以来 都不以肉身强大所闻名 听说 是许多醉灵逐烈之族 万万小心 没有规则 没有任何束缚 阴天寿说得很是详细 也相当凝重 不管陈寻天赋如何 千年先遇归来 他的先道之路 就已插别人太远 报仇之事 根本想都别想 这才是他真正要他们放下仇恨的原因 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原来交尊者让晚辈骨肉尽碎 竟是此意 陈寻眼中恍然 眸中闪烁起莫名意味 没错 他挥动第一边时 就想你死在仙狱中 但直到第九边才改变主意 你也更没有时间恢复 此事必须在今日解决 镜头已有仙殿之人准备 阴天寿微微眯眼 眼中金光乍现 但你如今的肉体情况 还有那千年仙狱 就算能走出来 那潜力已是耗尽 那交尊者 不过是说些场面话 并不是说与你听 晚辈明白 我和老牛定会活着走出仙狱 不负前辈今日为我们所做之事 千年之后 老朽亲自前来接你们 阴天寿走上前几步 声音虽然苍老 但又带着一股沉温与自信 今日之辱算不得什么 想想当初为何修仙 为何走上这条路 小子 一定给我活下去 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他说着说着 突然笑了出来 笑声变得越来越大 老朽很是期待你们的未来 黑牛没有遭受鞭刑 他定可护你一成 萌萌萌 大黑牛狠狠喷出一口鼻息 眼神溢散出一缕杀气 阴天寿其实并不看好 陈寻如今的情况 但这不能开口的黑牛 才是他心中的重中之重 也是他一直在仙殿 淡化黑牛存在的原因 仙狱之行 究竟能不能活下去 那看的也不再是陈寻 而是他的灵兽 后者的肉身 气血磅礴如龙 比陈寻还未知更甚 阴天寿接触大黑牛最多 自然能看到 别人一眼看不出的东西 是 陈寻脸庞微微带笑 气色红润了不少 晚辈会先在仙狱中养伤 安稳度过千年 地灵血破黑牛 你必须要去一争 这样陈寻的伤势 才能更快恢复 阴天寿摇头 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关心 不择手段地活下去 一定要记住老朽这句话 老朽说的这些话 也只是仙狱的一部分 具体情况 老朽也不是太清楚 陈寻退后几步 郑重一败 大黑牛也跟着退后几步 朝着阴天寿低头一败 阴天寿无声地笑了笑 眼中带上了几缕欣慰之色 很是感慨 就像是仙道之路上 又重燃起了希望 翁远方一道巨大光亮 已经传入这里 甚至隐隐约约还能看见 那里有几道身影 他们有一双金色的瞳孔 气息高傲而神秘 正在凝望此处 就像在看死人一般 但他们的身形又飘渺不已 像在随着金铜的转动 而随之流转 看起来仿佛是由一层淡淡的雾气所构成 而这就是 所谓的仙玉 玉族金铜幻妖族 死族镇守仙玉各方 几乎整个种族都是生活在这里 不过待遇也相当之好 谁抢这活跟谁急那种 见过黎晨仙殿 殿主 光亮的镜头 有五位金铜幻妖族的拱手行李 不过却显得有些别捏 和大黑牛差不多 显然习性和人族不一样 身躯也是类人的模样 诸位 此乃醉灵陈寻与黑牛 已查验过 并无问题 其中一位冷眼扫过陈寻与大黑牛 手中握有一个光环法器 除了本命法宝 两位将所有东西交出 若是私藏一物 将交由玉石处置 还望莫要抱有侥幸 陈寻与大黑牛不经意间相识一眼 混沌仙灵榜 都无法强行破入万物晶圆 你们这些人的手段更别想 他们的真正的家当 都在大黑牛肚子中 拿出的东西 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源 那金铜幻妖族的狱卒 也并未探查里面东西 只是完好保存 随后 陈寻与大黑牛 竟然被带入一座古朴无比的大殿中 此殿正气凛然 驱逐一切邪碎 浩然正气充斥在每一处地方 他们眼眶默然间争大 以前做过那些毁尸灭迹的勾当 都在莫名被勾引而出 就差脱口而出 我们有罪 阴天兽站在大殿一旁 眉宇间满是深沉 亲自将他们送来 这样的重视程度 想必玄天斩恶殿 也能看清几分 大殿之上 一位如同巨人一般的生灵 高坐大殿之上 他双眼充满着一丝不苟 公正言明 浩然正气 萦绕在他身躯的每一寸之上 陈寻与大黑牛 甚至都没看见 如此巨大的身影 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而且都探查不到 此巨人的一点修为 但定是在他们之上 公然斩杀 为玄威仙殿做事的 石头炼须七八脉蛟龙 此乃死罪 浩大的声音 响彻在整个大殿 他就像是修仙界的正义使者 断一切罪恶 不过你们 是从小介遇而来 孽而等出犯 入仙狱千年 从此削去罪责 还望两位罪灵 在仙狱内好生反省 究竟是此地好 还是大事好 如若再触犯大事规则 入太乙鬼门关 斩断一切痕迹 天地不存 无人再会知晓而等存在 云 陈寻下一时就要匍匐高呼一声 但又突然戛然而止 他神色相当尴尬 这次还真没冤枉他们 猫 大黑牛满眼皆是恐惧 如此公正严明的浩然气息 太以大事的真正倾天大老牙 陈寻与大黑牛 满目都是惊恐 什么成为最强者在出手 什么挖坟盗墓在这一瞬间 都全然消失 那种决然恐惧深入到心 别人也确实没有冤枉他们 压制更甚一筹 巨人俯瞰大殿一切 不尽人情 满是冷漠平静之色 小介遇封闭之后 从中杀出 令人可敬 但此令是九天先蒙所发 玄威先殿为执行者 若是从介遇中杀出的强者 当恢复向更强者 灭了九天先蒙那位发号施令之人 这才是先者所为 规则也自然允许你们挑战 但小打小闹 只会让大事修仙者 对小介遇更加厌恶 好好在其内反省 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淡淡的话语营绕在大殿中 巨人转瞬间 就已消失在大殿中 他只留下这一番意味深长的话语 说话做事相当果断 不浪费分毫时间 而且有相当大的可能 这只是一句话声 恢复向更强者 陈巡与大黑牛冷汗微貌 这些话信息量太大 这已是把他们的底细 调查得清清楚楚 甚至可能都早已传到 九天先蒙强者耳中 但这样的是 似乎对他们来说稀疏平常 一切都在按照规则行事 也并没有今天强者前来斩杀他们 都在就事论事 陈巡与大黑牛不经意间相识一眼 这大事处处都是绝世大聪明 早已超越他们之上 真的要低调在低调 比他们境界高 活得还久的老妖怪 不知几何 绝不会每一次都有阴前辈 这样的人来保他们 就当他们还沉浸在这一片 浩然正气的时候 金铜幻妖族的一人 在后方开始宣告 醉灵陈巡 入狱千年 醉灵黑牛 入狱千年 先例随着他们的话语传荡四空 殿外朦胧的黑暗中 渐渐显露出一道巨大门户 陈巡与大黑牛的注意力 此时已被一道巨大的古铜大门所吸引 大门高耸入云 显得厚重无比 宛如一道横跟在天地间的纤维屏障 仿佛要支撑其整个天地 门上铜环锤下 沉甸甸地敲击在地面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直接冲击人的经脉 神魂 神石 一切 大门两侧有两座高耸的石柱 金雕细琢 上面栩栩如生地雕刻着各种修仙界生灵 神态各异 但是散落的气息却是诡异无比 竟然带着一股死气环绕 陈巡与大黑牛面色一致 身体此时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被五行之气模拟的灵气再被抽离 甚至连神石之力都在被剥夺 一人一牛神色惊骇 心中翻腾起滔天大浪 此方地狱看不见天雨 更无日月 完全就是灰蒙蒙一片 这些暗沉的亮光 更不知从何传来 一切都是那样 让人为之敬畏 不过这些流程因前辈已给他们诉说过 他们并未反抗 只是默默承受 看着那微微开启的神秘古铜门 醉灵入仙狱 随着金铜焕妖族的话语落下 门户传来一道浩大的沉闷响声 直接锁定陈巡与大黑牛的契机 像是要将他们拉入无尽深渊 他们的身躯腾空而起 一道道骇人无比的气息 从大门内传来 陈巡与大黑牛的耳旁 传来一道沧桑的声音 老朽相信你们 他们猛然转头 看着远方那越来越模糊的一众身影 坚定地点头 也随之 被拉入真正的仙狱中 就在陈巡与大黑牛降临仙狱的那一刻 一股肃杀的氛围 充斥在天地间 周围一片荒凉 没有灵草 没有山川河流 只有那淡淡的血腥味 飘洒在四周 他们心中充满着一股浓浓的压抑感 大地满是法文 这里比大势的土地 还要厚重无数倍 但主旋律依旧是那一望无际的黑色 便随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而天宇只有那紫黑色云雾飘过 一切的一切 都是那样 让人到心沉闷与煎熬 就像有什么东西 在无形地影响着他们 甚至那外族的几人 都没有告知他们 该如何在这仙狱内坐牢 一人一牛 静静地站在这片荒凉的大地上 嘴角一抽一抽的 这里的一切都与外界断绝 什么新书之类的东西 哪怕藏到这里 也根本不可能被运用 一是要牵动元神与神石 二是 要靠着天地之旗的脉络 才可运用此类法器 说不定一动 就会被这里的玉石发现 太不稳妥 可恶啊 陈寻看向这如同牢笼一般的天地 嘶哑嘀吼一声 老牛 没想到来到这个大事 竟然还是被关进来了 猫大黑牛向他身边靠去 轻轻蹭了蹭陈寻 心中还是有些胆寒 年轻时的阴影 只会随着岁月变得越来越深 他们听完阴天兽的话后 还真没想过 要来这里打打杀杀 争霸仙玉 就想老老实实地 蹲到行满释放 绝不再来 千年后 大事都不知都发展成如何光景 还有那么多人在外面等着他们 老牛 陈寻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那苍白的面色 竟然在渐渐开始变得红润起来 我先恢复一下 这样的能力 可不能暴露在人前 猫大黑牛缓缓咧嘴 守在陈寻身侧 大哥可是骗过了所有人 陈寻悄然歪嘴 一朵无根精气花浮现在体内 他的整个肌肤都在变得晶莹剔透起来 各大体翘也不再隐藏 开始磅礴运转 呼尘寻静静地站立在原地 双眼微合 骨骼咔咔作响 被打碎的一切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恢复 运养无根精气花多年 如今终于到了用武之地 大黑牛一袭黑袍 双眼凌厉无比 视线很是开阔 这里竟然连神石都不能用 不过他们的底牌太多 家当全在他肚子里 经过古同门的时候 自有探查全身 但全被万物晶圆所掩去 算是有惊无险 安然在这里度过千年便可 他现在一切悲戚情绪都已消失 能感觉到大哥的气息正在快速复苏 那是一股无与伦比的强大质感 永远比他还强三分的大哥 修 修 修 突然 远方地面微微掀起一抹烟尘 三道身躯不一的模糊影子 正朝这里快速掠来 他们速度之迅猛 破空声甚至已可在掠过的痕迹处 形成一道道灵力如刀锋一般的气流 其中有一道身影异常庞大 一看就是灵兽种族 但他的呼吸如同冰霜一般 凌冽而坚韧 散发着一股令人胆寒的气息 哼 看来是有心醉灵入狱 这股气息还沾染着些许灵气 嗯 此人浑身鲜血 看来是受伤不轻强行入狱 而且还为人族 两位 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 人族嘛 在外他们是大族 在仙狱内 那可就说不到一定了 庞大身影冷声开口 终于露出身影 他从头到脚下 有一条磨灭不去的疤痕 乃是天罡聚西族 他嘴角流露出嗜血微笑 没想到今日气韵不错 竟然能遇见人族新醉灵 而且还有一头牛族之灵 才入仙狱的醉灵 肉身汽血之力保存都比较完好 想要在这里活到出狱 那死的就是道友了 天罡聚西冷声开口 我去会会他们 若是情况不对 你们再接应 先看看他们肉身战力 是战是逃 先别做定论 好 可以 两道身影骤然一顿 双眼警惕地盯着四方 可别被他人截胡 远方 陈寻缓缓睁眼 瞳孔如同星空般浩瀚 已经发现他们 后者更是没有隐藏自己 静止朝着这里冲来 相当果决 不过在他们的身上 倒是感觉不到任何法力涌动 也无神识探视而来 唯有一股气血压制之力 朝着他们汹涌而来 老牛 猫 猫应该是老御友 倒是可以问问他们这里的情况 免得又因太过无知 触犯到什么 猫 这位 陈寻面色和善 话语温和 看着朝这里猛然冲杀而来的一头巨蜥 他眼神猙獰凶猛 散发着令人心悸的力量 陈寻的声音也随之戛然而止 哄 一道沉闷的响声响彻四地 周围都被巨大的冲击力 掀起了狂风巨浪 天罡巨蜥 刹那间出现在他们眼前 狠狠轰击在陈寻头颅之上 巨大烟尘 遮挡住了远方 两道身影的视线 他们冷冷一笑 突然失去神识之力的加持 修仙者的反应力 会完全不适应这种情况 竟被天罡巨蜥 轰击到了正面 他的肉身 就连他们都不敢正面抵挡 此人足下场 可能全尸都不存 那只能好好利用那头黑牛了 远方 烟尘滚滚 天罡巨蜥 眼眶突然剧烈颤动 周围的一切声音 都好像消失了 他甚至能看清 周围凝固的尘埃 啪哒 一滴滴冷汗 不由自主掉在地上 啪哒啪哒的 他每一寸血肉 都在跟随着冷汗掉落的声音抽搐 周围静谧的 甚至能听见他留下冷汗的声音 他如今的动作 还保持着那一击他如今的感觉 已不是鸡蛋碰石头 他真正的感觉是 自己就是那颗鸡蛋 而碰的却是一座雄伟无比的仙山 如此恐怖的正面一击 但这位人足却纹丝未动 只是冷眼看着他 这种情况 就像是一只绝世古仙凶兽 在正面凝视着他 让他的血液都为之寂静 为之恐惧 陈循眼皮微抬 冷漠道 这位灵兽道友 本作可是身受重伤 成人之威 必吃大喜呀 摸一道黑影 缓缓走到他身边 炽热的鼻息 让天罡聚息 感觉自己的血液 都在被这股鼻息所蒸腾 大黑牛的牛蹄 就那么轻轻按在他身上 但是天罡聚息 却感觉自己 这颗普通鸡蛋 像是被法器一样困住 动都不能动它 他冷汗遍布全身 一股死亡的恐怖阴影 笼罩心头 突然五官扭曲 正要放声惊喊 人 但是他话还未说完 大黑牛已经缓缓挥动牛蹄 就这么朴实无华的一蹄 骤然砸在他身上 咻 刺耳的尖笑声传遍四眼 法文大帝也随之开始震荡 烟尘变得更加剧烈 轰隆隆 又是一股滔天巨震声传来 天罡聚息 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 都在被轰击 他的筋骨 他的牙齿 他身体的一切 都在被这一拳轰碎 甚至五官都被轰得扭曲 他身后的大帝 变不起蜘蛛网一样的裂缝 渐渐扩散得越来越大 一股强烈至极的气息 猛然随着这些军烈的土地 冲击向四方 剧烈无比的烟尘 冲击在周围每一个角落 甚至以冲击倒站在远方的两道身影 他们浑身僵直 张大了嘴巴 瞳孔都快要睁大得出来 竟然一时间都忘记逃跑 弥漫的烟尘缓缓散去 一道燃血的白衣身影渐渐出现 他神色冷漠平静 目光若有若无地朝着他们看来 而他的旁边 天罡聚息 如同死狗一样的 被一头黑牛抓在牛掌中 他的五官已被打得变形 满目都是鲜血 流淌遍地 牙齿全已被绞碎 天罡聚息双眼泛白 嘴巴无力的一张一合 再无刚才的英勇与强大 已被打得失去神志 命不久已之态 忽仙欲内的煞风刮过 一切都变得清晰无比 大黑牛轻轻松掌 砰的一声 天罡聚息 如同烂泥一般的躺倒在地上 每一寸骨骼都已被打碎 而这一声震响 就像砸在远方两道身影的心中 他们也随着这道响声 而浑身颤动 这可是仙欲的大地啊 被法文所加持 一击直接把法文大地都打开裂了 那 哪来的仙道妖念 不不可能吧 那可是天罡聚息 他们肉身何等强大 两道身影颤颤巍巍地相视一眼 那一人一牛的目光 已在看向他们 看得他们早已遍体发寒 甚至都想要找个洞钻进去 两位育友 不如过来一叙 陈寻嘴角扬起弧度 一字一句道 想必二位定能好好说话 那两道身影瞠目结舌 跑肯定是跑不了 他们如今体内可没有法力在身 要比拼肉身速度 现在更是一个天大笑话 他们失魂落魄地一步步走来 身穿黑色的宽松衣袍 渐渐露出本来面目 两道身影面容呈现出苍白的颜色 仿佛被漆成了白色 两片唇半鲜红欲滴 但是却显得格外的阴森恐怖 而他们的眼睛大而深邃 瞳孔深黑 眼眸之中 似乎能够看到无尽的阴影和深渊 尤其是这肉身瘦长而柔韧 肌肉紧绷 像是随时可以爆发出极快的速度 手指细长而灵活 伸出时宛如一对鬼爪 让人不寒而栗 陈寻与大黑牛目光一宁 这不是那傻鬼面族吗 玄为天可没这种族 他们只是在万族图鉴中掠过一眼 这种族是天生的刺杀种族 斗法重规重矩 没什么天骄的种族 鬼面族 对对对 倒有好眼光 他们听到这淡然平和的声音 却是浑身一抖 连忙回应 来这仙玉是求生 只为活着出去 可不是来这里送死的 猫 大黑牛疑惑地轻叫一声 鬼面族竟然能和灵兽种族混到一起 不愧是大事仙玉 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能发生 陈寻眼中带起了些兴趣 不断上下打量着他们 说实话来这大事这么多年 除了些海域的生灵 还真没见过多少其他种族的生灵 他突然面带微笑 两位狱友怎么称呼 我们兄弟俩最讲道理 不必担忧 我们会害你们性命 大黑牛也是一脸憨厚老实的点头 都坐大牢了 就不太去考虑其他 我尼玛两人心神大害 看着那如同死狗一般 倒在地上的天罡聚息 还在不断流淌鲜血 已是出气少 入气多 再配合这一人一牛 那一脸和善憨厚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真以为他们是什么大善人呢 前辈 道友 叫我鬼面就好 一位鬼面族善笑一声 努力表现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模样 不行 叫我小鬼就好 两位道友 我就叫鬼煞 鬼煞说完 眼眶陡然睁大 下意识横了 旁边同族一眼 小鬼这名字 你都抢了 他们自有自己的名字 但优势在人族 自然要立马取得 强者能听得懂的名字 免得不好交流 免得被打成一滩烂泥 小鬼 鬼煞 陈寻笑出了声 招手道 过来一叙吧 不必靠如此之远 是 是 他们低头拱手一番 人族乃是大势最强万族之一 这些人族修仙界的礼仪 他们自然也会 也是入室必修客之一 大黑牛头颅微微抬高几分 这鬼面族的名字 一听就不行 哪有大哥给他取得西门黑牛那样威武 金鱼可是好好给他们试一过一番 不过眨眼间 两位鬼面族 就已走到陈寻身前 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 在这里死了 可没人为他们做主 他们如今是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想逃离仙玉 回归大势 再也不敢触犯规则 重新做鬼 陈寻缓缓盘坐余地 还在恢复中 陈寻道 两位狱友 你们犯了啥事 这里是仙玉何处 这里面可有什么忌讳 与某些仙玉强者制定的规矩 小鬼与鬼煞相识一眼 自知他们是才入仙玉之人 甚至逮捕的时候 估计也是大战反抗过 小鬼上前一步 那腰都弯的 快要与盘坐的陈寻齐平 不瞒道友 我们被中品临时蒙蔽双眼 接了个打残恐吓的活 鬼煞文言 面色相当尴尬 在一旁补充道 哪知对手是玄阶灵印拥有者 何道真君出面 将我等镇压 送入仙玉百年 小鬼听后 苍白的脸庞也是红润了几分 微微有些激动 此事 我们出役后 还要去新书找那人好好理论一番 临时一块都不能少 不错 鬼煞突然大喝一声 义正言辞 当初接下这活的时候 那人可没说 对手是玄阶灵印拥有者 若是不对 我们补偿 那我等族中长辈 可是要亲自出面 太坏规矩 人才啊 陈寻笑着摇头 神色轻松无比 根本没有对他们刚才的不敬之举 有任何愤怒 太过小而磕 大黑牛也蹲坐起来 一蹄子已放到天罡聚膝身上 精血自然不可放过 这仙玉 可是纠集大师万族生灵 那收集万族精血的效率 可比在蒙木大海域收集快得太多 而且 这里面可没有任何规则 也根本不怕得罪人 只要敢对他们出手 那就做好献出精血的准备 大黑牛想到此处 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陈寻微微撇过大黑牛 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又把目光放到鬼面族身上 嗯 继续说说吧 道友 我们已在仙玉度过三十年 还有七十年便可出狱 鬼煞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从未觉得百年岁月是如此难熬 这里不能修炼 不能入定与闭关 甚至睡觉都不敢 到处都是杀戮 此地乃是炼须七仙玉边缘 罪灵 一开始都是在此降临 但他说完后却是一顿 其实蹲守边缘的罪灵风险 相当之大 你永远也无法预知到 降临的适合修为的人 一切都要看机缘与运气 比如这次就真的撞上了仙山 还想着降临此地的罪灵 完全反映不及失去神识的习惯 结果现在 却连逃离的机会都没有 生死两茫茫 鬼煞心中暗叹一声 很是懊恼 又继续开口 而这无边之地 有结界相互 听说这个仙玉 整体比一方天玉还要广大 但并没有躲藏之地 相当危险 而且有些弑杀生灵 只为待在仙玉内 根本没想着出去 直到寿命断绝 这样的罪灵 有一个相当大的特征明显 就是煞气冲天 哪怕道有相隔百里 千里也能感受到 这股恐怖气息 唯有逃 鬼煞说到此处 也是暗暗心悸 这种煞气 可是斩杀同静之辈而来 可不是随意斩杀 那些弱小生灵 就能产生的 肉身之力不可估量 肉身之力不可估量 两人默然心悸 像是想到了什么 瞳孔渐渐染上些恐惧 看着这一脸 和善憨厚的一人一牛 煞气嘛 沉寻话语低沉 嘴角扬起糊度 两位御友 你们说的是这个吗 话语一落 轰 法文大帝轰然震动 一股滔天的血煞之气 从陈寻身体中涌出 他现在就如同一个血煞风暴 无尽煞气冲向高天 而这样的恐怖场景 早已辐射百里 千里之外 如同被一片血腥的海洋所笼罩 鬼煞与小鬼苍白的面孔 已是开席模样 他们瘫倒在法文大帝上 呆滞地看着四方 到底是什么脏东西 被送到仙玉来了 犯得啥滔天大事啊 陈寻眉心法文闪烁 天地为之一静 无尽血煞之气瞬间消失 一切又恢复平静 刚才那恐怖绝伦的景象 仿若幻境一般 大黑牛下意识喷出一口鼻息 大哥在介于战场斩杀的 灰兽太多 但这股血煞力气 可是从未消失过 一直被压制在体内 而且 那些灰兽的憎恶 与斩兽大法的恐怖 远超于修仙者 和境界已经毫无关系 吼天刚聚息 本来刚刚有些恢复 哪知陈寻气势一出 他双眼一翻 又昏死过去 整个舌头都已伸在地上 情况异常凄惨 陈寻面色恢复平静 又是一脸平和模样 微笑道 两位育友莫要担忧 请继续诉说 道友您 您就是这连虚妻仙玉的规矩 对 对 前辈 您可能来错了仙玉区 鬼煞与小鬼 舌头都在打仗 那铁骨铮铮的双腿 不知不觉间 就那么不听使唤地跪了下去 遍体生寒 鲜鱼万族 都是您的猎物 风沙青眼 万籁俱寂 两道黑衣头套身影 静悄悄地已来到他们背后远方 您是无尽深远处 鬼煞与小鬼双眸空洞无比 根本不敢转身 冷汗终归是进入后背 一股大恐怖 在不断侵蚀他们神魂 鬼面族的两位育友 既已参与出手 留下两滴惊险 我们恩怨了结 陈寻的黑色头套终于套上 浑身上下的气息 已经变得冰冷深邃无比 莫要不识好歹 大黑牛也戴上了头套 缓缓咧嘴 猫他们的仙道 自始至终都和别人不一样 肉身一事 陈寻与大黑牛 从不需要吞噬他人血肉反补自身 也根本没有作用 他和大哥买的零售不可少 那朵无根精气花 才是他们肉身提升的关键 只需要万足精血便可 肉身之力的补充 一直都是靠他于体翘 和大势修仙者的躯体构造 已完全不一样 只要无根精气花能大成 那大哥的计划可行性便多一分 那就是关于小赤的换血 修 修 两滴精血激射而来 根本不敢有丝毫违抗 甚至陈寻的话语就是天鹰 就像是能直接操控他们全身 意识都比这道声音慢了一分 多谢三位欲有馈赠 此地本作甚是喜欢 陈寻微微侧头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轻轻一拍大黑牛 老牛 走了 一点点沉沙飘散空中 两道身影彻底消失在此地 鬼煞与小鬼 额头青睛一点点抱起 哪怕他们已经离开 但感觉全身还是依旧无力 怎么起身 浑身都是一股颤抖的感觉 陈寻与大黑牛 此时漫无目的 缓步走在空旷的大地上 后者身上挂着反铁铛铛 叮铃铃作响 相当悦耳 这种声音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莫大未见 陈寻戴着破旧草帽 背着一口大锅与大盆 腰上缠着锁那碗瓢 开始在这无垠仙欲流浪 眼中带着淡淡释然 寄来之则安之 这广大仙欲中 并无五行之气 相当奇怪 要知道 只要是天地 便不可能没有五行 除非这里并不是真正的天地 而是一位修仙灵器 先到生灵的体内 只有这样 五行之气才不可能在他体内流转 这片天地自然不存 陈寻做出这个猜想时 心中也是骇然无比 若真是如此 那越狱都成了一个笑话 说不定 这个堪比天狱巨大的生灵 随时都在变化位置 大势强者 都无法确定 先欲真正的位置 真当是恐怖如斯 怪不得因前辈 还要靠着那欲字坐标 才能达到这里 根本就没有具体位置 想要释放先欲罪灵造成大乱 也只能想想 这里不存在于一切先到气息 就如同来到一个 彻头彻尾的凡人介遇 对于修仙者来说 确实是莫大牢笼 唯有自身境界的肉身 可以依靠 陈寻目光深邃 一步步走在法文大地上 只是静静听着那悦耳的铃铛声 一手抱着大黑牛的头 后者也是时不时地蹭着他 只觉心安无比 呵呵 某一人一牛笑着相视一眼 渐渐走向远方 有如此兄弟在旁 哪怕是无法在这里修炼 千年牢狱 也没什么可怕 这里可不限制自由 看看那些万族生灵的模样 也是一件见识大掌的趣事 况且 从那两位鬼面族人说话来看 这里的人才相当之多 堪称奇葩 又会审时多事 说话相当好听 不会动不动就拿掌被压人 毕竟这仙狱里可没靠山 都是同静道友 不会说话 活不了太久 他们向着更远方走去 没有目的地 唯有等待行期的终止 岁月如时 每一年的低落 仿佛如同目中腐朽的残骸 轻轻摇晃着仙魂的沉重 而如今 仙狱之中 只有时间在静静流逝 刻画出荒凉大地上的岁月长河 在仙狱之中 时间仿佛静止了 沉寂的环境 只有寂静呼吸声和压抑气息 在这片荒凉之地流转 百年光景 翘无声息地流逝 如同风干的树叶 悄然飘落 没有一丝声响 玄威天 南域大陆 蒙目大海域 洞悬仙岛 今日恢弘无比的仙岛周围 大浪滔天 无数庞大无比的大船 登陵此岛 强者遍地 喧嚣声惊天 目之所及各族生灵齐聚 今日两轮好日高照 天雨霞光一彩 就像是在为之庆贺 洞悬道院 占据整个广袤仙岛 一望无际 甚至此岛被各大势力所承认 归属于洞悬道院 可见它的影响之广 传承岁月中 不知出了多少大修士 这些从道院而出的大修士 自然不会忘记道院 和宗门性质大大不同 影响力遍布四方 每百年都有大修士 从各方归来 为后辈所讲道 一片欣欣向荣之景 能有道院之称 更是无数大修士的养老培养后辈之地 活得越长越不想死 其实并不然 对于大势修仙来说 眼界太过广泛 作画之前早已知天命 从不封魔 近代岁月流逝 风轻云淡 他们怕的不是逝去 而是自身传承断绝 后继无人 这才是留有的真正先到遗憾 这对于他们来说 才是真正的逝去 天地不存于痕迹 这样的大修士 早已能坦然面对作画 修仙之路已足够精彩 看便辉弘大势太多 从不奢求长生 唯有心中先到长存 也是道愿如此受各族所敬重的原因 有教无类 你站得越高 道愿予有荣焉 里面的各大长老 从不嫉妒或嫉恨于后辈 最多恨铁不成钢 反而怕你成就太低太低 辱莫道愿之名 对于先徒成长来说 没有在比道愿更好的地方 哪怕是宗门也比不上 后者局限性太大 但各有各的活法 都有其存在意义 而道愿之上 便是道宫 每个天狱只此一作 由天狱先殿所统筹 集结一方天狱真正的先到妖孽 就连宗门也相当看重此地 乃是真正的天狱争锋之地 能从道宫出来 成就最低 也是大成尊者 天狱先殿的殿主 也是从道宫弟子选出 执掌一方大权 眼见 心性 智慧 实力 皆是上上之选 来一句我实力强 该我坐上这个位置 那只是一句荒唐的笑话 从没有这种愣头青 会在先到之途 走得多远多高 野蛮无比 不通教化的强者 只存在于底层修仙者的异想 只有这样才会有代入之感 今日 乃是洞玄道院 广纳天下弟子的第一日 霞光不绝 天地为之庆贺 各方海岸旁的各族生灵 渐渐登陵仙岛 不过那些年轻子弟眼中 皆是带着浓浓震撼之色 洞玄仙岛 常年被大阵所笼罩 根本不显现于海域中 今日方之一貌 却已让他们心中悸动不已 第一眼 你便能看见 助力在远方的巨型宫殿 外观以青色流离气城 倒映着天际的云霞和阳光 甚至有道音从中传出 让人心神清明 哪怕如此之远 你也能感觉到宫殿庞大无比 极具气势 整个道院建筑风格古朴典雅 错落有致 丝毫不失庄重肃穆之感 尤其是靠近海岸 会看到无数石阶和石桥交错连接 延伸到看不见尽头之处 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神秘之感 而这便是洞玄仙岛天然的天地大阵 灵霄青云阵 手笔之大 惊艳各族生灵 而且 从中隐约可以看到 庭院 庭台楼阁 清泉流水等等景致 让人眼前一亮 而靠近仙岛中央的地方 处立着一尊高耸陆云的巨型仙像 俨然守护着整个道院 让人一观都不由地心中充满敬畏 此相乃是洞玄道院第一代道主 洞玄仙岛乃是此人成道之地 可以说 这里就是他的道场 一直庇佑道院传承至今 无人敢对其不敬 此时 一艘异常简约的大船缓缓靠岸 上面站立着三道身影 一位中年男子 一位双眼充满灵气的少女 还有一头稍显猥琐的红狮子 福伯 四点 我们到了 少女微微一笑 眼中带着沉静 静静地 看向远方那座矗立的巨型仙像 大哥 二哥 今日是小妹入道院之日 只是前来之时 风浪有些许大 还有九百年 小妹定会等你们 他们缓缓走向仙岛 只要走上石桥 便可刹那间到达另一头 天宇各方的大修士 皆为道院之人 这里可不能随意踏空而行 小赤宁神静气 目不斜视 只是头颅低了几分 这场面 就跟无数修仙者 要来攻打洞悬仙岛似的 那种浩大破空声 就没有断绝过 磅礴法力激荡在四方 他眼中虽然带着一分猥琐 却有九分都是黯然 默默拿出刘颖石记录这一切 这百年来他沉默寡言 但买得最多的 却是刘颖石 已经填满一整个储物件 如此辉弘大事 精彩分成 他却是感觉索然无味 百年难熬 小赤仅仅跟在小赫身旁 依旧一言不发 只是在摆弄着刘颖石 若是寻歌与牛哥在 定会先在这里游玩一番 到处指指点点 莫浮扬眼中带着淡淡灵力 不经意便是扫视四方 只要谁敢对大小姐有一丝敌意 都将被他一一记下 百年前 厂主曾吩咐自己 前往新书 联络一位叫石剑白的人 但那时候 情况太过紧急 厂主都忘记 垃圾场可没有达到练须期的修士 新书可无法进入 哪怕是现在 他也才刚入化神期不久 瓶颈之感也渐渐显露出来 感悟实在有些不够 但好在天地五行之气太过磅礴 不用担心修仙资源不够 但随后石剑白看见 杜氏老人留下的话后 他手眼通天 竟然靠着仙音阁的关系 找上墨一函 随之与小鹤联系上 他们如今的生意 也从新书转到了现实 在黎晨岛进行交流 没有影响太多 而最为夸张的是 那石剑白的人 竟然当场买下剩余的那座九霄天风 他们根本不带奖价 直接拿出五十亿中品零食 反正此事可是惊动黎晨仙殿 让阴天寿白须 这陈寻小子在外 到底还有多少大势力的关系 石剑白的人 自从买下九霄天风后 也是异常低调 神龙剑手不见尾 定在百年交易一次 若是交易上千年 哪怕陈寻资源不再足够 交易结束 此风赠与陈寻名下 若有肖小感随意插足此生意 石剑白只留下冷冷一句 交给他们处理 而墨叶寒当初被联络上时 他可是亲自出面 一副震惊模样 不是难遇大陆的生灵 不过他们的交易 依旧不是当面 而还是经过天鹰阁与摇台仙宫的手 在黎晨岛购买地产 只是为了等待陈寻从仙域归来 洞悬仙岛上 莫浮阳低头功声 大小见 洛双今日会前来 莫公子今日不好出面 他说场主的意思是 让您在道院低调修行 小鹤微微一笑 在各方大船的应衬下 显得娇小无比 他轻声道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待洛双姐吧 他如今的影响力可不小 是 莫浮阳点头 神色深邃了几分 如今垃圾回收场 已向黎晨岛转移完毕 交由云晶在外打理 扩大在整个超级岛屿的影响力 不过依旧是大小杰坐镇背后 所有收购的垃圾 皆是传送入无垢先岭交由阵法分解 无人再敢觊觎 垃圾岛也成了收购的一处地方 价格不变 但是林宝先阁就此沉寂 那阁主就像是什么也没发生一般 相当奇怪 也不知道底在背后打什么算盘 小赤低吼一声 他如今是分解主力 带着颂横顾离圣 还有养魂气灵一族的人 待在无垢先岭最深处干活 那些加入垃圾回收场的人 则是被云晶所收编 后者也开始大失拳脚 在黎晨岛各大仙城买地 没过多久 从另一方走来一群女子 不过带头之人 他们相当熟悉 正是洛霜 他虽然面貌并不出众 但如今的威势 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只差一步便可进入练须之境 走上仙格的真正大舞台 洛霜见过南宫小姐 见过南宫小姐 众人拱手行礼 面色郑重 虽然那位前辈 被送入先遇千年 但外界的一切 可没有被丝毫影响 这位南宫小姐 才是重中之重 诸位不必多礼 小河微笑道 看向洛霜 洛霜姐 不知你今日前来 是有何要事 洛霜文言神色一正 南宫小姐 洞悬仙岛太过广袤 你出来乍道 人生地不熟 今日我前来 只为带南宫小姐一游 原来如此 小河上前几步 青丝飞舞 浑身都是 让人舒适的气息 我们确实有些 不知这里的规矩 那就劳烦洛霜姐了 洛霜微笑道 一群清白 小姐客气 前辈走之前 托一定要对小姐多加照顾 尤其是今日 他说完看向四方 这里的生灵太过杂乱 真正如道院的人 倒是没有多少 都是来凑个热闹 随意乱行 恐怕会招惹到一些麻烦 莫浮阳沉静地 跟在小河身后 寸步不离 小赤一世 不过他轻轻输了一口气 这栋 玄仙倒他们 确实不太了解 只是听闻众多 男宫小姐 此时 远方突然传来 舞蹈魂厚的声音 三男两女 不过他们的身躯 相当魁梧雄壮 瞳孔一个比一个锐利 面孔也与人族有些差异 很是立体 荒迈一族 洛霜等人眼中惊诧 一眼便已认出来 玄微天大荒地狱的种族 那里听说 可一直不太平 凶兽与古兽太多 传闻大荒的镜头 连通蛮荒天狱 自然而然 那里的种族 都充满着一股凶性 炼体之术尤为强大 而且还因为那里的环境 衍生出独特的阵道 冠绝整个玄微天 而这五人 修为最低也是河道初期 最高者为河道中期 洛霜他们眼中 带上些对强者的尊敬 虽然无法探查到具体修为 但散发出的气息 就已比他们强大太多 小赫默然转头 眼中灵气似乎都快要溢出来 原来是十前辈的人 晚辈南宫贺林见过前辈 见过诸位前辈 吼吼 莫浮阳与小赤也是跟着附和一句 不过小赤 自从自以为被阴天兽 认定为低级灵兽后 他在陌生人前 便很少说话 他虽然性格有些猥琐 但这该死的自尊心 总归还是若有若无的影响到了 他心态几分 我们奉令为南宫小姐护道一程 南宫小姐入河道之后 我们自会离开 其中一位女人 面色冷漠地开口 就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 日后我们待在洞玄仙岛外围修炼 任何是南宫小姐都可驱使于我们 此话一出 莫浮阳和小赤心中一震 这是何意 这生意 小赤并未插手 乃是莫浮阳和宋恒主管 他心中骇然无比 这是剑摆好大的手笔 这可是五位和道真君啊 莫浮阳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哪怕是修炼五行仙道 和道七如今还是他难以企及的境界 这五位就这么送过来 让他一时有些恍如大梦 小赤双眼清明 轻轻点头 多谢几位前辈 晚辈已经知晓 这件事的背后乃是大哥与他们交易 那两样东西看来确实对他们重要无比 甚至就连大哥家人都要保护完好 他话风一转 话音空灵 不知几位前辈如何称呼 荒金 荒木 荒水 荒活 荒土 五人一字一句开口 那女人名叫荒木 冷漠道 南宫小姐直呼其名便可 今后我们的命就是您的 其余四人也是重重点头 毫无前辈风范 眸光中一直带着冷静 无法从他们神色中看出任何东西 小赫一时哑然 道运的规矩他还是知道 比宗门宽松许多 并不太限制自由 可以去听任一长老强者讲道 从不一脉单传 好 他轻轻点头 又看向洛双等人 我们走吧 众人点头回应 开始向着石桥前行 五位和道真君走在最后 一副生人物净的模样 相当有气势 乍一看 还不知道底是哪家的大小家出行 如此有排场 周围有些人足子弟 也不由地把目光放来 不过他们的目光 可不是在这五位和道真君身上 而是在最前方那位少女 她身穿一袭柔和的山水白裙 婉约而高贵 散发着一种轻烈脱俗的气质 尤其是那双空灵的眼睛 让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入进去 那种感觉就如清风拂面 让人忘却一切忧愁 有一种融入天地 浑然天成之感 这样的气质相当出众 又让人着迷 另一道石桥上 一位气势不凡的男子 微微撇过远方的南宫贺林 又微微瞥了一眼 又惊鸿一瞥 她瞳孔微微睁大 相当淡然道 那位姑娘不知是哪族子弟 看来也是入洞玄道院之人 一看便觉天资卓绝 是个不俗的对手 男子身后也是跟着一大票人 他目光已收回 但眼角余光又不知不觉地看去 这样容貌与气质的少女 他确实没见过 身后的一众人眼中微微讶异 公子一眼能看出他人天赋 他什么时候有这能力的 不过他们倒是轻轻点头 这位少女确实气质不俗 关键那身后跟随的五位和道真君 那可是荒谤一族 来历不凡 公子 道院广纳玄威天 各方年轻俊艳 这位少女也只是其中之一 暂时看不出来历 不过很有可能是从大荒而来 不太可能 大荒可出不了这样气质的姑娘 若能一起入道院 自要去结识一番 呵呵 公子好雅致 他身后一位老者 一脸祥和笑容 家主也想看到 宁多在道院结识一番同道之友 能入道院之人 今后的先道成就定然不低 男子听到家主后 神色一正 再也没去看南宫贺灵 他好不容易出来 若是在洞玄道院失利 那回去可会成歌卖笑话 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洞玄道院广纳天下弟子 但条件也相当严格 修为最低也必须是化神期 不能牵动天地元气 你可能连强者讲道都听不懂 但最高也不能超过化神期 牵动天地元气 只是第一道最为普通不过的门槛 但超过化神期 那已过入道院的最佳修行时机 不收 而第二道门槛便是天赋灵根 这是修仙界永远也绕不过去的坎 虽然不能以偏概全 说灵根只能决定下限 不能决定修仙者的上限 但没有人有精力考虑 你这武器下品灵根 到底能修炼到何等境界 这里是道院 不是随缘修仙的地方 天灵根与武器绝品灵根 是最低门槛 若是没有达到 你也没必要前来这等地方浪费时间 规则都相当透明 当然 关系户除外 至少别人的长辈努力过 自然可以服用后代子弟 没人有话说 不过修仙太过讲究感悟与天赋 你强行进入道院 其实也是一个痛苦 完全理解不了那些天资卓绝的弟子 只能交际交际关系 比如 这位道友 我很崇敬你 若是无法进入道宫 出道院后 来我家族做事 怎么说 也有个同道之意 我日后定会照着你 虽然有这样的奇葩 不过也少 修仙界后继无人 无实力强大者 那传承可是断绝得很快 家业败得也是更快 所谓的二世祖 在这个大势 几乎很难见到 实力与智慧总要占据一样 不然别人还没出手 就很可能早已被同族长辈打死 不过 若是前面境界入过天交榜 可无条件进入道院修行 很是看好这些人的潜力 当然也有练气期 就在道院修行的生灵 这些生灵 都是为日后冲击到工作准备 乃是道院传承不衰的根本 几乎不显露人前 他们有另一片天地 小鹤他们走上石桥后 速度也随之越来越快 眼中的景象 也在不断变换 山水沟壑每一溪 都在映入眼帘 不过他们的脚步可是没快过分毫 这样的感觉太过奇特 小鹤看得一脸发毛 尤其是那巨型仙像 总觉得它不是那样简单 简直活灵活现 就像是要随时复苏一般 这样的感觉 对道星的冲击力相当之大 动旋仙岛的威能 简直不能亏其一 老老实实变好 半个时尚后 他们眼中景象又是一幻 视野相当开阔 就像是来到一处广大道场 天边满是庄严肃木的倾注 他们屹立在半空中 又像是扎根于半空中 此时 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传来 贺林妹妹 我已在这里等待你们多时 不过 距离陈兄归来之日 又近了一分 当时双喜临门 墨叶寒突兀地在道场中出现 他一手腹背 衣着华贵 充满贵气 但他面容并无多大变化 依旧是一副冰山一样的面孔 目光所过之处 不少护道强者 都为之低头 不敢与之对视 动旋道院当代道子 墨叶寒 道场中无数人为之侧目 今日乃是道院广纳天下弟子之妻 道子说实话 并无必要出现在此等场合 而动旋仙岛的另一侧远空 那里喧嚣无比 是无数大势力 掌权人为之恭贺的地方 甚至还有天音阁修士前来 各种法器助力天语 一字一句地诉说这一盛况 那里才是 他应该待的地方 各族生灵的人微微眯眼 不由地 看向南宫贺林 暗自猜测他 到底是何身份 恐怕来历不小 足以与南宇大陆的墨家比肩 不然 以这动旋道子的性格 可不会随意搭理任何人 连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 这已经算不上高傲 已是刻在别人仙道血脉中的贵气 墨浮阳眼中带上了几分尊敬 这位道子 乃是前辈成任之人 天仙楼对他们垃圾回收场帮助巨大 就连十前辈 都是靠他牵线 小赤眼中微微带上些欣喜 喊道 厚 墨前辈 他关系和他不错 尤其是墨叶寒时常观照他们 就犹如那种寻歌的感觉 如今他们身在仙狱中 墨叶寒不知不觉地当起了大哥 小赤的头颅抬高了几分 虽然当初一战墨前被认输 但他也是为之留守 法天相帝 才是天骄最为恐怖的手段 他也更没有达到境界寿命极限 成长空间之大 就连师尊都是大成尊者 墨叶寒看向众人 平静道 虽然陈兄让你在道院低调修行 但你天资普通 难免会遇上些麻烦 你可在道院安心修行 小赤脸旁挂着淡笑 诗里道 多谢墨前辈挂怀 我一定不会给道院添乱 墨叶寒眼中闪过灵力 如今陈兄路先遇千年 你们在外无可依靠之人 若有所需 可随时前来寻我 本道子今后就是你们的靠山 他说完 越过一脸震惊的众人 直面五位和道真君 冷声道 荒迈一族 你们跟随在赫灵妹妹身后是何意 最好给我一个合理解释 墨叶寒气势凌厉 扫视五人 那状态 简直和当初第一次见到陈寻时一模一样 还为之更胜一筹 这里可是洞悬仙道 不是黎晨岛 就是教尊者来了 也得趴着 五人眉头微醋 迎上墨叶寒那凌厉目光 后者浑身上下 都充满着一股极其高傲的自信 光是往那一站 那压迫感就直面而来 一个女人踏出一步 她是荒水 冷静开口道 我们是南宫小姐的护道人 并无他意 墨前辈 他们所说没错 是大哥朋友派来的人 小赫轻声喊道 连忙走到墨叶寒身旁 他们没有其他恶意 墨叶寒凌厉地气势淡了几分 但面孔依旧冰冷 荒迈一族的护道人 真是少见 但既然是陈兄的朋友 那我便不再多做过问 五人略微拱手 眼中除了冷静再无其他 根本不被气势与身份所胁迫 气息一直萦绕在南宫赫林身旁 若有危险 哪怕对面站的是大成尊者 他们也敢出手 根本不知恐惧是何物 墨叶寒双眼狭长 深深看了他们一眼 竟是五位和道死士 看来是那位前辈找来的人 果真是大手笔种族 不过他心中倒是放心许多 若是一来他人到场 就被他威势所舍 那未免也太过废物 那这五位 也不配跟在陈兄妹妹身后 他百年前可是听说了 陈循那日在垃圾岛的事迹 心中敬佩更甚一分 千年仙玉之行 他们定会活着出来 他心中坚信无比 墨叶寒看向小赤与墨扶羊 嘴角露出淡淡微笑 只是点点头 而一旁的洛双等人 则是被他完全无视 后者也是一副礼当如此的模样 没有觉得有任何失礼 赫灵妹妹 这些繁琐的入道院考核 你不必参加 墨叶寒看了看远处的各族生灵 一股无视之态 入道院名额 已有你一席之位 我带你去另一处地方 见见道院长辈 是 小赫神色温柔 犹如一个邻家小女 毫无修仙者风范 墨叶寒一挥手掌 一艘宝缩默然出现在空地中 他们随即踏上 飘然而去 留下一脸惊叉的各族生灵 啥意思啊 尤其是那位气质不凡的男子 他的目光 很是关注南宫赫灵这方 但当见到墨叶寒出现后 一切不切实际的想法都消失了 好家伙 南于大陆墨家的子弟啊 他家族虽然也比较显赫 但是也只限于蒙目大海域 比起南于大陆的庞然大物来说 太不够看 门不当户不对 公子 哼 无妨 原来这位姑娘是墨家子弟 那就不奇怪了 男子温和地笑了笑 看向老者 这次我定不会让父亲失望 避入洞悬道院 公子好质气 老者满脸慈笑 满是信任 道场外的远空 辉弘仙像 如同屹立在云端之上 俯瞰大地 这里热闹非凡 归来不少大修士 甚至还有论道之人 随着前来先倒的人越来越多 道场考核地 也破空而来 不少河道真君 甚至还有大成尊者坐镇 让所有化神修士 为之宿母 道院的大成尊者 常年都不再猛目大海域 如今能见到 那都是莫大福气 若是被单独看上 那先倒之徒 可就顺畅许多 而莫叶寒 他们却来到一处山水清幽之地 于外界 那喧嚣的场景 格格不入 一位年轻女子 盘坐于地面 微微合眼 她头发黑如漆 细腻顺滑 披在肩上 随着微风摇曳 一副静谧之感 周围山水的元气 都在随着她的土纳而律动 宛如深海般的沉静 身上的长袍 也随着周围的气流轻轻飘动 像是已彻底融入天地 莫叶寒满怀尊敬 停在外围拱手道 师尊 这位就是 陈兄的亲妹妹 南宫贺灵 你过来 玉璇并未开口 而声音就已响彻在天地间 让本尊好好看看 是否有你兄长之姿 小贺浑身都是 一股安宁之感 一步步向前走去 莫扶阳与小赤有些傻眼 那种无力的感觉 又再一次出现 莫前辈的师尊 是大成尊者啊 黄金五人的目光 朝着玉璇看去 眼中竟然充斥着 一丝警告的意味 玉璇默然睁眼 目光如电 朝着五人看来 怎么 荒迈异族的河道修饰 你们想与本尊斗法不称 他一开口 刚才那股高人风范 刹那间消失 一股浓浓的彪悍之感 随着这道声音传来 前辈 我等自然不敢 但还望莫要对南宫小姐 做什么探查之事 黄金踏前一步 说话不卑不亢 声音相当洪亮 他如道院只为修行 我们也只为互道 仅此而已 玉璇瞳孔闪烁微光 冷冷一笑 你们在威胁本尊 他 五人同时轰然上前一步 气势一往无前 一口同声道 南宫小姐不容有失 前辈 前辈 听我们解释 莫浮阳与小赤金声大呼 这五人是愣头青 还是一根金啊 跟大成尊者这样说话的 玉璇眉头一皱 好忠诚的修士 能修炼到何道静 自然不会是脑子一根金的人 而是他们真的不怕死 也根本不怕他 荒漫一族 玉璇眼中出现一抹沉静 哪个老贼派来的人 敢跑到他头上来 作威作福 他立马拿出灵须传音法盘 给本尊查一下 这五人是谁派来的 明日我前往大荒拜访 看看到底是哪方势力 有如此大的口气 是 玉璇尊者 五人模样 我已记下 另一头传来一道 深沉无比的声音 随即彻底沉寂 黄金他们眼眶一睁 瞳孔一缩 那冷静的神色 终于有了变化 这女人不按常理出牌 几个小辈 给本尊退下 玉璇眉头一挑 言语充满不容质疑之感 看看是你们背后的势力大 还是本尊背后的势力大 师尊可是摇台先公的人 动玄道院 只是偶尔前来传道 莫叶寒冷不丁地开口 一守父辈 还得是他师尊 就连今日动玄道院的面子 都不给 自顾自地在这里入定 五人瞠目结舌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无数话语都被卡在喉咙中 摇台先公 他们不知不觉地倒退了一步 低头拱手 莫叶寒 本尊让你开口说话了 师尊 当初那十条炼须七八脉蛟龙本尊 还以为是被你所斩 前来助阵之时 我可是在师妹面前放出大话 玉璇面孔如同冰山 看莫叶寒的眼神 就如同看死人一样 那日 看在莫道友面前放过你 今日试了后 你我师徒二人 再来好好谈谈此事 完了 莫叶寒眼眶渐渐变得发红 甚至想狠狠抽自己一下 这件事 他都以为师尊已经忘记 没想到又就是重提 莫扶杨与小赤为之近生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他们不过区区化神镜 小鹤眼中并未任何惧怕 而是走到玉璇前方 低头拱手 南宫贺林见过前辈 那五位只是职责所在 冲撞到您还望海寒 玉璇冰冷神色为之一环 嘴角露出微笑 本尊自然不会和那几位后辈计较 今日只是想来见见你 他目光放在小赫身上 眼中露出些讶异 有些太过平凡 不像是能顺杀十位铜镜蛟龙的强者妹妹 他只是旁敲侧击果 莫叶寒曾说他现在绝对不敌陈寻 法力相差异常巨大 哪怕是寄出法香 也只能拉近一些距离 小赫眼神清澈 纯洁无瑕 一点瑕疵都没有 那位陈寻后辈 是你清大哥 回禀前辈 是 好 入道院后 你暂时跟随本尊修行 天资太过平庸 那些河道强者 传道你可听不懂 玉璇不嫌不淡地说了一句 武器砸林根 大势一抓一大把 也别想着去争强好胜 天资不行 但也有另外一条路可走 小赫听后双眼一亮 他想走的就是另外一条路 那些智慧静腰之路 掌舵无边大势力 玉璇瞳孔中染上些光彩 这少女似乎并不排斥此路 但走这条路 可都是一群短命修仙者 算计太过深远 全是太过耗费心神而作画 而不管是遍布三千大势的新书 还是千机令印 又或者是更高层次的 许多宏观法器等等 全是由他们提出框架 把大势的修仙体系 不断拔高再拔高 他们也是许多超然大势力的 背后掌权人之一 一呼百应 掌舵前行方向 让传承万古不衰 做到真正的布局万古 这样的人 无将大世界各族生灵都有很多 也是玉璇心中 最为之敬佩的仙道之人 他也是随口一说 因为这样的仙道 已经脱离灵气仙道 为后天而成 他们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就犹如先天灵根一般 是为明星天至根 这种后天灵根感应天地 月强者浑身伴有异象 千奇百怪 乃是天地馈赠 为天地所护 极其难斩杀 但这种仙道异常古怪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完整体系 怎么提升全是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而来 身居高位者 越欲容易衍生后天灵根 不过这条仙道 哪怕是他都不敢触碰 太易走火入魔 花费的寿命相当之多 他还是比较看重自身实力 没有那么大无味 空地上 一道空灵声音传来 晚辈愿入此道 小赫眉眼弯弯 看书已成为了一种习惯 反倒是对各种法术与功法 没有太大兴趣 大哥也不希望我去打打杀杀 玉璇轻轻点头 但丑话还是要说在前面 本尊只能引领 此仙道 一切都要靠自己感悟 但多读书 你大哥确实没说错 郝小赫笑容深了几分 很喜欢听别人夸赞大哥 比夸自己还开心 南宫贺灵 你随本尊来 玉璇起身 眉目突然变得冰冷 看向末夜寒 你还要站到几时 走 其余人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很闲吗 他话音虽小 但确实冲击到每一个人的神识中 震得他们脑子嗡嗡作响 末夜寒憋屈无比 有苦难言 老老实实向玉璇走去 师尊喜怒无常 尤其是对待弟子 就没有见过他的笑脸 从小被折磨到大 小赫看向众人 给了他们一个放心的眼神 赫姐 有事传音法盘叫我们 小赤举着双掌 声音浑厚无比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 接你回家一次 大小姐 安心在道院修行 不必担忧我们 莫浮阳带着敦厚笑容 心中终于了结一件大事 玉璇眉头一条 终于注意到那条大红狗 眉宇间有些震惊 心中暗道 竟然是艳光赤骨师 陈寻 他眼中来的些兴趣 练须七千年先遇 这可有些超乎想象 自问若是如此境界入先遇千年 他可能无法从那里走出 玉璇一挥一袖 三人的身影渐渐变得模糊 九百年后 他当要亲自见一见此人 能让自己弟子如此崇敬 不知道到底是和仙道妖念 他们刹那间消失在此地 只有些沉沙缓缓吹过 他以大事先遇中 血腥位于死亡的沉寂气息 弥漫在每一处地方 今日一处高低起伏的山坡上 两位罪灵正在大战 此地轰鸣声震天 打得难舍难分 每一击都有鲜血低落 一旦出手 若受伤而逃逝 最难以让人接受的结果 那证明什么也得不到 只能白白受伤 最后被他人杀死 补充血肉之力 所以 这里只要动手 皆是你死我活 只为吞噬掉另外一方 哄 一阵巨响传来 两位罪灵露出血腥微笑 已开始产生 仙玉三大幻觉之一 我能反杀 就在两位罪灵正要出手时 突然 静谜的司空 突然响彻起一阵唢呐与铛声 词曲幽远诡异无比 两位罪灵心神惊骇 想起了最近的那恐怖传说 不好 是渡氏老人 与驱邪黑牛 这声音就是他们 两位罪灵浑身大颤 眼眶都快要瞪出来 但是只有 那传荡司空的唢呐与铛声 哪怕是如此空旷的法文大地 也依旧看不到他们任何声音 他们相视一眼 眼中警惕之色大慎 不少道友已遭他们毒手 听说他们行踪之诡诀 根本无法判断 他们下一刻会出现在何地 两位罪灵听着这锁魂声音 只觉自己快要神魂升天 就连身体颤抖的幅度 也是越来越大 两道飘渺无比的头套身影 渐渐出现在远方 他们浑身黑色 就如同这法文大地 像是可以缩地成寸一般 眨眼间便是越来越近 但要知道 这入仙狱前 可是要抽离法力的 他们哪来的法力 玉门有缘 与道相伴 世间万物中有尽 修得仙荼度万劫 陈寻戴着汉匪头套 渐渐放下唢呐 嘴角露出一缕和善微笑 两位育友 相见集市员 不如坐下一序 谈一谈精血买卖 叮铃铃 摸大黑牛轻轻晃动身体 头套下露出一双憨厚眼神 孽神之力 刹那间锁定两位育友 这两位罪灵的长相有些奇葩 人不人 瘦不瘦 他们肯定没有长在陈寻的审美观上 但精血可是共通 依旧美妙 两罪灵如今 渐渐靠在一起 一股寒一直冲天灵盖 那眼神要多恐惧 有多恐惧 这一切都太不合常理 度是 哦 两位育友 听说过我们的故事 陈寻尽力在他们一里之外 头套下露出一道森寒 而又和善的笑容 那想必交易会顺利许多 两滴精血 一块地灵精魄 大黑牛轻轻摇晃铃铛 双眼死死盯着他们 就等大哥一声令下 两罪灵面色变得有些猙獰 鲜血还在从身上滴落 但现在他们头顶之上出现一道道暗芒 这绝对是法术 但精血何等重要 这要疑 不对 两块地灵精魄 他们瞳孔微微增大 一脸大害 两滴精血交换地灵精魄 名副其实的血传 两位育友 如何 陈寻笑道 光明正大的从背后行囊中 拿出两块浓郁的 在散发血光的透明精魄 此物货真价实 童走无期 猫大黑牛一昂头 附和一声 度是道友 我听说过你的故事 愿将一滴精血交出 一位罪灵小心翼翼的回应 那头套根本看不清她适合神态 但却充满一股凶利之感 还望不要伤我性命 她倒吸一口冷气 不说那些故事 光是这种自信的出场方式 就已足够把她震慑住 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之心 鲜鱼内的手段太少 若在这种时候 这种地方放什么狠话 出狱后必让长辈堵你 那真是脑子嗅痘了 很好 实时误者为俊杰 陈寻笑出了声 对着鲜鱼越来越喜爱 此物给你 皆好 话音一落 羞的一声 地灵精魄就朝着她激射而去 稳稳落在她手上 后者郑重拱手 多谢度是道友 她二话不说 从体内逼出两滴精血 也朝着陈寻送去 练虚气的精血何等强大 一滴堪笔拇指粗 再散发着惊人的气血之力 那位醉灵面色插那间 变得苍白不已 转头就跑 根本不带回头的 必须要找个隐蔽地方 恢复气血 陈寻看向大黑牛 老牛 请万族小册 画掉一笔 梦 大黑牛连忙点头 拿出一个相当厚重的小册子 开始快速翻阅起来 但这一看就知道 是很多小册子柔合而成 陈寻手中提着唢呐 看向那惊愣在原地的醉灵 玉勇 骄吗 道友 那醉灵突然惊声高呼 像是受了莫大刺激 我体内并无精血啊 我乃云族 不修肉身 不宁气血精华 那你们在这斗法作甚 猛猛 陈寻与大黑牛眉头一挑 直接向着 他呵斥而来 这百年来的打打杀杀 谁不是为了恢复气血 又或者是提升肉身 弄了半天 你们在这打个计划 他们马上开始 回想起一些云族消息 此族有些神秘 来历相当久远 听传说是天地诞生之初 那霞光云彩化形而成 简直就像是天上褚 他们身躯纤细柔软 仿佛是由云雾凝聚而成 不是实体一般 而且肤色苍白如云 眼眸深邃 如天空中的明月 在他们身边 往往会有一些云雾缭绕 犹如披着一层神秘的云纱 看不出是男是女 是公是母 不过 这位形态明显相当狼狈 和那些传说没一样对上的 道友 他想杀我 我在反抗啊 云族醉灵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面色都变得有那么些不甘 此人想杀我再带出去练宝 我云族若是被炼制成防御法器 可屏蔽神石 陈寻与大黑牛 顿时感觉有些没劲 像是咽了一样 白手唏嘘 不过这大士种族 确实千奇百怪 当真是开眼 陈寻与大黑牛 笑眯眯地走向远方 勾肩搭背 还能隐隐听到一些话 哎 老牛 这云族有些不行啊 下次见了 绕远点走 云族一眼 记住这种族在先狱的特征 云族最灵目自欲猎 拳头都捏紧了 竟然被如此看不起 不过他 还是在后面攻声道 多谢道友不杀之恩 呵呵 无妨 无妨 好聚好散 陈寻摆了摆手 和大黑牛 渐渐化为一团黑雾 彻底消失在此处 但就在还未彻底消失的时候 突然法文大帝 产生一股巨大震动 远方数百里 一股惊天煞气扑面而来 席卷四方 陈寻与大黑牛目光一宁 离开的脚步骤然停下 度是老人 驱邪黑牛 我许你们一久 今日 留下吧 一道清冷无比的声音传荡而来 远方一道戴着恶鬼面具的红衣女子 一手提剑 双眼凌厉地看向她们 恋须中期 原来如此 她嘴角露出一丝血腥的笑意 手腕不过轻轻一转 那柄长剑突然闪烁起燕光 而这并不是燕光 而是血光 血红的光芒遍布四眼 把这位女子映衬着更加邪魅与清冷 她浑身上下都是战役 整整寻了她们二十年 御灵煞女 云族在后方颤声惊叫 那劫后余生之感 煞时间散去 一股死亡的阴寒 哪怕相隔如此之远 都已进入她全身 她缓缓一步步倒退 冷汗一滴滴流下 这度是老人 不过是这几十年来崛起 但那御灵煞女 可是个彻头彻尾的杀戮疯子 她已经待在这仙玉不知几百年 根本没想着出去 简直来此地就是为了杀戮 那柄血光剑 就是无数醉灵的尸骨凝聚而成 可恶啊 云族醉灵咬牙切齿 在这仙玉内的实力 实不存一 它已开始产生 另一个仙玉三大幻觉之一 肉身之力罢了 而等出狱后 敢与我一战 陈寻与大黑牛目光冷静 想起了曾经鬼面族说的那些话 进入仙玉内的有些醉灵 可不光只是像他们一样 为了削去罪责 还有便是这类 为了尽来杀戮的醉灵 大势强者遍地 规则从生 可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 怎么 陈寻冷声道 目光看向那遮天煞气中的女人 难道你要与我交换精血不成 玉灵煞女 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只是微微仰头 煞气都快要凝聚成一股风暴 威势之盛 远超陈寻这百年来见到的所有醉灵 她的瞳孔 渐渐变得深邃起来 这是一位极具杀伐之气的女子 淡淡开口 不知你和这头畜生能否挡我一剑 又或者说 你们也可以一起上 哼哼 蹭 话音一落 整个场景静谧无声 只有她手中长剑发出的嗡嗡之声 犹如天地间唯一的血煞音符 在漫天煞气之中 一道血色剑光忽然出现在天边 仿佛是一道流星划破夜空 刹那间 如同闪电般到达陈寻眼前 速度之迅猛 而她所过之处 法文大帝裂开一道宽广的长缝 跟随她的轨迹而来 便随雷鸣般的炸响声 突然 玉灵煞女的血光常见猛然停滞 她那迅猛的身子也为之停滞 两人四目相对 近在咫尺 一人戴着黑色头套 一人戴着恶鬼面具 所有的声音似乎都已消失 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窒息之感 就像是时间也跟着停止 玉灵煞女缓缓地艰难转头 眼中满是震惊 还戴上了一丝惊恐之色 她的血光剑 被人直接那么握在手里 根本没有受到任何煞气反噬 那唯有一种可能 死人杀的铜镜生灵比她还要多 煞气比她还要更为之强大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试图保持冷静 但她的心跳声却越来越快 手中仿佛连半分力气都无法施展 沉寻眼神阴沉无比 哪怕面孔隐藏在头套下 也能看见她额头抱起的一根根青筋 她话语低沉 又像是浩荡在天地 瞳孔冷落冰山 你竟敢说我兄弟是畜生 区区练虚妻 你怎么敢呢 轰 无边血红煞气 从沉寻体内涌出 已经完全遮住御灵煞女的弥漫的煞气 后者在她面前 就如同小儿科一般 此时煞气模糊中 竟然出现一个恐怖无比的妖影 咔 沉寻一手握住御灵煞女面孔 后者发出绝望恐惧的嘶吼 惊恐的神情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道友 我我 咔嚓 恶鬼面具 一寸寸断裂 露出一张清秀面孔 但她如今面孔扭曲 喉咙除了发出嘶哑的声音 再也无法说出一句 身躯在空中剧烈挣扎 她感觉自己全身的每一寸血肉都在崩溃 全身都如同在烈火中煎熬 她双眼心红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嘶吼 杀杀了我 沉寻满眼冷漠无情 眼中雷光乍现 手中还在一寸寸实力 她满手鲜血 心中在压抑着一股滔天愤怒 看得大黑牛浑身都是一斗 猫大黑牛突然按住沉寻 猫猫 沉寻双眼恢复清明 那冷烈的气势一缓 老牛 寄生仙三世 超度此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猫猫 大黑牛重重点头 挥手拿出香炉 开始做法 玉灵煞女头颅已经被捏得变形 头骨全然破碎 但她依旧没死 而是气血骤然沸腾 刹那间发出最后一击 就要偷袭沉寻 轰隆隆 大地开裂 沉寻不过视目光微宁 灭神风暴 刹那间从煞气中冲出 搅碎她身体的一切血肉与灵根 后者的目光 也渐渐变得暗淡无光 像是已彻底死去 身外化身 由血肉精华凝聚而成 看来是 抢了不少地灵精魄 沉寻微微眯眼 看着这地面开始消散了血肉 老牛 先别做法 遇见本体 再好好超度一番 猫 猫猫 大黑牛一惊 竟然是分身啊 她连忙睁眼 赶紧把宝贝香炉收起 去蹭着沉寻 猫猫老牛 咱们永远是兄弟 沉寻眼神闪过暴虐之色 抱着大黑牛 兄弟与家人 从不讲究种族之分 走 继续流浪 猫猫 大黑牛点头 咧嘴笑了起来 眼中毫不怀疑 两道身影也越走越远 最后如同烟雾一般消失 但远方那位云族醉灵 瞠目结舌 神情就像是已凝固在脸上 相当精彩 这恋须仙玉 真是来了位绝世强者啊 玉玲煞女 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这位渡氏老人 肉身究竟强到了何等程度 到底杀了多少同镜修士 才能拥有如此恐怖的煞气 云族醉灵 深深地记住了 渡氏老人这个名讳 她随即 也颤抖着走向远方 脑海中 全是她随手 捏死玉玲煞女的模样 而仙玉深处 一片血壶之上 泛起大片涟漪 波纹扩散四方 愈加汹涌 此时一位 在此地修炼的 恶鬼面具女人 默然睁眼 喷出一大口鲜血 她眼中平静无比 没有嫉恨 没有愤怒 像是已经失去 一切生灵情绪 不过渐渐地 她眼中刹那间 闪过一丝惊恐 此人究竟是什么东西 至此之后 一个恐怖传说 渐渐在炼须仙玉传出 遇见一位 吹索娜戴头套 与摇铃铛的黑牛 莫要出手 和他们讲道理 对 没错 就是讲 万万莫要动手 诸位道友 竟带他们出狱 去去精血罢了 给 而这样的滑稽传说 已经引起不少恐怖罪灵注意 他们在仙玉暗处静静蹲守 眼中闪烁起嗜血光芒 渐渐老人 此名不错 一片荒芜大地上 周围湿海遍地 血流千里 一位数百丈庞大的罪灵 满眼冷卧 这里的杀戮 全是她独自造成 不过她听到渐渐老人 这个名讳后 眼中终于泛起一丝兴趣之色 收集各族精血 她其实也在做此事 看来是个不错的对手 希望你们 不要被猎杀得太快 一道淡然的声音 响彻在天地间 不过是轻轻一蹦 她便刹那间消失在此处 此罪灵身躯虽然庞大 但却异常灵活 气血的沸腾之感 都快要溢出体表 甚至还有试杀罪灵 前往仙玉血海 冷笑道 玉灵煞女 仙玉似乎来了个有趣的强者 不如来个赌注如何 什么 看你我谁先猎杀她 以地灵精魄作为赌注 不然这仙玉岁月 也太过无趣 没兴趣 嗯 滚 玉灵煞女冷声开口 相当不耐烦 此人跟我毫无关系 莫要再来寻我 仙玉何等广大 找到此人 都不知何年何月 我还需在此地修行 那人暗自皱眉 这女人什么时候改性子了 但她如此作态 这度是老人 可能有些大问题 她想到此处随即退走 血海中恢复平静 玉灵煞女目光冰冷深邃 不屑冷亨 去面对这种仙道怪物 你们要去送死 可别拉上我 她说到此处 话音不知为何一颤 倒心似乎有些不稳 那一寸寸 被捏死的绝望森寒感 没人能随意忘却 她从未面对过 如此恐怖的同境强者 要知道 她曾经可是一方天狱天骄 天狱天骄榜 那已涵盖天狱万族 能登上此榜 已经受到无数大势力关注 但她离前一千位序炼 还是差得太远 必须要在此 仙玉进修 修炼血海沙盗 为天狱先进做准备 御灵煞女想到此处 也不由为之心计 这种人物 怎么可能入仙玉进修 莫不是整个大世界的 天骄榜之一的妖孽来了 她暗自簇眉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练须欺的他们 绝不可能来此地 也绝不可能触犯规则 强行入狱 渡视老人 御灵煞女 深深记住了这个法号 就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此人已在不知不觉间 成为她心中的一道阴影 一处盆地中 陈寻与大黑牛 在此地入定 只是略微看了一眼 灰蒙蒙的上空 虽然仙玉是一处巨大牢笼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好在还可以修炼 无根精气花 也没有任何危险 这感觉还是相当不错 相当充实 这里面最怕的 还是被无尽追杀 每日担惊受怕 时时刻刻到心 都在备受煎熬 可谓是弱者的地狱 强者的猎杀之地 老牛 这地灵精魄 可能对小赤有些作用 这千年 我们可不能浪费 把无根精气花凝聚成型 我们的炼体仙道 也会彻底成型 陈寻目录思索 拿出一块地灵精魄 开始打量起来 这东西深埋法文大地 不过只要靠近 就可牵动气血之力 一切都靠运气 大黑牛笑着拍向陈寻 还在鼓道香炉 他们终于转运 捡到不少这种精魄 都是靠自己挖出来的 全是无主之宝 陈寻眼中 带着清澈无比的笑容 狠狠捶了一下大黑牛 他娘的 老牛今后 咱们再也不来了 真是无趣得很 他说完眼中略微戴上些暗然 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狱中 错过了三妹入道院的日子 千年牢狱 更不知还会错过多少重要日子 猫大黑牛轻轻喷出一口鼻息 眼中也有些担忧 不知外界到底是何情况 小吃他们遇上什么危险没有 仙殿与那些蛟龙 会不会找他们家人麻烦 老牛 我还有一个计划 陈寻画风一转 拿出几个小册子来 这里万族罪灵甚多 而且都是触犯规则进入 我们收集精血时 也得向他们讨教讨教惊艳 猫 大黑牛一惊 往陈寻身旁靠去 他们到现在都没想通 那日出手 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 末夜寒也不可能出卖他们 阴前辈也没有告诉他们事情原委 好像就连他也不知道太多 只是奉命行事 并不是他探查而出 我们在蒙木大海域 可接触不到如此多的人才 若只是在这里打打杀杀 对于我们来说 毫无意义 陈寻微微眯眼 浑身上下都在散发一股睿智气息 当四处求教 多了解了解大士种族 这也不枉我们先遇千年行 大黑牛头点得跟个小鸡灼米似的 虽然在这里得不到什么功法 阵法之类的修仙大树 但见识对于长生者来说 也算得上是一个重要的积累 呵呵 陈寻微笑着拿出一簇花 和一个被摇匀的蛋 三妹 小赤 千年后 不知你们到底是何模样 等我们 大黑牛看着他们 心中不由地流过一道暖流 牛嘴 缓缓咧开 他们骤然起身 又开始前往远方 远超270倍的天洁脆体肉身 不知道这大士同进醉灵 拿什么跟他们打 叮铃铃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响起 他们的身影又变得飘渺起来 从不再一地多待 岁月无息 1.1滴 以肉眼的速度渐渐消逝 陈寻与大黑牛 出没在仙域各处 广交四方醉灵好友 拿着小册子 虚心求教 什么奇葩问题都开始问出 把其他醉灵问得一愣一愣的 比如 到底如何实现完美杀人 毁尸灭迹如何才 不被强者所追踪到 若是动手之前 该怎样布置行凶之地 等等 这些问题 让不少醉灵相当兴奋 甚至有些老醉灵 自愿加入探讨 规则自然也有漏洞 比如空间传送通道 还有虚无之地等等 动手绝不会被发现 但这必须在此之前 不被锁定与发现 不然 不管你逃到哪 都将被大士强者 绳之以法 而且 万族心性不一 习性不一 根据他们具体状况来 更易得手 但千机灵印 绝对不能触碰 会出大事 刹那间就会被定位 而这老醉灵异开口 陈寻终于恍然大悟 如梦初醒 他当初斩杀那石头八脉蛟龙 那可是把别人储物界 都给直接毁灭 而他忽略了炼虚七蛟龙 怎么可能没有千机灵异 陈寻也终于想起 当初婉香营所说的话 也能确定 一些道友突然暴毙 或者被毁尸灭迹后的痕迹 少一些无谓争端 他心中越想越骇然 可能漏洞还不止这一处 有个醉灵说 它是被周围天地元气的契机 回溯出场景 还有醉灵说 它是被周围花草生灵所回溯 若要触犯规则 必须要毁灭周围一切痕迹 哪怕是在海域或者谷月 也要将它们蒸发 或者打成碎片 要把周围天地一切的脉络 都狠狠磨灭干净 最后再将尘埃卷入虚空乱流中 这才是最为稳妥之法 而且炼虚七生灵 若是背靠大族一脉 那么它们元神之魂 很可能被抽离过一缕 有魂灯存在 可以映照出暴毙前的最后一幕 陈巡与大黑牛 听得头皮发麻 连忙在小册子上记下 乍一看 它们那次出手漏洞百出 就差直接当着所有人面杀蛟龙 多谢诸位 欲有讲道 猛猛猛 陈巡与大黑牛郑重拱手 连忙拿出地灵经破送上 都他娘是人才啊 你一句 我一句 就把他们真正被发现的原因 说得清清楚楚 杜氏 驱邪道友 太过客气 哼哼 不愧是传说中杜氏道友 果然讲道理 众人拱手大笑起来 气氛相当和谐 但是他们眼角的余光 都若有若无 看向旁边一滩血肉 那位就是不讲道理的 力气太大 被杜化了 陈巡与大黑牛 又开始问起 一些关于规则的问题 带着没有被剑矢所污染的清澈 求之若渴 能被关入仙域的生灵 那在外面 可都不是常人与善差 谁背上 没背几条万族生灵的命 铜镜之类 至少比普通练须七修士 强大那么一些 就比如 当初平凡无比的莫浮阳 他就算想入仙域 他也没那个实力啊 可不是随便在路上 打别人一拳 那就能进来 离尘岛上 莫浮阳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他心血来潮 刹那间仰头望天 总感觉有人在冥冥之中俯瞰他 难道是五行道祖 他摇了摇头 前辈如今还在仙域中 应该是自己多想了 随即又入定起来 感悟五行仙精 仙域中 陈寻他们继续游走各处 一路鸡飞狗跳 让不少强大罪灵眉心狂跳 什么脏东西 一处昏暗之地 两道星红双眼藏于暗处 冷漠开口 度是老人行妻 还有多久 不知 不是是杀罪灵 仙域对于他们来说 毫无意义 等 嗯 先躲着吧 昏暗中的两位罪灵话语 越来越低沉 眼中警惕之色大圣 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那黑色头套 还有那人让人心悸的魂音 他们相视一眼 眼中带着浓浓忌惮 看这样子 也是遇见过陈寻与大黑牛 岁月匆匆 轮回不息 仙域中的时间 像是被拖延了一般 仿佛是一缕缕流淌而过的水线 在静默中一点点地侵蚀着一切 每一息都被拉得漫长而缓慢 转眼间 已经是五百年而过 离陈寻与大黑牛出狱 倒计时 四百年 蒙目大海域 洞悬道院 今日天穷一臂如洗 两轮昊日高照 整个海域波光零零 时常有庞大的海中生灵 跃然而起 道院虽然到处都是古香古色的阁楼 但却相当静谧 唯有传道之音 响彻各地 今日一座仙山下 一位少女独自坐在石台 翻越古籍 她双眼灵动 与周围景色相赫 更不显突兀 就像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 南宫贺灵 远方一棵遮天大树下 出现一位轻衣少女 她唇红齿白 微微上扬 仿佛在诉说着一段美好的故事 她缓缓朝着石台走来 长发如瀑布般飘逸 轻轻地拂过脸颊 如同细腻的丝绸 小贺微微转头 眼中带着一丝疑虑 化神后期 此人是谁 她带着平和微笑 也随之起身 这位道友 你是 沐清瑶 少女拱手一笑 整个人仿佛被一层青纱所包裹 透露出淡雅温婉的气质 我其实已注意你许久 只是想来结识一番 并无他意 南宫贺灵笑着轻轻点头 快请坐 沐清瑶和南宫贺灵 气质大不相同 前者温婉无比 后者却是透着一股清零 没有被家世所侵染 充满着一股大自然的自由气息 沐清瑶细细观察着南宫贺灵 她的气息不知为何让自己有些着迷 很喜欢 当初就是见过一面 就不由的心中对她充满好感 不过南宫贺灵独来独往 甚至很少去听到 什么在外历练 也从来见不到她的身影 低调的道远 都快要没有这么一号人 不过听其他人说此女来历有些大 莫要无故招惹 打消了不少人前来结识的念头 但这南宫贺灵 如此神秘淡然的感觉 却让不少男子为之暗自着迷 气质实在有些高贵 沐清瑶坐在石椅上 轻衣裙摆带着一股淡淡蒙目香气 举手台足间 皆是一股大家闺秀风范 一看就相当有修养 来历不凡 她看向石桌 眼中略微有些讶异 南宫道友 你每日都在看这些古籍吗 这可对修为无益 但多看书可以明智 我天资不高 就不惧奢望境界修为 南宫贺灵话音空灵地说道 她整理了一下古籍 露出灿烂微笑 叫我贺灵就好 无需称之为道友 都是在道运进修之人 好 穆清瑶言语中了一分 贺灵 那你叫我清瑶就好 今日前来 可是有什么要事 南宫贺灵脸庞带着一抹成熟 自大哥与二哥走后 他不再活泼 也再为蹦蹦跳跳鼓 穆清瑶眉眼微弯 我其实已注意到你许久 没有其他要事 只为前来结识一番 也对你有些好奇 她说完后 微微吸了一口气 南宫贺灵并无师尊 也没有跟随任何道运长老修行 她好像只是在日复一日地看书 不争不强 原来如此 不过看清瑶你 倒是像古族 穆家之人 贺灵并不是 穆清瑶瞳孔微争 连忙摇头 穆姓之人太多 我们家族和古族穆家毫无关系 只是做一些林木生意 送我前来道运 已是清尽所有 南宫贺灵眼面倾笑 觉得这穆清瑶反差有些大 看似一副温婉模样 但说话做事 倒是有些大大咧咧 咦 贺灵 你可知道院弟子如何传你 啊 他们说 你可能与姚台先公有些关系 来头比稻子末叶寒还大 绝非墨家人 穆清瑶说完笑了起来 毕竟你姓氏南宫 自然不是墨家人 不是 姚台先公乃是玉璇尊者师门 和我没有一点关系 南宫贺灵认真摇头 秀美微醋 我们家就是做一些修仙垃圾买卖 没有那么大背景 穆清瑶瞳孔微微睁大 原来如此 看来谣言果真不可信 贺灵 那我便放心了 不然还以为是我高攀 穆清瑶突然舒了一口气 还假装俯了一下胸口 那我们背景倒是相配 终于再无那么大压力 他的话很让人感觉到舒适 没有任何看不起捡垃圾的修饰 话语中更是带着一股浓浓真诚 南宫贺灵婉然一笑 轻轻点头 莫道子也只是和我大哥有些关系 我来道远也只是为了增长一些见识 两人就那么在石台旁聊了起来 穆清瑶越聊越喜欢贺灵 只觉有一种心灵上的契合感 甚至都有些不想离开他身边 但这里可不是凡间 是修仙世界 穆清瑶自知他身上可能隐藏着一些大秘密 不过他倒是没想太多 就想单纯结交 一个时辰后 半空划过一道流光 一位气势非凡的男子 带着自认为魅力无限的微笑踏空前来 他在远方拱手 风景欲见过 他说到一半 突然眼眶大睁 下方石台上 怎么穆清瑶也在呢 风景欲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他就像是见到了 这世间最为绝美的风景 一时间甚至都忘记了说话 话音刹那间卡在喉咙里 这一代新入道院的弟子中 要论天赋 容貌 背景 气质等 有人总结出 当属穆清瑶 不过这道院中弟子万千 比穆清瑶出众的也不是没有 但是他们 这一代的弟子 可很难接触到 也没有一个合理身份去接触 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 还有一位男公贺林 但是他知道 入道院前就已注意到他 不过他没有太多想法 偶尔来说上几句话就已足够 乃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毕竟仙道争风 才是他的最终归宿 男公贺林笑着抬头 风景于 是你呀 风景于闻言浑身一麻 感觉有些飘飘然 他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态 神色一速踏然而下 没想到木道友也在此地 实在有些失礼 木清瑶神色也变得端坐起来 起身失礼道 原来是风道友 他并不认识此人 想来在这一代弟子中 不是太过出众 不过不随意看清任何人 是他们家族的仙道守则 踏入仙路前 就必须要明白 木清瑶入化神前 更是去往凡间历练过 更觉此话的含义 到底有多深厚 他也曾见过 不少凡间的千古奇才 哪怕百年后 化为一坡黄土 哪怕自知天上有仙 也从未向百年命运屈服过 风景于面色有些尴尬 甚至都不敢用眼神 与这两位对视 真是感觉自己白羞着仙了 他不知怎么的 憨声一笑 今日贺林姑娘有客人到访 我倒是不便打扰 改日再来讨教一些仙史中的问题 南宫贺林笑着点头 好 风景于如蒙大赦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再无那股来时的意气风发之感 说实话 他还真不幸 同辈人 有人能顶住 这两位站在一起 反正他肯定是顶不住 这比斗法 还要让人感觉到激动与恐惧 木清瑶摇头一笑 此人倒是有些有意思 他话锋一转 贺林 你这些年来 都不去听道院长老讲道吗 自然是去过 只是有些少 那日后 我们一同前去 可以 南宫贺林 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看得木清瑶心底 甚至都有些 想将他骗回家 有一种强烈的保护欲 木清瑶倾壳一声 面色微红 贺林 你一直都在这道院修行吗 可要去他地 嗯 每年家里人都会来仙岛看我 南宫贺林嘴角扬一起 发自心底的微笑 我在这里等待我的两位亲哥哥 他们会来接我的 算算日子 还剩下四百年 啊 他们可是去了其他天狱 木清瑶一脸惊意 南宫贺林竟然有两位哥哥 他还以为只有一个大哥 南宫贺林笑容满面 从他这副清零的面孔下 突然说出一个最令人恐惧的地方 在仙玉 话音一落 周围突然变得静谧起来 唯有周围 灵直那嘻嘻嘻嘻的声音 木清瑶听后 瞳孔剧烈收缩 薄唇都在微微张大 毛骨悚然之感遍布全身 他露出一丝相当勉强的微笑 贺林 可是太以大世界的仙玉 南宫贺林认真点头 双眼满是真诚 没有任何欺骗 木清瑶脚步不由地倒退半步 感觉浑身都有鸡皮疙瘩冒起 仙玉他曾听说过 究极整个太以大世界 穷凶极恶的罪灵之地 而且 那里面的罪灵身份都不简单 至少也是背靠大势力 不然 连进入仙玉的资格都没有 早在外被直接斩杀 可以说 只要被关押进去 那生死都不再有几 比任何历练之地 都要更为凶险 贺林 还剩四百年 那岂不是 刑期千年 我大哥与二哥 必然能活着出来 贺林 我今日还有些要事没有处理 改日再来 木清瑶文言 眼中露出一丝恐惧 连话音都带着微颤 他大哥与二哥什么来临 仙玉千年 这至少也要合到真君才能承受 而且是犯下重罪 几乎是已触及到天玉仙殿的大事 这样的生灵 好 南宫贺林 脸庞依旧带着笑容 端坐起来 木清瑶拱手失礼 飘然而去 只不过他的神色异常难看 道子与贺林大哥交好 至少也是那一个层次的 就不该多问 他现在压力巨大 尤其是现在想起贺林 脑海中就会浮现出 他大哥与二哥 在仙玉那恐怖模样 绝不是善差 他木家传承如此久远 那也从未有过入仙玉之人 都对那里相当忌讳 贺林如此单纯清澈的模样 他大哥与二哥 竟然是此等人 木清瑶实在有些想象不出 甚至都对他 产生出一丝惧怕 那心中清和之意 都被刹那间抛开 南宫贺林轻轻抬头 带着笑意的脸庞 变得冰冷沉浸起来 又开始继续翻阅古籍 只不过 他已用出双手 一手翻阅 一手在一本小册子上 写着其他事 一心二用 小册子上的字体密密麻麻 全是垃圾回收场的庞大计划 一炷香后 他拿出传音法盘 一缕神石没入其中 轻声道 荒水 南宫小姐 黎晨岛与飘云岛的 吞并计划正式开始 让所有仙阁与势力的修仙垃圾 都为我们所用 飘云岛那两处庞大地产 已被我们拿下 此事徐徐徒之 不能操之过急 这关系着我们后续计划 便是影响力 此事若成 天阴阁每日五十的播放消息 我们将买下 是 云金 南宫小姐 玄威天雾明 需要你去一趟 千亿中品零食 是我垃圾回收场的诚意 明白 洛霜姐 南宫小姐 玄威天零宝仙阁总阁 可有反馈 还需要些时日 当调离陆川去往大荒时 绝杀计划便可开始 鬼面族的大成尊者 价格再往上翻五成 用上品临时交易 陆川 我不想再看见他出现在蒙目大海域 是 一切归于平静 南宫赫林眼中闪烁冷光 又渐渐变得面色柔和起来 开始全身心翻越古籍 这个大事 能用临时与修仙资源解决的事情 都变得简单起来 修仙大事 哪怕资源无穷 但无数修士 也要争弃今朝 不过那血腥的一面显为人知 一切都必须要游历在规则之外 而恰好 他们如今并不再缺少临时与资源 效力的修士何其众多 一呼万人音 细细素素周围的古墓缓缓摇曳起来 绿叶飞舞天际 拂过小鹤脸颊 后者嘴角露出一抹惊心动魄的笑容 黎晨岛 灵宝仙格 路川正经危坐 他已有半年没有修炼 每当入定修炼之时 他总有一股心浮气躁的感觉 总觉有什么大事降临 但一切都太过于平静 甚至谋划垃圾岛之事 都一直被搁浅 那日黎晨仙殿降临垃圾岛 甚至还有交尊者出动 恐怕发生大事 后面养魂气灵族全族逃离 已无动手机会 尤其是半年前 总阁传来一个消息 若有若无地提到 要调理他离开蒙木大海域的意思 问问他的意见 他自然心中不想 在黎晨岛经营如此之久 自然明白你为鸡头 不为氛围的道理 此事也就此搁浅 但是这半年来的压力 却是与日俱增 有一种被上层针对的感觉 关键是 他费尽千辛万苦 爬到这个位置 俯瞰众多河道真君 怎么可能说放手就放手 他还没修炼到河道巅峰 此时 他眉心一跳 传音法盘传来动静 陆阁主 古竹道友 两人互相拱手 陆川眼底带有一抹深沉 总阁的人 职位在他之上 和道后期 古竹开门见山 近年来 你可有得罪什么人 绝没有 陆川话音厚重 已经猜到些什么 甚至蒙木大海域 已发现一些养魂气灵族的仙奴后人 觉醒的人还不在少数 陆阁主 此事并不要紧 也与我领保仙格无关 你说是吗 是 陆川深吸了一口气 哪怕话语被打断 也没有丝毫动目 相当沉得住气 此话其实是他保命之举 也是转移视线之举 但没想到总阁的人 根本不吃这一套 一句话 便把他后续话语堵住 蓝明 蓝长老的意思是 让你去往大荒 那里大荒乌神经 矿脉众多 也是我领保仙格 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修仙资源相当丰厚 古道友 陆川面色变得有些阴沉 你这是何意 上面有人要你离开蒙木大海域 仅此而已 可否告知我 到底是谁 你去往那里 依旧是阁主 也无人敢害你性命 你背后 也依旧站的是领保仙格 古竹平和道 并未回答陆川所问 在那里低调行事 莫要再得罪得罪不起的人 这话只能说到此处 大荒 陆川面如寒霜 当初踏入大荒拿出宝物 可是得罪了不少种族 到现在也不敢踏入呢 陆阁主 这次已是命令 并不是前来与你商量 古竹在光木中微笑道 若能在大荒更进一步 总阁的门自然会为阁主敞开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是 总阁阶梯陆阁主的人 一月内会到达蒙木大海域 还望陆阁主早做准备 是 光木消失的刹那 陆川眼中露出凶利之色 双拳狠狠握紧 果然是有人在针对自己 甚至已查清自己早年事迹 当初他送礼的那位长老 早已退居幕后 而这位蓝宾长老 更是和自己有些不对付 相当看不起 自己这种屈颜负逝的人 虽说大荒还是处于规则之地 但那里漏洞太多 而且不知道那些仇家 还是否记得自己 他如今有一种 被人牵着鼻子走的感觉 异常难受 他更不敢现在退出领保先阁 如今已受人针对 还要靠着这层身份保命 若是不入大荒 这层身后一退去 那就是案板上的鱼肉 到底是谁在针对本座 竟然能请动总阁长老 陆川双眼冰冷 深邃无比 缓缓合眼 现在必须要冷静 还有时间 哪怕入大荒也有机会 领保先阁楼外 一处远方茶楼 最高台之上 一位男子坐在雅致的木桌上品茶 周围站着两位黑衣人 气息相当凶悍 又带着一股内敛 男子目光像是穿透空间 幽远地看着那座庞大的灵保先阁 陆阁主 我曾经最为敬重的人 修仙之路 贪欲视为死罪 他轻放下茶杯 感受着露台微风 嘴角渐渐露出一丝深沉微笑 眨眼间 三道身影就已消失在这里 只留下那杯 有些温热泛着微微波纹的香鸣 魂园仙城起风了 一只飞行灵兽俯瞰岛屿 眸光锐利 广阔大道上修饰茫茫 就如同一只只猎物 仙道之路步步杀鸡 不知何人才能活到最后 太乙大事件 广袤仙玉 数百年来 炼虚七仙玉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渡世之名传遍四地 短短六百年 在其手陨落的凶恶罪灵 已经上万 一人一牛 斩杀铜镜强者上万人 此等战绩骇人听闻 就算是刚入狱的罪灵 也为之头皮发麻 仙玉中果然存在怪物 如此不少试杀罪灵 已经默默沉寂 等待出狱 足足等了数百年 为何他们还没有出狱 难道要一直在这带到作画不成 今日一片血湖中 波澜四起 玉灵煞女轰然睁眼 一道道血色水柱冲天起 四面八方 皆有强者醉灵降临 杀气盎然 他冷漠地看向四方 一道道身影 已经包围血湖 煞气冲天 炎翅 妖月 齐鸣 玉灵煞女眼眶渐渐变得诡异起来 浑身气血开始沸腾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啊 你们竟能一起前来 怎么 闲活得太长吗 他冷漠张狂的声音 随着荡漾的血湖开始传荡 恶灵面具下 根本看不清他的神情 血湖中倒映出一道道身影 他们形态各异 种族各异 但无疑 他们的气血之力 都远胜于普通罪灵 是这个仙狱中真正的强者 玉灵煞女 今日要么被我们锁斩 要么自行去白骨大地临死 那里以为你准备好葬地 哼哼 想必你的血海 杀到一定不会失望 一道道阴狠无比的声音传来 血湖中的波澜 变得越来越汹涌 玉灵煞女冷笑 想要在这仙狱中斩我 让渡氏老人亲自前来 你配吗 出手 先灭血湖 此人的杀到我也有些兴趣 当好好讨教一番 上百道身影 漠然间出现 一股森寒杀意 弥漫方圆千里 玉灵煞女眼眶暴涨 一柄血光长剑 从血湖中刹那间出现 今日断不可能善了 那日之仇 这渡氏老人 竟然究竟如此多强者 过了五百年才来 他甚至都有些遗忘此仇 在仙狱中低调无比 根本不再触及此人 没想到 今朝给他留下如此大的祸患 他惊叫一声 渡氏狗贼 杀 杀 众强者最灵眼中闪过冷漠 直接祭出底牌 本命法宝 他们如今已跟随渡氏大人 他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 当斩尽仙狱 一切不讲道理的祸患 让他们在此地生陷 轰隆隆血湖中一片魔火 各种恐怖法宝在此地交织 煞气宛若血色雷电 乍响四方 再也看不清里面的具体状况 唯有惊天动地的崩裂声 仙狱 白骨大地上 此地有一巨大尸骸 横穿大地数千丈 高数百丈 万年不符 扎边于法文大地 此地也因此得名 完全看不出 是何等罪灵尸骸 而尸骸方圆数千里 满是罪灵集结 每隔百里 就能看见那么几位 他们尽力于白骨大地上 神色一个比一个冷漠 只不过 他们双眼略微撇过白骨之上 眼中带起浓烈恭敬 那里是太乙大世界 炼须七仙玉真正的两位王者 万灵俯首 莫敢仰视 翁一道浩大破空声传来 一头庞大无比的生灵 渐渐露出身形 他眼中闪烁着兴奋与杀意 甚至浑身都带着一股疯狂 度视老人 放肆 九天绝影足 仙玉 竟然是他 但那又如何 挡住 白骨大地上 无数罪灵衣袍狂舞 气血汹涌 磅礴如海 刹那间出手 此人至少他们还有一战之力 没有面对那位时 那种绝望无力之感 大战起 仙玉庞大的身躯 屹立在大地上 如同一个惊天巨人 他的目光疯狂无比 看向远方白骨之上 谁敢挡我 仙玉仰头大后 俯瞰四方 一拳猛然砸向法文大地 那恐怖的气势 仿佛可以撼动整个天地 一瞬间 四方地面裂开了无数裂缝 如同一条条深深的沟壑 向四面八方蔓延而开 像是一条条巨龙在地下蠕动 仿佛整个仙玉都在颤抖 一阵强烈气流涌出 掀起狂风 漫天尘土弥漫 掩盖了视线 所有罪灵 只能看到那巨大的拳影 一闪而过 瞬间将所有的障碍物都烘碎 直接将大的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在那坑底 法文黑土翻滚 无数碎石四散飞溅 仿佛刚刚经历了一场灾难般 整个场面异常震撼 令人心悸 而刚才冲上前来的醉鳞 哪怕是被这拳风刮到 也是被轰然先飞 吐血暴退 仙佛冷笑一声 不懈地扫过四方 只不过 当他看见白骨下方的那几道平静异常的身影 他面色也渐渐变得郑重起来 呵呵 看来是场恶战啊 仙佛扫视四方 眼中的疯狂之色变得更加猛烈 不过我为今日已准备许久 度是敢与我先决一战否 浩大的声音传荡四地 此话一出 周围刹那间陷入死寂 鸦雀无声 仙佛 可不要太猖狂 陷于我们一战 九天绝影足 希望你能在仙余中 像在大事一样那么张狂 几道弹幕声音响起 从远方直线略来 恐怖的气血之力 在全身上下翻涌 所过之处 法文大帝尽皆开裂 皆是强者 先决眉头一皱 纵身一跃 他的斗法相当暴力 像是已经将肉身开发到极致 一击便伴随有风雷之力 一踏便是大地震荡 简直比施展法力 还要让人心惊 而九天绝影足 也同样是大事最强万族之一 而且以肉身强悍文明 出生便是巨人 他们以凶兽为识 太乙蛮荒天狱 就是他们种族的狩猎之地 不过大事最强万族 都是相当分散 分布整个三千大世界 不过此族有些特殊 生灵数量 虽然比起最强万族 有些单薄 但是个人斗法战力 皆是万中无一 相当多的天交入混沌仙灵榜 成长也是相当血腥 仙玉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可以说 没有来过仙玉的九天绝影足 那你整个仙徒都是不完整的 胆量 星星 磨练从弱者时便已开始 主要还是族人太过单薄 如果不这样 靠着折损历练出绝对强者 那从最强万族中跌落 是迟早的事 最后造成的影响 也会巨大无比 那将代表 不能再参与太多大事 真正高层的事 白骨大地上 仙玉露出嗜血微笑 出手便是仙妃前来抵挡的 最灵强者 大家都是有尊严之人 不敌便退去 绝不死缠烂打 他也要留着余力 对抗真正大敌 轰鸣声震天动地 仙玉的身影 也在逐渐向着白骨尸骸靠近 他皮肤甚险 满是伤痕 但嘴角却挂着越来越兴奋的笑容 他的目光 从未离开过白骨尸骸之上 而这一战 便是超过半月 大地上满是唐岛的罪灵 他们艰难 看向背后 眼中皆是露出惊骇之色 那仙玉还在大战 而最前方 还有五位真正的仙玉强者 在等待他 他们还未出手 仙玉也是越战越心惊 图纳的气息都变得粗重许多 突然觉得自己 竟然有些拖大 仙玉同镜强者 绝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身影一字排开 冷冽的风微微吹拂 他们嘴角露出一缕淡然微笑 大战数日 仙玉已不配当他们对手 仙玉庞大身躯 终于不再前进 他喷出一大口鲜血 胸口剧烈起伏 眼中的疯狂之意都在渐渐退去 缓缓抬头朝上方看去 白骨尸骸上 一位银发男子盘坐 双手放在膝盖 他缓缓睁眼 眉心法文闪烁 眼中带着心松与冷漠 俯瞰仙玉 此时 一头黑牛从他背后缓缓踏步而出 他浑身绒毛 却又充满着一股坚不可摧之感 依然在俯瞰仙玉 温须空中 一朵黑玉雪花正在缓缓绽放 此花金芒垂落 覆盖方圆数百里 竟然在在向外释放天地惊气 仙玉眸光一颤 血肉在煞时间陷入沉寂 一股森寒如 名誉之感遍布全身 直戳他几两骨而来 他如此庞大的肉身 竟然在这朵恐怖诡异的黑玉雪花下 陈寻双眸淡漠没有充斥任何生灵情感 缓声开口 我已等你许久 你终于还是来了 他说完那有些轻松的眼神 漠然间变得深邃凌厉起来 半空那黑玉雪花似在盘旋 又像在绽放 周围天地惊气变得越来越浓郁 而此时 那些身受重伤的醉灵伤势 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血肉在快速恢复活力与生机 他们眼中带起浓烈宫镜 这便是他们追随的最大原因 仙玉可不存在任何天地气息 但渡氏老人竟然可以无中生有 超脱仙玉规则 而这样的仙天精气 还可以反补他们肉身 但最关键的还是 他们真的被打服了 修仙数千年 在外也算得上是铜镜狂徒 但是 面对这样的怪物 已经不能说得上是离谱 渡氏老人 就像是被什么惊天老怪物夺射了一般 完全和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上 那肉身轰击在他们身上 都不带动弹的 而且 那爆发的恐怖速度 也没有任何逃生机会 他们是打心底佩服这位 没有丝毫嫉恨 恐怕只有大势的混沌 仙灵榜天骄 才能真正地与之力敌 已经不是天狱中的天骄 能与之匹敌 但他们 不知道的是 陈寻面对这种人 都还来不及 他从来都没有卡寿命的意思 也更不想与那些 整个大势都排得上号的天骄交手 他自始至终 都只是想求索自己的仙道 顺便在路上 把那发号施令的老贼斩掉 你冠绝三千大世界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说不定那时候 他还在凡间哪家地方开个酒楼炒菜呢 他们根本没有先到争锋的任何兴气 过的 就是一个安稳日子 度视老人 先绝双眼充满坚毅 巨人般的身躯 平视白骨尸骸 可敢与我一战 听说你在收集精血 我意识 若是战败 我的精血你全部拿去 他最后的一句话 带着怒吼般的咆哮与不屈 身躯也随之挺拔不少 若是倒在仙狱中 若是遇见强者便怯懦 那证明他先绝也不过如此 猫大黑牛喷出一口鼻息 悄悄拿出一个小册子来 开始对比九天绝影族的信息 此族之人 若是度过天节 登临天尊之位 那本体成长也彻底开始 高耸入云 手拿行尘 脚踏古凶兽 拥有超凡的生命力和恢复力 他们的面容深邃 瞳孔呈淡蓝色 如同苍穹一般广阔而深邃 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 随风飘荡 他们肌肉粪章 身体线条极其流畅 法力就蕴含在肉身之中 其体内没有精丹 没有原因 唯有元神 筋骨血肉 就是他们的法宝 相当有天赋的种族 而且 一旦他们突破入化神 便能觉醒天赋神通 传说无尽岁月中 此族出现在天地时 可凭借肉身踏天而行 横穿九天 哪怕肉身如此强横 也可行动迅速如影 九天绝影族之名 也因此而来 是一个相当古老的种族 并且在万族大杀伐时代中 此族更是与人族交好 毕竟两族也没什么先天上的仇恨 前者可是以凶兽为实 他们也肯凝练各族精血于自己肉身中 越是强大的族人 那便是战役越加凶猛 不知多少生灵败于旗下 是个相当头铁的种族 有些游离于仙道之外 不过三千大事便是如此 仙道万千 万道齐名 蓬勃发展 从未有过一道独尊 而九天先盟的初代掌权者 便是九天绝影族 不过随着岁月更迭 九天先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此族也开始退居幕后 不再参与太多谋划发展之事 他们不走明星天智仙道 布局眼界有些跟不上 但九天先盟每千年 还是会给九天先影族 供奉大量修仙资源 这是对开拓先贤的敬意 而不是把他们一脚踢开 修仙大事 也从未有过这样不敬先贤 随意诋毁的后辈 这些礼仪也皆为修仙大事传承 大黑牛眼中恍然 此族与书籍上描述的一模一样 终于在仙狱中 见到一个能完全对应上的种族 他们这几百年遇见的种族 说实话 这些书籍上 说的有些吹嘘 简直名不复实 先觉听到陈寻的话后 被压制的汽血之力 在艰难复苏 他眼中毫无巨色 度视老人 出手吧 我绝不会逃 陈寻面色平静如水 他手不过是轻轻一抬 黑欲雪花笼罩而来 此时法文大地轰得一声乍响 一颗颗地灵经破 从白骨大地被稀释起来 先觉眼中惊骇 他看向四方 大地震动满是尘埃 半空中全是无数岁月中 凝聚的地灵经破 他双眼渐渐冲血 骨骼咔咔作响 哇 先觉双膝微弯 又喷出一口鲜血 他的额头 手臂 每一寸肌肤都在抱起 他只觉体内的汽血之力 像是被牵动 已经完全不属于自己 黑欲雪花 如同一道黑暗深渊 在上空凝望自己 这到底是什么 东西 先觉被压制地嘶吼起来 他艰难抬步 但抬起的脚 却迟迟没有落下 这种感觉 就如同直面压制自己体内本源而来 这不是大成尊者 才能动用的天地规则之力吗 他如今不过练须后期 怎么可能硬抗这等 直至身体本源的规则之力 若要修炼成规则道区 那至少也要和道径 才有那么一丝可能 翁半空中响彻起 一阵刺入神魂的翁鸣声 黑欲雪花 色泽深沉的血红色 花瓣成饱满的圆形 花茎约莫 十几丈庞大 他每一朵花瓣表面 都有着微微的波纹 仿佛是在细细地颤抖着 黑欲雪花每一息 都在转化喷勃出天地精气 每当这时候 整个花朵会猛然一震 花瓣间会喷涌出血红色的光芒 宛如血海激荡 是靠着无数种族精血熔炼而成 但按照大势修仙界铁则 各族精血绝对相斥 甚至强行融合 会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也更无法用作修炼之用 除非是邪修 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用 但绝非正途 无法在仙道上走得多长远 然而 这朵黑欲雪花仿佛已经超脱于大事仙道规则 做到不可做之事 一股骇然恐怖的气息 直接贯穿仙欲虚空 锁定仙觉而来 仙觉眼中的战意 渐渐转变成惊骇 两颗拳头大的浓郁精血 竟然从他体内被强行抽离 他目自欲裂 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精血 融入那朵黑欲雪花中 白骨大地上 无数罪灵低头拱手 每一个微小动作 都在流露出对强者的敬意 他们绝不会怀疑 渐氏老人出狱后 站立只在肉身上 这样的人出狱后 只会越来越强大 直到他们遥望不及 完全已经超脱练须境对他的束缚 哄 一道血柱飘散 仙觉发出低沉怒吼 他扛着上空威压 一步步朝着白骨湿海而来 九天觉影族 没有跪着死的族人 他嘴唇心红 已被鲜血浸染 仙觉双眸越发坚毅 体内爆发出一道道力量 正想法闻大地 渐氏老人 可敢与我仙觉一战 仙觉双拳压地 浑身上下都是血雾弥漫 一股肉身的绝强威压遍布四方 让白骨大地的所有罪灵眼中 都染上一丝震惊 白骨湿海下方 五位仙玉强者 也是暗自皱眉 一连大战半月 竟然还藏着如此强大的底牌 此族太过适合仙玉规则 仙觉庞大身躯 化为一道虚影 骤然消失在原地 不过瞬息之间 他的身躯已经出现在白骨湿海之顶 那一拳犹如山红爆发 四方都是浩大的震响声 可见这一拳到底聚集了何等威势 度视 仙觉发出怒吼 一拳砸下 没有任何多余动作 甚至都能感觉到 整个白骨湿海 都已被压制地下降半分 猫一道冷漠平静的牛叫声 传荡四地 大黑牛双眼威宁 化为一道黑色飓风 直奔上方而去 轰隆隆 半空乍响雷鸣 两道拳影相撞 威势磅 仿佛整个半空 都在为他们的碰撞而颤抖 尤其是那瞬间爆发的气势 让周围的空气 都变得凝重无比 让所有罪灵 都不禁感受到 一股无以名状的压迫感 好像整个仙域的时间 都在这一瞬间静止 白骨大地上的罪灵强者 眉头微颤 皆是望向半空 好恐怖的仙觉 两道身影 不过是交手刹那 半空中突然鲜血飘洒 仙觉只觉 那一拳自身骨骼快要散架 连神魂都为之震荡 他发出一道闷哼声 从空中如同流星坠落 他双目尸神 自己竟然连度视老人的 黑牛灵兽都不敌 砰 白骨尸骸之鼎 烟尘弥漫 仙觉不偏不已 恰好砸落在陈寻身前 而他的姿势 也是相当巧合 半跪而下 一手颤抖腐息 仙觉双眸颤动 颤颤巍巍地 俯瞰下方 那道人族身影 一股大恐怖 漠然降临心底 侵入心神 仙觉 够了 陈寻平静开口 双目下台平市远方 你足精血 我已到手 我们并无仇怨 也绝不会为难于你 是走势 留你自行决定 仙觉如今的情况 相当糟糕 他其实已经无法动弹 那黑牛的一拳 已经把他的余力 全部打碎 但他并不想倒下 唯有保持这个姿势 他低沉道 杜氏 你绝不是人族生灵 此话并没有意义 我如今已承认 你确实很强大 我也相当欣赏你 陈寻银发飘飘 双目太过冷漠 但是 我与老牛从不会单打独斗 先到争锋 你选错了对手 最重要的是 这也并非他们的真正战力 十位元神奇聚群殴 才是他们真正斗法的开始 当然 这个仙玉礼 暂时还用不到 猫大黑牛已回到陈寻身旁 又开始鼓弄起万足小侧子 但此话一出 仙觉差点最后一口气 就要咽下去 他面目都变得有些猙獰 这种话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如此好意思说出口的 而且 这种话完全不是一个 同镜修士能说出口的 简直就像是 站在岁月前方的老怪物 在俯视他 这种心态 完全已经超脱于他们天骄之上 不能用同一个层次的心态看待 我败了 仙觉纵使 心中有千言万语 但是只化为了这句话 没有任何理由 这些 是我收集的精血 一并给你 他微微张口 气血游走于体表 一滴滴精血凝聚上空 朝着陈寻击射而来 后者目光一凝 眼中冷漠的神情 终于有了几分神采 多谢御友 这些东西 我们就且收下 他说完轻轻挥手 黑玉雪莲煞世间 开始转化成纯净无瑕的白色 上空精芒垂落 飘洒在仙觉身上 后者的伤势 也在快速恢复 仙觉抬头望天 他感觉到自身的气血之力 在复苏 受伤的骨骼 也在快速重塑 但他完全看不出 此物到底是何等先趴 他眼中流露出浓烈震惊 话语带有一丝询问 此物竟然可熔炼万族精血 若能化形 已可单独成族 甚至他的天赋 绝不在我族之下 陈寻微微抬眼 倒是可以期待 不过你收集精血 又有何用 他并未回答仙觉 无根精气花 可不是宝物 那是他们身上的血肉精华 重开的另一条肉身大道 此道唯有系统加成的肉身 才可承受 不然境界也有极限 普通生灵早已暴体而亡 无法复刻 仙觉此时 已感觉自身恢复知觉 他开始盘坐于尸骸上 陈寻在他面前 如同一个小矮人般 但他已无开始的张狂 眼中流露出敬意 度是有真正的强者风范 他沉身开口 修炼我族神通 凝炼血肉法香 但并不是用精血 强化自身气血与境界 不过其中很是麻烦 限制也相当多 仙觉没有解释太多 比如 什么不能直接拿前辈境界修炼 凝炼肉身法香 那生灵精血中 必须要浸染自身战役等等 这些东西 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 是自身种族传承 若是能得到 度世老人的精血 他定能一飞冲天 不过仙觉眼中已毫无战意 唯有等待突破和到期 他们之间的距离 才可能被拉近 现在所想象的一切 皆是虚妄 原来如此 看来我们走得肉身仙道 并不相通 陈寻点头 言语中带着一股豪迈 日后便让我在仙狱中 安然度过盛夏岁月吧 莫要再来寻我 他说完 看向白骨尸骸下方 这些人自愿追随于他 帮他收集万灵精血 这仙狱太过广大 哪怕是千年岁月 在这里无尽漫长的仙狱中 又算得上什么 人力中有穷尽时 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 算无遗漏 陈寻与大黑牛 自然也不想浪费这千年岁月 人多力量大 在这白骨尸骸上 做起了精血交易 主要是 这里也比较显眼 他可不想在如此大好地方浪费千年 到时候出狱无根精气花 又是高不成低不就 在外面 弄到万族精血可就麻烦许多 而且 当他们达到这白骨尸骸之顶后 可是发现了一些秘密 不过按照四舍五路大法来看 此地无主 他们来了 这白骨尸骸当属于他们 陈寻气息内敛 已开始准备入定 无根精气花一块大成 就差这九天绝影足 相当关键 下一步便是薅白骨尸骸 先遇千年 爱过 度世 请说 我与你一同出狱 愿暂时跟随于你 还请你 传授我肉身修炼之法 仙爵突然开口 竟然学起人族拱手 姿态放得相当之低 也异常诚恳 我仙爵从不怕在仙道之徒战败 只是怕无法再变强一份 哦 那我有何好处 陈寻微笑 突然看向黑牛 怎么看 好像都是你 占了大便宜 老牛 你说是吗 猫 大黑牛一惊 还在查看 还有哪族罪灵没有落网 怎么陈寻突然问了自己一嘴 他有些敷衍 猫猫先觉目光正重 死死盯着陈寻 陈生道 你的好处 便是我先觉的未来 不知你可愿 将他堵在今日仙狱中 陈寻低头 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 有点意思 先觉双目微微失神 但是又带着一股坚定 他心中已把陈寻当作前辈 而不是同辈添交 他并未开口 而是在等待陈寻下闻 若是不云 他也绝不再纠缠 出狱后天各一方 此生恐难相见 陈寻眼中古井无波 轻声开口 可以 道无止境 肉身之道 自然可以传授你几分浅薄经验 先觉文言相当平静 只不过他盘坐身躯 挪动一分 郑重拱手一败 多谢都市前辈 嗯 陈寻深深看了先觉一眼 一脸欣赏 你何时出狱 又犯了何事 先觉突然酣笑起来 半天没有回应 简直与他刚才判若两人 他随后开口 还有两百年即可出狱 我罪责七百年 在太史大世界时 我曾把一艘方通天尊 上万年前出售的三品 杜宇空间舟损坏 此物算是方通天尊的绝品 但那生灵太过嚣张 靠着那杜宇空间舟横行一方 甚至连混沌先灵榜 都没有其名号 从我头上飞过时 把我玉空法器 弄得甚至快要被卷入空间乱流肿 我自然大怒 我九天绝影足 肉身可横渡九天 竟然被杜宇 空间舟如此羞辱 所以直接语气大战了一番 他说到此处一顿 那坚毅面旁 竟然出现了一丝尴尬 最后对三品杜宇空间舟 造成了一些损坏 我暂时赔偿不起 先决 三品杜宇空间舟 陈寻眉头一挑 眼中竟然有些骇然起来 杜宇空间舟 你都敢动 那所耗费的材料 全是以上品零食为计价 就算是大成尊者动手 也得掂量掂量吧 他微微抬头 眼中还带有震惊 这小子 不会是故意搞这么大一出 只为进入仙狱吧 而且 那杜宇空间舟不管到哪 绝对是一片惊呼 高贵身份 与大户的真正象征 不管往哪一靠 那将是仙子沉沦 强者败福 这仙狱真是投铁的 有些超乎他想象 怪不得如此重罪 估计现在 把他卖了 都值不了如此多的上品零食 猫 大黑牛也是惊声一叫 这九天狱隐族 可是大势最强万族 九天先蒙的创始大族 况且 族人也不是太多 而且看他身份也不简单 难道无人保他吗 上品零食 他们的长辈 应该出得起 仙爵似乎已看出 这黑牛眼神中的疑惑 低沉道 规则下 我族并不特殊 该入仙狱 就得入仙狱 但已欠下上万上品零食 我日后自会归还 他眼中还是带着有些不甘 自己乃是混沌 仙灵榜上的大势添娇 但是他们种族长辈 有些特殊 从不在外相互他们 一人做事一人当 只有强者出手 欲要斩杀他们 可能那些长辈才会出面 什么零食资源之类的 唯有自己想办法 但是他从来都没有 赚过零食 何况还是上品的 太过为难他 仙爵日日夜夜 入古境斩凶兽修炼 来无影去无踪 也从不交好同辈 遇见这种事 唯有自己扛 说出去都相当丢脸 哼 陈寻摇头一笑 这仙爵的性格 有些太过耿直 自然会在仙道之徒 吃许多亏 不过对于这种人来说 也是一种修为之外的成长 出狱后 在外面等我 如今还剩四百年 度氏前辈 您 千年先遇 就快要出去了 您 究竟犯了什么大事 斩杀了一些 为仙殿做事的骄龙 不足挂齿 仙爵听后 瞳孔一缩 久久无言 但是他不知为何 心中有些兴奋 这位度氏前辈在大事 才是真正的狂徒啊 陈寻缓缓起身 面向白骨大地 神情危冷 狱外也有许多狱友等待我 四百年后 我们一同回归玄威天 蒙目大海域 是 是 是 白骨大地上 一位为穷凶极恶的仙玉强者 露出身形 低头拱手 声音响彻四方 眼中都露出兴奋刺激的笑容 度氏老人竟敢挑战仙殿威严 只有这份兴契 才配得上他们追随 仙爵眼中露出一丝疯狂之色 太乙玄威天 听说大荒就在那里 而且还有玄威仙境 通天塔的存在 他四海为家 再哪都一样 陈寻眉心法文闪烁 一股压抑无比的凶利之气 从中散发 他抬头看向仙爵 拿出一本泛黄的小册子 仙爵 此族你可认识 仙爵细细看着这幅歪曲扭巴的身形构图 他眼中露出一丝疑惑 差点脱口而出 这话的什么东西 不过他却看见了一个最为显眼的特征 三眼 仙爵目光一凝 气息变得深邃了几分 想起入世前在族中听过的一些古老传说 仙灵气族一脉 三眼谷仙族 杜氏前辈 他好像是三眼谷仙族 仙爵话语似乎带着一股浓浓忌惮 缓缓与陈寻四目相对 万族大杀伐时代 曾与我族纵天一战 整个大世界都被打得沉落一分 无数星辰跌落 但我族战败 后来 他们与仙灵主族在无尽虚无星空开战 是要脱离仙灵主族 单独成族 此战 连同浩日余晖都变得暗淡 但哪怕是仙灵主族都无法将他们彻底泯灭 三眼谷仙族占天斗地 通天地因果 此族乃不想谷仙族 是大势灾难 最后还是无将大世界的强者出手 才平定这场天地浩劫 三眼谷仙族至此沉寂 没入仙谷境地中 再也不曾出世 仙爵话语变得越来越忌惮 光是从自己大族中看过的这些谷仙史 便能感觉到 此谷仙族到底有多恐怖 也根本想象不到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他正正地看着陈勋 为何他要探查这三眼谷仙族 这些谷仙史早已埋葬在岁月长河中 若不是他出生在九天绝影族 也绝不会知道此族 陈勋与大黑牛相视一眼 他们的目光与气息变得相当冷烈 仙灵族 最强万族序列第三 此族形态不一 相当分散 不过他们都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 化神之时便可神通天地 觉醒天地规则天赋 先天通大道之力 完全不需自行摸索 他们究竟是如何诞生 如何出现在大势 完全已不可追溯 相当莫名其妙 可知这三眼谷仙族的老巢部 仙谷境地 在哪方大事件 陈勋面色变得异常阴沉 电光乍现在双瞳中 我与他们有些事情 要好好谈谈 梦 大黑牛在旁附和 喷出的鼻息异常厚重 他给了仙爵一个赞赏的眼神 不愧是古老大祖子弟 懂得就是多 他们问过许多罪灵 完全就没看懂他们话的东西 仙爵眉头微醋 前辈 此事我要带我回归族内 才能具体探查 至少也要修炼到大成尊者静 还有归还那些上品零食 还要 好 陈勋面色冰冷 连话都没让仙爵说完 我不着急 这些事情 我会一个一个解决 仙爵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变得老实无比 不愧是渡氏前辈 果然不是他们天交能比 从中的恩怨 竟然能牵扯到三眼谷仙族 不过他想着想着 那眼中的忌惮之色 又变得有些兴奋张狂起来 三眼谷仙族 可是九天绝影族心中大痛 那是仙史中遗留下的仇恨 若是能追随杜氏前辈 杀入传说中的仙谷境地 哪怕生死 这一生想必也是相当精彩 心中何惧之有 他现在心中就已开始准备好了 但他也曾看过许多谷仙史 都说人族雷若 万族大杀伐时代 完全就是不入流的种族 然而 人族的天交与老怪物们 藏得太深 踏万灵诗山 入无边血海 登陵最强万族之位 此恢弘大族 才是所有生灵最为之忌惮的种族 序列前十的最强万族 谁又比谁弱多少 皆有一战之力 谁也不知道 混沌仙灵榜 究竟是如何计算族力 人族到现在还藏了多少手在背后 最强万族的大本营 可都是在无疆大世界 早已陷入微妙平衡 无人敢向序列前十的恐怖大族 开战挑衅 哪怕是三眼谷仙族 也只敢内乱 或者向着他们最强万族之一开战 若是胆敢如此挑衅人族甚至开战 估计他们今日已经彻底化为历史 只能说他们虽然强大 但是心中还是留着一杆秤 不敢肆意妄为 度是前辈 先觉想到此处 突然一声闷合 如同惊为乍响 此事 先觉定然会去帮你探查 杀入仙谷禁地之日 还望带上我 此生相当浩荡 把陈寻的黑衣与银发 吹得烈烈作响 他嘴角勾起一抹弧度 好 大黑牛的尾巴一甩 坚定不移地站在陈寻身旁 而白骨大地方圆千里的所有罪灵 可都是听见了 杀入大势的仙谷禁地 他们微微仰头 这一听 可比待在这仙谷 还让人兴奋 若是跟随度是老人 或许还真能有那么一天 能站在这里的罪灵 可不知规则为何物 若不是陈寻他们 在铜镜太过大离谱 还有无根精气花的存在 要让他们心中沉浮 想都不要想 怕死就不会来这 此时五道身影 刹那间出现在白骨尸骸上 他们眼中饶有兴趣地 看了仙爵一眼 后者也是不甘示弱 迎着目光而上 六道气势在半空中交织 不分上下 空气中瞬间变得压抑无比 急眼 云韶 渊明 天离 千山 陈寻看向这四男一女 话音带上了些灵力 莫要再为难仙爵 这五人可谓是仙玉守恶 类似于玉灵煞女的那一辈 但比他还要更为之凶狠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打算出去 要么死在这里 但被自己和老牛好好讲了一番修仙界道理 在讲得快要神魂升天之际 将他们一把拉回 从此跟随 甚至愿意同出狱 他们的行欲早已欺满 但就是赖着这里 哪怕强行传送离开 也是直接一拳向那些守卫人打去 再被送入这里 就跟回家一样 五人都是人族 他们灵力眼神撇过仙爵后 刹那间变得恭敬起来 是 大人 云韶身形纤细若竹 白衣飘飘 一副冰山模样 眉宇间却透出一股不可侵犯的冷漠 但云落在他手上的罪灵可是不守 出手心狠手辣 抽血练鼓 他突然冷笑 仙爵 可别落到我手上 今日两位大人在此 我便不动干戈 哼 定当奉陪 仙爵俯视而来 眼中战意汹涌 声如红中 云韶 我记住你了 其余四人相视一眼 眼中都流露出一缕沙光 但又被陈寻完全压制 他们简直就是杀戮疯子的典范 在这仙玉中安心修炼吧 出去后 自有另一番天地 陈寻平静开口 言语中带着一股幸福之力 玄威通天塔 大荒 蛮荒天玉 足够你们胡闹 你们肉身还差得太远 是 大人 是 大人 五人眼中带有一丝振奋 想一直待在这里的强者最灵 自然在外已无依无靠 也没有活着的意义 但现在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仙爵眉心一颤 看向白骨大地四方 杜氏前辈纠集如此多的各族强者最灵 到底想做什么 他们的未来潜力可不弱 尤其是这面前的五位 陈寻此时已盘坐而下 电弧游走于银发之上 此时 他体内的法力 似乎已在渐渐开始苏醒 大黑牛也跟随陈寻 陷入入定 先决郑重一败 庞大身躯骤然消失 在白骨大地周围 选择了一处空地入定 这里的地灵经魄有些多 直接捡来修炼 五人也是在白骨尸骸恭敬一败 瞬间消失在此处 此时各方都陷入一股巨大的宁静 唯有那气血沸腾之力 磅礴而起 如今的炼虚七仙玉 打打杀杀 也少了太多 杀戮强者进阶投靠 那些弱小罪灵 普天同庆 高声欢呼 好啊 他们神情相当激动 终于可以安心在仙玉度过 出去之后 绝对不再回来 真不是生灵呆的地方 死了那可就一切皆修 白骨尸骸上 陈寻与大黑牛已开始修炼 白骨尸骸坚硬无比 哪怕是他们出拳 此尸骸也只是震动 绝非炼虚七生灵尸骸 但此物依旧可被五行缓慢分解 大黑牛肚子里 可是带着能恢复五行法力的丹药 他们一直都在 薅尸骸残存精华 此物可比地灵精魄 来得更猛烈 地灵精魄 已完全无法拔高他们神魂上限 反补肉身 但此物还可以拔高他们神魂极限 因为他们 到现在还未突破炼虚后期 如今正好靠此物修炼 也算得上是一件天才地宝 放在这里 实在太暴天天物 肉身大道已开 当享受第一波福利 靠此物反补神魂肉身突破 三妹 小赤 还有四百年 你们大哥与二哥 即将走出仙域 出来后 我可要看见你们好好的 陈寻巧然合眼 心中低难自语 大事规则 我与老牛已烂熟于心 呵呵 翁一股压抑无比的气息 从白骨尸骸之上 如同波纹一样 向着四方辐射 缓慢 而又悠长 神秘无比 至此 岁月也开始猛然向前推进 哪怕是今天先到强者 也不能阻挡其中一息 猛目大海域 今日天穷高悬 一片晴朗 如同一面无尽的蓝色巨木 昊日照射下 阳光在云层之间交织 形成无数梦幻般的光影 光线穿透层层的空气 无数细小的气流交错在一起 形成细碎的波纹 天雨似乎更加纯净 晴空万里 似乎连一丝云翼都不曾染指 今日一看 便是个出行的好日子 黎晨岛 灵宝仙阁外 陆川掉离蒙目大海域 来了许多道友相送 他一脸感慨 回头深深看了一眼 这待了数千年岁月的地方 眼中唯有沉静 只不过 他在路过一个仙阁转角处 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一位无名小卒 云精 陆川眼中微微闪过亚异 练须前期 好快的修炼速度 那垃圾回收场 果然充满大秘密 修仙资源竟如此雄厚 晚辈云精 见过陆前辈 云精拱手 他身穿一件素雅的长袍 外面披着一件深蓝色的锦衣 如流云飞舞 这么多年来 多谢前辈栽培 今日只为前来相送 他说完便双唇警敏 不苟言笑 哪怕面对河道真君 也透露出一股冷静自若之态 而如此着装 倒有几分当年陆川的模样 陆川微微眯眼 沉声道 本座当初倒是有些看走眼了 如今浑渊仙城各大仙阁 都愿将废材投入垃圾回收场 你的地位 看来也是水涨船高啊 他眼中带着深邃 感觉突然有些看不透此人 后者也不再是那位 能被他随意拿捏的后背 陆前辈抬句 林宝仙阁对晚辈的栽培 定不敢忘 哼 若是你有意 自然也可前来大慌 本座自不会亏待于你 好 云精身躯挺拔 突然微笑 竟然直接答应了下来 把陆川看得眉头微皱 这小子什么意思 陆川眼眸下台 略微思索了一番 大荒旷迈众多 有许多 炼器大师与阵法大师 垃圾回收场 也自可开往到那方地狱 我们也有合作可能 他言语中带上了几分真诚 面对云精 没有任何轻蔑姿态 调力这件事蹊跷太多 但他在玄威天 都没有任何关系 根本无从查起 以和道真君的修为 面对当初的不起眼后背 能如此作态 这陆川也算是拿得起放得下 能从普通修士走到现在 自然不会像表面那样简单 他已自知 可能前往大荒凶多吉少 甚至自己陆大荒的消息 可能已经传到那几个种族耳中 有人要杀自己 陆川之前的任何作态 全是假装 哪怕是现在 也依然还在装 周围的眼线太多 要陪他到大荒任职 这件事才算结束 他已经想好脱身之法 玄威天绝对不能再呆 唯有前往星辰天 彻底与林宝仙格断绝关系才是 这些年的家当 已足够他跨越天狱 甚至这半月以来 他一直在脑海中 筹谋脱离路线 林宝仙格这层身份 是他现在最后的保命底牌 当利用到最后一刻 云金此时笑容伸了几分 拱手回应 陆前辈说的是 晚辈日后定会前来 呵呵 好 陆川点头转身 又继续前往黎晨岛的空间 传送通道 那个毅力在空中的巨型圆环 云金深深看了一眼他的背影 心中已无憾 心底的最后一丝敬重 也随之烟消云散 两人背对而行 在广阔大道上越走越远 远空上 圆环下方是一处巨大的空中平台 周围大风呼啸 相当冰凉 但这股风 可不是从天地间吹来 而是从圆环中心传来 陆川深吸一口气 眼中依旧淡定无比 看向这个恢弘的空间圆环 这辈子 应该都不再会回来 洛阁主 该上路了 大荒的领保仙阁 已在等待阁主 我等也好尽快回去赴命 他身旁站有两人 话音不咸不淡 气势不俗 皆是河道前期 空间法阵已准备好 离尘岛前往大荒的空间船 一年直此这一次 嗯 陆川微微一笑 正当欲要踏上时 周围突然响起一阵喧嚣 一位风尘仆仆的少年 眼中带有惊恐 突然大喊着跑来 等等我 我也购买了船票 他修为不过原因期 但一副处世未深的模样 简直说像的乞丐也不为过 看来应该是被追杀而来 不知在这海域中 惹上了什么仇架 还有一炷香 便彻底开启法阵 莫要耽误时间 一位老者眉头微醋 朝着他大声呵斥道 时间可不等人 小子快上来 嘿嘿 多谢诸位前辈 少年眼中欣喜若狂 终于还是赶上 他朝着四方一拜 多谢 多谢 然而陆川却是为之深深动容 这位少年模样的修仙者 倒是与自己年轻之时 有几分相似 同样是这样蓬头垢面 同样是这样独自前往陌生之地 唯唯诺诺 不知未来空间船舱中 那位少年独自蹲坐角落 眼眸低垂 不敢与任何人交流 这地方乃是货舱 给这些购买低廉船票的修仙者所用 他眼中充满着担忧 又带着一股对未来的稀迹 眼神中透着一股坚毅 陆川此时从另一方缓缓走来 看向这位少年轻声道 你叫何名字 少年一惊 绝对是位前辈 他连忙起身 冷汗遍布全身 颤颤巍巍的拱手 小人于芳朔 见见过前辈 可是有仇家追杀 是 于芳朔不敢隐瞒 在这样的强者身上 耍任何小心思 都是屠楼 陆川面旁温和 其实算来 他也是有仇家逼迫 强行离开蒙目大海域 他毫无前辈风范地坐到一旁 和他聊了起来 但是却越聊越心惊 像 太像了 这于芳朔的经历 完全就是年轻时候的自己 只不过和自己不同的是 他并不想背靠大树 屈炎覆势 而是想着靠自己去大慌一床 哈哈 好小子有志气 陆川大笑一声 相当爽朗 我被修仙者 当自强不息 何须依附他人 有些捷径走到最后 可能才会发现 那也是死路 毁之晚矣 这话他说得意味深长 一双大手轻轻 拍在于芳朔肩膀上 就如你所说的走下去 他人永远也靠不住 前辈 您竟然认同 于芳朔激动得浑身微颤 他们说 大事中毫无背景 若要走得更远 简直是异想天开 呵呵 两面性吧 野心太大 也不见得是好事 陆川轻声一探 眸光变得有些优远 但你这份心性绝没有错 我年轻时 就是没有你这份心性 现在才落得如此下场 他说完微微一笑 突然释然了许多 修仙的镜头又在何处 我等不过是一介普通人 修仙的风景应该是在途中 而不是结果 于芳朔听后低头 眼眸变得深沉了几分 重重点头 他的一切小动作 都被陆川看在眼里 后者突然开口 你可有失诚 于芳朔轻轻摇头 眼眸暗淡了几分 还从储物界拿出了一些东西 前辈 我乃是蒙目大海域所莫宗弟子 但三年前 妖魔出逃 他说到此处一顿 话音变得越来越低沉起来 宗毁人亡 还是道愿出手平定霍乱 但宗门却是散了 你月后跟着我吧 林宝仙阁也算是个好去数 晚辈一介散修 万万担不起前辈如此大恩 于芳朔眉头大皱 起身一败 我只想前往大荒闯荡 说如此之多 并不是为了前辈恩惠 陆川眼中充满赞赏 微微点头 好 如果遇上危难 你可来林宝仙阁壁火 于芳朔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右拱手一败 眼中满是感动 甚至都快要泛起水雾 陆川此时已经起身离开 只不过那道背影 却充满一股沧桑与一些颓废 于芳朔深深凝望了他背影一眼 眼中依旧充满恭敬 玄威天 大荒 首先映入眼帘的 便是高耸入云的山峰 和无尽的原野 这些高耸的山峰 犹如一条条龙脊般 拔地而起 云雾缭绕 气势磅礴 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和沉寂 无数巨石耸立在这些灰红山脉之间 有些是宛如萧城的光洁之物 有些则是古老而残破的山岩 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仙谷遗迹中 这里的天穷深邃浩瀚 看似无边无际 但这里的星河比别处更加清晰 宛如无数闪烁的珠宝 点缀在漆黑的天幕之上 在大荒的深处 高耸入云的大山 一座接一座 巨石灵巡 山脉延绵不绝 仿佛是古老神秘的巨兽脊梁 横跟在大地之上 远远望去 山峰石壁 皆由岩石熔炼而成 浑然天成 随风而动的烟云 在风鸾之间流淌 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 古灵中屹立着一只只争鸣兽区 庞大无比 仿佛能够咆哮地动山摇 而且还有相当多的庞大狮孩助力四方 让人望而生畏 尤其是那些飞天古兽 他们眼神凶利 俯视着大荒无尽大地上的一切猎物 所过之处 皆是一片片阴影 充斥着一股最为原始的气息 陆川他们达到时 眼中也是充满一股震撼 尤其是陆川 这里已然大变 前来这里的修仙者 可当年多了不少 但是大荒可比整个南域大陆 还为之宽广 不知这里埋葬了多少强者 又隐藏了多少股凶兽 薄杀依旧是这里的主旋律 他面色微微难看 大荒可是有游天昆蓬存在 一口把他们吞了 都没有地方说理去 诸位 我这就前去任职 陆川眉头一颤 看向四方 定会在这里 好生经营林宝仙格 他眼光若有若无地 飘向远方 那位少年果然已经离开 心中不知怎么的 竟然有了一丝牵挂 可能是经历太多 心态反而有些老了 好 陆阁主请 两人脸庞露出微笑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并不会为难阁主 陆川面色一冷 一言不发地离开此地 前往大荒的一座大城 大势规则在那里 影响力可有些弱 尤其是那荒迈一族 强者众多 只要一言不合 便与你开战斗法 你讲什么都不好使 只看实力 要在大荒生存下去 身份高低可不是太管用 岁月就这么虚无缥缈 一天一月一年的悄然流逝 突然 十年后的某一天 大荒林宝仙格格 逐入古林中后 再未归来 关于此事 众说纷纭 有人说 陆阁主是为了突破寻找机缘 有人说他前几年曾说过 要寻找遗物 但是不得 看来是亲自前去寻找 这件事 可是让大荒林宝仙格的人大吉 阁主身份可非散修能抵 哪能说走就走 甚至连传音法盘都不能联络上 一年后 有修士入古林 发现陆川斗法痕迹 与残存储物件 惊动林宝仙格总阁 开始动用关系 探查千积令印 阁主不容有失 那是对整个林宝仙格威严的挑衅 最后却发现 陆川竟然是遇见河道古凶兽 最后一幕 还是在大战中 而且正在抢夺一株灵药 那储物界里面 有着他所有家当 那些发现 修士自然不敢贪磨 不然惹上的祸患太大 仙格对于他们来说 已是庞然大物 更何况 还是阁主身份 此事各方也只有些遗憾 看来陆阁主亲自前往古林寻找机缘 已凶多吉少 凶兽在大荒可不讲究那么多 物尽天择 弱肉强食 已是刻在血脉里的规则 非灵兽可比 被凶兽所杀 谁也不能多说什么 算是修士的正常损耗 这次 陆川在灵宝仙格除名 他也未有后辈子弟与家族 祭奠一番 便草草了事 然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 陆川已经金蝉脱鞘 逃离玄危天 甚至连表面家当都没有要 这些年 城中已有他曾经的仇家盯上他 这些情况 完全和他预想的一模一样 果然是有人 想要借刀杀人 此事他定会一一查清 天东山再起 一味河道修士 不管走到哪都能重新开始 他截然一身 心中从不担忧未来 只是略微悔恨过去 不过他身旁还站着一人 那便是俞芳硕 跑路计划 全靠着这位陌生人跑腿 才可实施 唯有他才能出其不意 不被任何人所怀疑 不然他的一切都被人监视 要是被身边人出卖 那可就算得上是叛逃 林宝仙格绝不会轻易绕过他 反倒是俞芳硕 此子与他投缘 做事也相当稳重 和当年的自己 完全是一个模样刻出来的 尤其是逃离后 心中信任更甚一分 他们彻底离开玄威天 踏上天狱 玉门 从此缓缓展开一个新世界 在那里摸爬滚打 五十年后 一座山林的洞府中 陆川还在养伤 他也确实与古凶兽斗法过 元神受损 大道之力薄弱不小 一切修仙资源都要开始重新积累 这些年 虞芳硕跟着他 帮他打探四方消息 伤势完全恢复后 就准备一起进入一个新宗门 甚至他已决定要吞并宗门 他现在极其需要自己的势力 为日后杀回玄威天做准备 让座下弟子 为自己提供资源 他则是 去吞并更多宗门 陆川眼中闪过狠辣之色 星辰天的星辉之力 异常浩瀚 而且 这方天狱的功法也相当特殊 若是自己能再添一道 那入河道后期 已完全不是问题 不过他心中突然想起 玉方说来 眼中变得柔和几分 患难见真情 日后自己的衣钵 将由他来继承 绝不让他再走自己老路 他缓缓合眼 周围天地气息异常磅礴 要不了几年 就能完全恢复伤势 到时候 就可走出这座山脉中 就在此时 惊变突起 是 陆川猛然喷出一大口污血 眼中不敢置信 他的大道之力 竟然在溃散 体内的灵气 也犹如气泡一般 被缓缓戳破 他现在就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 痛苦遍布全身 陆川神色越来越骇然 浑身竟然开始充斥起无力之感 一切法力都不可调动 他现在的情况 简直就如同一个凡间人 是你 陆川惊声大叫 汗毛倒数 眼眶都要被他瞪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不断喷出污血 喉咙发出沙哑的嘀吼 血丝遍布眼眶 缓缓看向洞府外 那道少年身影 他一路走来 最为信任的一人 俞方说一手父辈 满眼冷漠 俯瞰盘坐的陆川 他的面孔也在缓慢扭曲 最后凝聚成一张无面之像 陆川猛地移动 全身颤若筛康 栽倒在地 竟然在一步步爬向他 他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 你是谁 方硕呢 方硕呢 无面之像 又是一阵扭曲 恢复成了于方硕那少年模样 他微微一笑 陆阁主 你可称 我为鬼面尊者 具体名字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 咔 一阵清脆的响声 出现在陆川嘴里 他一把牙齿咬碎 凶狠地看着于方硕 大成尊者 怎么可能 于方硕曾经的一切都在大慌 被自己调查清楚 他心中自然也有戒心 不然也不可能如此信任 但完全都能对上 怎么可能是大成尊者 陆川五指抓地 额头青睛一根根抱起 他到现在都不信 哈哈 我区区和道静 竟然能让大成尊者出手 他眼眶血红 这一定是幻境 有人在洞府外偷袭他 想要乱他道心 陆阁主此言差矣 一万五千上品灵石 买一条和道真君的命 已是绰绰有余 本尊很是满意 于方硕眼中毫无生灵感情 哪怕是话语中 都透露着一股淡漠 不过我鬼面族做事 自然是要面面俱到 不然惹得雇主不满意 这灵石也不是那么好拿的 一万五千上品灵石 陆川瞳孔一缩 这辈子 他都没见过上千块上品灵石 自己的命 竟然值这么多灵石 于方硕冷笑一声 这一切计划 都是他单独制定 在这大事规则中 自然不可能一招绝杀就能了事 他还有林宝先阁阁主的身份在 当要将他一步步引入深渊 死得无声无息 也无人查得到 他鬼面族头上 他们这一族 可是先殿重点关注对象 这年头 这样的大生意 可不好接到 做得有一丝纰漏 他都不好意思收着上品灵石 哪怕面对的是化神七修士 也不可大意 干一行 爱一行 讲究的就是一个专业 陆川看着洞府前 这道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他的心都在为之低血 原来这一切都是假象 原来针对自己的计划 绝不是黎晨岛那时候的半年前开始 他艰难地低吼 可否让我死得明白 到底是谁在针对我 我也从来没有这等能力 得罪如此有财力的大势力 陆川说完 又艰难地爬行起来 心中突兀地想起云京 那小子当年入阁时 可是相当敬重自己 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牢记在心中 但是他却从未在意过此人 不过是当成 那群屈炎附施的普通修士罢了 自己虽然也是如此 但是他更看不起这样的人 人性真是相当奇怪 他眼中越来悔恨 自始至终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竟然才发觉 原来云京才是 最像自己年轻时的那人 只不过 他现在已经完全变了 也无年轻时的心气 甚至相当害怕 年轻时的自己 看不起自己 哪怕当初云京退出领保先阁 他也是嗤之以鼻 不懂大事 陆阁主 此事我可就不知道了 就算知道 也不会多说 渔方硕笑容变得相当灿烂 一万五千上品零食 足够修炼数百年 还绰绰有余 安心上路吧 这世间也无人记得你 碰 陆川头颅重重着地 死不瞑目 但双目还是在失神之态 似乎在回忆什么 但此乃鬼独 进入大道 无声无息 一代河道阁主 就此陨落在他乡荒山之中 无人知晓 无人问津 他的尸体缓缓消散 天地不存 就连洞府内的一切痕迹 都被抹去 不过还好这陆川 没有将神魂印记 送入灵宝总阁 主要是他身份也不够 不然鬼面尊者 还要大费一番周章 渔方硕尽力于一座荒山之巅 他拿出地阶传音法盘 开始牵动神石契机 尊者 任务已经完成 没有任何意外与后手 这些年 我都已调查清楚 稍后会有某地大拍卖会上 鬼面族一位后辈拿出宝物 我们会用上品临时拍下 只多不少 哼 不愧是你这小子 也不知此事 这背后是哪位 尊者说笑了 雇主恐怕会相当满意 曾说 若是完成 再加五千上品临时 供奉尊者这一路辛劳 嗯 若他们再有所需 我愿再为其出手 渔方硕双眸变得郑重几分 心中也有些震惊 绝不会坏了规矩 尊者的话 晚辈定会传达 好 渔方硕点头 传音法盘也彻底陷入沉寂 他喃喃自语 再加五千上品临时 好恐怖的财力 也是在警告本尊 莫要打些小心思吗 他目光微宁 这样的大户 他确实惹不起 安心坐视这仙道 才能走得更长远 这路穿 他自然打听过 就是贪欲 引起的杀身之祸 渔方硕想到此处 看了那被磨平的洞府位置一眼 突然痴笑一声 消失在荒山中 只不过他离开时 却有淡淡的话语散发在空中 哎 暂时在星辰天待待吧 跨欲传送阵费用太过昂贵 这大事的零食 也不好赚啊 玄威天 蒙目大海域 这里碧海蓝天 如近的海面上 泛着微微的波纹 似乎在 诉说着海域中的岁月 无数海域中的生命历程 和成长轨迹 都被他所见证 远方的海平线 在晨曦和傍晚的交替中 展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气息 仿佛在诉说着时光的变迁 一转眼 距离陈巡与大黑牛入仙域 就已是千年而过 还有几日 就是他们出狱之时 离晨仙殿 高卧云端 一处霞光云彩上 殷天兽骤然睁眼 周围风云翻涌 气息异常强大 只不过千年已过 他却是更显老态 岁月的痕迹 在他脸上鸣刻了几分 崔英踏空而来 他一脸平静 天兽 千年之期已到 他们 殷天兽目光相当凌厉 平视无尽远处 有黑牛在 他们定能活着回来 哪怕根基已毁 在老朽作画之前 也能护他们最后一程 崔英面色微沉 他很是担心殷天兽 若是他们真不能回来 可能后者的道心 都要为之大损 这一人一牛的出现 简直就像是对他的希望 其他人永远也理解不了 明白不了 他苍老的声音响起 陈家那姑娘 从道院跑出来了 已来到仙殿 在那里恳请见你一面 说是一定要带上她 胡闹 殷天兽眉头微醋 话音都加重了几分 仙玉乃是太乙大势重地 哪能随意让外人进入 但陈家那姑娘相当固执 道院都已来人劝回 崔英轻声一叹 微微摇头 那可是千年仙玉 而且入狱前 还被骄尊者用行断筋骨 希望渺茫 天兽你们 还得做好心理准备 陈天兽深吸一口气 冷声道 崔英 把那姑娘带回道院 仙玉老朽亲自前去 让她莫要担忧 你不去亲自见见 不去 那姑娘老身倒是挺喜欢 重情重义 此事交流吧 哦 陈天兽眼中闪过诧异 崔英自从自己弟子那件事出现后 再也不与后辈交谈 已经很久没听见 她如此评价后辈 崔英自然看出了 阴天兽眼中异味 只是微微一笑 随即离开 阴天兽从储物界中 拿出一个玉字匣子 双眸变得深邃起来 陈寻小子 千年了 可别死在仙玉中 莫要让老朽失望 她自己也没发现 话音有那么一丝颤抖 当初千年仙玉 已是她能争取到的最低刑法 她这张老脸 可是都没要了 只是希望 他们能活过此劫难 阴天兽手指倾台 一艘飞翼宝梭 凝聚于虚空 此时玉字匣子 也缓缓展开 黑暗深邃的空间通道 开始正式前往仙玉 翁飞翼宝梭 彻底消失在蒙目大海域 阴天兽的眉目中 终于出现担忧 哪怕是大成尊者 也不能预料到 未来到底能发生什么 仙殿中 南宫赫灵带着小赤 一脸激动与焦急 他们从未怀疑过 大哥与二哥 能不能从仙玉中出来 但凡对此事有一丝迟疑 他们都不配是大哥的家人 赫姐 哈哈 小赤猥琐低笑 踪毛都在颤动 他最近不再沉默寡言 他每日都在整理流影时 小弟可是给寻歌与牛哥 准备了天大礼物 他的喜悦溢于言表 每天都在数着爪子过日子 数年前就以激动地 无法入定修炼 想和他们说的话 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小赫紧紧抱着小赤 他面色泛红 直接从道院逃离 谁也拦不住 大哥与二哥 就快要从仙狱出来 他们第一个见到的 一定要是他们 他们这千年都过得很好 大哥与二哥在仙狱中 一定最为担心他们 不想让他们在出狱时的担忧再多 哪怕是一息 我可采摘了许多菱花 四弟 听说菱花能去晦气 小赫笑眯眯的 甚至忍不住地蹦了一下 殷前辈一定会答应这个小请求的 我太想大哥与二哥了 小赤嘀吼一声 以后若是入仙狱 他也必须要跟着一起 呼之一阵清风刮来 崔英脸庞挂着微笑 小赫灵 天兽已亲自前去仙狱 道愿的御玄尊者 要你马上回去 仙狱有仙狱的规则 此话一出 小赫与小赤面色一僵 心中像是被重重捶了一下 小赫嘴角挂着一丝勉强微笑 崔前辈可是大哥他们出事了 并没有 仙狱不能让外人进入 此事天兽也做不得主 崔英轻轻摇头 看着小赫灵这副柔弱模样 他有些于心不忍 你大哥回来时 我让他们去道愿许你可好 小赫面色泛白 自知这里可不是自己胡闹的地方 崔前辈也不是他长辈 能和他说这些 已经是够给他们面子 小赤正欲低吼 但被小赫按住 后者恭声道 多谢崔前辈告知 给您添麻烦了 我们这就回道愿 好 快回去吧 崔英面色相当柔和 怎么看小赫灵怎么喜欢 相当懂规矩 也不胡闹 小赫面色变得冰冷沉静 带着小赤一步步走出黎晨仙殿 他步伐沉重无比 再无刚才的雀跃质感 自己什么也决定不了 崔英看着小赫的背影 轻声一叹 千年仙玉 没有他们想得那么简单 就算连天兽如此笃定 他们能出来 也不敢带上他们的家人前去 就是怕后者接受不了现实 修仙界的残酷 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几日后 黑暗深沉的仙玉中 一道冷漠的天鹰传来 醉灵陈寻 刑罚七一道 今日即可出狱 醉灵黑牛 刑罚七一道 今日即可出狱 一人一牛盘坐余地 如同凡间老农 气势不显 异常平凡 他们缓缓睁眼 一道黑暗通道 展现在他们眼前 而前方就是自由 老牛 猫走了 陈寻双眼异常平静 没有丝毫激动 只是一手抱着大黑牛 周围静悄悄地 空无一人 没有白骨尸骸 也无罪灵强者 他们最后看了一眼这仙玉 随即坚定不移 踏入黑暗通道中 我还不想说